《汉顶于烟》作者 谢的星 伟大的汉王朝渐渐走向了末路 数十年间 人间沦为鬼域 白骨遮蔽平野 天下龙蛇分起 竟问鼎之轻重 尸山血海之中 一名年轻的武人持刀起身 茫然四望 但见灵灵英雄游在 而汉顶于烟未尽 孰能续之 俗语说 人到中年万事休 人到中年以后 行貌见老 血气见衰 虽然楚氏的手段 渐渐元熟 经验渐渐积累 可成败利顿书难预料 大多数人终究都错过了 乘风而起的机会 于是 越是努力 越是挣扎 就越被陈氏罗王所困 最后在万般消磨之下 褪去锦鱼的一点点激情和兴气 而所谓人生百味 一一品尝之后 刻骨铭心的 也只有苦涩而已 雷远就是这样一个 承担着苦涩的中年人 当他合上手头的文件 转头看向空无一人的 庞大办公区域时 他也知道 自己或将面临更多的苦涩 那是令自己 家人甚至更多人 都无法承受的 惨白的走廊灯还亮着 把雷远的面容 倒映在漆黑的电脑屏幕上 雷远看到自己 明显在短时间里 瘦削了的脸庞 还有斑白的头发 真是四面楚歌了呀 他咧嘴笑了笑 总会有人 最后再努力一把 失败了也没什么 来吧 他感觉到 某种东西 像是涨潮的大海那样 慢慢升起 从脚面到膝盖 到腰 到胸膛 一点点地把自己淹没 他的手开始麻木了 五指松开 过了一会儿 保安员沿着 公用走廊逛过来 探头往黑沉沉的 办公室里看看 里面没有人 只有某个 透明玻璃围拢的隔间里 纷乱的纸张 突然像被旋风吹拂着那样 高高飘起 盘旋着落下 要死了 出轨了落 保安员揉了揉眼睛 抱怨了一声 随即毫无责任性地 反手把大门带上 全没发现一个躯体 正慢慢歪倒在 办公桌的后面 而与此同时 已然咽下最后一口气的 雷远却惊讶地发现 原来自己以为的 终点并非终点 冥冥之中 雷远已经死了 而雷远 依然活着 在那片淹没自己的深沉渊灭之下 有一段崭新的旅途即将开启 第一章 援军 东汉末年 中枢朝政腐败 地方上的豪霸肆意横行 无数人毫无顾忌地胡作非为 终于将曾经辉煌的帝国逼上了绝路 灵地光河七年 黄金乱起 穷途末路的隐民们群起追随 聚集起来对抗这个吃人的石头 战争又进一步摧毁了社会秩序 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底线 于是蠢蠢欲动的野心家们 乘此机会纷纷扩张势力 最终 人间沦为鬼域 白骨遮蔽平野 盗贼风起 奸雄阴阳 天下龙蛇 盘踞在汉帝国破碎的疆土上 互相撕咬绞杀 这样的大乱事 已经持续了25年 直到现在 还没有人能看到安定的曙光 就在建安十三年末 携天子以令诸侯 身为震动天下的曹丞相 和他的数十万雄兵 在云梦 则与大江之间的狭长地域 遭到孙刘连军的火攻 大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曹操不得不放弃了 扫平南方的宏图大志 撤军北桓 孙刘连军乘着赤壁大胜之势 向曹军占据的区域 发起猛烈进攻 在西线 周郎在刘豫洲的协助下 攻打睁南将军曹仁助手的江陵 而在东线 孙陶鲁亲自领兵 进攻曹军在江淮之间 最重要的军事据点合肥 惨烈的战争持续了数月 转眼到了建安十四年的深秋 江陵和合肥 都已经摇摇欲坠 曹操虽然用兵如神 但心败之后 重整不重 实费一日之功 此刻兵力不足 难免有左之右出之叹 对于遭受围攻的江陵方面 他命令折冲将军乐静 横野将军徐晃 各自领兵打通联系 而合肥方面 实在鞭长莫及 便只能派遣 骑将张喜 率领青旗一千 日夜兼程前往支援 曹操很清楚 由于东吴缺乏骑兵 这一千骑兵数量虽不多 但投入合肥战场之后 足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问题是 由南洋到合肥 需要横穿整个汝南 自黄金乱后 持续数十年的战争 几乎摧毁了汝南郡的一切 再加上天汗碎荒 百姓向石殆尽 昔日人烟繁茂 道路四通八达的 附属之地早已消逝 张喜所经之处 违建名城大郡太半 化为秋须 曾经的连绵千墨 和骑整道路 被横生的杂树林 和四处蔓翼的胡爪取代 而活跃在秘林和胡泽中的 是因为吞吃死尸 而肥瘦的柴狗和恶狼 即使从当地 征召了有经验的向导 寻找到一条 能够容纳千骑行进的道路 也比想象中艰难 经过了数日艰难的跋涉 一千骑兵才进入 汝南郡中部的 故事仙境内 这个速度 比先前预期的慢了许多 这使得张喜 越来越焦躁不安 此刻大约是五十 骑队快速奔行了数个时辰 马匹已经疲惫 张喜不得不传令休息片刻 他另从骑门散开 自己侧马登上一片 光秃秃的山坡 跳往东方 在视野范围内的 是青黑色的 无穷无尽的莽林 片刻以后 他忍不住叹了口气 眉头紧紧地皱起来 显得眼窝更加深了 张喜是眼州东平郡人 东阿县的攻守出身 因为在曹公与吕布征战时 据守舱京都有功 被拔作为曹公仗下屈长 随后十余年南征北战 多力勋劳 慢慢激攻围崖门将 这次支援合肥 是张喜首次得到带领 偏师独立行动的机会 他绝不能容忍任务失败 可是 张喜用力紧握腰间 还手刀的刀柄 以至于青筋都抱了起来 天杀的贼寇 可恶的雷絮 可恶的陈兰 可恶的没钱 老子迟早要宰了你们 被张喜痛骂的三人 都是活跃在江淮之间 不服王化的地方豪霸 或者说是贼寇一无不可 孙权进攻合肥时 派遣使者说服了他们 起兵呼应 雷絮等地方豪霸响应孙权 立即给张喜 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以他们的兵力 虽不足以在战场上抗衡大军 却足以四处骚扰游翼 断绝道路桥梁 使张喜所部骑兵举步维艰 昨日 张喜沿着一条道路走了数十里 结果尽头居然凭空出现了一个大湖 不得不原路返回 天晓的贼寇们是什么时候干的 又是从哪里引来的水 今日行军至此 似乎又要遇到同类的麻烦了 作为必经之路的桥梁垮的不成样子 附近又完全找不到渡船 那个向导说 有个方向能求度过河 自己派人前出探勘 也不知能有什么结果 为了便于行动 张喜没有身着铁甲 他用皮锁把铁甲和头盔捆在一起 挂在马鞍的后方 自己只披了一件皮甲 外罩着隔部的军袍 从早上行军到午间 他的身上出了层薄汗 此际被山坡上的凉风吹拂 寒意透进袍服 使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 他骑成的轻聪马 或许也感觉到了主人的情绪 摇摆着脑袋 喷了个响鼻 张喜伸手捋了捋马井 想要他安静下来 手上却抓了一把湿漉漉的汗水 这才想到 是才自己沿着队列前后奔驰 马匹也有些累了 这可是曹公亲自的北地良居 张喜心疼战马 连忙跳下来 慢慢地牵着马 走下缓坡 山坡下率先迎上来的 是那个出身汝南俊兵的老家伙 张喜本以为 他会是个合格的向斗 可现在看来 作用实在有限得很 张喜瞥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自顾前行 可这老家伙 却没注意张喜的面色 跟在边上喋喋不休 张将军 故事的附近啊 到处都是河流水道 你看 北有淮水 东有史河 西有发源于湖山的曲河 南有春河 又有泉河 灌水等等 再往东 饮水过了乳因以后 还有连片的沼泽 一直到韶碑都没有好路 这些河流有的和淮水平行 有的汇入淮水 其间还有堤坝 湖泊 森林 丘陵 急不得呀急不得 这路确实不好走 张喜实在按捺不住 手起一鞭 啪地抽在这老族的脸上 随即又是挤鞭子 打得他满地乱滚 我不要听你的废话 你说 你什么时候 能找到一条好走的路 嗯 找不到 我生剁了你 老族哀嚎着求饶 但是周边的曹军骑兵们 自顾休息 还有人打起了憨 谁也没有理会他 都是刀头煞血的四铁男儿 杀人都不会多眨一下眼 这点小事 根本不值得在意 张喜又打了一阵 老族的哀嚎之声 越来越响 然后又渐渐轻了 而张喜毫无顾忌地继续打 直到觉得自己的手腕有点酸 这才停下 鞭子在空中发出的呼啸声 刚一停歇 玄机有若隐若现的马蹄声 从东边传来 或躺或坐的骑兵们 纷纷起身 兴冲冲地说 来了 来了 张喜本想登上坡地区观望 看看那满头满脸是血的老儿 又停下脚步 就在骑兵们的簇拥下等候 过了一会儿 马蹄声越来越近 一小队人马穿过稀疏的灵地 来到张喜身前 怎么样 张喜急躁地问 一名骑士下马行礼 将军 这老说的没错 往东北石里 有个开阔的河湾 我们试着汤水过河 水面刚能没过马腹 河对面有条堤坝 一直向东 正好行军 好 立即出发 你们带路 张喜觉得自己的心情愉悦了起来 他飞身上马 大声吩咐道 兄弟们加把劲 过河以后 就埋锅造反休息 将士们击叫头便十分出发 到现在 很多人的肚子都空了 听到张喜的号令 骑士们高兴了起来 吆喝着纷纷上马 张喜用鞭烧指了指老族 带上他 瘫软在地的老族 还在愣神 正巧一名高大的骑士策马经过 于是 下腰探臂 抓着老者的腰带 将他拎起 然后脸朝下 扔在一匹空马上 这个高难度的动作 既需要一流的臂力 也需要出色的骑术 立即激起了许多人的喝彩 走吧 张喜大喊一声 催马向前 骑队轰然起行 数千马蹄敲打着地面 发出的声响 如同闷雷滚滚 道路顺着丛林和山水蜿蜒而起伏 夯土的路面年久失修 也很坎坷 但这些骑兵们 或者是北地的雄剑武士 要么是 生于马背的乌环人 根本不在意 他们一般只用单手控将 就能自如地控制马匹 一千集裂成紧密的纵队 有如黑色的飞蛇 穿行于在丛林和山水之间 石里的转瞬即过 张喜呼绝眼前一亮 这里果然如赤后所说 是一大片河湾 原本收束的河道 在这里猛然开阔 水面扩张到了将近二十丈 在秋天的阳光下 反射着零零波光 温和地铺沉开来 在河流的对面 原生的堤坝横贯东西 一直向远处延伸 赤后抬手向张喜示意 将军你看对面高处 那里是我们之前留下的两个兄弟 张喜眯眼看去 站在对面堤坝顶端的黑衣骑士 也连连挥手 一阵风吹来 带来了堤坝后 大片干枯芦苇尾的气味 他又策马向前 看了看水面 确定能够蹚过去 没问题 我们来回走了两遍 水很浅 河堤也平坦 伤不着马蹄 很好 那就走吧 张喜随手指了两名曲长 令他们率先涉水通过 并在河堤上展开警戒 随后 大队人马缓缓跟上 最后才是张喜和他的直属步曲们 深秋时节虽未胜寒 可河水已经有几分凉意 青葱马在张喜的催促下 小心翼翼地踏入水中 因为凉水碰到了肚子 又前后刨倔着四腿 惊慌大跳了几下 好在这是一匹训练有素 且温顺的好马 张喜拉紧了缰绳 赤贺几句 他便安静下来 跟着前方的马匹 缓缓前行 一匹匹战马前后有序地入水 又前后有序地 登上对面的河滩 骑手的吆喝声 马匹的嘶鸣声 混合着河边碎石 在马蹄下哗哗滚动的声响 一时间压过了舒缓的水声 在宁静的河湾中往来回荡 张喜突然想到了什么 一种模糊却强烈的危险感觉 仿佛从天而降 猛地掘住了他的心脏 他用力勒马 不对 不对 是哪里不对 哪里 在从骑门惊慌的眼神环绕中 他近乎狂乱地向四周观望着 将军 一鸣从其向前几步 小心地探问 而张喜突然想到了 这里太安静了 故史县境内的民众们 这些年早已死伤或逃亡殆尽了 无论村舍 农田 都已经被横生的灌木和莽灵占据 而在莽灵之中生存着的 是大小的兽类和野鸟 其队每天行军过程中 都可以看见鹿 野猪 狼 甚至还有各种毛色的熊皮 鸟类更是汇聚成群 数以千百计 过去的几天里 张喜听得到 他们就在距离 骑队不远的临间活动 发出各种呼啸声 然而 这些鸟兽的呼啸声 现在完全没有 周围既然无声 是什么东西惊走了他们 张喜抬头眺望 却发现 应当在堤坝顶端的两名赤猴不见了 小心 戒呗 张喜猛然挥手 大声喝道 他是一名出色的将领 不可谓不警惕 也不可谓不细致 但是 迟了 就在他挥手的瞬间 数百只箭矢从堤坝后射出 滑出高高的弧线 落在了正在渡河的骑队中 箭矢所到之处 此起彼伏的惨呼声 立即响起 有人落水 有马匹哀鸣 很快 又有许多弓箭手登上了堤坝 站在高处 向刚上岸的骑兵们 猛烈射击 这些骑兵们 不仅未曾披甲 其中 很多人挣脱了衣裳 擦拭身体 密集的箭矢所到之处 赤红色的血花朵朵爆战 煞时间 一批人倒了下去 流出的血把河滩都染红了 张喜用力扯动缰绳 带着青葱马 在河水中绕了一圈 避过了几只箭矢 一幕幕惨烈的情形 落在他的眼里 不仅没有吓到他 反而激发出了他的斗志 他呛然拔刀 挥刀前指狂吼道 跟我杀 骑兵们在河道中央移动 群巡 等于是现成的火靶子 这时候唯一的机会 就是尽快过河 杀散对岸的弓箭手 随着他的号令 骑兵们在水中 强行催马加速 激起漫天银白色的水花 第二章 伏击 张喜发起冲锋的时候 一批又一批伏击的兵力 涌过了堤坝 粗略估算 他们的数量超过两千 穿着各种各样的蓝绿衣衫 手中举着长长短短混杂的武器 如同滚滚潮水般翻越堤坝 向下冲杀 他们没有旗帜 也没有筋骨之类的号令 只是发出狂乱的吼叫 凶猛的冲锋 这些人毫无疑问 都是贼寇 趟过河道的骑兵们 刚刚来得及上马 堤坝与河道之间的摊地 就被贼寇们填满了 双方都没有阵列可言 瞬间就犬牙交错地纠结到了一处 贼寇们凭借人数上的优势 往往四五个人 围着一名曹军骑士 从几个方向施以刀枪 而骑兵们既没有甲咒的防护 在这种敌我纠缠的情况下 也无法发挥出战马的冲击力 几乎拿贼寇 毫无办法 虽然也杀伤了不少敌人 但马上骑士越来越少了 此时张喜带领后继的骑兵们 跃上了河滩 在河道里冲刺的过程中 他们又遭到几波剑雨的覆盖 简缘超过四成 但最后仍有上百名骑士抵达 他们驾驭着的上百匹战马 一旦进入冲锋状态 对于部族来说 就是收割性命的猛兽 张喜赤鹤连连 带领这支骑队在混乱的战场中 往来冲杀 贼寇的人数虽然占据优势 却不能阻止他们分喉 他们向着每一处贼寇密集的方向冲击 将之击溃以后 又迅速转向下一处 贼寇们前仆后继的凶猛抵抗 并几次试图阻碍骑队的速度 使他们停滞下来 却总是被骑队冲散 一次又一次地让开血路 随着他们取得一个个小的胜利 有许多被困住的骑兵们 慢慢归入到这支骑队里 使得他们冲杀时的威士越来越害人了 数百只马蹄践踏在死了 或者还匍匐在地面挣扎的人体上 滚雷般的提声和骨骼碎裂的 可不响声汇聚在一起 形成惊心动魄的回响 但张喜的心里并没有丝毫放松 事实上 他越来越紧张了 这群贼寇居然如此汉勇 竟然死战不退 多年来 张喜随曹公南征北战 与贼寇作战的经验十分丰富 他面对过黑山的黄金军 也面对过汝南的白波贼 在他的记忆里 这些贼寇都是乌合之众 战上风的时候固然声威赫赫 可稍作相持就士气低迷 只要死伤稍多 他们溃散的速度 甚至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但眼前 这批贼寇却不然 如果张喜的估算没错 适才的几次冲击 给他们造成的死伤数量 已经超过两百 但这些贼寇 竟没有半点动摇的样子 依旧在努力作战 这样下去 双方就只有互相消耗了 就算取得胜利 还有多少人能够去增援合肥 这绝不是曹公希望看到的情形 张喜略微了一下缰绳 放缓马匹奔跑的速度 在这个间隙 他四处张望着 竭力要看清这群贼寇的首领在哪里 找到敌人的首领 杀了他 是张喜想到的 唯一能迅速击败敌人的办法 他的寻找很快有了结果 在距离自己半里地的堤坝高处 有一支孤立的队伍 那是百余名福色较为整齐低士族 正簇拥着几名骑士 几名骑士中 有人甚至还向着自己的方向 指指点点 就是他们 跟我来 张喜在马背上擦了擦沾满鲜血的还手刀 双腿加紧马腹 开始加速 他的部下们 紧紧跟随着他 先稍许绕出战场边缘 随即就像一支巨大的箭头 向着堤坝的高处射去 看似贼寇首领的几名骑士 很快发现了张喜的冲锋方向 令人失望的是 他们并没有像其他贼寇那样死战的意图 反而迅速向堤坝后面撤退 这个举动更加坐视了张喜的判断 他们毫无疑问 就是贼寇的首领了 撑 撑 杀了他们 张喜疯狂地催马加速 箭头型的队列在奔驰中渐渐拉长 越过堤坝的瞬间 张喜发现那支小部队停下了脚步 他们排列成紧密的防御队形 把手里的长枪高高举起 几名骑士在队列中央 簇拥着一名身着 轻甲的年轻人 那年轻人看着张喜的眼神 竟然有几分悲悯 找死 张喜立声喝骂 而张喜身边的骑兵们 毫不犹豫地猛力催马向前 这种密集的阵型 确实是用来应对骑兵的 但敌人的兵力太少 所以很容易解决 只要催动马匹猛地撞进去 轻而易举的 就可以撞碎敌人的阵脸 马匹 哪怕是死去马匹的躯体 在这种高速之下 也根本不是人的血肉之躯 能够阻碍 撑 撑 张喜的脸上流露出 争鸣的喜悦 他平住呼吸 等着骑兵撞入队列的轰然大响 轰鸣声果然响起 却不在前方 而在侧方 张喜猛转头 惊骇欲绝地发现了一支 全员披甲的骑兵队伍 他们从堤坝下方的阴影中 迅猛地冲出来 就像铁锤一样 砸进了几方的队列里 张喜完全没有料到 贼寇们竟然在此隐藏了一支 武装到牙齿的铁骑 他的部下们更是惊慌错愕 他们竭力勒马 想要挺身迎敌 可整支骑队在高速向前的时刻 侧面受袭 根本无法做出有效防御 队列就像铁锤下的 枯藤朽木一样崩溃了 张喜的部下们 有的来不及躲闪 被铁骑撞飞出去 在空中就筋骨碎裂而死 有的被长刀大吉砍杀 血液从伤口中喷洒出来 就像红色的喷泉瓷起彼伏 眨眼的功夫 他们就死伤惨重 剩余的人马全都溃散了 在击溃了曹军骑兵之后 那支披甲骑兵 毫不延迟地向两翼包抄 继续大砍大杀 队列中 只分出一人策马绕了个圈 向着张喜 飞快地奔驰而来 张喜目自静裂 却依旧保持着基本的冷静 他立即收起还手刀 拉弓搭箭 对面的骑士 也同样张弓搭箭 两人几乎同时瞄准对方 抬手就射 两剑几乎同时飞出 仿佛两道银线 在空中交错而过 飞向各自的目标 但那骑士 是在快速移动中 张喜射出的剑 与他错失而过 反倒是自己腰间上一通 那骑士射来的剑 又快又准 一下子扎进内侧的皮肉 好在有皮甲的防护 箭头静得不深 伤处一时 还不会危及生命 此时 双方的距离 已经不过仗许 在射箭肯定来不及了 张喜忍着剧痛 奋力拔刀向前刺杀 对面的骑士 似乎来不及抽取短兵 只能猛地 向右扯动缰绳 策马避让 然而 两马交错而过之时 那骑士突然横出手臂 一把抓住了张喜的肩膀 随即借着两马错身的冲力 将张喜 猛地拽离了马岸 张喜只觉得 肩膀上 仿佛被一个铁钳夹住 随着身体腾空而起 眼前天旋地转 下一个瞬间 他的腰间剧痛袭来 原来是被那骑士 猛地摁在了马背上 那骑士一手压制住 疯狂挣扎的张喜 另一手在后腰 抽出一把切肉用的短刀 把刀尖对准了张喜的 侧颈血管位置 猛刺进去 还左右翻转 搅动了两下 浓稠的血液 顺着伤口往外喷涌 把短刀和持刀的手 整个染红了 一片黑暗 立即笼罩了张喜的视野 而张喜的四肢 抽出了几下 随即无力的低锤 再也不动 那骑士缓缓停马 把张喜软瘫的身躯 扔在地上 吹了声呼哨 不远处 有从其侧马奔来 纵身下马 将张喜血淋淋的头颅 割下来 挂在马岸的边上 小将军 好身手 从其兴高采烈的夸赞 目睹了张喜的死亡 曹军骑兵们心胆剧烈 他们的抵抗越来越弱 许多人放弃了战斗 想要催马逃离战场 但战场两侧 有堤坝和河流的阻碍 想要逃亡 并不容易 突然让自己成为 被追杀的目标而已 丧失斗志的曹军骑兵们 四高羊 一般被追逐杀戮 他们被拽住腿 拉下马来 随即遭到长枪的捅刺 遭到刀斧的劈砍 甚至遭到棍棒的殴打 几乎瞬间就不成人形 而本来就在围困之中的 零散骑兵们 更是一个接一个地 被砍杀落马 有些人主动丢弃武器投降 也被毫不留情地杀死了 半个时辰以后 整片河滩重新恢复了安静 而浓烈的血腥气 不断升腾起来 红色的河水 慢慢地往下游流淌 那骑士单手乐江 自战场中央缓缓策马经过 一名周身浴血的曹军骑兵 突然掀开身上覆盖的死尸 猛地向他扑来 而他随手提起 身侧一杆长矛 飞至过去 立即穿透了曹军骑兵的胸膛 将支钉在地上 曹军骑兵双手抓着长矛 挣扎辗转了半赏方死 这情形似乎提醒了骑士 于是他向左右道 抓紧打扫战场 仔细写 人全杀了 不要留一个活口 左右沉声应诺 便有骑兵奋出队列 召集了若干小队部族执行命令 十余名曹军士族 本来已被反绑双手 勒令贵等处置 此刻便被直接推倒在地 有人用刀把他们一个个砍死了 距离歧视不远处 那个被张喜悟认为 贼寇首领的年轻人 双手抱肩 凝视着战场 当小队部族 有条不紊的杀死战场上 每一个曹军士兵时 他流露出不忍的神情 但什么都没有说 当那些部族 查看各处的几方伤员 将一些看起来 难以救治的重伤者杀死的时候 他依然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稍许站得远些 战争可以改变一切 这些部族们 本来都曾经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现在 却已经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鬼 而那些曹军士兵 也同样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鬼 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 过去 他曾经因为见到这种情形而痛苦 但现在 他渐渐明白了 对人命的末世 是战乱年代的正常情况 什么怜悯 宽容 只有在和平年代 才会被人提起 在眼前的乱世 只需要考虑 你死 还是别人死 除此以外的过于充沛的感情 都是不必要的 这时 骑士看见了年轻人 于是脱下头盔 露出坚毅果敢的面庞 和覆盖住脸颊 和下巴的粗硬连并胡须 他咧嘴大笑着 跳下马 大踏步地走近 骑士拍着年轻人的肩膀 哈哈大笑着说 今天这场杀得痛快 也多亏了二弟的好谋话 而年轻人微微点头 截杀了曹贼的援军 父亲便可以向吴侯交代了 这两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发现相貌颇为相似 骑士略微年长些 身材极其高大雄壮 肩膀宽阔 他的皮肤有黑 胡须密集而刚硬 身边一侧的弓带里 插着七成黑色的强弓 另一侧悬挂长刀 长刀显然比寻常型号更长 也更重许多 相比于雄武的骑士 那年轻人就略显文质 不仅体格瘦削 皮肤也显得白皙些 不像武人 倒像是较少经历风吹日晒的书生 他们正是兄弟二人 年长的那名骑士 名叫雷修 自杭之 年轻些的 名幻雷远 自絮之 他们的父亲 便是起兵响应孙权号召的江淮地方 豪霸首领雷絮 雷氏乃是炉江巨族 昔年逆贼元术建号仲家 定督于寿春时 麾下大将便有名幻雷博者 元术败亡后 雷包的足弟雷絮收拢了许多溃散的元术部众 举足退保于前山以西的广袤山区 数年以来 声势渐渐恢复 如今已是江淮之间的豪杰中 最具实力者 远来投靠的宾客 不娶多达万余家 就连元术的旧部陈兰 梅浅等人 名义上是盟友 事实上也依附于雷絮 由于雷絮等人承诺 呼应孙权起兵 故而派遣自己的精锐部下两千余人 向西堵截曹公的援军 这两千余人乃如将雷氏 在数十年战乱中纠合的家底 无不是玄命封敌 拘不图反的敢死之事 雷絮有四子 两名幼子尚未成年 敌长子雷修以勇武过人著称 此番领兵的便是他 四子雷远素来文弱 因此不领军职 多年来寄清于山水 在江淮间四处游玩 但他与兄长关系默逆 近来又谋划多钟 得到了兄长的重视 于是受邀一同前来 谁也没有料到 雷远在这一战中 发挥了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由于他精通地理形势 举凡周边山川水文无不安熟 于是 只凭几处小小的举措 就迫使张喜 一步步地调整行军路线 最终走到了 设在驱河河湾的战场上 而在作战时 又是雷远轻身作耳 将张喜诱入了被雷修横向劫机的绝境 第三章 战后 距离兄弟二人不远处 一名中年人 正站在不远处的河滩上 把一件清洗干净的锁甲 放在胸前比划 听到两人的对话 他赞叹道 今日这仗赢得真舒坦 修哥的身手越发矫健 远哥把曹军玩弄于鼓掌之上的本事 更是叫人佩服 战事刚结束不久 这中年人就把胡须整理过了 还重新扎了发迹 使他看上去比其他将士 都要整洁精神一些 这时候 浑身上下躺着水 静似乎还抽空沐浴过了 一件粗麻衣服 松松地裹在身上 露出强健的肢体 雷远见这人言语大大咧咧 哥 哥的叫唤 有自是年长的意思 但态度 却并不叫人讨厌 便问兄长 不知这位是 雷修知道 雷远不熟悉宗族下属的布局 于是笑着介绍道 这位是父亲麾下得力的 曲长丁丽 前些日子 负责截断南面心裁那片的道路 因此 你没见过 这位当年可是安丰县的令使 也正经读过书的 与我们这些粗人 可大不相同 雷远知道 令使乃斗食之力 在一县之中 高于劳奸 观佐 亭长之类 地位也不算低了 通常都由县里的大祖子弟出任 如此人物流落为 地方豪霸的手下布局 想必有不少故事 也有他的依仗 于是向丁丽汉手示意 丁曲长前后辛苦 丁丽在雷须不下落脚 并非情愿 而是被袁术的败兵写果 不得不跟从 当日 袁术的重视政权失败时 有一只曹军攻陷安丰 大举屠城 丁丽合足数十口尽数被杀 他仗着有些勇力拼死抵抗 最终却眼看着父亲 母亲 妻子伸手一出的尸体 没与曹军点起的烈焰之中 最终凭着侥幸 丁丽带着三个孩子逃出升天 半路上撞进溃逃的败兵队伍里 稀里糊涂地进了山 投靠了雷须 这以后 他的生活便被鲜血和死亡充满了 曾经循规蹈矩的小官吏 如今却成了手起刀落的曲长 俨然还是雷须极为倚重的得力部下 但丁丽骨子里 仍然有其自傲 并不太看得起 雷须这种介于贼寇和土豪间的人物 因此 言辞兼书少为人部署的自觉 反而常有些嬉笑怒骂的姿态 只不过 雷须毕竟有其豪杰气度 根本不在乎丁丽偶尔的失礼 而雷修不怎么读书 性格更是粗书 压根没听出丁丽的 自高自大的意思罢了 丁丽把锁甲卷起来 搁在肩膀上 向雷远掠回一礼 全靠远哥的谋划周密 我们这些来回跑腿的 有什么辛苦 嘿 凭这场大胜 想必雷将军见了吴侯也有面子 到时候论功行赏 大家说不定都能当上县长 校尾之类 一条披甲大汉昂然走近 大声道 要说论功行赏 那谁的功劳 都不能与小将军相提并论 曹军可有一千铁骑 那是轻易能拿下的吗 若非小将军神勇 今日哪有大胜可言 就算大家拼命 顶多就是个同归于尽的局面吧 这大汉身高八尺有余 飙肥体壮 整个人看上去 犹如一座敦粗的浮屠 他一路行来 脚步踩踏之处 剁得沙粒碎石 哗哗作响 这人在雷势部曲中颇响大名 以至于雷远都听说过他事迹 知道他叫邓童 所部乃是 卢江雷势部曲中 极其有力的一支 这位邓区长的经历 颇有些传奇 他是荆州南洋人 曾随黄金造反 后来又跟随白波帅胡才 在河东一带作战 杨凤 董成等人奉天子多安一时 为了笼络白波贼的兵力 曾经册封胡才为征锡将军 邓童也在那时 捞了个校尉的头衔 可惜 那一场册封 总有些幕后而惯的味道 谁也没把他的校尉职务当回事 后来 白波贼四分五裂 邓童追随杨凤南下 投靠原公路 此后又经多次辗转 最后莫名其妙地 成了卢江大豪雷旭的布下屈长 今年以来 雷旭多病 常常令邓童跟随雷修 代替自己行事 因而 邓童是雷修为少主 严必尊称 他为小将军 而以雷修的副手自居 雷远听得出来 邓童急着替雷修张目 言语中 竭力抬高雷修的勇猛 而贬低雷远运筹之功 针对的意思甚是明朗 或许邓童这丝 侧身于白波贼的时日太久了 满脑子 都是贼寇宗帅之间 彼此争夺吞并的事迹 又或许 在邓童眼中 近来展示出非凡判断力的自己 会在某些时候 成为雷修的竞争对手 到哪里都逃不脱这种 拿不上台面的争竞 让雷远颇绝气闷 好在雷远并无意 与自己的兄长争锋 在他看来 论及在战场上的骁勇搏杀 便是十个自己骑上 也不是兄长的对手 更不消说自己 输少参与军旅中士 充其量只有参谋之才 是才直面张喜的骑兵突击时 雷远心中着实紧张 只是勉强控制着 不使行诸于外霸了 于是他微笑道 张喜乃是曹操 帐下知名的肖将 然而兄长轻而易举 便取了他的性命 这般神勇 谁不钦佩 此战功绩第一的 自非兄长莫属 雷修完全没听出 几人言语中的疾风 他是个性格爽朗直率的武人 从不把心思 放在这些细微处 他攀着雷远的脖梗 将略显瘦削的雷远 低流着摇来晃去 何必过千 曹军都是骑兵 奔走如风 要不是你计划周全 我们连他们的矛 都抓不到一个 松手松手 快松手 雷远笑着告扰 而雷修全部理会 他转向邓童 继续道 至于斩将千奇的事 那不正是我的本分 老邓 你不必特意替我吹嘘 哈哈 说到这里 他自己也忍不住 得意地大笑起来 这时 各处部署们陆续回报 打扫战场已经渐进尾声 由于曹军作战时 普遍为着假咒 因此 大量完好无损的盔甲 都成了缴获 还有数百匹战马和武器等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物资 雷旭所部并没有缴获 统一处置的规则 因此 格取长容许手下们 在战场上自行搜索 许多人就此凑齐了 足以在乱世保命的重要装备 当作传家之宝都不成问题 期间 偶尔也发生为了 某物争执的情形 不过 军官们 弹压的还算及时 并没有因此闹出人命 只有两个特别桀骜的 当场被绑在堤坝高处的树上 各抽了十鞭子 以锦校游 到最后祭典折损的时候 发现将士们 战死超过了两成 经取长 都伯就折了十余人 带有轻重伤势的 更接近四成 这个结果 堪称惨烈之极 光是慢慢地收集尸体 就花了一个多时辰 最后将尸身堆在一起 燃起大火焚烧时 众人都慢慢沉没了下来 此时进风乍起 漫山遍野的林地间 树洞之遥 哗哗作响 灰暗的浓云渐渐低垂 使得下午的天光 越来越暗淡了 和曹公对抗 不易啊 雷修低声道 希望这次有个好结果吧 江淮之间的这些地方豪强们 多年来反复意味于强者之间 然而到如今 北方的曹公 南方的吴侯 都已成长为此前 无法想象的庞然巨把 稍有眼光之人 都能感觉到 那种诸侯 悬起悬灭的局面 已经过去了 曹公和吴侯两方的实力 地位都很稳固 彼此对抗 可能会持续很多年 这种情况下 既然要站在吴侯这边 以后就很难再有改换门庭的机会了 所以此番成功或失败 必然会决定数万人今后的命运 好结果 雷远则叹了口气 他本想要离开 犹豫了片刻 却突然到 能有什么好结果 之前 留次时代我们也不算苛刻 大家安生过日子 难道不算好结果吗 非要因为 孙将军的许诺起来造反 拿将士的性命去换取前程 我真不觉得 这能什么好结果 雷远口中的刘刺史 乃是曹公委任的扬州刺史 刘父刘元颖 建安五年时 刘父丹马入合肥 随后建立周治 安吉留明 开辟水利 广兴屯田 雷旭 陈兰 梅浅等人 原先自保于偏僻之地 自是陆续接受招服 并缴纳供赴 那几年的日子 谈不上多么自在 但却胜在安稳 因而 此番几位首领 决意接受吴侯的招幼起兵 对抗朝廷 许多人心中实有芥蒂 只是想不到此刻 雷远如此直率地将之说了出来 众人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 邓童脸色铁青 露出想要开口指责的样子 立即被雷修挥手赤退 丁力看他雷修 又看他雷远 可是 刘刺史已经死了呀 咱们 没有人理会他 他善善地住嘴 须知 你就是心软 见不得死人罢了 雷修默然片刻 口气轻松地问 男子汉大丈夫生于乱世 想用手里的刀去博取荣华富贵 难道不是理所应当吗 可这样就一定会有荣华富贵吗 雷远随即应道 时事不同了 这样下去 可能只会越来越艰难 万一 万一 雷修双目猛然一瞪 雷远见他气势凶恶 忍不住想要后退 雷修却只是低声 对雷远道 父亲自有他的考虑 你就莫要多说了 尤其不要在将士们的面前说 雷远醒觉自己失态 向兄长身失意理 便不再开口 第四章 局势 带到各项琐事一一完成 天色已经深黑 雷修挑选了几名精细的部下 骑乘着毫马赶夜路回去报信 随即传令各部就地歇诉 将士们先在堤坝上竖起栅栏 把战马赶进栅栏里围拢 随后自去砍伐树枝 芦苇之类扑在河滩上 作为修气用的床铺 雷远何以躺在铺上 仰望天空 午后的浓云不知何时消散了 秋日的夜空不满繁星 静得似乎伸手可及 他不禁想到 这些星星亘古长存 此刻所见 与数千载后人们所见的并无不同 而人类与之相比 仿佛寄生于石火光中 所面临的忧患与痛苦 已然大不一样了 河滩上横七竖八睡着的人们 远处持公炉往来巡逻低势族 更远处苍莽山林的轮廓 都清晰可见 河水下游方向 传来野狼此起彼伏的长豪 那些顺水抛弃的曹军尸体 现在想必已成为他们的盛宴 夜风吹拂 带来河滩碎时间 一时不散的血腥气 熏得雷远难以入眠 于是他索性坐起来 他的轻微动作 惊醒了睡在不远处的轻微郭靖 郭靖一手撑得起身 雷远连忙向他摆手 事已无事 今天的胜利并没有带给雷远多少喜悦 他的心中反而充满了疑虑 仿佛在极远处看不到的地方 有什么大麻烦正在渐渐酿 发酵 我在担心什么 哪里有问题 河肥那边的战士进展如何 巫侯期望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 他又能给出什么样的支援 提供什么样的报酬呢 盘算着这些 他突然感觉到危险 于是情不自禁地摸到 当作靠枕的还手刀 缓缓拔刀出窍 雷远与兄长一样 自幼习武 但他很少与人格斗 这把刀也只是普通货色 斑驳刀身在堤坝方向 篝火的映照下 流动着淡淡的光运 雷远不记得自己 什么时候睡着的 只觉得迷迷糊糊地 睡了没多少时间 天色就亮了 各部的取长 都博首先起身 随即开始收拾物资 整顿剑制 资兵用未熄的篝火 煮了大锅马肉和野菜 混合成的粗糙食物 大家分食以弊 拔营出发 汝南郡的道路不畅 给曹郡的带来了困难 对雷势宗族不取的行动也如是 为了保证 驮满缴获和资重的马匹 顺利行进 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分成 七八只小队 沿着不同的道路各自前进 有的在山坡间的小路上 以至自行曲折向前 有的则没入无边无际的 莽林中 一会儿就看不见了 雷修 雷修两人攀上地势较高的一处土岭 看着先导和后继的人马一一通过 这时候 邓童 丁丽等曲长都各自去指挥部队 簇拥在他们身边的 是数十名身着皮甲 身负公刀的亲卫 其中 雷修的亲卫稍多些 雷远的亲卫 在场的只有五人 分别是 郭靖 王岩 孙慈和 樊洪樊两兄弟 雷修抬手遮挡阳光 眯眼向东南远眺 那里是合肥的方向 但他只看到起伏的丘陵和灵地 他慢慢地道 吴侯亲率大军围攻合肥 至今已有百余日 前些日子 大雨导致城墙坍塌时 吴君只差毫厘就能破城 我估计 此刻 合肥城中守军 能占得不满两千 绝对支撑不了多久 一旦 吴侯拿下合肥 则淮河以南的广袤区域 都将一手 父亲之所以投降吴侯 就是希望能在攻略淮南的过程中 夺取足够的利益 如果一切顺利 或许能成为吴侯麾下的众将 地位至少不下于寒当 黄盖之辈 若吴侯有意称王称帝 我卢江雷氏 也算开国功臣了 他看了看雷远 略微压低声音道 父亲已经老迈 他想奋力一搏 一时我们不必像他那样 始终做山中的土豪 做被人招服和利用的贼寇 他曾经和我说过 此番若能建立大功 吴侯还额外承诺了一个将军 和一个刺史的职位 这些官职 十有八九会落在你我身上 许之你想清楚 那是将军和刺史 将军 刺史 那可是正经的朝廷大员 不同于都督这种临时性的任命 真的很有吸引力了 如果落在兄弟二人身上 谁是将军 谁是刺史 又或者 某人既是将军 又是刺史 而另一人为其俯辟 这就是邓童 突然对我警惕的原因吧 最近这阵子 自己的风投出的 确实有点多 或许让某些 本该理所应当的事情 横生枝节了 雷远叹了口气 兄长 官职什么的 我不是要谦让 你听我说下去 以当今的时局 朝廷官职 已经不像当年那般贵重了 徒有官职 而没有实际的实力支撑 那官职便半文不值 你想想邓童 他当年在河东时 正撞上阳凤 挟持朝廷 滥赏官爵 所以他居然当过校尉 这职位与他老上司 胡财的征锡将军 也相差不远了 早年 曹梦德 原本出这样的天下之雄 起家也不过 西元八校尉而已 可是 就凭邓童手下的三五百人 称得驻校尉的官职吗 大家都当过校尉 邓童和曹公是一回事吗 雷修连连摇头 邓童不过是位沙场勇士 何必拿他和曹公比 你这个比较 可可 突然觉得 像是在羞辱曹丞相 那我们不提邓童 你再想想 郑敬 是我的一名护从 你见过的 雷修想了想 那个嗓门洪亮的胖子 正是 雷元点头 郑敬的主家 本是邓阳正氏 他曾是郑太的家仆 昔日 郑太郑公业初举校联时 三府征臂皆不救 天下莫不关注 后来 郑太立任尚书侍郎 士玉石等清药职务 又与和鱼 巡忧等人结交 共谋诸杀董卓 堪称是搅动天下风云的大人物 当时 郑敬这丝随同郑太在洛阳 也是想过福的 结果呢 郑太被原公录 表为扬州刺史 单车赋任 未曾知官 半路上就足于盗匪之手 郑敬侥幸逃得性命 颠沛流离数载 如今只在我身边做个持刀的护卫 兄长你想想 那可是扬州刺史啊 怎么就被盗匪杀了 道理再明白不过 没有三五万雄兵撑腰 徒有刺史的官职 挤得什么事 雷修哈哈一笑 续知 你总是那么小心 我卢江雷氏 在淮南根基身后 数十年来起务必 善甲兵 拥万众 与行阳正式这等 学问门第可大不相同 雷远骤眉 郑太这扬州刺史 对付不了盗贼 难道我们就能对付得了曹公 这道理 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兄长 吴侯手中有十万大军 却熬战百日拿不下合肥 足见战事的发展 并不如当初的想象 我很担心 他压抑住心头的焦躁 放缓语速 兄长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成功截击张喜 固然保证了合肥战场 始终处于吴侯的掌控 可是身处南阳的曹公 又会做什么反应 雷修皱眉 曹公还能有什么反应 再度加派援军 天下南北两分时 淮南为必争之地 淮南南北两分时 合肥为必争之地 以曹公的眼光 当然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绝不愿意 坐视合肥陷落 雷远双手坐视笔划着 加强与其道 此前数月 曹公之所以未有举措 那是因为 赤壁的失败 伤了大军元气 一时无能为力 但是现在 距离赤壁之战 已将近一年 通过源源不断地 调集北方的梁墨 物资 新兵南下 曹公的力量 已经有所恢复了 张喜带领的一千骑兵 只是开始 一旦发掘 小规模的援军 遭到阻截 曹公必定会发动 真正的大军来源 到那时候 说不定 吴侯命令我们去 阻截曹公的千军万马 我们怎么办 吴侯拿出一个将军 一个刺史的空头职位 我们真要搭上 千百条人命去拼 顿了顿 他又道 世人皆知 曹公用兵如神 仿佛寒 白 兄长你虽然神勇 敢与曹公对阵吗 以我们这点微薄的力量 去和曹公正面对阵 兄长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唐毙当车的后果 还有什么值得考虑 雷修下意识地用手指 梳理着胡姿 陷入了深思 嗯 我们且不谈那些官职的事情了 你的意思是 局势很快就会变得恶劣 除非吴侯能够迅速攻克合肥 是的 如果吴侯迅速攻克合肥 则将怀行胜尽数在手 吴侯的大军 以合肥为支点 以水军沟通韶杯和潮湖 纵使曹公轻制 也有一战之力 我们跟着摇旗呐喊 也未为不可 但如果 吴侯拿不下合肥 那么局势一定会迅速恶化 甚至恶化到 我们根本无法承受的地步 雷修皱紧眉头想了想 看看雷远 再仔细私存办上 又看看雷远 他知道自己并不擅长 这些细密的分析 而雷远所描述的可怕情形 更是叫人头痛 但他惊喜地发现 那个不久前 还懵懂无知地 需要兄长照顾的少年 突然间已经成长为 思虑深远的可靠伙伴了 这翻天覆地的变化 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自己作为兄长 竟然丝毫没有注意到 雷修笑了笑 转身就走 左右就是这三五日内的事 现在多想无意 待我们回到前山大营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战局走向了 到那时候 我会请父亲 好好听取你的建议 雷远一时愣住 却见雷修已经在土领下催促 莫要耽搁 我们该走了 第五章 大营 由于携带了大量缴获物资 部队的行进速度比预想中更慢 估计到达前山大营可能需要六天以上 雷修和雷远等不了 这许久 于是命令邓同带领全军 兄弟两人与数十亲卫 从其兼程赶路 提前两日返回 其队沿着山中峡谷奔行了一个时辰 地势突然开阔 夕阳透过两边群山 将昏暗的光洒落在中间的连串台地 这就到了前山大营 名幻前山大营的所在 其实并非营地 而是一系列军事堡垒的统称 这些堡垒时 江淮之间的流民首领们 各自动用人力 在前山的山间台地陆续修筑的 他们依托地形错落分布 无规则的延展 彼此用不到连通 以天然的陡坡和溪流为金城汤匙 堡垒中的建筑多为土木结构 外观粗广质朴 而牢固异常 每隔一段距离 还额外设立了辅助 嵌豪 巨马等防御设置 建安四年时 袁树曾经带领大军投奔前山大营 抑郁距此以待天时有变 却在这里遭到旧部雷伯与陈兰的反戈一击 最终士族崩散 集圣时横跨三州十一郡的强大政权 就此走向末路 前山大营的显故程度 由此可见一斑 从那时起 此地就成为许多活不下去的民众逃亡的目标 是各种流民 败兵 贼寇 亡命得以暂时喘息的冤走 此刻 雷修 雷远兄弟纵马而归 身后数十骑鱼贯相随 他们在大营之内毫不减速 踏过盘旋的步道 连续绕经几处堡垒 直接抵达最后方的一道爱口 爱口侧方的望楼上 指手的人员看得真切 便连连挥动其毛 指挥着其后的重重迎门开启 一行人如狂风卷地般的 直抵素日里 各路豪强聚会议事的大堂 这才下马 雷修把缰绳扔给从其 眯着眼睛打亮着大堂 这是营寨中最为宏伟的专石建筑 也比其他的建筑精美些 其后便是父亲雷旭 平时起居办公的地方 雷修平日里往来惯了的 但此季不知为何 他竟有几分忐忑 不敢迈入眼前黑沉沉地半开门飞 雷远也下得马来 他在父亲部下并无实际直思 因此极少来到这里 此刻 他站在雷修的侧面 略微落后半个肩膀的位置 看着雷修挥手招来一名仆役 将军今日可在堂中理事 另外 各位校尉可有栽的吗 淮南群豪们并无朝廷官职在身 所谓将军 校尉都是自称的 雷旭地位高些 是将军 陈兰没钱和其余几位首领 地位略低些 便是校尉 虽然不免显得妄自尊大 但好歹也能明辨阶级 总比自称牛角 雷公 飞燕 白雀之类的贼寇正归邪 纳仆役慌忙答道 将军在 是才还急召了各位校尉来此 是一眼下各位校尉 也在 上午急召了各位校尉来此吗 雷修与雷远对视了一眼 我觉得有麻烦了 雷修难难道 雷远深深吸气 进去看看再说 他当先迈不向前 推开门飞 门飞后面的正堂是空的 绕过罩壁 再穿过一道门 才是通常讨论重要事物的二堂 二堂里 坐了不少人 却没有点起蜡锯 也没有谈话的声息 屋檐的阴影遮挡下 暗沉无光的空气 仿佛凝结成了实体 将整座厅堂现抹 勉力瞪大眼睛 才能看到那些 仿佛群鬼呆然的 隐隐绰绰的身形 分散在厅堂各处 雷远愣了愣 向雷修使了个眼色 雷修清了清嗓子 起柄 阿修回来了 正前方的暗影中 雷续过于平静的声音传来 是 这次我们 雷修刚想说几句 又被雷续打断了 战果我已知晓 不必多说了 只是 眼下的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老星 你给他讲讲 被换作老星的 是名叫新兵的幕僚首领 他是雷续部下 最受信赖 也是最得力的司臣 除了不直接领兵以外 新兵无所不管 这时 被雷续点名的新兵 慢慢从一侧的坐踏起身 雷远的势力 已经渐渐适应黑暗 他清晰地看见 这位幕僚的脸色清白 双眼中 满是血丝 神情语气说是颓丧 不如说是绝望 小将军 巫侯退兵了 什么 你再说一遍 雷修惊怒交加地咆哮起来 巫侯已经退兵了 这 这怎么可能 雷修茫然四顾 只看到 一张张同样茫然的脸 转过头来 他猛地拉着雷远的胳膊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巫侯为何退兵 什么时候退兵的 麻烦您说个明白 雷远踏前一步 向新兵拱手示意 巫侯此前几番攻打合肥不下 于是绕城修筑长茜 以做长久围困之计 曹公下属的扬州别价蒋脊 带着数千人驻扎在城外 本打算会和张锡所部骑兵 救援合肥 但张锡已被击溃 无法到达 他又遭长茜所组 于是他写了封书信 在书信中胡乱吹嘘说 曹公以张锡为先锋 起大军四万将底 请合肥守将再坚持几天 他派遣了多批信使 携带同样的书信 偷越长茜 通报合肥 其中有两人被吴兵擒注 搜出了书信 然后 然后 新兵色声道 吴侯误以为 书信内容为真 他过于畏惧曹公 居然就自行纵火 烧毁了攻城气线 退走了 原来如此 好一个扬州别家 雷远微微汗手 一闪而过的赞叹 随即又被强烈的恼怒取代 过去的数日里 雷远始终忧虑于孙权 未能迅速攻克合肥 以致局势很有可能恶化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统率着江东六郡 数万雄兵的吴侯 尚未真正打过一场大战 就被计谋所框 主动放弃合肥孤城 退兵了 这是何等的愚蠢 这是何等的胆怯 这是何等的荒唐 这对于淮南群豪来说 又是何其可耻的背叛 东五的兵力既然撤退 江淮豪佑们 顿时陷入了绝境 重新打通寿春 合肥两地联系的 扬州曹军 或许无法正面 对抗吴侯 却足以轻缴 与他们为敌的雷絮等各部 被东五压制了半年的曹军 也需要一个发泄怒火的对象 遭受吴侯威迫的曹军将领们 更急需一个证明自己 进而向曹公有所交代的胜利 既然如此 雷远心中急速盘算的时候 另一边的坐踏上 传来粗力的嗓音 所以 这下确实有了大麻烦 那是陈兰在说话 他起身站到厅堂的中央 用计窍的眼神扫视周围 冷笑着说道 而大家想到现在 究竟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应对的策略 能不能拿出来意义 再这么等下去 只怕曹军的刀斧手 都要摸到大营底下了 陈兰是一个身材矮壮 眼神凌厉的中年人 他的人生可谓丰富 年轻时曾为青州黄金军的首领之一 后来又投靠袁术为方面大将 紧来的身份 则是前山大营中 实力仅次于雷须的豪强 数十年无数次血肉横飞的战斗 将他锤炼为刚强的军人 也夺走了他半只耳朵和两根手指 还重伤了他的气管 使得他吐出的每一句话 都像是两块岩石 互相磨凿石 发出的暗雅思鸣 当时是谁先被东吴使者说动的 现在把大家都坑了 不先出来解释几句 有人低声说道 东吴承诺的高官厚禄 不是每个人都动心了吗 在座的各位 谁也不想过下地屯田的苦日子 现在追求谁先谁后 有个鸟毛的意思 陈兰瞥了一眼 躲在厅堂阴暗角落 依靠着梁柱的另一名大首领没钱 继续道 我问的是 你们觉得接下去该怎么办 要不 我们做好准备 先巨手大营和曹军打一打 这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便有几人同时呵斥 放屁 胡扯 找死 你疯了吗 又有人高声反驳 没打过 为什么怕成这样 前山大营如此险过 你真的不怕吗 你再说一遍 老子不怕 堂中一时喧扰纷纷 这些吵闹声落在雷云耳中 几乎令他冷笑出声 如果探查所谓淮南群豪的背景 可以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 都是过去数十年中原战争中的失败者 有黄金贼的渔布 有重视政权的渔孽 有非将吕布的杖下逃兵 甚至还有从徐州逃难过来的难民 他们因为各种失败而逃亡到这里 而造成他们失败的人 又似乎都和挟持天子 号令天下的曹丞相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早已经见识过那位北方霸主的实力 却还有人自不量力地说要与之作战 这或许与当代崇尚刚强激烈的风气有关 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出于愚昧 道士坚称曹军不可立敌那几位 显然还聪明些 如果打不赢 那就投降了 没钱慢悠悠地说道 降而复盼 盼了再降吗 你觉得曹公是什么样的人 你以为谁都像徐熙和毛辉那般好运气吗 你想想 我们认识的人里 有谁像赃宣高的 陈兰的火气不小 当即力声反驳 没钱一时语色 徐熙和毛辉两人 是曹公在眼周时的部长 后来叛变投奔了盘踞青州的赃霸赃宣高 赃霸投靠曹操以后 曹操立即命令赃霸奉上二人手机 不料 赃霸巧舌如簧 居然说服了曹操 曹操不仅没有杀死两人 反而还任命他们为郡守 曹操的部下们 当然将此事迹大肆宣扬 以推崇曹公之宽厚 但在在座众人的记忆里 曹公实在还是凶残暴虐的事情做得更多些 未必有谁愿意去指望他的宽容大量 谁说的都不对 谁都没有好主意 那你呢 你倒是有什么想法 稍远处 有人不耐烦地冲着陈兰叫嚷 陈兰催了口唾沫 狭长地眼眶中瞳孔一转 我能有什么想法 老实说 我已经让人去收拾金珠细软了 大家要是没啥好主意 我就带着妻子青族和亲近的护卫们 抄角路南下 亡去江东 嘿嘿 再怎么样 当个富家翁 总不成问题 平堂中瞬间一静 或许有不少人突然觉得 这是个好主意 第六章 军艺 平日里 靠鸭炸不下来奢侈度日 一旦有难 就打算抛弃部下们逃跑 这么做 你还算人吗 雷修恼怒地质问道 或许是因为 追随袁术的时间太长 见多了迎奢无度的生活 陈澜非常喜好纯酒美人 真玩宝气 对待图负责 多方搜刮剧脸 甚至还时常纵兵截掠百姓 因为他素有强悍善战的名声 雷续希望能够仰仗他的勇武 才多次予以容忍 可是当此危难之际 陈澜居然第一个想着弃重逃亡 性格直率的雷修顿时不满 而陈澜狠狠瞪了雷修一眼 小子 我和你家伯父同在元氏 帐下南征北战的时候 你还乳秀未干呢 怎么 现在仗着膀子有点力气 就赶以下饭上了吗 他不再理会雷修 直接大踏步站到堂中 逆视着 血已在踏上 面带并容的雷修 眼下的局面 无等所能选择的 无非站 降或走而已 我只问雷将军 你意如何 雷修的身体状况 确实一天不如一天了 他的胡须比上次雷远践踏实 又稀疏了不少 即便披着厚重的袍服 衣带也很宽松 还是可以看出 肚子很明显的鼓起 偏偏浮在暗脊上的手臂 又枯瘦的筋骨暴露 皮肤也呈现出 不正常的蜡黄色 然而 在这种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 所有人信赖的 依然只有这位在乱世中 屹立多年而不摇的大首领 看见陈兰站在身前询问 雷修扭头朝旁边 嗨吐一声 喘着粗气 慢慢地对他说 现在的局面很清楚了 确实就只有 这几种选择 投降 是把性命寄托于曹公的仁慈 我是不愿意的 作战的话 不说打不打地赢 就算赢一场 两场 又能如何 曹公雄俱北方 力量是我们的十倍百倍 我们能一直赢下去吗 所以也不合适 说到这里 他扫视堂中个人 绝大部分人都微微点头 有几人脸上虽不情愿 却也没有出言反对 那么 就只有走了 陈兰道 随着他的断言 许多人深深叹息 以至于听堂中 似乎起了一阵威风 对于在场的许多人来说 因为战争 而背井离乡 逃亡到前山 已经是痛苦的选择 现在 竟然还要放弃 经营多年的本剧 转而投向完全不可知的南方吗 如果早知道 吴侯竟然如此 强烈地追悔 和对未来的疑虑 让他们痛苦 而不知所措 雷旭语气中也带着痛楚 却没有任何犹疑 他应声道 如果不想面对曹公的怒火 就只有走 往南到达刘豫州和吴侯的势力范围 就安全了 但是 不是陈兰说的那种走法 雷旭继续道 追随我们的民众 原都是乱世中 勉强苟拳性命的可怜人 是我们这些做首领的响应吴侯的号召 命令他们与曹公作战 这才将所有人置于危险的境地 现在局势不利 却将他们丢弃于敌军的屠刀之下 这有备于基本的道义 何况 在这个世道 屠父和不取就是立身之本 如果失去了追随你的部众 突然坐拥资财 只会成为他人的祖上鱼肉 老陈 我想 这也不是你的期待 道义云云 其实没有谁真的放在心上 但雷旭后半段话 尾时打动了陈兰 他犹疑地问道 那么 我们带着所有人 一起南下 如果能带领足够的部曲到达江夏 我们仍然是举足轻重的力量 吴侯和刘豫州 都会想尽办法拉拢我们 这难道不比做丧家之犬要强 雷旭首扶暗机 勉力支撑起身体 从这里到南方的江夏 大陆绕行汝南郡的易阳 西阳等地 曹军在那里有承赛恶手 难以偷越 但易阳西阳爱口已冬得千山万鹤 那是我们往来惯了的地方 难道就没有小路可通 小路自然是有的 而且不止一条 但那些道路 尘兰猛地瞪大双眼 那些道路 莫不是沿途悬崖加至 蜿蜒齐绝的小路 我知道 但为什么不试试呢 我现在立即派出得力人手 踏勘行进路线 另外 还可以额外调动 将近三千名壮丁 火速修整 沿途桥梁占岛 至于梁末物资等一因所需 那些从来都是不足的 无非进出基础之印 沿途在采摘山药野果罢了 陈兰仍在犹豫 将军 我们手底下的殿克 屠妇 不娶加起来 怕不有将近两万人 没钱在远离众人的角落里发言 不止 不止 曹公有屠城杀福的名声在外 百姓们为之如虎 我估计 愿意跟随我们南下的 可能有三万多人 那就带着三万人走 雷旭凝视着两人 纠集三万民众 在曹军的眼皮底下 退入苍茫深山险道中 进行数百里路程的大撤退 陈兰瞠目结舌 这也太难了 简直疯了 要不你就领兵出击 和曹军死战吧 看看 谁疯得厉害 雷旭淡定地道 平堂中瞬间安静 陈兰突然泄了气 将军 我没有别的意思 都听你吩咐 你呢 雷旭注视着阴影中的没钱 我 都听将军的 没钱干笑 其余各位呢 江淮之间的豪强们 素来为雷旭 陈兰 没钱三人马首是瞻 既然三人已经达成了一致 其余个人陆陆续续的都同意了 没问题 干了 虽然一度慌乱 但这些人终究都是 历经乱世锤炼的男儿 既然记忆已定 便不再犹豫 转而立即开始讨论 这场大撤退相关的具体安排 厅堂中顿时热闹起来 而雷旭则将目光投向了 站在厅堂稍远处的高大身影 那时 被他寄予厚望 已经开始逐步接手处置事务的长子 阿修 你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吗 雷旭虽然老病 性格中果断刚毅的成分 却并未衰减 做出决定 原本无需等待许久 之所以将这场会议拖延至此 就是期待长子参与其中 在他想来 以长子的勇猛强悍 足以设服众人 进而通过主导这次规模庞大的撤退行动 逐步树立起 在整个江淮豪霸群体中的地位 然而 雷修竟然一时间迟疑无语 似乎是愣住了 雷远轻轻拽了一下兄长的袍袖 傅耳低声道 兄长 撤离的同时 曹军随时南下 不能没有领军阻截的人 应该要求各家首领 尽数争调麾下壮士 交给你统一指挥 提前进驻陆安备战 什么 雷修流露出茫然的神色 危急时刻 需要有人站出来纠和人心 为中流砥柱 附近病弱 兄长难道指望陈兰没钱 他们担负此等重任吗 雷远急道 而 雷修顿时动容 但又问 万一那两人不服 他在战场上的 勇猛果敢远卖长人 但在战场以外 却未免太迟疑了 此时 剧坐在上的雷续 渐渐露出不耐烦的神情 而雷修只是下意识地 妈撒着刀把 雷远深深吸了口气 又将之用力吐出 他猛地从雷修的身后站出来 大踏步走到厅堂正中 他大声道 父亲 各位书百长辈 请听我一言 大家的布曲 屠夫 散落在西至乳英 东至九江的广袤地区 还包括绝水 灌水上游山区的诸多村寨 即便立刻发出号令 十天左右 才能尽数汇集 而曹军的下一步行踪难以预料 我们需得早做准备 以防曹军突袭 首领们渐渐安静下来 有人低声道 只要我们跑得够快 雷远打断那人言语 继续喊道 拖家带口的时候 再快能快到什么程度 如果这时候 曹军只许前山大营 我们怎么组织撤退 如果被曹军一路追杀到山里 我们还能留下多少家底 如果最后只剩下亲信左右 若干人去江东做父家翁 那现在就可以走了 还用费那么多功夫讨论吗 在哄闹声中 雷远加重语气 即便是撤退 也一定要留下相当规模的兵力 为大营提供掩护 以保安全 新兵突然问道 留多少兵力 留得少了 在曹军面前不堪一击 留得多了 各位将军 只怕承受不起损失 雷远明白他的意思 长期以来 各家地方豪族首领 通过依附的农民 获得源源不断的利益 通过不取电客 控制依附的农民 又通过较精锐的武力 维持不取 维护其在大环境中的利益 此三者共同形成 自上而下的体系 其中最重要的 莫过于直接掌握的武力 一旦武力被重创 不取和屠付 也就难以维持 因此 新兵其实是在提醒雷远 这些首领们 各计私利 绝不愿意将自家兵力 随便地投入作战 如果雷远想要他们 亲近家底 那是必然失败的 大难临头了 还在算计自家的一盘小账 这是许多地方势力的通病 他们没有政治理想 没有长远目标 更没有全局意识 乌合于一处 是为了维护私利 需要个人付出时 满脑子仍然想的是私利 诚如古人云 夫以利和者 破穷祸患害象棋 雷远非常厌恶这种局面 但他又必须及时应对 各位 不必许多兵力 也不会有大规模的作战 他大声道 我们固然畏惧曹军的强大实力 曹军也未尝不忌惮 我们的殊死一搏 只要各位凑出一支精干兵力 多携京旗 车辆 罗马 大张旗鼓进驻六线 伪装成诸位首领 旗帜前线 要与曹军决战的样子 则曹军必然会聚集大兵 严阵以待 这样一来 额外拖延 三五日不成问题 雷远环示众人 与此同时 留守大营的诸位心无旁骛 全力组织民众撤退 可确保万全 如何 曹军大吉之时 这支部队如何撤离 新兵又问 陆安城南二十里便是翻山 六十里是小霍山 一百七十里是天柱山 沿此路径 凭借地形且战且退 为大队断后 最后跟随大队退往南方 陈兰来回夺了几步 双手全掌趴得交击 我觉得可行 没钱微微点头 新兵眼神闪了闪 慢慢坐回原处 于是所有人都望向雷旭 雷旭用枯瘦的手指 轻轻敲击暗几边缘 发出有规律的得得声 他的眉头紧紧地皱起来 流露出深思的神情 似针非针的双眼 拖出一条条的鱼尾纹 显得眼眶愈发深险 半晌之后 他点了点头 雷元始终屏息凝视着雷旭 当雷旭点头的时候 雷元感觉到 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 最近几次刻意的表现 应当已经给自己 积累了足够的声誉 何况 考虑到兄长单纯 以无勇行事 善于谋划的自己 至少是个 俯辟的良好人选 只要能够担负起这个职责 之后可做的就太多了 雷元看见陈兰略向前半步 却被身后的人 轻轻拉扯袍袖 止住了 很好 这个任务 本来也不适合他 雷元向自己的父亲 微微恭声 将要说些什么 却听雷旭平静地道 阿修 这件事情 你来负责 我让贺松 刘宇他们助你 还有 嗯 请梅前校喂随你 一同前往 大小事务 你都要多请教 梅前明显有些意外 他叹了口气 起身失礼 又向雷修点了点头 雷旭加重语气 现在你就去整备兵力 各家都要派出精锐 所有人今晚就出发 雷修愣了愣 连忙下到大唐中央行礼 是 而雷远看着自己的脚尖 仿佛看到雷旭不经意的声音 就像沉重的石块 从高处坠下来 一块块 轰然落在漆黑的地面上 阿远 你左右无视 便带些人往西去 将今日的决定 通知与我们相熟的各家村寨吧 是否跟从行动 由他们自行判断 你不要强求 遵命 第七章 村寨 当天夜晚 雷远和他的亲信 从骑门便再度远离了前山大营 一行人披心带跃赶路 直到夜色深沉如墨 山间的土路蜿蜒齐驱 土层中有许多石块裸露出来 这时候 在勉强前行的话 很容易伤到马蹄 于是他们 进入一处小树林里歇宿 小狼君 请用 孙慈就着篝火 烤热了两张饼子 递给雷远 雷远带着部下们 急匆匆离开的时候 只有孙慈想起了 从火房取来干粮和饮水 要不是这青年足够机灵 一路上可就难熬了 雷远默默地接过来 将之慢慢撕扯成碎块 塞进嘴里 他的思绪仍有些纷乱 现在已经几乎想不起来 自己是如何走出厅堂的 似乎兄长在背后呼唤过几声 但他没有理会 他能够理解父亲对长兄的偏爱 也能够理解 将重责大任 一步步移交给长子时 身为父亲的良苦用心 他本人并非喜好表现的人 远也不打算牵扯进 这些权力交接的流程中去 对于这名剑士超越时代的年轻人来说 为了继承家族的不娶屠夫展开争夺 那格局未免太小了 但这不代表他感受不到羞辱 不代表他感受不到 雷远对自己的刻意漠视 或许习惯了等级森严的人 不在乎这些 但雷远在乎 更重要的是 雷远失去了参与对抗曹军的机会 这个机会 对雷远来说非常的重要 雷远几乎压抑不住自己的焦躁 围坐在篝火四周的 从奇门也沉默着 偶尔交谈几句也都压低了嗓音 雷远这次出发 将全部的亲卫们都带上了 合计二十来人 他们都跟随雷远有些年头了 能够体会到雷远的不悦 虽然他们大都以为 这是因为吴侯退兵 曹军即将压境的缘故 但这种情绪也影响到了他们 使他们心中压抑 天上浓云遮蔽 没什么星星 也没有月亮 暗沉沉的 远近寂静无声 雷远起身向远处眺望 视线沿着起伏山梁 向东北延伸 最远处地平线上朦胧的阴影 应该就是陆安城 这座古城位于崇山峻岭 与淮西平原的分界线上 同时威胁着合肥与寿春的侧椅 占据此地 必可使曹军不敢轻动 今后数日里 这座城池将会成为整个战场的焦点 转过身来向南 南边是绵延的枯叶灵 林子后面黑沉沉的山脉 渐刺抬高 最后与天空融为一体 偶尔有绿色的光点 在林间飘动 好像萤火虫在飞舞 那是夜晚出来觅食的狼 在篝火周围探看着 沿着山脉吹来的寒风呼啸而过 使得雷远激烈的情绪渐渐缓和 雷远坐回远处 慢慢地考虑 雷是本非江淮间的大幸 能有现实的地位 主要依赖于雷伯 雷旭这一代人从军作战积累下的声威 因此 遍布于淮南树郡的村舍 大部分是近年来逐步依附的 对于这些关联松散的依附村寨 宗族通常只占年度少量争较粮末 此外别无所管 因此 通知他们随同撤离 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 眼下最重要的是把这件事情办好 其他的都急不来 四日清晨 雷远等人便牵马入山 从前山大营到西面的汝英郡 大路事先向北 再折而西 但这条路的路程较远 距离寿春和合肥这两个曹军据点也太近了 因此 雷远选择直接横跃山区 他所要通知的物宝和村寨 有不少就在山里 这样也可以先通知到他们 山中的天气与平地大不相同 忽然间有小雨洒落下来 顿觉寒冷 一行人取出毡布 覆盖在马背上 自己淋着雨走了半个时辰 雨忽然停了 可雨雾被山峰斜裹着层层压下来 粘在脸庞上 立刻凝成水珠 跋涉到将近五十 一行人终于到达了第一处目标 一个叫做寮雾的地方 大概前汉时 亦或更早 为了防备山寮 而在这处山脊上修筑了风碎 如今 风碎早已坍塌 反倒是围绕风碎的矮墙 成为了一个小小物壁的依托 寮雾的居民不多 首领与雷远的 从齐凡红凡凤兄弟 有亲戚关系 与雷氏宗族的往来也很密切 听到雷远传递的消息 他们毫不犹豫地 就开始收拾行李 准备启程 雷远也不耽搁 继续赶往下一处 这一天里 他们走到了六处村寨 有三个寨子 是本地士族聚集兴建的 他们都蜿言谢绝了 另三个流民寨子 决定跟随着雷旭撤离 这也在意料之中 背井离乡 是太过可怕和痛苦的事 不到万不得已 没有人愿意 反倒是对于本就远离故乡的流民来说 再度启程不是难事 这时他们已经渐渐深入到群山之中 起伏的缓坡不见了 一座座深灰色的山岩 慢慢耸立起来 在道路左右 形成臂力的巨大悬崖 雷远为了抓紧行程 拒绝了在某座村寨歇宿的提议 结果 晚间 一行人只好坐在山崖下休息 呼啸的山风 一次次吹灭了篝火 所有人哆哆嗦嗦地 过了一夜 接下去最主要的目标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山寨 这个寨子叫永圣寨 首领名唤冯迁 据他自己声称 是当年剿灭汝南黄金时调队的冠军商兵 后来逐步纠合契家 逃避重税的百姓和各地亡命 在深山中的一个谷地落脚 不过许多人都认为 冯迁应该是逃散的黄金鱼部才对 冯迁所占据的谷地 有溪水 有平地 能够种植庄稼 因此这个山寨的人数较多 也有余力进行基本的建设 他们在山谷口修建了长长的篱笆 像模像样 竖起两座望台 颇有几分戒备森严的样子 雷远等人通报了姓名和身份 便在谷口等待 孙慈笑道 此地首领既然叫冯迁 应当是个乐于迁徙的 这回应当很顺利 正要答话 却看见上百人手持着武器 突然从山谷内涌出来 还有人如临大敌般张弓搭剑 登上了望台 一个头目模样的人大声叫嚷 雷小郎君 我这山寨里 都是众笛那梁的良民 不如另尊鹦鹉 不愿与朝廷作对 是已 今后我们也不敢与您往来 您请回吧 如果执意往前 我们可就要得罪了 竟然是如此干脆地拒绝吗 雷远不禁苦笑 从其门看着雷远 后他定夺 雷远叹了口气 今日本不必抢求 只是 这个寨子在周边颇有些声望 若他们拒绝跟从 只怕其他村寨也会效仿 孙慈自告奋勇道 我在此处有几个固有 我去说说 不带雷远答应 他策马向前几步 喊道 寨子里的兄弟们 有认识 话讲到一半 望台之上一箭飞出 直观孙慈的胸口 孙慈和和低呼了几声 仰天变道 身体砸到地面 发出重重的声响 他的身下 随即流出鼓鼓鲜血 显而易见是活不成了 这个突发情况 使得双方都陷入了震惊 以郭靖为首的 从骑们又惊又怒 纷纷拔刀张弓 骑士们的紧张情绪 影响了战马 于是战马也跟着暴跳 斯明起来 永圣寨那边的 上百人则一起吼叫起来 伴随着吼声 他们更加努力地 做出厮杀威吓之态 甚至还有几名弓箭手 跟着放箭 只是准头一般 箭矢搜索在空中飞过 划了几道弧线扎在地上 或许在他们看来 倒在地上的死者 证明了他们是多么强大 足以将雷远等人下退吧 而雷远的面上 争鸣之色 一闪而逝 雷远今年十九岁 与孙慈相识 却有十二年了 在他的记忆里 孙慈是他童年的玩伴 少年时的朋友 青年时的护从 是他为数极少的 可靠部下之一 将来也应该会是 一生都忠心不二的部署 这样的人 就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剑下 他甚至没有流露出任何敌意 只是想说几句话而已 都说人生不如一世 时常居气吧 但雷远前世那些不如一世 毕竟极少牵涉生死 哪怕他最后激烈以对 也终有其缘由 此事却不然 动辄杀身允命 是人命真如草芥一般 这两天 雷远本就情绪不佳 如今 孙慈荒唐被害 更超过了他能够容忍的极限 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 从他的胸中腾起 似乎有某种束缚 在火焰的灼烧下断开了 他轻摆缰绳 策马来到孙慈的尸身边上看看 又凝视着对面 又有一只剑 歪歪扭扭飞了过来 一头扎在战马的身前 栅栏后 那个头目模样的人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大声叫喊着 让所有人把弓箭都放下 又带着几个部下登上望台 把之前放箭的那名弓手 拖了下来 小郎君 小郎君 他喊道 此事绝非有益 是这弓手心来投奔 不知轻重 所以 自作主张 我这就砍了他的脑袋赔罪 另外 还有钱薄奉上 小郎君 千万不要误会啊 这个行为 立即引起了壮丁们的混乱 他们原本排出的队列 轰然而散 许多人把刀枪 住在地上 闹哄哄地讨论着 看着那弓手竭力反抗 却被头目 带着若干人制住了 拿出绳子 前后捆了几圈 放倒在地 但雷远根本没有注意这些事 他的右手攀上了刀柄 用余光向左右扫射 满意地发现 郭靖等人 都已经不动声色地靠拢过来 形成了冲锋的阵型 永圣寨的人们还在闹腾 雷远催马向前 渐渐加速 第八章 暴怒 对面忙乱的人群中 终于有人发现不妥 有人狂喊着 贼人过来了 过来了 奶奶的 列队 列队 可是来不及了 雷远等人的骑兵队列 就像是离弦之剑那样 瞬息便知 缴获自张喜所部的雄郡北地站 马猛地撞上了栅栏 雷远只觉得身体微微一震 破碎的木料四面飞舞 战马毫不迟延地穿透过去 战马一直向前 又撞入人群之中 雷远拔出长刀 咆哮着向左右乱砍 刀锋锁过之处 大鹏的血雨和断裂的肢体 随即飞舞起来 战马冲击所赋予他的力量和速度 再加上居高临下的优势 使他长刀锁向 根本无人能够抵挡 这时 郭靖等人催马其道 他们都是多力战阵 训练有素的勇士 以密集的队列 簇拥着雷远向前冲杀 刀枪并举之下 人群如波分浪裂 惨叫声此起彼伏 雷远忽然觉得 眼前进风大作 他下意识地侧身闪躲 只觉额边刺痛 一只短毛擦着脑袋飞过 带走一缕并发 亡言怒骂一声 催马挡在雷远身前 反手从腰后 取出一把极长的牛津黑漆强弓 他是雷远的从其中年纪叫长者 被雷远当作自家长辈 所以 把雷远的安危看得极重 此刻 他持弓在手 向左右稍一搜索 便看到二十步开外有一小队 撞钉手持短毛 像是一击不中一图后退的样子 于是立即张弓搭剑 一剑一个将他们都射死了 这时雷远又挥刀砍翻一条壮汉 然而这汉子甚是勇猛 竟然双手抓住雷远的还手刀 仍凭利刃从掌中划过 也不放手 与此同时 又一人突然冲刺到雷远身前 举刀就砍 雷远认出 这人便是之前出面交涉的头目 但要收刀抵挡 刀身被之前那汉子死死抓住了 意识抽不回来 紧急时分 雷远双腿用力 猛加马腹 那战马司鸣着人力起来 两条前腿乱登 王口大的马蹄 正中那头目前胸 一时间喀啦啦乱响 也不知他断了多少根肋骨 永胜寨的壮丁们数量大大占优 但农夫终究不能和战士对抗 何况雷远的护从们 非寻常战士可比 只过了很短的时间 战斗就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 壮丁们沿着山谷奔逃 而雷远等人贤尾追击 又把屠杀延伸到了 山谷后面的村寨中 很快 鲜血就在各条道路上流淌着 挤出矮小的茅舍 被点燃了 腾起了冲天的浓烟 浓烈的焦糊味道 混合着血腥气四散弥漫 让雷远感到十分刺鼻 突如其来的暴怒 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了 雷远坐在村寨中央 用石头垒砌成的台子上 只感觉到疲累和茫然 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参与搏斗斯拼 也是第一次获取杀人的经验 此时挥刀的右手都在发抖 他低声喘息着 用一块不知哪里来的软布 擦拭着长刀 刀身上反射的光芒 让他注意到 太阳已经从远处的山脊上升起 阳光照耀着这片村落 溪水 田地和谷景 这片本来静谧安宁的土地上 却偏偏发生了刚才那样 惨烈的杀戮 这惨烈的杀戮 偏偏又是自己一手主导的 这是真实的事件 不是游戏 那些因为自己暴怒而死的人 不是电脑屏幕上的数字 而是活生生的人 在内心深处 有个声音对雷远大吼 雷远不想当圣人 更不觉得自己 有必要在这乱世中奢谈道德 但刚才这样的行为 他突然醒觉 自己此来 是为了通知民众们躲避曹军 是为了保护他们 结果呢 孙慈之死 确实得有人负责 可这与寨子里其他的人何干 是才寨子里的人也说过了 此事绝非有意而为 只是某个新来的攻守不知死活 现在数十人因此而丧命 他们都是罪有应得吗 归根到底 这场杀戮 是因为我雷远雷续之的命令 是因为我身怀戾气 杀新自己 这样的做法 有何异于曹贼 雷远有些后悔 他对自己说 今后绝不能如此 郭靖带人 把放弃抵抗的壮丁 和村寨里的老弱 一起赶到石台前方 等候雷远处置 他对雷远说 寨子首领冯迁 便是刚才喊话的那人 已经死于乱军之中 不知谁动的手 凉得透了 雷远看看下方惊恐不安的人们 索然起身 这种世道 百姓太软弱可欺 而豪强又太强 豪强之上 又有更强 永胜债百姓 面对寨主的百数时不取 便无力反抗 而寨主的不取 面对卢江雷氏的金兵快马 肩甲利刃 又如豆腐般任凭宰割 卢江雷氏面对曹公 不说也罢 这一层压一层的凶残暴虐 便造成了世上无数的惨剧 他对郭靖说 你告诉他们 可以去前山大营 跟着撤退去南方 也可以留下 都行 随他们 说着 雷远自顾往来路行去 郭靖转头看了看雷远 低声问王妍 你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这几个月 小狼军似乎变了很多 当初他可是无论怎样 都不愿见血的 在郭靖看来 雷远以前那性子 着实失之于柔弱 现在这样 才算有点武人的 刚强凶悍之气 挺好的 至于因为暴怒 而杀几个人 那有什么关系 这样的世道 哪年哪月 哪天 哪个时辰不再死人 而这些人 纵使不死于雷远之手 难道还指望在乱世中 得享天年吗 笑话 既然如此 血债血偿 又有什么不对 孙慈是小狼军的 亲近护从 难道不比这些蝼蚁 也试得人精贵些吗 小狼军的反应理所应然 纵有株连 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王妍捋了捋 自己花白的胡须 思存着道 大概是上过一次战场以后 被血气冲击到了 醒觉了潜藏的性子 毕竟 宗主和小将军 都那般强悍 小狼军本 不该那么温弱 这样的推断 可说是毫无实据 但对于郭靖来说 他只是需要为 小狼军的变化 找个理由而已 于是 郭靖连连点头 有礼 雷远顺着来路 慢慢地踱步 没有听到两名 护卫首领的推断 他觉得 坐在寨子里 很是气闷 想换个安静的地方 透透气 舒缓下过于焦躁的神经 可是 当他回到 适才突入的栅栏附近时 却发现 那名擅自向 孙慈射箭的弓手 竟然还活着 这人在雷远发起进攻之前 就被同伴们捆了起来 战斗进行中 他因为躺倒在地 反而没有引起 任何人的注意 虽然身上染了些血 都是同伴们的 此刻 他扭动着 被绳子捆牢的身躯 从几个交叠的尸体下 蹭了出来 向着雷远嘶声大喊 狗贼 有种地放开我 我和你拼了 无耻的狗贼 这种情况下还敢挑衅 这不是胆子大可以形容 显然已经怒火中烧 失去了理智 大概是才战死的人里 有他的家人或朋友吧 问题是 既然 家人亲友都依附于寨子 他又为何肆意妄为 主动取人性命 此前被不自量力的狂妄所写过 现在又被仇恨冲昏头脑 这样人 真的有气取死之道 雷远对自己的大动干戈 颇有几分悔意 却不代表 他会对这祸首产生富人之人 当此人破口痛骂的时候 雷远只默然地看看他 抬手招了招 正在稍远处监视着寨中百姓 不令妄动的樊红 连忙策马过来 小狼军 有什么事 杀了他 樊红更不多言 纵马过去 挥一刀砍下了他的手机 只是他的臂力弱了些 这一刀砍得拖泥带水 锦腔里的血液四处喷溅 几乎洒到雷远的脚面 雷远看看这些血 退开半步 樊红 你去催促下 郭靖王延等人 叫他们快点走吧 我不想待在这个地方 郭靖等人很快就赶到雷远身边 还牵来雷远的战马 小狼军 这帮山民自寻死路 怪不得我们 倒是我们接着该往哪里走 这得听听说了算 王延道 雷远知道 亲卫们的想法 山民的凶蛮无知超乎预料 本以为通知人们 躲避曹军事件善举 最后却发生了冲突 几方还死了人 这是完全不必要的损失 他下意识地看看队伍后方 在找到合适的地方落葬前 孙慈的尸身被紧紧包裹着 就放置在一匹马背上 跟着众人行动 这情形更令人既失望 又尴尬 雷远沉映着 用马鞭轻轻敲打着左手的掌心 似乎他思考的时间有点长 但从其门肃然等候 寂静无声 经过适才这场短暂的战斗 所有人对雷远都多了些敬畏 但雷远心里明白 且不提适才的战斗如何 把有限的时间 消耗在村寨分布稀疏的山区 这是自己失了计较 不必在山里消耗时间了 山民桀骜 又自以为有身险为之 无论谁来管制 他们都能活下去 所以 多半不愿跟随我们 雷远道 我们按照原来的计划下山 往绝水 灌水沿岸走一趟 那边地处平原 村寨较多 又正当曹军冰封 有的要忙了 好 好 从奇门纷纷道 第九章 千明 淮水南岸 绝水 灌水沿岸地区的地形平坦 小山丘和连绵起伏不大 其间有古地错落分布 形成大小不一的平坝 山头高处有茂密的森林 平地则遍布矮树 荆棘和枯草 此地处于江淮豪又控制区的边缘地带 虽也遭到天灾人祸的惨烈破坏 但还大体维持着两旱延续至今的 密集相依聚落结构 目前为止 算得上周围树郡范围内 人烟较密集的区域 由于自雷序以下的势力首领们 既无政治理想 也无治理的能力 因此放任大部分村舍自治 好友所属的布曲寻行到某处时 随意勒索些补给物资 就当是收税了 这种情况下 百姓们的艰苦可想而知 水患 疫病 盗匪 甚至某次简单的气候变化 都会夺走许多人的性命 然而 得益于锦陵中原的地理位置 每当某次灾难 夺走了许多人的性命 死者所腾出的巫舍 又会陆续被各地 逃亡来的流民占据 随即难民又会死于某种灾难 这些村落 于是再一次空荡无人 直到下一波流民的到来 一年又一年的如此反复 村落如故 只是每一天都叫旧时更破败 规模更小些 户口更少些 如此下去 曾经人烟繁茂而富庶的村舍 终究会被抽干血脉 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齐武是个流民 他的家乡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徐州 原本有戚友子 有老母 长兄 幼帝 一家人上有宗族英帝 还传有祖传百母田地羹架 纵使仅数十载租税日趋沉重 靠着重地的手艺 总可勉强度日 然而自从慌乱以来 天下板荡 贼寇横行 肆意杀人轻暴 更尖水 汗 风 薄 双语 吉义 皇民等灾害 无一日停歇 朝廷又毫无阵迹可言 只有更加如狼似虎的征集压榨 如此种种 很快就将齐武逼迫到了家破人亡的境地 齐武辗转流洗 宝金奸威 曾经被邪果进青州黄金的余部 又曾经随着流民大队 漫无目的地奔走求食 他的经历越来越丰富 见识越来越广 而他所依赖的宗族 早已瓦解流离 身边熟悉的人也慢慢地死亡殆尽 二十年过去了 齐武年近半百 眼睛瞎了一只 右手的指头也断了两根 乱世风霜彻底摧着了他的筋骨 使他身躯勾搂下来 粗糙的皮肤垂坠着 在他的脸上和身上形成纵横的皱纹 或许是年纪大了 他发现自己不再害怕死亡或疾病 于是他在一处叫做大怀里的地方落脚 准备安静地度过饱受折磨的一生 聚集在大怀里的几乎没有本地的居民 都是从四方流离而来的苦命人 此后两三年的时间里 齐武和几个年轻人开垦田地 试弄庄稼 渐渐地让人们得以糊口 这一日里 齐武带着两个半庄孩子 慢慢沿着田耿行进 田耿左边这块地 本来应该是块精心打理过的好田 可惜荒废了 田里的荆棘到现在都没有出境 田耿右边的一片更好些 但是 齐武在翻地的时候 发现地里浅埋着十几具尸体 于是取土将之掩埋 再不想过去 田耿很宽 两个孩子 各自拖着一条木坝 走在前头 齐武背着手在后 喃喃地道 秋天也要耕田啊 先耕田 然后再耕 把雨水收在土里 就算春汗也不怕 对了 如果秋天不下雨 千万别耕 那样反而绝了土气 可惜 没有牛 没有牛啊 齐武的嗓子粗嘎 雨调又低微 有一搭没一搭说着 也不知道 前头的两个孩子 能听进去多少 他抬起头 用浑浊的左眼 看看两个嘻嘻哈哈的孩子 嘴角抽动 苦涩地叹了口气 这两个孩子 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 看着他们 齐武常常恍惚 想起自己死在 乱军刀下的儿子 远处的道路上 突然有烟尘扬起 一行骑士纵马扬鞭 急迟而来 齐武的视线虽然模糊 却能分辨他们的衣着 和配备的武器 那都不是普通人家能有的 他感觉到 自己的心脏剧烈大跳了一下 过去无数次的经历 已经明确地告诉他 村庄的宁静被打破了 一定会有坏事发生 齐武竭力挺直身体 用力如此之大 以至于脊椎 都发出了咔咔的轻微响声 当那对骑士来到身前时 他用尽量庄重的语气道 各位来此 所谓何事啊 此地是大怀里吗 有人沉声发问 正是 齐武指了只远处的一棵大怀树 此地叫做大怀里 便是因为这株怀树 十里开外 还有一棵略低些的怀树 那处是小怀里 我们两处都有百十户人家 夙日里守望相助的 齐武下意识地 将村落的人户属说的多些 又扯上了附近的小怀里 这样的话 如果眼前这批人 有什么歹意 或许会有所顾忌 先前说话那人 转向一名年轻人禀道 小郎君 这里便是 我认得此地 去年曾来过 那年轻人摆了摆手 跃身下马 老人家 此地相劳 可是姓左 我是卢江雷氏族人 有急事寻他 卢江雷氏 齐武是知道的 这是以卢江郡为中心 拥有不取图附上万人 号令所及 覆盖周边各郡的大豪 严格来说 大怀里也在 卢江雷氏的势力范围内 只不过 他们既不派遣官吏来管理 也没有定期征收税赴 唯有偶尔兵马过境时 会勒令之印若干凉莫 这就已经很好了 没有逼死人的瞌睡 没有强征劳力 也没有烧杀掳掠 什么也不做 能够放任百姓们自行求生 容这些乱世中的逃亡者 安心种两茶地 已经是能得到 其武忠心感谢的善证 既然是卢江雷氏的族人 至少不会是来掠夺杀戮的 其武直起的脊背 猛地弯了下来 警惕的神色也放松了 他客气地道 可可 这位小郎君 你要找姓左的乡老吗 正是 我记得 大家都叫他老左 也有叫左大声 嗓门确实很大 他已经死了 死了 老左有咳匿的毛病 去年冬天太冷 他支撑不住 折腾了数十日 吐血死了 齐武平淡的树说着 并没有什么情绪 年轻人一时漠然 这一行人 正是雷远和他的从骑们 这时候 距离雷远等人 在永圣寨的厮杀 已过了整整一天 从永圣寨到绝水和灌水下游间 依旧有群山阻隔 但雷远熟悉道路 知道一条先有人行的小路 于是他们 直接牵着马 沿着斗舌的山间小道横穿峡谷 很快就抵达对面的山梁 休息一晚以后 接着的路线就比此前好走很多 他们在经过半日急迟 便来到了大怀里 谁知刚到达 便听说熟悉的乡老已经死了 那 如今这大怀里 可有人主事 没 没有了呀 齐武茫然 雷远看看齐武背后的墙园 那墙园不高 夯土破败 短短数丈 就有四五个坍塌的窝口 露出里面被火焚烧过的废墟 和反复重新搭建的窝棚 窝口后面 挤挤挨挨地站着些 棚头垢面的村民 谁也不敢进钱 雷远上前几步 扶着齐武的胳膊沉声道 老人家 不知该怎么称呼 小人齐武 或只是带着大家种田的 我什么都不懂啊 齐武有些尴尬 却又不敢挣开雷远的手 齐老丈 懂不懂的 都是小事了 雷远打断了齐武的自便 曹军要来了 请你带着大家往前山暂避 啊 什么 曹 曹军 曹军来了 要打仗了吗 齐武的花白胡须颤动着 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他握着拳 想制住颤抖 却失败了 他盯着雷远 希望他的脸上露出笑容 告诉自己 这只是个玩笑 雷远却只沉重地点点头 他惊恐地回头 看到的 只有村民们一张张同样金黄的脸 和一道道茫然失措的眼神 但 但是 齐武看看雷远 他的嘴唇如动着 一时说不出话来 但是什么呢 但是这地方 是我们在乱世中 仅存的容身之所 但是 大家竭尽全力 开垦出了一些田地 本以为 明年能吃上几顿饱饭 但是 曹军不一定会像从前那样 沿途烧杀 但是 大怀里内老弱妇孺居多 而且大家过冬的存粮 尚且远远不足 根本不足以支撑一次长途跋涉 但是 这些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村民里 有幼小孩童 被这突然的紧张气氛所射 哇的一声 哭了出来 跟着齐武学习耕田的两个孩子 丢下木坝奔过来 他们大概认为是雷远说了什么 吓着了所有人 于是拦在齐武身前 圆征怒目 瞪着雷远 齐武连忙猛地将他们脱开 向雷远攻身赔罪 小孩子不懂事 您 不用多说什么了 快点收拾东西 往东面去 进前山 会有人接应你们 雷远哪会介意这些 他注视着齐武被风霜清袭的 不像样子的面容 郑重地道 尽量快 拜托你了 第一十章 秋手 告别了齐武等人 雷远从大怀里开始 接着到小怀里 之后再是山阳亭和寻民亭 他们自西向东 一路通报至各处百姓聚集的所在 在这些破败的村舍中 三老 有志之类的基层官吏 早已亡散 此外 几乎不存在有力量的组织了 穿行期间 雷远的行动 没有受到过什么阻碍 但他的心情 却越来越沉重 在此之前的很多年 他的生活都是以军营为中心的 并不曾近距离地接触百姓 而一旦深入地接触 雷远就意识到了 多年来 以雷远为首的地方 好友们几乎没有为百姓做任何事情 当然 即使在所谓的盛世 那些蝼蚁般的草民 也是被欺凌被压榨的 何况乱世 对于许多百姓来说 能够较少滋扰科代他们的 便已经是善人 但雷远不这么觉得 每次直面惨淡挣扎的百姓们 都使他感觉到痛心 他非常希望自己的行动 能对百姓做出弥补 有时候 他们在破旧泥沛的坍塌墙壁间穿行 寻找到的 却只有被野兽啃视残缺的尸体 有时候 他们扒开断砖残瓦遮掩下的地窖 找到因为害怕抢掠 而提前躲进去的老弱妇孺 更多的时候 他们不得不耐着性子 向操着各地古怪口音的刘明 反复解释 我们真不是来抢劫杀人的 只是想告诉你们 曹军要来了 快逃吧 雷远并非因为雷远的指示而奔走 而是出于越来越高涨的责任感 这使他穿行于一处处村舍 反复地说着 不觉疲累 曹军要来了 这五个字 或许不能下倒深山中的居民 却足以使村舍中德流民们 产生最激烈的恐惧情绪 他们中 有人记得 初平四年时 富阳 曲绿 虽灵 夏秋等地的雷雷尸鲨骨 有人记得 新平二年时 鸡犬不留的雍秋城 有人记得 建安三年时 被四水和以水墨顶的夏批 和血流飘出的鹏城 通过这一场场屠杀 那位乱世奸雄 从奋武将军到私立校尉 再到司空 到丞相 而他的赫赫威名之下 镇压着的 是如山的尸骨 和以民们的绝望和恐惧 在这里 几乎每座村舍 都响应了雷远的号召 一批拼面黄鸡兽的百姓 从各种角落里 挖掘出珍藏的食物 和最后一点财产 动作快的 当天就抱着 义无反顾的态度 踏上逃亡之路 动作慢的 还想收拾些 基本的生活物资 也都答应会尽快出发 他们都清楚 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疲惫 饥饿和各种未知的危险 必然会有一桩桩的悲剧 或惨剧发生 但那总比死在 曹军的屠杀中要好些 奔忙了两天之后 雷远一行人 基本完成了预期的任务 拯救他人的成就感 虽然让他们感到欣喜 但无法缓解他们的疲惫 于是他们在靠近 李李山的一个小村落歇息 准备次日 就启程返回 这个村落里的居民 昨天就陆续出发了 此刻还有少数人留着 其中 有些是难以承受 长途跋涉的老弱 青壮年带走了 所有的粮食和物资 老弱被放弃了 他们只能安心等死 这种情形 是雷远深深厌恶的 但他又能如何呢 数十年的乱世中 比这惨烈更多的情形 也在全天下的各处 一再重演 他只能尽量保持无动于衷 连续数日的奔忙 几乎耗尽的雷远的经历 使他疲惫 使他心情低落 有时候 雷远觉得自己越来越虚伪 就在不久前 他还杀了人 杀了许多人 那时候他的举动 有什么正义可言 为什么现在 又让自己沉浸在 同情和怜悯中 纵使自责和焦虑 究竟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小郎君 剩下那几户 我们已经帮忙收拾了行李 其实没多少 就是些零碎锅碗 还有辆小车 郭靖一边搓着手上的泥灰 一边说着 这数日里 雷远不仅尽心尽力地沿途通报 有时还派遣他的护从们 帮助村民做些杂事 此等情形 护从很少有料到的 他们并不习惯做这些 但既然小郎君说了 偶尔做一些 也无妨 毕竟 小郎君年轻 总是会心软些 在这种世道 能跟随一位性格温厚的上司 乃是福分 雷远应了声 让郭靖自去休息 他绕过一栋 塌了半截的矮墙 又将挡在身前的蜘蛛网扶开 勉强找到一块 可以落座的石板 刚坐下就听见远处 传来凄厉的哭叫声 他皱起眉头 想要换人去查看 又想到这 不可能是自己的部署在抢劫 村民们早就一无所有了 没有任何值得下手的东西 多半是哪里死了人 病死或饿死的 自己能做的 终究还是太少了 坐在对面的高寿老者 将一盏茶汤摆在雷远面前 雷远知道这老者的年纪 不过六十余 但此刻 看他形容哭搞如朽木 显得极其衰老 老者用来盛水的漆盏 表皮已经破碎 露出了那里的竹胎 与周围破败的防射 恰可相配 茶汤则是用味精柔枝的 树叶煎出的 在夕阳映照下 显得色泽焦黄 散发着可疑的气味 雷远恭敬的双手捧着茶盏 略辍饮一口 慢慢放下 并非雷远矫情 而是这老人 值得恭敬对待 此人姓李 名符 自舒达 乃是本地有名的儒生 他通晓古文经学 又善解春秋 曾受功夫征辟 也曾与东平大贤流粮为友 数十年来 这老人亲眼目睹了大汉 从盛世到乱世的坍塌 亲身经历了 难以想象的颠沛 大约一年前 雷远曾经过此地 执弟子之礼拜见礼服 向其请教学问 礼服广博见闻和贪图中 流露出的洒脱态度 都引起了雷远的钦佩 这次雷远领命 动员乡民们撤离 再度经过礼服的居所 这一家族过去数月里 连遭灾结 这时已经人丁离散 丧败得不像样子 因为上次登门拜访时 王延陪同着 王延深知雷远对礼服的敬意 便问他 是不是需要再去拜见 说实在的 雷远没有这想法 这一年里 雷远的内在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已经不是 原来那个好学智里的 文弱少年了 当然 那时的雷远刻意如此 自有其缘由 可是对于这种奔走于儒门 以求品提轻易的行为 他现在只觉得很可笑 很幼稚 甚至有些愚蠢 且不说 礼服只是一个老书生罢了 算不得真正的名士 而雷远自己出身于乡间土豪 勉强读过几本书籍罢了 从未曾正经的智学 非得往世子队伍里凑 那是走歪了路子 所以 难怪邓同等人明里暗里 都有些不屑 但是 既然亡言提起 雷远便不得不去上门一叙 否则 有向圣地摔的嫌疑 令人不耻 好在 李福并没有与雷远 抵立学问的意思 这样的世道里 也没有互相抬举 名望的必要了 他只是邀请雷远 在残破不堪的院落中落座 两人一起 用些茶水 许之 你这些日子 想必很辛苦 又或者 遇上什么特别的事情了 李福问道 雷远正了正 劳烦舒达先生挂念 其实还好 只是想到将有冰灾 心中郁闷 李福摇了摇头 必然发生过什么事 只是你瞒着我吧 须知 上次你来见我时 纵使少年义气未退 也难免透出 临找折服的萧辰之态 今日过来 萧辰郁郁之态 虽然还在 少年义气却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事 雷远端起茶盏 又啜饮一口 李福看了看雷远的神情 叹了口气 取而代之的 是勇至猛烈的乞丐 雷远看着茶盏中的水面 微微一抖 他不动声色地 把茶盏放回原处 失笑道 舒达先生 旭之始终是原来的旭之 哪里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你只是一年不曾见我 印象模糊了吧 旭之 我又无意打听 你们炉江雷氏的家务 你不必如此 李福凝视着雷远 深深地叹了口气 当此乱世 性子里多几分猛意 也是好事 雷远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静默片刻 起身张望了一番周围的 断壁残垣 舒达先生 我看此地 也没什么好收拾的了 不知你何时出发 是否有家人相当同行 我当前人护送你们到 前山大营 免得路上有什么滋扰 不必费心 李福白首示意 古人有言曰 胡死正秋手 人也 我年纪大了 不欲死于他乡 雷远吃了一惊 舒达先生 这是何意 李福慢慢地道 续之莫荒 我并无他意 就只是此意 李福所说的 却是事实 毕竟他已垂垂老矣 雷远看他的精神体格 不像是 能够跟着翻山越岭的 雷远苦笑几声 但要说什么 却听李福又道 续之不必劝我 你也该晓得 凭我这老朽之躯 本来就将近气势之期 怎么可能经受得住 长途跋涉颠簸 与其避命于安马劳顿 葬于深山大河之中 还不如在此 坐等曹冰劈头一刀 只有一事 我必得拜托续之 舒达先生请讲 我的家族宗卿早已不存 四子二女 巨多默于战乱 如今唯有一个 孙儿明幻里真的 留在身边 还望续之 能够将他带走 不要让他与我这老朽陪葬 雷远想了想 点点头 此一事儿 舒达先生请放心 我当安顿好这个孩子 也会尽我所能 令他寄人之志 善恕人之事 如此甚好 李福宽慰地笑了 然则 如今正是兵凶战威的世道 跟着我 只怕有些危险 是不是可以 李福伸出枯瘦的手掌 握紧雷远的手臂 除了续之 我也找不到 可以信赖的人了 就让他跟着你吧 在这乱世之中 哪有不危险的地方呢 这孩子不是读书的料 但是个好猎手 会骑马 性子也还可靠 续之 你会用得上他的 第十一章 封烟 这时候 稍远处传来登登的脚步声 一个相貌清秀的少年 背负长弓 踢着条飙肥体壮的野狗 兴高采烈地从强缘后跑来 祖父 看我猎到了何物 今晚有肉吃了 李福看着这少年 脸上每一道皱纹 都仿佛在微笑 好 好 须知 这就是我的孙儿李珍 自寒张 珍儿 你来见过 炉江雷氏的小郎君 李珍扔下猎物 向雷远施了一礼 雷远起身看了看李珍 又看看灌入野狗眼眶那儿 不伤皮毛的箭矢 微笑道 这狗是你射中的 剑术不错 李珍得意洋洋 那是 乡里左近 谁的剑术能急得上我 祖父 就算曹君来了 我也一见一个 叫他们斗了账 休得如此张狂 李福低声斥了一句 他用力睁大浑浊的双眼 深深看着李珍 好像是要把孙儿的相貌 刻在心里 过了一会儿 他突然 一会儿 你就跟着续枝走吧 哦 去哪儿 李珍转向雷远笑道 你们是有好吃的吗 这条狗 我要留到晚间给祖父的 你们可别打他的主意 雷远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或许因为生活越来越艰难 即便以礼服这等大儒 在村舍中的地位 也不能保证 自己的孙儿经常吃饱 所以此刻 李珍满心想的 只有这条肥瘦的狗子 好在这少年 突然反应了过来 他静一不定地看看雷远 跟着这位雷家小狼军走 走去哪里 曹军要来了 舒达先生将你托付给我 我带你 往前山中躲避 雷远达到 李珍猛地冲到李夫身前 祖父 你呢 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 少年的脸色 呈现出不正常的惨白 他不是傻子 他能体会到 昨天开始村舍的动向 只不过没有往那方向 去想罢了 直到这时 他的脑海中 猛地冒出了一个 令他恐惧至极的念头 他突然想到 或许 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的生活 并不能永远延续下去 而今日此刻 可能就是告别的时候 巨大的悲戏感 铺天盖地般碾压下来 仿佛要把他的心脏撕碎 祖父 我不走 我留下来陪你和好 我会听你的 好好念说 李珍泪如泉涌 他的手和脚都在发抖 李夫无声地笑了 他看着孙儿年轻稚嫩的面容 这相貌 和心爱的长子 简直一模一样 他想到了年轻时 在洛阳太学求学的快乐日子 想到了和青春美貌的妻子 共同迎接儿女们 一一诞生的幸福 一家人的凋零 似乎就在转瞬之间 好在 很快自己就可以与他们见面了 他用粗糙的手指摸了摸里 真的眼眶 温热的泪水浸入了他的皮肤 被风一吹 很快就凉了 他说 祖父已经老了 走不动了 但你还年轻呢 走吧 走吧 李珍嚎啕大哭起来 雷远向墙外张望过来的 从骑门挥挥手 让他们退开些 他自己也走了出来 给这对祖孙留下最后的告别时光 短短数日里 这样的生离死别场景 雷远见过了太多次 与李氏祖孙不同的是 大部分人在告别亲人时 甚至没有流泪 因为重重苦难 早已将他们的精神折磨到麻木 由此也可以看出 李福把自己的孙儿保护得很好 并未有让他承受什么苦难 但李珍终究是要面对苦难的 逃不掉 雷远叹了口气 似乎忘记了自己 也并不比李珍年长许多 断壁后的哭声 慢慢停了下来 于是 雷远转身向那里走去 按照之前与老人的约定 该把李珍带走了 就在他转过身的瞬间 周围数人同时惊呼出声 雷远抬起头 便看见一道直通天际的巨大烟柱 在西面升起 这是 这是大怀里和小怀里的方向 不知道是哪一个村舍着火 郭靖估算了一下距离 樊红忧虑地点了点头 是村民们临走前放火烧村吗 不可能 雷远知道 村民们对他们的居住的地方 有多么珍惜 哪怕这间屋子 只是逃难途中 暂时的栖身之所 哪怕已然家徒四壁 他们离开时 都会小心翼翼地合上门板 再给屋顶加一盆甘草 何况 烧村对他们又有什么益处 突然浪费时间罢了 又或者 是贼寇袭击 也不可能 这两个村舍都不是英时复数的那种 根本不值得贼寇们动手 当然 如今的江淮之间 本也不存在英时复数的村舍 在朝廷 或者说曹丞相眼中 最大规模的贼寇 或许正是 卢江雷旭和他的盟友们 那会是什么原因 正在雷远私存的当口 又一股巨大的烟柱 冉冉升起 两道烟柱的距离不远 浓密的黑烟 仿佛两条硕大无棚的怪蟒 在天空中翻翻滚滚 令人心生俱意 然后是第三股烟柱 第四股烟柱 第五股烟柱 这代表了 又有三个村舍被焚烧了 这样的局面 必定是 某种有意识的大规模行动造成的 这是示威 雷远突然明白了 他立声道 曹军来了 郭靖皱眉道 怎么可能 曹军的主力应该在寿春 话说了一半 他猛地瞪大眼睛 他也想明白了 那当然不是寿春的曹军 而是来自南阳或许昌的曹军 在张习所部 千奇被歼灭之后 曹公派遣的第二批援军来了 前几日 雷远为雷修分析局面时 当时 郭靖 王延等亲卫都在场 清而听说了雷远的判断 曹公决不会将合肥 长期置于危险之中 之所以只派遣张习的 一千骑兵支援 是因为赤壁失败后 兵力重编需要时间 但是 一旦小规模的援军遭到阻截 曹公必定会克服一切困难 发动大军来源 然而包括雷远在内 所有人都低估了曹军 重整旗鼓的速度 也低估了曹公旺盛的斗志 计算十日就可以知道 当张习所部失败的消息传来后 曹公立即就派出了第二批援军 这批援军不仅规模更大 也很清楚自己的敌人是谁 纵火焚烧村舍 就是他们对江淮好友们的示威 这代表着江淮间的局势 将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切敢于和曹公对抗之人 都会被碾为积焚 而此时此刻 首当其冲的会是谁呢 混蛋 郭靖怒骂了一句 他大声道 小郎君 我们看到这些烟柱的时候 曹君就已然经过了那几处村舍 他们马上就会到达这里 我们必须立即走 越快越好 同时 雷远就如被一桶冰水劈头浇灌 一时间心神动摇 与郭靖不同 雷远想到的是两天之前 自己在前山大营中的提议 当时雷远提议 由各家豪族 组成一支精锐的断后部队 进驻陆安 大张旗鼓地伪装成 淮南豪强首领们聚在 要与曹君决意雌雄的样子 考虑到江淮间 曹君兵力匮乏的现状 雷远料定曹君绝不会轻易来攻 至少可以为组织撤离民众 争取三到五天的时间 军役以后 兄长雷修与梅前 两人就领兵出发了 但是 现在 曹公再度投入大军来源 江淮间曹君兵力不足的窘境 很快就会得到缓解 而进驻至陆安的雷修等人 会成为曹君避遇击破的目标 也就是说 雷远提出的计划 竟然将自己的兄长 和淮南豪强们的众多精锐 剧都推入了险境里 这是雷远无论如何都承担不了的责任 对于他近来试图获得更多发言权的努力 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小狼君 我们快走 郭靖催促道 雷远看了看迅速聚拢的部下们 问道 我们用来携运行囊的 从马有几匹 四匹 所有行囊都不要了 扔掉 雷远想了想 大声唤道 严书 严书 王严匆匆奔来 严书 你和王北二人骑术最佳 你立刻去挑出六匹好马来 你们两位一人三马 昼夜不歇地赶回前山大营 通报曹君动向 越快越好 王严与郭靖交换了个眼色 我以为 这样重大的消息 还是小狼君亲自回去禀报比较妥当 我的骑术远不如你们两人 军情十万火急 岂能耽搁 这时候你胡思乱想些什么 雷远立声赤道 立即去 马上 雷远极少这样急言力色 众人都知道 这表示他做出最终的决定 绝不容更改 是 王严向雷远深深行礼 那就请小狼君多保重 去吧 遵命 王严小跑着带人牵马去了 其他人跟我一起走 来吧 带上我 李珍不知何时从断壁后绕出来 还牵着匹马 马背上装着些零散物事 看来李福为他的孙儿准备得甚是妥贴 而少年的眼眶通红 嗓音也有些嘶哑 郭靖看看雷远 有胆量吗 敢杀人吗 雷远策马经过李珍的身边 俯身凝视着少年 轻声问道 有胆量 也敢杀人 李珍大声道 那就跟着我们吧 雷远催马向前 我们走 李珍向着断壁方向跪倒 重重地叩手道别 随即跃身上马 时已深秋 天色黑得很早 但众人不敢有丝毫耽搁 趁着夜色向东击驰 第十二章 萧顿 这几日往来奔走 其实 人和马都很疲惫 有不少人的大腿内侧都磨破了 适才本已准备休息 又不得不继续奔波 更导致格外强烈的困倦 一阵阵袭来 但前所未有的紧张感和恐惧感 迫使每个人忍住痛楚 强大精神 他们都明白 真正的灭顶之灾 或许就在眼前了 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争取生机 身后的断壁残垣 渐渐没入黑暗之中 看不到了 前方也看不清道路 只能勉强分辨出 慢生于荒废田地中的荆棘枯草 于是 骑队便沿着荆棘间的 蜿蜒道路前进 速度不算特别快 马蹄的哒哒声 在静夜里传出很远 直到后半夜 月亮从云层中偶尔传出 洒下些暗淡的光 看得清道路了 同时也产生了 被敌军斥候发现的危险 郭靖催马向前 与雷远并配驰骋了一段 他说 小狼军 这一程及时下来 我们的人 马都疲惫不堪了 这样下去 万一被曹军追击 只会更加危险 我记得 前方有个隐蔽的小谷 或可让兄弟们 在那里休息一下 略微歇一些马 雷远此时有些走神 没有回答 此刻涌动在雷远心中的是 另一种强烈的兴奋感 那感受在他内心深处 像火焰般灼烧着 提醒着他 对于淮南群豪来说 此次响应吴侯起兵 就等于自绝于曹公 但对雷远来说 则未必 无论是从感情角度 还是利益角度 雷远都没有把自己的命运 与这批土豪 完全捆绑在一起 雷远依稀记得 有个说法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都有凶残暴虐的兽性 而杀戮和死亡 最能够激发出兽性 所以在战争中 种种惨不忍睹的状况 往往难以避免 雷远已经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突然又想到 许多人都对曹操的凶残是杀 感到畏惧 但他们同时又不得不承认 是曹操在这个混乱不堪的世道 重新建立秩序 给这个乱世带来了难得的和平 那么 如果不考虑凶残是杀的那面 曹操会不会是值得效力的英雄 他所建立的政权和军队 会不会是能够统一天下的政权和军队呢 雷远常常会对这些轻始流明的大人物 产生敬畏之情 他了解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 几乎没有和这些大人物对抗的资本 毕竟 自己那个介于土豪和贼寇之间 还明显不喜爱自己的父亲 是不可依靠的 自己在后世积累的那些 如何在企业中混吃等死的小手段 更是屁又没有 既如此 这样下去 哪有前途可言 所以 他曾经认真地考虑过 找个机会投靠曹操 做一个安全无余的小官吏 安安稳稳地度过乱世 这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那么 这个目标有没有可能实现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退一万步来讲 如果淮南好友们的局面 断不可维持下去 自己是否可以早做准备 离开这艘注定轻浮的破船呢 小狼君 大家得休息下 否则坚持不住的 耳边响起又一声呼唤 那是郭靖见他迟迟不答 催错了一句 雷远猛地勒马 他将种种胡思乱想 都驱离自己的头脑 再把纷繁无杂的情绪藏起来 瞬间又回到了极度冷静的状态 他看了看天色 东方已经透出隐约的灰白 于是抬手向众人示意 休息半个时辰 环视四周的地形 他又道 现在开始 马匹全部乐口 人也不许再出声了 小心遇见曹军真奇 另外 全体折甲 随时准备接敌 所有人立即遵照雷远的吩咐行事 动作敏捷 也绝不打折扣 他们紧跟着郭靖 来到一处隐蔽的小谷 鱼贯而入 深秋时 草木渐渐消疏 露出小谷两侧临寻的岩层 岩层上方是大片茂林 恰好成为了极佳的折荡 随着骑队的进入 有一群乌鸦金飞 见无其他异装 又慢慢地降落下来 在很短的时间内 骑士们就悄无声息地隐蔽下来 得益于从张喜手中的缴获 他们随行带着七八匹替换用的战马 这时有人从战马背上 解下皮甲和头盔等物 互相帮助穿着起来 也有人负责检查弓弩 刀剑等武器 这二十余名骑士 是雷远目前为止的全部班底 人数虽少 却都是经过他精心挑选 然后逐渐加以笼络的人才 这些骑士中 为首的是郭靖 他是陈国阳下人 性格刚强果决 少年时 本为陈王流宠帐下的骑将 曾随流宠击退黄金 战毕当先 破例斩将千骑的功勋 后来 陈王遭袁术所害 不重心散 郭靖在江淮各地游荡许久 干过打架结社的勾当 最后才被雷远 解一推时的手段打动 数年来 郭靖处世忠情干练 是雷远最倚重的 左膀右臂 地位与郭靖相仿的 是被雷远 急遣回大营报信的王岩 王岩是所有 从其中最早追随雷远的 也是众其事中 最面掌的 雷远平时 对他特别尊重 常常称他为 严淑而不直呼姓名 王岩曾是徐州大将 曹包的下属都将 身为老资格的军人 曾与清徐黄金作战 也曾与时任 衍州的曹公所部交手 甚至还经历过 非将吕布与刘豫州的 往来厮杀 军旅经验丰富之极 再有樊红与樊峰 他们俩是堂兄弟 家族乃是 如江前线某地的小豪强 因为雷远 身为如江各路豪强的宗主 这两人自幼寄养在雷氏族中 有几分质子的意思 他们俩与雷远一起长大 彼此情好甚密 两人各有所长 也都通晓攻马刀枪的技艺 近来 雷远出于培养人才的考虑 逼迫这两兄弟读了些兵法 不知实际能学到多少 原还有孙慈 他是众人之中特别机灵的那个 可惜已经死了 其余的骑士们也均有来历 诸如郑靖 陶威 王北 宋锦等人 都不是平庸之辈 能够在不被父亲重视 既无权力 也无名分的情况下 一点点聚拢起 这些忠诚可靠的部下 需要非凡的耐心 和持续投入 他们代表着少年的雷远 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 代表着 他对自己未来 有所作为的期待 而在此时此刻 他们是雷远信心 和胆量的来源 这片谷地的入口很难找到 正好用来藏身 再往东去 大都是平野 便无适合的所在了 让战马缓一缓 喝些水 立即出发 小狼军以为如何 郭靖一边替雷远 调整皮甲丝套的松紧 一边压低了嗓音解释 雷远轻声笑着 拍拍郭靖的胳膊 我明白 我明白 好在有你提醒 郭靖点了点头 又替雷远 试了士工贤的松紧 点了点腰间 格囊里的箭矢数量 雷远的箭数很一般 因此往往忽视这些 而郭靖九随雷远出行 总是会替雷远 提前想到每一处细节 或许是因为距离敌军不远 此刻 他的比往日里更加仔细 在小谷另一头的繁红 突然覆耳在地 随即连连挥手 让所有人小心戒备 西北面 来了谷骑兵 谷中众人立刻警戒 人和马匹都寄然无声 所有人牵着战马 默然站立于黑暗之中 刀枪紧握在手 随时做好报起作战的准备 没过多久 土地微微震动 沉闷的马蹄声隐约可闻 听声音 至少有两三百骑 这支骑队沿着北面 与淮水平行的大路前进 毫不耽搁地越过了小谷附近 曹军骑队数量如此之多 来得如此之快 所有人都神情肃然 雷远皱起了眉头 在这个年代 绝大多数人都肉食摄入不足 所以 或多或少地出现夜盲症的症状 能够在夜间行动的 必定是平时里得到优渥待遇的精锐 能够派出两三百骑的精锐 赤后骑兵 在骑之后的主力部队规模 绝对不小 却不知道是曹公麾下 哪一路兵马 他向樊峰比了个手势 樊峰会议点头 他起身略微活动下身体 随即双足蹬地发力 如同狸猫般 腾身翻上侧面的岩层 全程翘无声息 带到站定脚步 他立即垂手拉起胸掌樊 两人又个身一臂 帮了雷远一把 这凡是兄弟俩 对篡高伏地的手段 好像有些独特天赋 雷远自问算的伸手矫健 也只能称呼其后 留下郭敬领队戒备 三人从密林中慢慢向外前行 约莫走了一箭之地 到了月光能透过之鸭的 陵木稀疏之处 便停住脚步 此处地势较高 可以看到 淮水如惨白的白链一般 宽宽窄窄的 自吸向东延伸 渐渐远去的骑队就在淮水南岸凋零的田野间奔驰 由于无人维护 常见某段的道路被灌木沼泽隔断 骑队便顺着地势自然分流 到了较远的某处又重新汇合 甚至发现某处道路无法通行 不得不退后 另则方向的时候 骑士们依旧沉稳有序 队列丝毫不见散乱 如果仔细分辨 甚至可以发现 骑与骑之间的间隔距离 也几乎不会有剧烈变动 雷远知道 这是因为骑手们每个人都具备精湛的骑术 在马匹奔走时 可以轻易控马毕过路上的石块或凹陷 而速度并不稍缓 昏暗的夜色中 他们黑色的身影 穿行于苍茫平野 双方相距甚远 雷远本不应该看得这么清晰 但暗淡的月光洒落下来 照射在那些骑士身上 竟偶尔反射出星星点点的寒光 竟然是 那些是铁甲骑兵 樊峰的声音有些颤抖 第一十三章 大军 樊峰显然是有些害怕 这也正常 要不是提前隐藏入小谷之中 自驾二十余骑 很有可能被这只军马碾上 那时的情形 便和羊入虎口没有区别 铁甲在当下属于战略性的重要物资 一名士族持刀披甲 便足以战胜十人以上同等训练水平 却为着甲低士族 但铁甲制作复杂 保养不易 战斗中的损坏率又极高 雷远隐约记得 昔日河北霸主袁绍侠 季清幽病四周数十万众 所拥有的铁制铠甲 也不过万领 而当时占据衍州的曹公 据他自己所说 手中不过大铠二十领而已 眼下这支骑队 如果却有许多铁甲骑兵在内 那在战场上冲阵 突击的威力 就足够击溃数十倍之敌 而能够给斥后骑兵 大量配备铁甲的军队 又会是怎样的实力 怎样的规模 莫说帆风害怕 雷远自己也害怕 他忽然想到了 自己对局势的判断 有个极大的疏漏 因为此前 张喜带领一千骑兵救援 他在猜测第二批援军数量时 下意识地以一千骑兵为基准 或许三千 五千 但是 如果更多呢 如果曹公此次向淮南挥出的 是一记足以痛击无猴的 真正的重拳呢 他顾不得细想下去 猛地转身 敌军真其如此 足见其本部规模极大 我们就算冒风险 也得尽快离开了 否则陷入曹军大部队的行军队列之中 可就有大麻烦 转过身来 却见 樊红又一次覆尔在地 樊峰满脸 紧张地看着自己的兄长 片刻后 樊红起身 西南面 又来一股骑兵 第二波骑兵 应该是沿着南方山区 与平原交界处的道路 一直向东 行进的路线距离小谷很远了 所以在凌晨的暗淡天色中 完全张望不到他们的身影 唯有低沉的马蹄声 隐约传来 走吧走吧 他加快脚步 准备尽快撤离 曹军数量比预想的要多得多 真的不能耽搁了 樊红跟在他走了几步 突然色声道 小狼军 好像又来了一对骑兵 第三对了 还是冲我们的方向来的 这是什么样的鬼运气 雷远情不自禁地抱怨 这对骑兵果然是直冲着小谷的方向来的 就在眨眼功夫 沉重地铁替他的声 就连雷远也听得见了 你去传我命令 全体小心隐蔽 人出声杀人 马出声杀马 雷远立声向樊峰道 樊峰应声往密林深处跑去了 雷远与樊红像被树林覆盖的坡地 另一侧紧走了半上 眼前渐渐开阔 他们潜藏在一处谈言之后 向外探看 骑兵们的身影渐静了 他们的数量比之前的两只骑兵更多 大约在500人左右 陷于复杂的道路状况 这只骑兵并没有以纵队行军 而是沿着东西向的多条平行道路同时行动 铺开将近两里的宽大正面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雷远可以清楚看到这些骑兵们 统一身着黑色寿面兜眸 黑色鱼鳞铁甲 甲骤映着月光 散发出幽暗的光泽 他们的战马 也披着统一马铠 在面帘和当胸上 用红色涂料 画着猙獰的虎豹图文 甚至他们纯以单手空将的侧骑动作 也惊人的相似 虽然战马奔行迅速 骑士却沉稳 毫无疑问 这些骑士们都是能够持骑构设 周旋进退 持强敌而乱大众的真正精锐 当他们数百人整齐滑如一人的前进时 这种沉浸便自然产生了 强烈的凶恶肃杀之感 再靠近些 骑兵们大略分成南北两路 绕过了小谷所在的台地和森林 继续向东 最近的时候 这些骑兵距离雷远藏身的巨岩 只有十余杖 可以看到他们的马鞍两侧 往往悬挂着一个两个 或更多的黑色圆形物体 雷远猛抽了口凉气 他看清了 那些黑色的圆形物体 都是手机 有些是青黑色的 因为淤血而开始扭曲变形的手机 有些是 稀稀利利躺着乌血的 刚被砍下的手机 有些是老人的手机 有些是小孩的手机 五百名骑兵 每人的马鞍下都有挂着手机 那就是上千条 甚至更多的人命 雷远可以确定 包括雷旭所直属的布局在内 江淮之间 绝没有任何人敢于挑战 眼前这种精锐部队 他更清楚方圆数百里内 根本就没有成建制的军事组织 那么 这些手机是哪里来的 被这些骑兵杀死的是谁 樊红突然咒骂了一句 雷远从他的眼睛里 看到了强烈的沮丧和恼恨 于是他也瞬间想到了 他伸出手 想拍拍樊红的肩膀作为安慰 却发现自己的手在微微颤抖 显然 这些手机都来自于 尚未撤离的村舍居民 雷远可以想到 当曹军自西向东而来 在进入到淮南群豪的势力范围时 他们便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屠杀和焚烧 包括昨天被烧毁的五座村寨在内 或许还有更多的村寨都没有逃过这些骑兵的屠刀 那些村寨里还留有多少人 五百 一千 在路途中几乎必然被曹军赶上的又有多少人 两千或更多 这些人都是两天前还活生生地在雷远面前出现的人 是雷远等人竭力奔忙数日 想要挽救的人 可现在看来 这些手无寸铁的钱里草民 都已经死在曹军的刀下了 这种大规模的屠杀不是某一些士族因情绪失控而发生的暴行 不是在战场上为了最大限度杀伤敌人而发生的暴行 这必然是自上至下的命令 有组织且高效率的行动 这行动是向一切敢于对抗曹军 甚至曾经对抗曹军的人发出的恐怖威吓 一股怒气夹杂着寒意 直冲雷远的天灵盖 雷远不是没有听人说起过曹军的残暴 他听说过曹军所过之处水面飘满尸体 把整整一条似水都堵塞的情形 他听说过徐州腹地一座座城池遍地尸骸 只有吃人肉的野狗 尽情狂欢的情形 但那些毕竟都只是传闻 是发生在遥远地方的故事 只有当他亲眼目睹这些手机的时候 他才真正从内心深处爆发出了激烈的情绪 他突然醒悟到 什么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用兵如神的军事家 激情豪迈的诗人 那是数千载后生活在和平安逸环境的人们给出的评价 然而 肆意屠杀无辜百姓的恶行 怎么能够被洗刷 那些无辜者的尸骨 又怎么能够被无视呢 是怎样暴虐的恶魔 才能够塑造出如此毫无人性的军队 又是怎样毫无人性的畜生 才能高居于残暴政权的顶端 心安理得地享受富贵荣华 或许天下无数的百姓都曾在心中质问 甚至也有人用他们的生命为代价 发出了质问 然而 无数质问都在愈演愈烈的残暴之下化为积粉了 最终能够留在史书上的 只有几个冰冷的 不痛不痒的词汇而已 凝视着骑兵们渐渐远去 雷远长身力气 慢慢地倒 这些骑兵应该是曹操的轻卫骑兵 虎抱骑 据说 此辈皆天下萧锐 临战常为先锋 如有折损 则从数十万军中选拔善战的百人将来补充 曹公的轻卫骑兵 难道 樊红想了想 猛然大吃一惊 雷远已经自顾往小谷中去了 当他沿着来时的岩层缺口一跃而下 郭靖已经在安排给战马喂料 众人都清楚 马上又将会有长途奔驰 于是有人干脆将自己的干粮掰碎了喂给马匹 这种时候 马匹的状态直接就能决定人的生死 所以保证马匹的精神健忘比什么都重要 小郎君 情况如何 樊峰问道 过去的几波骑兵不是寻常斥候 而是虎抱骑 敌军规模超乎想象 恐怕曹公已然亲自领军来此 雷远看到部下们流露出吃惊的神情 但并没有因此失去镇定 于是继续道 大家稍许整理下 我们立即就走 请客之间 一行人已经结束停荡 雷远率先出来 随后二十余人牵马鱼罐离开小谷 林木眼印下 雷远和他们一个个招呼鼓励几句 有时拍拍他们的肩膀 他拥有足够的交际往来经验 对待部下们的分寸掌握得非常好 保持着既亲切又受尊重的状态 众人的状态还不错 虽然有些疲惫 但精神都还旺盛 马鱼这几天被用得有点狠 普遍都掉标了 好在底子很好 而且深秋时正是马鱼最健壮的时候 再跑几程问题不大 他抬头眺望远方 东面 灰暗的天穹 近处慢慢透出了亮光 那时朝阳已经喷勃欲出 而在西面 虽然还看不清任何景象 但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大地在震动 这种震动与此前骑兵经过时 完全不一样 要猛烈得多 毫无停歇的一波一波 逐渐加强 林木中的败叶一片片落下 而那群胆大的乌鸦 锅造着飞起 一会儿就不知往哪里去了 仿佛有种让空气都凝制的东西 从西面铺天盖地地涌来 雷远看见郭靖嘴唇吸动 想要说些什么 却听不清楚 他回过头 看见部下们难以压抑的慌乱神情 看到这慌乱的气氛 就像波浪一样 瞬间席卷了所有人 他再度向西眺望 在某处山梁与天目交连之处 仿佛黑色浪潮般的无数身影 从小而大 从模糊而清晰 那是数以万计的骑兵绵延不绝 汹涌而来 他们涌动着 翻卷着 漫过蟒园 漫过起伏的河谷和丘陵 漫过无数或宽或窄 曲折蜿蜒的道路 他们所持的黑色 红色和黄色的军旗 在漫卷的沉沙中 随风飘扬着 仿佛云海激荡 他们的铠甲和头盔 随着无数战马的奔腾 而起起落落 发出森寒而冷酷的光芒 就像是身躯庞大到不可思量的龙蛇 正在西张林甲 伴随着他们前进的 是铁蹄踏地的声音 马匹斯明的声音 甲咒撞击的声音 传令兵 往来呼嚎的声音 种种声音 混杂成震耳欲聋的轰鸣 仿佛上古异兽发出怒吼 威势足以震动天地 在这种惊天动地的威势之下 谁能够不动摇 谁能够不畏惧 第14章 冲刺 雷远身边的骑士们 有几人下意识地牵动马将 导致战马暴躁地打着响鼻 连连旋转身躯 又有人慌乱地拔刀出窍 却左右窥视 仿佛马上就要纵马奔逃 对列叫后方 李珍已经挖得哭了出来 甚至连郭靖也脸色煞白 雷远看得到他双手轻筋抱起 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恐慌情绪 但他的眼神 暴露出这努力并未完全成功 或许因为郭靖是酒精沙场的战士 所以他比旁人更能了解 这样一支大军所代表的 泰山压顶般的实力吧 这 这怕不得有一万起 不 或许有将近两万 郭靖难难地道 这样大规模的军队行动 铺开的正面宽达树里 将会占据几乎每一条 可以纵起奔驰的道路 而各种真奇 事后往来 必然犹如天罗地网 郭靖忽然跪倒在雷远面前 颤声道 小郎君 我不该提议 在此处休息的 我们本该 本该 本该一口气竭进战马的体力 赌运气奔逃吗 这主意现在看来不错 可是谈这个 还有什么意义 毕竟当时谁也没料到 曹军规模如此巨大 何况 谁又能保证 一定能在虎豹期的追逐下 逃得性命呢 雷远竭力压抑住内心深处的慌乱 维持基本的镇定 他深深吸气 又深深的吐气 让自己过于激烈的心跳缓和泻 雷远沉声道 起来 你不必自责 曹军的数量如此巨大 我们无论怎样选择 都有危险 当务之急 是要想办法脱身 郭靖咬了咬牙 不如我带几个人先冲出去 吸引曹军的注意 然后 小狼军你在行动 没有用的 雷远摇了摇头 在冷兵器时代 军队是最可怕的杀戮机器 大规模的武人 一旦集结行动 便自然产生射人心魄的威严 古诗兵书中 多有提到 军器的 所谓器与天连 此军势众 强盛不可及云云 大体都是对森然军威的艺术描述 是以 当此数十人面对数万众之际 雷远完全能理解部署们的 骇然不能自已 哪怕这些部署们的慌乱 再一次暴露了雷远本人的渺小和无力 他早就对自己的生存环境 有清楚的认知 也没有指望过自己招揽的 轻卫个个都是胆色超群的猛将兄 不过 现在雷远本人 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他转回身来 看着由字面带仓皇神色的部下们 慢慢地倒 诸位都知道 吴侯已然退兵 而曹公来了 这些年来 曹公东征西逃 所到之处 百姓流离失所 失机如山 前日 昨日 我们去过的村舍 此时多半被毁了 许多百姓 都已经伸手一出 脑袋变成了曹军的功勋 我想 曹军酷略如此 家父与江淮豪友们断飞对手 接下去的是 无非想办法 尽快撤退 如果撤退不了 便投降 如果投降不了 便引颈救路 由此来说 我实在没有理由 再要求各位如何如何 各位畏惧曹军 那更是理所当然 如此悲惨的现实 被雷远心平气和地缓缓说来 言辞平实坦然 对部下们的失措 也予以安抚 于是 部署中有人莫名地感到安心 但也有人悲愤交加 如郭靖这等 素以刚勇自诩之事 几乎已将要咬碎满口牙齿 雷远的言语 落在他耳中 似乎每字每句都在斥责他的胆怯 让他觉得羞耻万分 他抗声道 曹军虽然势大 但小郎军 如果用得着我们 难道我们会另惜意思吗 雷远向郭靖摆了摆手 继续道 生死有命 无需在此奢谈 今日 我们倾其数十面对曹军万众 纵旗奔逃 把命运托付给虚无缥缈的运气 这是最容易的选择 却未必是有效的选择 我在想 我们或许可以试试其他的办法 几名护聪一起问道 小郎军 你有什么办法 曹军的大部队渐渐接近了 无数人马行动 所发出的轰鸣声 几乎惯而入 这片树林 未必能够遮掩众人多久 而雷远丝毫不动 他的眼睛里 几乎要放出光来 仿佛一股如钢铁般 不可摧折的气概蓬勃声 令人不敢逼势 他伸手指着汹涌而来的曹军 大声道 曹军铺天盖地而来 前方虽然遍布真奇 但其行军阵列本身 却难免松散 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不往东 而是直闯西面 从曹军的缝隙中切入 然后折向南方进入深山 这个办法骇人听闻 其实却比向东奔逃 要有把握的多 怎么样 你们敢不敢跟我闯一次 江淮好友们扎根于地方 多年来不断聚效亡命 其中的佼佼者 多上粗猛刚见之风 不好闻之 这也是平日里 雷远较少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 他太习惯用智慧 用谋划来实现目标了 然而此时此刻 帮助雷远下定决心的 不是对利害的推算 而是直面刀山见海的勇气 有人低声道 往西的话 具体走哪一条路 是不是能给我们讲讲 我自会随机应变 无需事前多讲 雷远扫视着护从们 再次问道 我只问 你们愿不愿跟着我 敢不敢跟着我 小狼君 你怎么想 我就怎么干 郭靖沉声道 樊红樊峰兄弟俩对视一眼 各自点头 其余众人也陆续咬牙 不妨试试 小狼君 我们愿意跟着你 拼一次 好 雷远不再理会他们 将视线重新转向西面 这时候 曹军的中军大队 也出现在他的视野之中 秘如已居的部族 不断从各处山梁或挖地 现出身影 一队走完 很快又是一队 仿佛没有尽头 他们缓缓前行 毛挤如林高举 无数面军骑 随着他们的步伐起伏 仿佛密云翻滚不休 位为壮观 部族们的队列 较之骑兵们更加扑开 他们沿着许许多多的道路前进 仿佛一道道细小的 黑色或红色的水流 一点点地 渗透入大块松软的丝棉 而在无数不足的簇拥之下 一道树丈高的华丽灰盖 凌空处理 距离毕竟远了些 雷远竭力辨认 也看不清那灰盖左右 旗帜上的字样 却能分辨出 灰盖四周 侍从着的骑士不下数百 都身着光灿耀目的铠甲 披着各色锦袍 就连胯下骏马所用的 安奸龙配等物 都在凌晨灰蒙蒙的天光下 隐约反射出光芒 毫无疑问 那里必有曹军中 地位极尊的将帅驻扎 甚至 可能是曹公本人所在 雷远感到自己 额脚的血管微微跳动 那是情绪激动的表现 也是心脏在猛烈搏动着 将滚烫的血液 蹦入大脑 或许是某种神奇的天赋吧 越是在这种 紧张到极限的环境里 雷远感觉自己的思路 越是敏捷 越有判断力 甚至最终能够 到达常人 匪夷所思的程度 曹军确实规模巨大 雷远粗略估算 仅仅眼前看到的步骑 便各有三万以上 然而 军队的越是规模巨大 其行动越会受到 复杂地形的限制 数十年的战乱 使得豫州南部荒废的 不像样子 原本有序的迁末道路 倒退回了苍莽之状 又被不计其数的坡地 丘鹤 森林 河道 沼泽割裂 这迫使曹军将大部队 拆分成无数较小的单元 在极宽大的正面 沿着无数道路分头前进 但他们一来 终究不能熟悉 所有的道路走向 二来 还要考虑部队之间的 衔接调配 于是就在这宽大的 正面之中 难免疏漏 雷远抬眼看了一下 曹军的左侧 他看到一只 身披重甲的曹军部族 沿着沼泽的侧面前进 渐渐迫使其余部队 都向北面的道路偏移 他又瞥了一眼右侧 他看到一队骑兵 走到了某处道路尽头 被荆棘所组 一时动弹不得 此刻 在他的视野范围内 一对对曹军的行进方向 速度清晰可变 而其轨迹仿佛化为 肉眼可见的线条 在起伏变化的广袤地面上 飞速穿行 与秘如珠网的道路 渐渐重合 两者彼此印证之后 寥寥可数的几条路线 那几条能够避过 沿途曹军的路线 便凸显了出来 雷远深深吸气 深深吐气 直到某一个 恰到好处的时间节点 他突然飞身上马 大喝道 跟我来 战马嘶鸣声中 他催动马匹 向着曹军的方向击驰 自郭靖以下 二十余骑 没有任何迟疑 紧随其后 所有人一开始 就将战马奔驰的速度 催到了最高 这支骑队 就像是一只小小的箭矢 向天空中 腰脚盘旋的巨龙 飞射而去 跟我来 跟我来 雷远甫在马背上大声喊着 声音才出口 好像就被疾风吹散了 跟上 跟上 身后隐约传来 郭靖的咆哮 雷远顾不上回头 他的眼睛紧紧盯着前方 带领整支队伍 在冲刺中 不断调整方向 其队飞快地翻越了一座缓坡 又以河堤为屏蔽 沿着干涸的河道 奔走了半上 河道转弯处 他们越马而出 又只扑进一处灵地 在灵地中 天然的空隙间穿行 他们隔着横生的荆棘密林 与曹军其队擦肩而过 又恰巧没入沼泽边 唯一干燥的通道 避过了某位曹军 斥候的警惕眼光 片刻之后 他们又险之又险地 从两支庞大部族队伍的 首尾之间越过 部族们 只当他们是几方骑士 完全没有怀疑 直到领兵的军官 疑惑奔来 才开始七嘴八舌地讲述 雷远的脸上 额头都冒出了大量汗水 他甚至感觉得到 体力的迅速消耗 于是他忍不住 发出低沉的呼喝之声 似乎这样做 就能把长久以来 积压在心中的彷徨和恐惧 都转变成胸中 熊熊的火焰 支撑他继续冲刺 他仿佛也燃烧了 自己的所有精神和智慧 只为了支撑 这个胆大妄为的 实死无生的疯狂行动 红日在这一刻 喷泊出 照亮了前方的道路 雷远猛加马赴 再度催马 快了 快了 他毫不吝惜地 压榨着战马的体力 投入到下一段冲刺 然后是再下一段 某几之处在稍外围的曹军 终于发觉了雷远等人的动向 在迅速确认 这支骑队 并非任何一部曹军所属之后 十余面 用以标志敌军动向的旗帜 猛烈招展起来 急促的号角声 此起彼伏 提醒全军有敌来犯 纵使是在行军过程中 曹军的警戒并无懈怠 葛露兵马的布置 也井然有序 如果是寻常敌军来犯 曹军在请客之间 就能让他们死上 一百次一千次 然而 雷远这一队人的速度 毕竟太快 穿行的方向 毕竟太刁钻 人数规模毕竟太小 这使得曹军的反应 再怎么迅速 也抓不住他们 就在极短的时间以内 一根微不足道的细针 已经刺破了天罗地网 曹军绝对是 训练有素的强兵 一旦确定 有小股敌人渗透 立即做出了快速应对 当雷远等人 如旋风般掠过那支 簇拥着华丽灰盖的部队时 整支部队发生了 肉眼可变的骚动 像是某种猛兽 突然惊醒 随着某些将校的呵斥 向着雷远 这面地部族们迅速止步 将原来行军时的队列 变成了防御阵型 随即数以千计的 刀盾手快步前进 在阵型外围 增加了一道弧线 密集的点点荧光 在阵列后方闪动 那是弓箭手们 拉弓搭箭 雷远知道 下个瞬间 密如雨点的箭矢 就会笼罩在自己 这支小小骑队的 前进道路上 将敢于继续突进的 任何人 射成千疮百孔的尸体 曹军的反应 完全在雷远的意料之中 好在 他只是想穿透 曹军各部的缝隙 抵达南方的山区而已 并没有打算 真的去冲撞敌军队列 但是 既然距离军阵之中的曹公 或是某位曹营贵重将帅 如此致敬了 雷远的脑海中 忽然出现了一个 更加胆大妄为的想法 雷远猛然乐转马头 沿着曹军弓箭手的 射程范围以外 横向奔驰 随即取出了 背负的弯弓 张弓搭箭 一箭斜飞 雷远纵声呼啸 江淮野人 向曹阿满问好 一箭即出 雷远毫不耽搁 拨马就走 与此同时 紧随在他身后的 二十余旗 也反应了过来 他们同时发现 二十余道 荧光滑破灰暗的天空 劈劈啪啪地 打在刀盾手们的队列中 顿时引发了 零星几人惨叫 郭靖 樊红等人意气高呼 江淮野人 向曹阿满问好 呼声哄响 仿佛战鼓 在空气中 往复鼓荡 而大军层层簇拥之中 挥盖之下 一名气度威严的 锦袍中年男子 勃然发怒 竖子 竟敢如此无礼 第一十五章 英雄 身处数万大军 重重遮护之下 却遭敌将 直抵中军放箭乱射 那些扎进 几方士族身躯的箭矢 简直就像 扎在全军统帅的脸上 更不消说阿满与云云 是在大众之前 赤裸裸地嘲弄 中年男子 一时惊怒交加 盯着雷远一行 骑队的眼睛里 几乎要喷出火来 或许是因为 年龄见长的缘故 又或者是 长期戎马疲惫的影响 这数月来 他比旧日 要暴躁许多 一旦情绪激动 又长长又发头风 眩晕疼痛胶杂 难以忍受 伴随着贺骂 他随手将一柄装饰奢华的带鞘 短刀猛砸在车缘上 刀鞘表面 精心镶嵌的各种瑰丽猪玉 被强力崩飞 噼噼啪啪地 掉落在车厢的地板上 然后又滚落到地面 朝阳映射之下 这些色彩斑斓的猪玉 反射出华美的光芒 显然每一颗 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宝 为是在周围的百余鸣池 吉甲拭目不斜视 身躯也纹丝不动 反倒是中年男子本人愣了一下 怒气瞬间消散了不少 他心疼地看看手中 被无意破坏的短刀 又看看满地散落的 猪玉镶嵌之物 叹了口气 随即从车上下来 弯腰将猪玉一颗颗捡起 攥在掌心里 此时 整支大军都已被惊动 远处各营接连调整位置 数以千计的骑兵奔驰来去 激起尘土飞扬 而他所在的大军本队 则紧急在外围竖起木栅 设置鹿角 巨马等防御措施 其壮如临大敌 中年男子却似乎并不在乎 他眯缝着双眼 仔细看了看地面 发现有几颗珠子 滚到车垢的后面去了 便附身一手撑地 另一手去取 混不借一颈袍上沾了泥土 中年男子的身躯矮状 肚子也鼓鼓囊囊 很有些发福的迹象 因此蹲下时的动作颇为不雅 但因他举手投足 都很随意 反倒显出 一股怡然自得的霸气来 一名轻衣小貌的侍从这时 刚从车架后方赶到 眼看中年男子如此 几乎吓得腿软 连滚带爬地狂奔上来帮手 于是 中年男子将掌心里 拢着的十几颗珠玉 交给侍从 抖了抖袍服下摆的灰尘 毫不讲究的一屁股 坐在车板上 双腿垂荡晃悠着 雷远没有猜错 这中年男子 就是曹军的统帅 也就是征战天下二十载 山一群雄烈尽的 大汉丞相曹操本人 就在数日前 他从南洋动员大军 火速东行 意图救援合肥 奔走至半路 却听闻 孙权竟然不战而逃 换作旁人 这时候 理所当然就不必再着急了 多半就下令缓缓行军 但曹操的性格中 有气执拗暴躁的一面 他不仅没有因为孙权的退兵 而放缓禁军步伐 反而更加严厉地 催促全军加快脚步 甚至他本人也轻率部署 身往大军前方催促 没想到这样一来 各军各队都只顾着 尽速前进 导致原本严整有序的队列 出现了空隙 当场就遭小谷贼寇潜入 来了这么一出 迎面羞辱的戏份 这样的事情 在曹操数十年的 戎马生涯中 还是头一遭 若干文臣武将 急匆匆自各出汇聚来时 曹操若有所思 侍从取来草席 于是众文武分成左右两列 正经危坐 能在此处落座之人 有身经百战 久力封敌的沙场猛将 也有善于运筹帷幄 足食足兵的高官显贵 这些人一个个 都是万里挑一的阴洁之士 却偏偏在此净若寒蝉 使得气氛顿显严整肃杀 片刻之后 曹操问道 线下情况如何了 各营可有惊动 由于将起身出列 回话道 来敌数量应该甚少 除了本营以外 并无其他自扰 因此各营巨无损失 末将已分派清兵 四处巡查局势 安抚诸军 勿使士族镇定 不武行军如常 说话之人 身材高大 圆壁宽肩 阔面囚然 相貌极有威严 乃是典军校尉 行领军夏侯渊 他是曹氏清族中 极其善战的名将 素来为高权重 此番出兵 是他随时曹操左右 督领众将 并具体负责 有关大军行动的 义音安排 莱迪的数量 必然甚少 否则就不会 在阵前叫骂 而是直取老夫的首级了 曹操逆势 夏侯渊言 但然道 至于巡查局势什么的 贼人如此携手 难道还打 熬战不退 既无后继战事 众将自然会去 安抚部署 要你巡查作甚 曹操说话 语调很平和 听不出特别恼怒 然而 夏侯渊额头 隐约见汉 立即深深败倒 都是末将失察 请丞相恕罪 起来 曹操不再理会他 或许是觉得有寒风吹过 曹操往车辆的边乡 靠了靠 侍从慌忙取来 一领囚服 小心翼翼地为他披上 曹操拢了拢囚服 将双腿盘缩到一起 双眼微闭 脸上露出舒适的神情 随后 他转向文臣一侧问道 各位 对此事有何高见 众人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 在这些随从曹工许久的部署们看来 曹工的用意其实并不难猜 在赤壁败战之后 曹工急于收获一场压倒性的 毫无瑕疵的 彻头彻尾的胜利 并且用这场胜利 向天下人宣告 曹军依然强大如故 然而 还没等曹工抵达淮南 孙权就跑了 这就像是用足全身力气的一拳 落在空处 叫人有些尴尬 也完全不符合曹工重振军威的预期 所以 曹工才会如此急躁地催动兵力 哪怕能够抓住江东之师的尾巴 赢得几场小胜也好 没想到 小胜还没见到 先遭了贼寇上门滋扰 还是当着主人家的面 虽然被当众辱骂的不是自己 可这些文官也能体会到 曹工的心情 真的太羞耻了 当然 贼寇不过少量 比被再怎么猖狂 其实也对大军毫无影响 影响的 只有曹工的心情而已 最近数月以来 曹工的脾气日渐暴躁 已经有不少人 因为逢底之怒 而遭仗泽 眼下又到了曹工情绪不佳的时候 谁会比较倒霉 谁愿意去应对曹工的问话 文官们眼神低垂 余光左右扫视 一时间 谁也没有动弹 曹操看看文官们眼神乱晃 不禁冷笑 他也曾经为人下属 如何看不出这些小动作 只不过懒得计较而已 他的视线沿着一个个 关带俨然的身影掠过 最后停留在一处 柏宁 你来说说 被称为柏宁之人 作戏在文臣一侧的较后方 年约三十许 虽着文官袍服 却面向惊悍 眼神风锐 起身时的行动 也清洁有力 此人乃汝南太守满宠 他历任眼周从事 许宪县县令等职 素以执法刚强言明著称 又曾出为奋威将军 驻守荆州要爱 于文武两徒均有才能 满宠出列行礼 在众人怜悯的目光下 稍作沉吟 随即道 欲以为 丞相此番动兵 君荣赫赫 威震天下 无贼闻风而走 穷破退兵 是其有自知之明的表现 我听说 上古顺皇整军阵旅 不动干戈 即涉服三苗 想来其壮 便如丞相逐退无贼这般了 从今后 江淮之间的局势大定可期 这全都是丞相威德所致 至于今日的几个小小毛贼 丞相雄兵所致 如卧雪助营 雷絮 尘蓝之流 虽手蜀反噬 终究不过乌合之众 其力不足自强 其势不足自保 然而 必备之中 也有轻脚赶死之事 加之在此地经营多年 深通地理 难免有跳梁之举 对此我们无需理会 以丞相至君之言 只要大张警戒 缓缓而行 自不会为萧小所称 曹操微微点头 满宠是聪明人 他的话语隐晦为婉 在众人面前 维护了曹操的尊严 但他的意思 曹操已经完全明白了 曹操很清楚 自己威震天下 首先依靠的是 战无不胜的威名 可赤壁之战的惨痛失利 却偏偏使得这威名摇摇欲坠 于是 朝廷内部的雍汉派系 蠢蠢欲动 某些原以降服的豪霸 也见生杨凤英为之心 种种内部轻压 使得他整一年来 都觉应付艰难 所以他急于谋取胜利 他太需要一场胜利了 但蛮宠的话 让曹操考虑到了局势的新进展 孙权畏惧曹军 主动退兵这一事实 已经足以用来夸耀 无军继退 江淮的局势也终将安定 所以 这时候要顾虑的问题 已不在敌人 而在自身 在于如何漂漂亮亮的 抵定地方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去年的赤壁战事中 曹军先后遭逢大败 大义 精锐将士 损失惨重 此后虽然陆续蒸发 中原河北等地的壮丁和物资 逐步补足了人员 装备的数量 和许多基层部队的斗志 经验和军事素养 都大大下滑了 这些是需要经历 长期征战 慢慢培养的 非一日一时之功 在此情况下 如果用兵过于急切 万一在如今日这般 被某些地方豪霸钻了漏洞 凡可能出现意外 因为再小的失利 都会造成难以预测的反应 所以 稍微耐下性子 严整不武 坚实形成 就很必要了 如果能安然平稳地 获得胜利 何必再给敌人碰运气的机会呢 某种角度来说 适才这只敌其神器的 突入大军核心 倒是给曹操提了醒 曹操陷入了深思 蛮虫保持着奏队的姿态 恭敬等待 其余 文武数十人鸦雀无声 没有一人妄动 也没有人随意开口说话 只听得 尘封吹动周围部列的高低旗帜 发出烈烈声响 远处格路兵马重新踏上路程 脚步声轰然如雷 而本队警戒如故 半晌之后 曹操道 柏宁说得很对 行军作战 终究还是持重 谨慎为上 不应太过急切 他旋即连下多道军令 调整各种部署 武将列中 一人一人寿命出列 各自领遵行事 片刻之后 曹操又将夏侯渊叫出 一郎陷在何处 他所说的一郎 乃是以一郎身份 都帅虎报旗的曹淳曹子和 夏侯渊扶手回道 一郎四更十分 自领部中前出少探 此刻尚未回返 又无需他倒敌催众 如此辛苦作甚 曹操摇了摇头 不动声色道 虎为前出少探 直在父所扶兼之所处 毛贼直抵中军 斥后难辞其咎 你现在吃我令箭去 查问此前 实际负责少探的 君司马是何人 将之斩气报来 夏侯渊悚然接令 躬身退出十余部外 这才上马及时离去 曹淳乃是曹操的堂弟 自起兵以来 长辅于万众 又能领铁骑驰骋 敌阵如岛平地 在军中威名赫赫 不在夏侯渊之下 更兼他雅好学问 小畅军机 故而举凡军国大事 无不参与 似这等人物 曹操随口一语 便诛杀他 统兵的重要部下 在场众人 无不惊骇 有数人隐蔽地 交换了眼神 军爵近来 曹公治军的科研 又甚于往日 却并无一人 敢于出言劝谏 曹操翻身上车 随意吩咐了句 走吧 不必在此处 多加耽搁 车架零零起行时 他眺望无边无际的 行军队列 忽悠想起了 是才冲来放箭的 那火毛贼 于是随口问道 那火贼徒 现今如何了 一将古勇上前达道 比备及时向南去了 虎威将军 正在领兵追击 哦 曹操生出几分兴趣 让他们偷入 该心道也罢了 随后 大军既防备 必然多路为赌 竟还被他们逃了吗 那将贵服于地 道 他们也都是荆旗 而且身通地理 是以一时尚未能结住 不过 于将军亲自追上去了 想必很快就会回报 哈哈 那就看于文泽的本事吧 区区江淮野人 道有几分才能 第16章 奔命 雷远等人向曹军本队 射出一轮箭矢之后 原本稳健行军的曹军 就如同被火焰灼烧的蜂窝般 猛然爆起 当雷远策马狂奔之时 便能听到 深周几条道路上的曹军队 猎人声造乱 锣鼓振振大响 更隐约可见旗帜往来挥舞 诸多当值的军力彼此呼喝着 组成了无数精干小队 四处搜捕 与此同时 众人的身后 响起密集的弓弦回弹之响 箭矢如飞黄般射过来 有几名骑士闷哼出声 那是曹军的弓箭手 终于将他们纳入了射程范围 这种时候 可就只有赌运气了 跟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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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远感觉到 自己的嗓子已经嘶哑了 他向部署们用力挥手 勒马即行 与数万曹军的可不实力相比 这二十余骑的分量 并无异于文营 只削轻轻一触 就必然灰飞烟灭 向强大曹军当面挑衅的豪气 尚未退进 剧烈的恐惧感就 绝住了每个人的心脏 还用力地扭拧撕扯起来 让他们的血液凝固 呼吸也几乎要停止 好在雷远依旧保持着冷静 在这时候 他真正成为了 所有人唯一依赖的对象 成为所有人 下意识听从的那个人 二是与骑纵马狂奔 急迟向南 之所以 雷远选择这条危险至极的路线 而不往东 一者 因为曹军本身就是 向东行军 并以精锐骑兵在前 雷远等人如果向东撤退 正撞上大队骑兵铺天盖地的搜捕 二者 在这片区域里 较平缓的地形 大体是东西向延伸 在南方极近距离内 就有一座范围广大的沼泽 可以作为甩开追兵的凭借 而越过沼泽 就是雷远等人非常熟悉的山区了 但即使如此 逃离的过程 也必然会充满危险与艰难 雷远沿着事前规划的路线 疯狂策马 大约奔走了一里左右 迎面撞上了一对 刚从行军状态脱离的部族 部族的数量并不多 大概一百来人 他们沿着横向的 道路松散的或坐货站着 有些人正在卸下行囊 有些人正在给攻上弦 有些人把长枪横放在膝盖前 正在检查枪头是否牢固 看见其队狂奔而来 带领部族的军官大声吼叫着 将士兵们聚拢起来 大约是想列出一个抗冲击的阵型 可是来不及了 雷远等人如风驰电掣般杀到 瞬间便直直撞入阵中 雷远仗着身披披甲 迎着部族们直冲 将要接触时 他竭力将手臂前伸 随即掌中微微一震 紧握的还手刀当凶朔透一人 趁着这人倒下的机会 他的马匹已经泄入到阵中 他继续策马 同时奋力拔出长刀向左右挥舞 这时候只看到 有大鹏鲜血剑起 听到惨呼声 根本顾不上判断战果 曹军士族聚拢得很迅速 锋刃传刺之下 雷远突然间觉得左腿一疼 或许是被刀剑割伤了 他也来不及低头看 赤鹤厮杀着向前 然而 他毕竟不是什么雄武超群的好手 敌人的数量也太多了 他感觉自己的战马 就像是怒涛中顶峰的海船 行径得越来越颠簸 越来越缓慢 好在这时候 郭靖等从骑 从左右两侧跟上来 五六匹战马 排成一列猛冲 一下子就在敌人的阵列上 撞出了祸口 所有人就沿着这个祸口突出去 继续向南 二十余气之中 无人战死 但有大概五六人受了轻伤 之后的一段路程 有惊无险 或许是运气确实不错 他们始终没有御敌 在不断狂奔的过程中 他们所经过的地势 越来越低 土地也越来越潮湿 很快就泥水飞溅 道路边的灌木 渐渐被无边无际的芦苇取代 他们马不停蹄 继续向前 直到枯黄的芦苇 突然间 遮蔽了他们的身形 将后方曹军骑兵 贺骂的声音 也稍稍隔断了 这种突然安静下来的气氛 仿佛带来了虚幻的安全感 雷远看到几名骑士 露出松了口气的神气 于是压低了嗓音斥责道 不要停 雷远继续向前 他知道 沼泽深处水深泥泞 但芦苇吸疏处足可堪穿行 于是众人继续深入 沿途所经之处 秋冬时也不会干涸的水洼 越来越密集 最后连接成大片 这时 所有人都下了马 牵马行 脏污的水面漫过脚面 漫过膝盖 有时候甚至到腰间 随着人马的行动 有大量污泥被翻起 使得水面浑成泥浆野色 每个人都浑身泥泞 但都全然不顾 低一脚高一脚的拼命向前 雷远觉得自己的左腿 受伤的部位越来越疼 像是有人用锯齿 在伤口上往来拉扯 他垂下眼睛 看看浑浊的水面 似乎并没有屡屡血迹浮上来 于是加快了脚步 没有时间可供休息 必须尽快离开 这片沼泽的规模很大 但是对于曹军来说 或许算不得什么 真正的阻碍 从枯黄发脆的维感间隙眺望 可以看到 很远处有几面高达树杖的 青红色胶杂的军旗 被猛烈挥动着 来自更多方向上 催促行动的鼓声如雷鸣响 随后 铁甲甲叶碰撞的铿枪声 沉重的脚步声汇入鼓声 再然后 无数维感被推倒的琵琶声 大队人马踏入芦苇荡时 剑起的水声 曹军将士们彼此呼喊的声音 也混入其中 会成了令人惊骇的声浪 从四面八方压过来 这里 这里 先躲一躲 樊峰发现一个 比较隐蔽的潜水坑 连忙把马牵到下面 让他侧躺下来 慌不择路的众人 跟着一拥而去 一起扶在坑里面 丝毫不敢有任何动作 然而 视角低下去以后 荆棘和芦苇 把他们的视线也屏蔽了 虽然天光见亮 可是除了头顶上的 一小片天空外 他们什么也看不见 半边身躯泡在冰冷水里的感觉 让战马有些不安 唯恐战马突然 丝鸣惊动敌人 众人都拔出了短刀 随时准备杀马 雷远一手持刀 另一手抱住战马的驳梗 用极轻微的声音 在他的耳边说话 轻柔地梳理他的鬃毛 安抚他 这匹良居 用他迅顺的眼睛 看着雷远 偶尔伸出舌头 舔舔雷远的手掌 一行人静静地 在这里等待着 似乎过了很久 又似乎没过多久 有那么几次 曹军士兵说话的声音 似乎就在附近经过 又渐渐远去 听不清了 大队骑兵 在沼泽边缘奔走的声音 也似乎渐渐消失 大概是曹军的将领发现了 骑兵在这片沼泽中行径 实在很不容易 然而 这种突然静静的环境下 耳朵听不到周围的声响 头脑便不由自主地思绪纷飞 种种恐惧意向 也就随之而来 雷远觉得自己有些头脑晕眩 他没有注意到 从骑们的神色 挺身从水中站起来 莫要耽搁 我们继续走 从骑们却有些犹豫 有人跟着起身 有人还保持着弯腰隐蔽的姿态 或许因为这个水坑所 带来的微弱安全感 又或许是过度紧张造成的疲惫 让人下意识地不想离开 都起来 继续走 雷远催促道 随着他的催促 一名身材高大的骑士站起来 弯弓上弦 再把还手刀夸在腰间 这人是宋锦 是几名由雷远配给次子的护从之一 已经跟随雷远两三年了 宋锦的身材 要高出平常人一头 素日里颇以勇武自诩 他收拾停档以后 用脏得如同黑腻的袖子抹脸 抹了几下 突然双手搂着头 抽气着 蜷缩成了一团 我们要死在这里了 要死在这里了 这种负面的情绪 一旦产生就很难控制 听宋锦这么一说 身边数人都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住嘴 住嘴 见到这种场面 稍远处的郭靖怒目原睁 他猛然大踏不过去 一拳打在宋锦的脸上 让他扑倒在泥水中 而雷远慢慢地烫着水 沿着芦苇丛的边缘走过 拉着从骑们的胳膊 让他们一个个站起来 最后 他把宋锦也扶起来了 还拍了拍他的肩膀 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都听好了 雷远略微压低声音 对从骑们说 适才曹军慌乱 所以 各部兵马胡乱奔走搜捕 所以我们在这里暂避一时 此刻 他们突然退去 想是有人已在发号施令 制止各部躁动了 接下去 曹军必定以大军设防于外 同时广部斥候来搜索我们 那时 瓮中捉鳖 才真的危险 躲在这里就是等死 我们必须趁着曹军的混乱 尚未完全结束 抓紧时间脱身 他顿了顿 又道 我们仅有二十四人 却能挑战数万曹军 为什么 因为曹军规模巨大 号令传达不易 而我们行动快捷 胜他们十倍 曹军远来作战 不安地理 而我们对道路地形的熟悉 胜他们百倍 所以 不必慌乱 只要动作够快 我们能够全身而退 没有谁会死 二十四人挑战数万曹军啊 这是能吹一辈子 凡红凡凤两胸地笑了起来 小郎君 我们听你的 送紧看看雷远 又看看郭靖 门声道 走吧 接下去的路程并不好走 一行人已经一日一夜未睡 又来回骑马 奔波作战 都已筋疲力竭 但此刻 每个人都竭力坚持着 再度前进 大约一个时辰之后 便接近了沼泽的边缘 南面群山的轮廓 仿佛已触手可及 雷远估算脚程 觉得 大概再过半个时辰 就能够脱离沼泽 进入到山区的范围 一旦进山 曹军想要追上自己 就万不可能了 希望顺利 希望会有好的运气 第一十七章 死斗 一行人竭尽全力地 在泥水沼泽中跋涉 与部署们一样 雷远也很疲劳了 全靠着清静毅力 强大精神 可是当他招呼 指挥了几声之后 一波虚弱感突然袭来 令他头晕眼花 大量的冷汗沿着脖梗 层层流淌下来 和身上的泥水混在一起 他似乎听到秋风 不知何时猛烈了起来 呼啸着 将大片枯黄的杂树 如尾吹的起伏 如波涛 发出鬼神气候般的怪响 喘息间 偶有疾风灌入猴吠 就像有利刃刺入 还无情地翻搅了几下 郭靖见雷远脸色不好 急上前几步 小郎君 我没事 雷远深深吸气 向郭靖笑了笑 这时候 哪怕再怎么不是 他也要坚持下去 只是 他突然皱起了眉头 老郭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郭靖侧耳倾听 随秋风而来的 是无数芦苇在大风吹拂下 如浪潮般起伏的声响 除此以外 似乎有低沉的声音 再次起笔伏 又似乎没有什么 房红的耳朵铃 问问他 郭靖问道 雷远是一塌烧等等 片刻之后 面色愈发沉宁 不必了 你再听 在萧瑟秋风暂些的间隙 此前被风声掩盖的声响 便清晰可闻了 那是遍布在四面八方的号角声 那些号角声有的极远 大概将及十余里外 有的就发生在几乎 只有两三里许范围的寂静处 他们彼此呼应 长短高下之声相喝 仿佛在传递什么消息 曹军已经整顿完毕 派遣了小谷赤后 进入沼泽 郭靖促然变色 郭靖也是久力沙场 经验极其丰富的战士 立刻就判断出了局势 当前情形确实一如雷远的预料 曹军改变了之前乱哄哄的动作 将不齐大队都撤出了鲁尾档 转而用数量极多的赤后 分成无数小队 逐步深入复杂的地形 这些小队彼此之间 保持着足以彼此救援的距离 用号角来互通消息 由外向内一步步的占据各处要点 任何一只小队发现了雷远等人 只需要吹响号角示警 则诸多小队立即如风群般包抄围龙 更不要提沼泽外围 必然还有随时准备增援的骑队 距离脱险只有半个时辰的路程 但这一定会是最危险的半个时辰 快 快 快走 雷远向身后的队列连连挥手招呼道 郭靖紧走几步 当先持长刀开路 让雷远走在自己身后 所有人都知道 眼下已经到了能否脱身的关键时刻 他们放轻脚步 也不再交谈 准备规避可能出现的曹军赤后 随着他们的前进 脚下的地面重新变得干硬 大片的水域渐渐缩减 再度恢复成了不相连的一个个水洼 除了芦苇以外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杂木和枯树 他们已经接近沼泽的南侧边缘了 在这段路程中 他们小心地依靠陵木掩护 接连绕过了两处 可能曹军赤后经过的区域 然而 就在他们射过最后一片水洼时 突然芦苇波动 有数名曹军赤后探头探脑地 从芦苇深处钻了出来 一人多高的芦苇杆子 和丛生的杂树 掩盖了双方的身形 待到迎面撞上时 双方的距离不过丈许 彼此都愣了神 这一路上 郭靖徒步走在队列最前方 领先处在第二位的雷远 十余步 他沿途都弯腰攻身 极小心地探查各种蛛丝马迹 并且深信 必然能够提前判断出 曹军赤后的所在 然而 也不知这些曹军赤后 此前是在休息还是什么 他们拨开芦苇出现之前 竟然一丁点的声息也无 双方就这么迎头碰上了 任何人都完全想不到 居然会在这么近的距离 接触到曹军 这时候 不知有多少曹军 在四面八方搜索着 如果这几名曹军赤后 吹起号角示警 立即就是灭顶之灾 郭靖率先做出反应 他猛地将带鞘长刀飞制出去 硬目所知的刀鞘 砸在为首那名曹军的面门 令那曹军的身体晃了晃 曹军还没来得及 做出任何反应 郭靖已经向恶虎扑石般 合身扑上 两个人立即滚坐一堆 直撞进后面的芦苇丛里去了 雷远的位置 在郭靖右侧稍后 郭靖与对面为首的曹军 撕打到一处的时候 雷远强然拔刀 大步向前击奔 他先前纵气突阵之时 左腿受创 伤口只经过了简单的包扎 这时候 因为动作太过猛烈 伤口又裂了开来 鲜血浸透了捆扎伤处的布条 但雷远却好似半点疼痛 也没有感觉到 他的精神高度集中 静止冲向第二名曹冰 第二名曹冰双手分持刀盾 他的反应也是极快 立即举起手中的盾牌来赢 雷远手中长刀 瞬间刺中盾牌 只听一声闷响 刀刃整个都嵌进了盾牌的裂缝中 雷远知觉虎口剧痛 已经拿不住刀柄 但他并不停步 而是继续前冲 肩膀猛撞上了盾牌 曹冰单臂的力量 不敌雷远全力前冲的力道 那盾牌后扬 边缘正打在曹冰的脸上 顿时鼻鼓咔嚓断裂 剃泪与鲜血交流 呼了他整脸 曹冰踉跌后退 雷远继续向前 他劈手夺过那曹冰的刀 随即双手握持发力 猛地向前挑刺 这一下用力极大 刀锋扎透了皮甲 从曹冰的胸腹之间捅进去 贯穿了整个身躯 又从后背透出 那曹冰仰天倒地 张嘴和何几声 随即不再出声 大量鲜血混合着泡沫 从他嘴里涌了出来 雷远略喘口气 略抬眼 便看到 郭靖与那为首的曹冰 也奋出了胜负 两人在卢尾丛中 近身撕打 彼此拳来搅去 一阴兵器 都没有时间抽出来使用 好在郭靖的力量很大 瞬间就占了上风 他用力按着那曹冰的发迹 将其口鼻都压进泥沼中 同时一拳接一拳地 痛殴那曹冰的后脑 曹冰拼命挣扎 起初手脚疯狂摆动着 将不少芦苇劈劈啪啪地打猎 吃了几拳 就四肢不动了 死了 然而 曹冰还有三人 雷远眼力 看到这三人 正在犹豫着步步后退 有一人身后背负着号角 他正在反手去掏 雷远和郭 竟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刺 只听那负责号角的曹冰连连后退 令两名曹冰 竟然反身回来阻握 沼泽中的道路狭窄 只能容两人并行 两名敌兵肩并肩站在一处 立即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两名曹冰举起手中的长刀和短矛 连连挥舞 护住身形 又须做刺激之时威吓 能担任大军前哨的 果然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战士 各个通晓武艺 这种时候闪转藤魔周旋进退的本领 哪还有用处 唯有誓死奋机 用自己的命来劈 雷远毫不停步 静止鼓勇前冲 曹冰挥刀当胸便砍 雷远稍侧身 那刀擦着他的肩膀落下 撕裂皮甲 带走一片血肉 雷远吃痛闷哼 随即探臂 揪住了曹冰持刀的臂驳 猛力回转 两人几乎脸贴脸地撞到一起 雷远微弯腰 右手一刀刺入曹冰的下腹 血如泉涌 那曹冰双腿发软倒地 但要开口惨呼 雷远已经骑在他身上 按住他的脸 用刀柄塞进他的嘴里 又碾又搅 没两下 便搅得他五官出血 顿时气绝 与此同时 郭靖杀死了另一名曹冰 代价是他的侧胯 被短毛刺中 虽未深入 血肉模糊的甚是骇人 还剩一人 还剩下那个持号角的 雷远和郭靖根本没有时间多想 两人同时跃起 然而抬起头时 便看到那曹冰 已经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号角坠地 咕噜噜地滚到一旁去了 原来就在雷远与郭靖 并肩前冲的同时 走在他们身后不远的 李珍张公搭剑 向那手持号角的曹冰 连射两件 第一件划过颈侧的皮肉 钻到后面的草木丛里 没有射中 那曹冰 但要不顾一切地吹响号角 李珍的第二件正中他左眼 细长的剑簇 从眼眶里一直扎入颅脑 灯食要了他的性命 连串格斗都发生在瞬息之间 直到一切底定 跟在较后方的 从骑门才刚刚反应过来 而雷远往回坐倒在死者的身上 看看身边的另外几名死者 越看越觉得后怕 刚才厮杀之时 他满脑子 只有尽快干掉敌人的想法 现在 当紧张敢从身躯中离开 他几乎透不过气 甚至双腿都有些发软 连站起的力量都没有了 呼 呼 雷远大口吸气 大口吐气 竭力稳定自己的情绪 他瞬间又想到 曹冰赤后之间 依靠号角声联系 相邻的两队之间 必定以不同节奏的号角声 确定彼此的位置 并通报敌情 这一队人禁述身亡之后 原本密集连接的赤后网络 就会出现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 在关注号角声的敌方首领眼中 形如众目俱瞻 再清晰明显不过 再看周围的同伴们 都目瞪口呆地望着自己 雷远只觉得焦躁 压低了声音嚷道 看我做什么 快走啊 是 是 同伴们慌忙答应 这场格斗中 郭靖连杀两人 这并不使得骑士们惊讶 彼此同僚数年 大家伙都知道 郭靖的身手 不然 他也不会稳坐在 布曲首领的位置 李珍也张公射死一人 但众人尚未来得及多想 雷远的凶猛表现 却再度惊动了所有人 雷远虽是雷续次子 但自幼就因为种种原因 不受雷续的重视 纵使近来因为出谋划策 而得到了几次出头的机会 可在众人心中 他始终还是那个 文若书生式的年轻人 这些跟随雷远不少时间的 从奇闷 也都习惯了雷远 温文尔雅的面目 动脑谋划 甚多 而极少动手的形式风格 郭靖等人还私下议论过 都觉得 雷远性格温厚 韩阳也很出众 可称是值得在乱世中 脱身效力的人 谁也没有料到 就在这短短几日里 雷远不仅表现出了 极度大胆 和果断的一面 也能够请客间杀人夺命 或许这些流离于 地方土豪手下的将士 缺乏些见识 眼下还不能清楚 理解到 雷远突袭曹公本队的行为 是多么惊世骇俗 但他们至少能够看到 雷远与人搏斗的勇猛 看到他掌中 任风边缘 不断流淌的鲜血 这还是我们习惯的 那位小郎君吗 究竟有多少人都瞎了眼 居然将这样的人物 称为文若 当从奇闷急奔向前 经过横尸余地的 曹君斥候时 他们看看身上带血 杀气腾腾的雷远 都莫名地感觉到了敬畏 快走 雷远头也不抬得 用力挥手 第18章 脱身 郭靖反身回来 挥刀割下 某匹战马的一侧肩部 将之才为数段长条 替雷远包扎了肩上伤口 雷远向郭靖点点头 继续走 都抓紧时间 一行人继续前进 走了几步 横峰看看那持号角曹冰 眼眶重剑的伤口 又看看身边脸色煞白的李珍 骂了句粗话 赞道 好剑术 他本人也是擅长攻使的好手 所以判断他人的剑术水平 非常准确 他用脚踩住尸体的脸面 把深深刺入脑部的长剑 抽出来看了看 这是一杆自制的粗裂剑矢 剑感很轻 剑簇是用非常薄的铁片模制的 呈现出不规则的尖锐三角形 用这样的粗质烂造的剑矢 射出了如此精准的一剑 这本领几乎称得上是绝技了 真是好剑术 横峰又赞了句 随手将长剑探入泥水中搅了搅 把附着在剑杆上的红色和白色人体组织甩掉 当他把长剑递还给李珍时 李珍退后一步 几乎要哭了出来 就在昨天 李珍还是与祖父相依为命 不晓得多少人生忧患的懵懂少年 可仅仅一天的时间里 他经历了与亲人的生理死别 经历了向数万敌人发起冲击的胆大妄为举动 又被无数敌军疯狂追捕 命悬一线 现在还杀了人 他的剑术是不错 可在此之前 最多也不过射死几头野狼罢了 骑士们陆续越过呆立的李珍 有人轻轻一拳打在李珍胸口 李珍冷不防 愣愣地退后半步 于是又有人发出了轻微的吃笑声 所有人都知道 李珍这两剑阻止了曹军斥后吹响号角 救了大家的命 所以 他们突然间便和这少年亲近起来 雷远在前方听见了 回头来看 骑士们顿时鸦雀无声 雷远挥手令他们先走 自己反身回来 也看看那曹冰眼眶中 被长剑罐头的深深伤口 叹了口气 说来也是奇怪 礼服这样的当世儒者 教导出的孙儿 却精通剑术 是个难得的好手 也不知这老人究竟是怎么想的 但以这手剑术而论 雷远又叹了口气 韩章 你这一手 可比我强多了 他从凡峰手里拿过长剑 将只轻轻放回到李珍腰间的剑囊里 拍了拍李珍的肩膀 慢慢就习惯了 没什么的 接下去你到队伍前头 就紧跟在郭靖身边 什么也不要想 发现不对 立刻就说 雷远加重语气 明白了吗 好 好 明白了 李珍看看雷远沉静的面旁 心慌意乱地回答道 就在这时候 又一阵号角声 游远及近地传来 那是赤后们再一次确认彼此的艰巨 当号角声 从西面距离稍远处的另一片 芦苇荡后方传来的时候 没有人紧接着响应 樊红探头张望了下 那只滚落在泥水中的号角 甘笑道 其实 其实我们也可以 照着样子吹几声 快走 快走 雷远不认为 这时候适合去研究 曹军号角的规律 然而随着号角声 传递路线的中断 整片沼泽似乎瞬间 安静了下来 请客之后 西面的芦苇荡中 有鼓哨的尖利声音响起 尖利声直直地刺入高空 然后是南面 北面 东面 都有同样的尖利笑角 拔地而起 直入云霄 那是明殿 郭靖大叫 曹军侍后们 已经确认了 雷远等人的位置 这四枚射入空中的鸣笛 便是对所有人的宣告 上马 上马 走 雷远催马狂奔向前 他们所处的位置 已经接近 芦苇荡的边缘 地面渐渐凝实 战马在潮湿的地面上奔跑 马蹄掀起黑泥 而马上的骑士 就像是在黑色大海中 驾舟破浪的愚人 凡风率先发现 有百余名曹军骑兵 从侧面靠拢过来 双方只隔着一条 绵延狭长的湿地 尸地越来越狭窄 曹军骑兵就越来越破镜 凡风借着芦苇丛的掩护 慢慢将弓矢吃在手中 突然勒马回身 猛力射出一箭 这是专门用于马上射裂的箭矢 箭头细而长 能够伸入猎物的体内 却不对皮毛造成太大的损害 这支箭迎面直入一名追骑的胸口 灌入的力量极大 直接从后背透出 那骑士翻身就到 双手却依旧紧紧握着缰绳 于是 尸身养在马背上起伏 鲜血顺着伤口涌出来 把马匹都染红了 其他的曹军骑兵 眼看同伴殒命 瞬间暴怒 他们发狂也似得打马追逐 连连张弓还射 曹军骑兵巨势精锐 半数都能马上射射 于是渐如雨下 护从们之中 正经体格壮大 变成了格外显眼的目标 瞬间臀骨左右 隔中了一箭 血流不止 凡风本人肩膀和肋侧 都被箭矢划破 索性没有重伤 另外 还有数人受伤 陶威的战马左肩重剑 那马匹兽精 跑得倒是愈发快了 李珍试图在马上瞄准 但他所长的并非骑射 瞄了半天 只射出两剑 都没有重的 反而戴慢了马匹的速度 险些落到最后 成为曹军集中射击的靶子 凡风策马从他身边奔过 一边抽在他的马骨 快走 快走 好在两队人同向奔走了没多久 那湿地陡然又变得宽阔 曹军骑兵不得不极乐马 向另一个方向绕行 两队人距离渐远 很快就彼此看不见了 跟我来 王佐 雷远大声呼吓着 带人跑过一个稀疏 不有灌输的小坡 显之又显地 再度甩开两队骑兵 归根到底 曹军对于地形是不够熟悉的 他们再怎么不射罗网 总会有难以周全的缝隙 虽然号角声再度此起彼伏地吹起了 更远处的曹军骑兵得到召唤 不断赶来参与追捕 但这里离山区太近了 在曹军骑兵赶到之前 雷远等人已经扎进了陵墓茂密的山林中 这片山林的地势 起初并不突兀 但其队飞快深入 速度几乎不比平地稍慢 片刻之间 沿途便有优碎佐鹅之岩牙 淫于回复之西侠 到这时候若非如雷远等人 这般金熟地理 断不可能在其中空将奔走 何况 众人还静挑着险军道路猛冲 一路行来 即便他们自己身上也多了好些被树枝 或缠岩划破的伤处 紧随在他们身后 几对曹军斥后恼怒地追入林中 很快就发现 根本找不到合适的道路 只能灰头土脸地退出来 随即越来越多的兵马聚集在此 突然怒火冲头 却只能眼看着这只胆敢挑衅曹公的 胆大包天的小小骑队越走越远 眼看着他们的身影 在山崖和莽林之间若隐若现 快要看不见了 经过了兜转曲折的山路 一行人到达某处耸立的岩牙边 这里与离开不久的沼泽边缘 直线距离并不太远 但已绝无被曹军追上之余 雷远便在这里勒住马 眺望着下方视线可及之处的曹军 在那里 一对甲昼鲜明的骑兵 簇拥着一面高大将棋 急驰而来 直抵各路军马之前 将棋之下 一名年约四巡 方面阔口的中年将领 单手空江 向雷远所在的方向 眺望了两眼 虽然眼睁睁地看着小小毛贼 全身而退 但他的面色冷硬如铁 并无丝毫变化 当他拨马回身的时候 眼前的所有将士 都下意识地肃然挺身 千百套甲州的叶片 由于这个动作 同时撞击 发出轰然闷响 这将领似乎对将士们说了什么 话语声并不洪亮 很快飘散在空中 雷远听不清楚 他便静静地看着曹军 在那原将领的旗帜下 聚集起来 又渐渐分散 各自归入到 依旧行军中的庞大队列中去 当最后一支曹军追兵离开后 雷远慢慢地放松下来 他感觉到 自己的额头和背脊上 冷汗犹如瀑布般倾泻下 回想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雷远不敢相信 那都是真的 疯了 我大概是疯了 他轻声嘟囔着 但依旧保持着凝视远方的姿态 并不稍动 待到山峰 将雷远额头的汗水吹干 他才回过头 眼神自左之右 扫尸过一字 排开在他身后的从齐门 此举纯出于激愤 太过鲁莽了 可疑不可在 他压抑住心中的复杂情绪 尽量轻松地笑了起来 好在各位性命无忧 总算没有被我坑害 见到雷远轻松地笑容 从齐门才终于确认 自己已经脱险 他们的神经紧张至极限以后 终于得到了放松 终于能够去回顾一行人 穿透重重防线 直抵曹军本镇 随后又安全脱身的经历 这其中的每一个选择 每一个行动 都让他们感觉到不可思议 仿佛在至高的苍穹之上 有位神灵 用他无可言说的力量 安排了这一切 又仿佛他们所经历的 一幕幕场景 都是某种早已安排好的奇迹 而他们只是 恰逢其会在奇迹中出现而已 此时此刻 引领着所有人 主导了这场奇迹的年轻人 就这样单手提着马鞭 意态自如的勒马力 在众人眼前 他是众人原本熟悉 又突然间不那么熟悉的 雷小郎君 就好像某种深藏的特殊之物 终于被激活了那样 在他举手投足之间 再也感觉不到温弱 取而代之的是 钢铁一样的强大意志 某种强烈的敬畏感 突然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涌出 随着澎湃的血压 贯穿了他们的全身 让他们情不自禁地为之颤损 郭靖甩凳下马 单膝跪地 向雷远深深地俯下身 其余22名骑士 跟随着郭靖 一同拜扶下去 第19章 隔绝 三天以后 前山大营 二十余名持刀复工的男子 牵马而行 这些人各个满面封城 好些人带着伤 衣服和甲皱上 除了脏污 还凝结着一块块黑红色的斑技 那是他们自己 或者敌人的鲜血凝固后的颜色 很显然 他们都经历了长时间的 跋涉和连番战斗 虽然此刻已经远离战场 但行动之间 仁邪带着一股森然气息 让道路两旁的百姓纷纷退后 试图离他们远些 这正是雷远和他的从旗们 他们进入山区以后 沿着某几处隐秘的河谷通道 日夜兼程的急迟而来 计算绞成 应当比曹军前队斥后们 还稍许快些 之所以行动如此迅速 是因为雷远的不断催促 既然曹公发动大军东径 则形势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将怀侯友们所承受的压力 必然会十倍余前 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刻 雷远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其中 无论能发挥多少作用 哪怕只有一点也好 让一让 让一让 队列前方的 从旗们不耐烦地吆喝了几声 将雷远从沉思中惊醒 近几日里 陆续有各处百姓携家带口逃难 来到前山大营里 然后又被组织起来 一批一批地送往深山 城寨比往日热闹许多 许多营垒都被用来安置举足 来投低市民 雷远等人一路行来 甚至见道不到两边 也熙熙攘攘地挤着人和板车 还有各种牲畜局促其间 或许流民们惊恐害怕的情绪 也影响到了大营中的部曲们 雷远知觉 整个大营都弥漫着 金芒混乱的气氛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毕竟雷旭 陈兰 梅浅等人 本身只是一方豪霸 指挥部署们 靠的是个人威望 和长时间积累起来的 各种习惯做法 真正能够另行禁止的核心力量 大部分又都派遣出外了 一行人只好捡着通畅的道路走 从大路转到小路 又从小路转回大路 花了比平日多一倍的时间 才来到雷旭所住的府邸旁边 这座府邸位于大营的核心区域 名为府邸 实则是雷氏宗族数十年来 不断修筑完善的军事堡垒 堡垒占据了某处台地之半 一面灵牙 两面灵坡 独有西南面流出平坦的空地 这一面设有高大的外墙 外墙不用夯住 而是调食器程 每隔一段距离 都有角楼马面等防御设施 墙外更有山西为阻隔 此时府邸外的空地上 也聚集了数百名流民 他们有的用树枝和棚布 搭起帐木暂时栖身 大部分人挤靠在树木 板车 女墙等一切能作为屏障的东西后面 蜷缩着身体 抵御着黄昏时渐凛冽的寒风 雷员等人走近时 流民们看见他们的武器和坐骑 小声骚动了一阵 慢慢地避让出道路来 雷员本不介意绕行 既然流民们让开了路 他也不必客气 于是快步走过 当他们大步行进时 流民们纷纷低头 不敢正视 唯有一个小孩子胆大 从人群里窜出来 直冲到队列中间 伸手去抚摸战马 人群里 有个女人尖利的大叫 孩子只坐不闻 这孩子又瘦又小 浑身脏污 只用草绳裹着几片黑臭的布片遮挡 再加上头发蓬乱 看上去不像是人 倒像是小猴子 或小狗之类的动物 几匹战马暴躁地打着响鼻 四体乱踏 想要离这怪物远些 雷员反身紧走几步 一手抄起这孩子 将之放回到路边簇拥的人群中 自有人按住孩子 将之交给先前叫嚷的妇人 妇人手足病用地扑上来 猛抱住孩子连连亲吻 还撕开衣巾 露出干瘪的凶乳 往孩子嘴里塞 阿母 阿母 孩子挣扎着 大哭起来 妇人却咯咯笑着 抱得越发紧了 雷远觉得这妇人有几分疯癫 这我没问到 怎么回事 有人答道 这妇人的孩子病死了 于是在路上捡了个玩来养 达画之人 好像是个领头的 但与他人一般的棚头垢面 稍微靠近邪 还能闻到几古怪的酸臭气味 也不知是哪里来的 遭了什么样的难 雷远莫然 他没有去问这孩子的亲生父母 现在何处 在这个尸骸堆积于路边沟中的世道 何家 乃至何族的死亡 是最正常不过的状况 普通百姓们没有能力在乱世自保 难免会因为各种原因死去 如这孩子这般苟活 已经是天大的幸运 他的脑海中 忽然浮现出了曾经很熟悉的话 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 吃人 这时 在外墙角楼上眺望的布曲们 见到了雷远 连忙下去通报 不多时 一处角楼下的侧门打开 穿一身灰袍的 尖门小跑出来招呼 小郎君回来了 这尖门是雷氏宗族的旁支 虽在武府以外 也算是自家亲戚 雷远一向都对之很客气 他微笑着点了点头道 出去办事 遇着点情况 急着回来禀报 尖门把两扇侧门推开 引着众人牵马入内 又关上门 这时才压低了声音问道 是曹军从西面来的事 如此重要的军情 已经人尽皆知了吗 雷远愣了愣 旋即想到 必是王延回来急报的消息 被不知哪个多嘴的家伙传开了 他只能含糊 应付几句 反问道 宗主此时可在 对于雷氏宗族众人来说 雷旭的身份并非将军 而是整个宗族的首领 这个身份的权威性 基于宗法血缘 远比自称的某个草头将军 职务重要得多 尖门正唤着几个同仆 将众人的战马 牵到马就喂养 不经意地回道 宗主倒是在的 只是这时候 未必有空嘛 可可 这些厮杀打仗的事 有小将军在就可以了 你又何必这么辛苦 雷远不禁苦笑 他不再是当初的文质青年了 也已经靠他的表现 折服了身边的从旗们 但尖门的无心之语 让他意识到 太多的人依旧轻视自己 在他们看来 自己就不该参与到军事行动之中 他不再与尖门多说 领着部下们穿门过户 往义士大厅方向去 雷远的兄长雷修性格豪爽 习惯了持马之底大堂之前 而雷远要低调谨慎得多 沿着侧面的涌道步行前往 这处堡垒 是江淮豪佑们事务运转的中枢之地 负责各项工作的管事们 都沿着永道往来 雷远走在永道上 不时碰见 有人从永道侧面的某处门户出来 或者往某处门户里去 这些管事们大都认识雷远的 是以一路上常常要放缓脚步 交谈几句 地方上的豪强势力 大抵崛起于近年来 乡里间的聚重兼并 殊无传承可言 因此其成员往往少文学而上粗豪 这些管事们 许多都和那尖门一样 素来看清文质彬彬的雷远 但雷远待人温和有礼 因而谁也不会讨厌他 何况他毕竟是宗主次子 就算不似兄长那般受到尊崇 管事们当面的礼仪都很客气 有的人见他一身戎服 形象又有些狼狈 免不了经问缘由 关怀几句 而雷远只说 路上撞见曹冰 厮杀了几场 将要经过通向议事大堂的 最后一道门户时 却见到了邓童 此前 雷修率部劫机张喜 实际领兵的 便是邓童与丁丽等几名有力的取长 后来 雷修与雷远兄弟二人 亲戚返回 由邓童领兵在后 可见 他时势得到雷续 雷修父子信赖的重要部下 小狼军请回吧 将军军务繁忙 此刻应是无暇见你 邓童似笑 非笑地道 雷远也向邓童笑了笑 我有军情禀报 他踏上一级台阶 但要迈步跨过门槛 却不料邓童伸开手臂 将门户整个拦住 再看邓童身后 还有几个不取 宾客之流的披甲汉子 虎视眈眈地看着 雷远毫不怀疑 如果自己想要硬闯 这些人便要扑上来 搬头压紧了 此等行为 其只以下犯上 简直近乎羞辱 随在雷远身后的 从其门无不大怒 郭靖更握紧双拳 大步上前 邓童面色微微一变 他素知雷远手下的亲卫中 颇有几名勇力非凡之士 为首的这郭姓汉子 更不好惹 这些亲卫忠心护主 真要是双方冲突起来 恐怕引发宗主不快 谁也捞不着好 然而 雷远略抬手做事 亲卫们历时止住躁动 雷远知道 卢江雷势 从来就不是讲究什么 轻轻尊尊的儒学门第 想要掌控这样一个 武风即盛的地方 豪强宗族 靠的是声望 实力还有凶残 往前推十年 时任家主雷薄病死以后 雷远的继任 便伴随着血雨腥风 此时 随着雷远的身体渐渐不遇 在许多人眼里 雷修随时可能接任 卢江雷势的下一任宗主 进而成为 江淮好友们的共同首领 雷修的勇猛善战 也完美符合人们的期待 雷修以外 唯一可能的变故 就是自己了 哪怕雷远在过去的 许多年里 都老老实实地韬光养晦 可是数日前的军役上 试图参与军事的行为 还是剧烈地刺激到了某些人 第二十章 回家 如果是那些真正的世家 想来 很少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因为在儒学世家之中 用来维持家族的 是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礼法规范 每个人的行为都有约束 至少表面上必须如此 地方豪强与世家的区别 就在这里 豪强们依仗的 是豢养的奴客不娶 游侠剑客之属 他们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 通常都是非法的暴力手段 而如同卢江雷氏 这样的豪武家族 他们的距离战伤为王的贼寇 也只差毫厘了 因此形势更没有顾忌可言 甚至在处理家族 内部矛盾的时候 也有人会赤裸裸地 使用种种强硬手段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雷远都有意识地规避矛盾 不希望自己成为 某种强硬手段的目标 所谓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视野 此时此刻 邓童的凶狠表情 只让雷远觉得可悲可笑 此等人突然仗着几分 勇猛立足于世 却因为长期身处 闭塞的环境 所以没有获得信息的渠道 更没有见识 但他自己却又并无自知之明 不知道自己的所行所为 都全无意义 雷远想要应对 简直易如反掌 雷远看看邓童 慢慢地道 我的兄长 性格豪迈磊落 断不会指使你如此行为 邓曲长 你何必自作主张 来插手如江雷势的家世 邓童黑黑冷笑几声 小郎君 你不要想狂我 我只说宗主军务繁忙 可没有别的意思 雷远退了半步 再看看邓童 他转身向部署们道 我们走吧 邓童没有料到 雷远竟如此干脆 一时反而愣住了 郭靖怒视着邓童 咬牙道 小郎君 我们 雷远拍拍他的肩膀 不必在意 走吧 一行人立刻转身 绝不停留 这一来 邓童反倒恍然 小郎君你别走啊 他在心中大叫 我只是放两句狠话 你怎么真走了 还有你那些部下们 搞得这么另行禁止 坐身 好歹和我争执两句 我自然就放小郎君去见宗主啊 你这么一走 宗主如果怪罪下来怎么办 现下是什么时候 是曹军大军压境 淮南豪强微如泪卵的时候 所有人都应该以大局为重 不要随便动气啊 想到这里 邓童自己都觉得尴尬 几次想要叫唤雷远 却又实在开不了口 这胖大汉子 正正呆立在门边 一时间只觉得大事不妙 转身看看身后的部下们 这几个家伙也都慌乱了 他犹豫着 从门里迈出来几步 又见左近几个管事们 看自己的眼神 都有些不对 雷远说走就走 他是真的懒得理会这个蠢人 邓童所看中的东西 不过是个乡下土豪的家主位置 雷远并不在乎 也根本不想和自己的兄长为此争执 而雷远想要的 只怕不在邓童的视野范围之内 因此 虽然郭靖等护从愤愤不平 他却心平气和 想到可以回自家院落休息 脚步还更轻快了几分 物宝的规模甚是广阔 物宇重重叠叠 足可容纳上千人众 其中靠南侧的前院行之规整 而靠北侧的部分 是数十年来陆陆续续 根据需要增助的道路狭窄斗蛇 院落分布也零散无序 雷远所居住的地方就在其中 这个院落不大 前后两进 物宇门墙的行之粗放 但都很牢固 一如府邸中的其他建筑 前院比较宽大 东西两边各有牌掌屋 是郭靖等人平日起居的场所 院落的地面 夯得很实在 还用兵器架子 围出了方形的区域 用来练武 这时 王延从东面的长屋出来 见到雷远等人返回 先是一喜 带到发现 众人身上多有带伤的 又忌之以一惊 他连忙让婢女寻医者来 自己则提了个木桶 往井边打水 预备用来冲洗伤处 雷远自往后院去 后院的正房 本来由雷远之母居住 母亲顽顾后 雷远没有使用那间房 任气空着 他自己居住在东侧的堂屋 西侧偏房 除了堆放些食物外 还供男女两个仆人居住 男仆是个年纪很大的老人 耳朵半聋 腿也缺了 婢女 则是出门去找医者的那位 两人原是跟随 雷远之母的众多仆役之一 后来仆役陆续散去 只有他们留了下来 雷远平时并无需服饰 只要他们 做些洒扫庭院的杂事 那些散去的人 倒不是有意被煮 雷远的母亲病逝时 雷远年纪尚小 雷远虽然将他安置在别院 然而 毕竟是卢江俊有数的大姓豪族 基本用度是断然不缺的 每逢年节 也有额外贴不赏赐 并无可待 只是雷远成年以后 常年在周边郡县游历 又陆续招募来直属的布取 各种费用开支不小 于是争得了那些奴婢的同意 将他们尽数发卖掉了 得到的资财 都用来维持 自己这只二十余人的护从队伍 事已 这处宅院 既是雷远幼年时温暖的家 又是他青少年 十亿图振作的小小阵地 回到这里 雷远感到真正的放松 哪怕外界凛冽狂风将至 至少这个时候 他是自在的 放松的 老仆的听力不行 完全听不见前院的声响 直到雷远迈不进了后院 他才发现 立刻从偏房里小步跑出来 满是皱纹的脸 冲着雷远呵呵直笑 王妍提着木桶跟进后院 大声道 老二 你在眼前晃来晃去作甚 没看见小郎君受伤了吗 快去取商药 和捷径的布莱 老仆连忙一瘸一拐地转身 往偏房去取 王妍是酒精沙场的老手了 略一看 便知雷远间 腿各处都有伤势 而且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 于是他连忙伸手来搀扶雷远 一边说道 小郎君遇到什么情况了 竟然如此狼狈 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 小郎君身边纵有随从 也不该轻易与人厮杀 毕竟刀兵无眼 战场的情形又千遍万化 谁能说得清楚 总是小心持重些为好 这情形落在宗主眼里 少不得责骂我等呼吃不力 哎 其实 宗主身边最近一直有名医随事 如果让他们来处理商畜 会更加妥当 王延是坚毅的战士 也是容易遇到的中年人 或许因为见到雷远受伤 所以心中焦虑 一开口就说个不停 雷远已经习惯了王延的话多 他也不忙着应答 先往踏上坐下 直到听说起宗主如何如何 宗主身边的名医 如何如何 才打断王延的话语 我还未曾向父亲禀报 直接回来的 什么 王延吃了一惊 他回头 去看老铺尚未过来 连忙压低嗓音道 小郎君 此番你是寿命出外 若不及时回复 只怕贿赂人口食 他略向前半步 靠近雷远 正色道 最好现在就找宗主复命 一身封城未去 正好显得鱼露艰辛 这是王延的老恋之处 却让雷远忍不住笑了起来 雷远慢慢躺倒在榻上 望着屋顶的梁木 室外传来搬动食物的声音 恐怕老仆糊涂 不知将商药藏到哪里去了 正在翻箱倒柜地找 他懒得提起 被邓童阻碍之事 只是慢慢问道 严叔 曹军有大量援军 自西方来的消息 你已经通报 给我父亲了吧 是 三天前即已报之 宗主立即就增派了 多只探马前出侦查 另外 还潜然通知了 在前方与曹军对峙的小将军 令他尽快退回 不要多做耽搁 王延想了想 又道 这几日里 父从百姓们的撤离 也在抓紧进行 前后已经走了两批 我听说 各位首领都会在第三批进山 再之后 便是小将军带领的断后人马了 雷元点了点头 能做的本来不过这些而已 既然都做了 那就很好 突然有股强烈的疲倦赶涌了上来 就像猛烈的浪潮 冲击着他的头脑 他强打精神道 你回去以后 我抵径探了探曹军的情况 还破进了曹军统帅的灰盖 射了几件 什么 这 这可真是大胆之举 王延吃了一惊 摇了摇头 将要说几句 又想起自己为人下属 终究不该指责雷元 于是转而问道 却不知曹军如何 曹军兵力大约在五万以上 荣马如云 搁甲要日 乃是训练有素的精致之师 军威不可逼世 统兵的将帅一丈华丽 很有可能是曹公本人 耳旁听的 王延明显地倒抽了一口冷气 雷远又道 曹公此来 视如巨石鸭卵 沿途必然耀武扬威 大势宣扬 其情形如何 我方的真旗 应当很快就有回报 因此 我本不必特意向家父禀报什么 小郎君 王延想要说些什么 雷远不理会他 接着道 我回来的消息 自会有人禀报上去 家父如果想要见我 也自会派人来找 你不必着急 王延约莫知道雷远的想法 那牵涉到父子家室 外人已经不便再说 恰好 此时 外院一阵人声 是婢女带着医者回来了 王延推门出去 引了医师来到内院 在看雷远时 他已经陷入了深深的酣眠 第21章 赵剑 当晚虚实前后 雷远才醒过来 室内一灯如豆 月光透过屋檐旁的树木和窗帘 在山墙上投下斑驳的黑影 他感觉到 自己的伤处都已上了药 重新包扎过 身上也换了洁净衣物 只是睡着的时候 出了一身汗 头发粘在额头 和汗字混在一处 背后也湿漉漉的令人不适 他挺身站起 发现强烈的虚弱感 似乎已经消失了 便推门出外 到前院去取水 来洗脸擦身 前院里很是热闹 院落一侧 有火糖 有灶 从骑们便聚在那里吃喝着 兴高采烈地谈论着 刚过去不久的惊险事迹 其中 嗓门最大的是 樊红樊丰兄弟二人 王延和王北被雷远 提前遣回报信 未能参与这一壮举 不由垂胸顿足 彼此吹嘘了一阵子 突然有人提起孙慈 于是 所有人瞬间安静下来 军情紧急 有些事情实在是没法照顾到 所以 孙慈的尸体 被曹操掩埋在某个山坡 想到眼下 曹军将至 大家都明白 今后只怕是没有机会去拜祭了 这一安静 雷远的脚步声就显得清晰 众人连忙起身行礼 雷远挥手示意他们自便 自己端着盆子到井边打水 距离水井不远处 李珍用柴盒搭来的架子 正手持刀子 给一条倒挂在架子上的死狗包皮 这条狗是他在回程路上射中的猎物 他从两条后腿的位置开始 把棕色的皮毛往下撸 露出白色的脂肪 金剑和红色的肌肉 随着他的动作 躯干上有血水躺下来 很快渗入到地里去了 李珍闷着头处理猎物 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 雷远站在身旁 雷远并不介意 李福说得不错 他的孙儿真的是个好猎手 这少年人过去几天 经历了太多了 做些自己习惯的事 再准备点自己喜欢的吃食 或许是他自我安抚的方式 虽然他处理猎物的地方 距离井水太近了点 雷远有点担心血污了井水 转头想想 众人撤离大营就在指日 还计较这个作甚 另外 韩章 这条狗如此肥瘦 只怕是吃多了腐肉 雷远终于忍不住提醒 李珍愣了愣 才明白雷远所说的腐肉 指的是什么 他瞬间想到了旷野中 无数人去悟空的村落 那里经常可以闻到 腐蚀的臭气 是野狗乐于出没的场所 李珍本人都经常看到 许多野狗撕咬着 彼此争抢从尸体中 拖出来的血腥腐烂的内脏 只是这个扮装孩子 有点懵懂 以前从没往这个方向去想 李珍的兴冲冲的脸色 一下子就变了 他嫌恶地把刀子扔了 走到院落的一角 坐下生闷气 雷远笑了笑 自顾自地小心避过伤处 把井水泼洒在脸上和身上 冰凉的水 让雷远觉得精神一震 他觉得自己有些饿了 于是披上衣服 先往灶台上的大锅里 勺了碗热水喝 然后问道 有什么吃的 有 有 从其们连声答应 他们纷纷起身 在火塘边让出一块空地 有人 把一个半埋在火塘边的福子提起 掀开盖子 里面立刻传来肉食的香气 一名叫富恩的 从其 原本正在火塘后面烹饪 这时候跑了出来 殷勤地替他支起一座 小小的木制壶床 带到雷远坐定 宋景又颠颠地从厢房里 搬出个案机 放在雷远面前 这样子的侍奉 怎么看怎么别扭 雷远知道 亲卫们想一词表达他们的亲近 但这帮粗人 突然小心小意地伺候 让人感觉着实古怪 雷远抬起脚 做事去踢宋景 你们休要如此作态 宋景咧着嘴笑起来 他有点夸张地侧身躲避 结果差点撞上端着福子的王颜 让开让开 小心点 王颜喝骂着 把福子放在暗戟中央 是才听他们吹嘘 才知道小郎君竟然如此 如此 王颜有些激动 以至于一时雌穷 索性知道 一路辛苦了 吃些好的吧 李珍忽然窜了过来 看看福子露出垂涎欲滴的表情 王颜笑着把这半庄孩子推开 福子里满满盛着豆粥 放了几块刚烤热的肉脯 表面撒了咸齿调味 炉江雷氏是地方土豪 不是忠明鼎识的高门 族中子弟自奉并不奢侈 这几年来 更是颇有些窘迫 对雷远来说 肉脯和咸齿 都是很少见到的好东西 也不知这帮户从 是从哪里搞来的 正当雷远食指大动 院门突然被敲响了 王颜去应门 很快又返回院里 对雷远说 将军派人来召小郎君 请小郎君现在就去一趟 来人可说明 有什么事吗 雷远看着福子里的食物 头都不抬 王颜垂手道 不曾说起 雷远不越地道 既不曾说 那就没有急事 且容我吃些东西再走 王颜连忙道 小郎君 眼下是敌军压境的时候 将军既然有诏 必有要事 咱们总还是要以大局为重 不能 好了 好了 我都明白 雷远打断了王颜的话语 他皱着眉头站起来 却迟迟不动 一众护从都面面相去 不敢发声 过了好一会儿 却见雷远慢慢地整理好发迹 袍 袍 随即向外走去 王颜看着他推门出去 想要追上去再说几句 却被郭靖喝止住 郭靖站在火堂边 双手抱胸而立 看着雷远的身影 消失在门外 这是父子间的事情 你何必多说 小郎君自有主意 他沉生道 王颜默然片刻 低声嘟囔了几句 不知从何时起 小郎君渐渐地变了 虽然对他依旧尊重 但王颜明白 小郎君的性格 愈来愈独断果决 他已不再依赖任何人了 对此 这位老君人的心中 有几分欣慰 也隐约有些失落 雷远不出怨落以外 见一名形容飘悍的 靖庄武士 正在等候 雷远认得 这人是谢木 他跟随父亲多年 是忠心不二的亲位首领 雷远向他拱手示意 跟着他往府邸中央赶去 走了没多远 他听到后面急促的脚步声响 原来是凡红凡风兄弟俩赶来 默默随时在后 雷远向他们笑了笑 继续向前 天色已经昏暗了 谢木举着松明火把在前 用隐隐绰绰的火光照亮道路 道路左右的很多宅院里 都传来收拾东西的声音 大不同于往日的宁静 还有一些宅院子黑沉沉的 已经人去院空了 想来 院落中的住户 已经跟着前队进入了深山 夜间的寒气透过袍芙 让雷远的头脑清醒了许多 雷远细细想了下 加上之前在议事大厅那次 他今年也只见过父亲五回 他并不觉得 父亲会厌恶自己 但父子之间的感情疏远 彼此缺乏信任乃是事实 这与母亲早是有关 其中 或许有许多上一辈人的恩怨纠缠 可能还牵扯到江淮间 政治势力和土豪家族的权力斗争 只是这一切都已识过境迁 无从说起 雷远觉得 既然身边既然没有眼睛蒙着黑布 名叫武竹的神奇剑客随行 纠结这些就没有意义了 只此危及关头 意图有违之事 不能被情绪所控制 当下重要的是尽快搞清楚两件事 一者 曹公的大军既然到来 寿春与合肥两地的曹军 必定会与之协同 那么 两方兵马会怎样配合协调 对局势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如果想得更远些 甚至坐镇清徐二周的威鲁将军脏霸 也会有所行动 不得不做些预防 二者 局势既然批变 原有的策略 也必须相应调整 屠服民众撤退的速度必须加快 顶在六线前线的雷修所部 原本是虚张声势已拖延曹军的 然而 曹军既已大吉 兵力就数倍于前 虚张声势 哪还会有作用 这支部队最好尽快撤离 不要自现死地 想到这里 雷远又有几分无奈 他毕竟不是实际领兵的将帅 甚至没有资格参与军役 对局势的分析 总有隔靴搔痒之感 或许 过一会儿能从父亲这里 得到更多的信息 当他穿过几道门户 掀起帘子 见到在昏黄光影中 半躺半坐着的雷修时 觉得雷修比几天前更加衰卖 只见雷修的面庞 似乎又瘦了些 脸色倒是比之前精神些 但眼珠子里遍布血丝 像是要突出眼眶以外 一个火盆就安放在踏边 爆起的火星 有时候洒落在他的跑脚 这个距离足以让常人感觉灼热男人 雷修却毫无所觉的样子 曾经身经百战 辗转荆州 扬州和豫州无数沙场 与兄长雷薄 并为强豪大将的那个勇猛汉子 已经不可避免地向生命的尽头走去了 这种场景 使雷远感受到自己内心深处 难以遏制的悲悯 不管怎么说 这个人毕竟是自己此世的父亲 他已经被疾病折磨到了这个程度 还依旧竭力担负着江淮之间 数万人的生死存亡 作为人子 或许应该想想 为他做些什么 他情不自禁地紧走几步 低声道 父亲 孩儿来了 雷薄看见自己的次子站在面前 想要说话 却剧烈喘息起来 像是风香鼓动般的声音 从他的肺腑中传出来 伴随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恶臭 弥漫到空气中 一名婢女双手捧着个铜盆 跪在雷薄身边 雷薄又喘了一阵 往铜盆里蒙吐出一大口浓潭 才慢慢地道 你回来半天了 也不曾想到 要赴命吗 非得我派人相请 雷远微微攻身 垂手不打 而雷薄发出了无声的痴笑 他举手指了指房间一脚 让雷远去看 第二十二章 老病 房间本身并不大 因为雷薄病重未寒的关系 四面还重重叠叠地架着许多帷幕 使得空间更加举促 几处竹台和火盆发出的光亮 被帷幕层层遮掩着 化作明灭的光韵 扰乱了雷远的视线 使得他瞪大了眼睛 才发现在房间的阴暗角落里 居然还跪了个人 这人鼻青脸肿 似乎是刚刚遭到了殴打 衣衫也多处破损 那明显是被鞭挞的痕迹 见雷远来看 他猛地扶手下去 还竭力把庞大的身躯 蜷缩起来 显得有些滑稽 雷远立即认出他来了 这不是邓彤吗 在一瞬间 雷远心中浮现出 对他上那重病之人的敬畏 纵使不能与那些 征战天下的英雄相比 雷薄依旧是能够在这乱世中 盘踞一方 屹立数十年不到的豪霸 哪里会是简单人物呢 虽然他已经老兵不堪 不负当年的雄武器盖 但在这前山大营中 没人能够欺瞒他 也没有人能够对抗他的权威 他已经用最暴力的手段 证明了这一点 看见了 雷远问道 是 说说看 你想怎么处置他 雷远喘着气 慢慢地倒 雷远扭头看看邓彤 沉吟不语 在雷远平静的注视下 这条大汉的脸上神情变幻 交替浮现着尴尬 恼怒和不甘 最后渐渐露出绝望的神色 雷远真不知道这粗猛汉子 也会有神情 如此鲜明灵动的时候 但邓彤始终贵服在角落处 不敢烧动 甚至也不敢开口求恳 不过是场误会罢了 邓屈长也是一片好意 哪里谈得到处置 雷远回过头来 徐徐道 雷远伸手拍打着床 他的侧颜 似乎在冷笑 喉咙中却只冒出 仿佛风香抽吸般粗嘎 而嘶哑的风声 过了好一会儿 才听他喃喃地道 好吧 好吧 雷远默不作声 邓童 雷迅扬声喝道 在 邓童西行向前 东东连声地 磕了几个响头 既然是场误会 你去吧 去吧 谢过将军 谢过小狼君 邓童欣喜若狂地硬朗 他不敢起身 就这么弯腰弓 背地倒退 从帷幕的下方 直接穿过去 似乎推开房门的时候 还差点被门槛绊倒了 沉重的脚步声 东东远去 雷迅向他的刺子 点了点头 邓童是个蠢货 但眼下正是用人之计 而他在领兵作战方面 比他人要强些 你能够不与他计较 我很欣慰 这突如其来的夸赞 让雷远有些不习惯 他摇头道 这是小事 雷迅略微皱了皱眉头 他与自己的刺子 虽不亲近 但不代表缺乏了解 与外界所知的不同 雷迅知道 雷远是胸有秋鹤的人 只是父子之间 说不清楚的种种牵扯 让儿子从不在父亲的面前 轻易表达感情 两天前 我方派出的真骑 与曹军临散小队冲突 虽然折损数人 却抓了个火口回来 据那火口交代 说 三天前有一支小队骑兵 冲击曹公本队 并且建设了曹公散盖 曹公因此不悦 勒令全军不得急躁 须得谨慎小心 缓缓行军 雷迅凝视着雷远 身在笔触的 除了你也没有别人了 这是你做的吗 是 雷迅愧叹一声 太危险了 当时情势所迫 若不如此 只怕难以脱身 雷远摇了摇头 不管怎么说 这是大功 此举给我们争取了 调动兵力的反应时间 使我们的应对从容许多 邓同说的没错 你回来的时候 我确实正在召集诸将军役 一直安排到此刻方式消停 我这个做父亲的 竟从来不晓得 自家孩儿会有如此勇猛大胆的时候 哈哈 雷迅沉思了半嗓 忽然轻笑了起来 这笑声似乎让房间里的气氛 变得松弛了一点 两人这次接触 似乎不像过去的许多次那样 引起不快 但这种较和缓的气氛 反而让雷远有些不适应 他微微俯首 避开雷迅的视线 新兵士才劝过我 雷迅继续道 他说 无论雷是宗族以后是投靠吴侯 还是刘玉舟 总是在他人羽翼之下寻饭吃 终究不能像现在这样独行其事 这样的话 你们兄弟几人如果都有成就 也好互相帮扶 我觉得新先生说的有点道理 另外 你也放纵的够久了 这些日子 他是做些事情吧 让我看看 以后怎么安排你 明天新兵会来寻你 你听他的 好 雷远点了点头 简单地回答了一个字 雷迅凝视着自己的次子 似乎想从他的脸上 看出愉悦的表情 却始终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如果是从前的雷远 或许会因为雷迅所说的话而欣喜 但现在 雷远相信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 因为父子关系 而患得患失的少年了 雷远冷淡的回应 是雷迅没料到的 他想了想 决定再对雷远多交代几句 然而 一口浓痰 突然涌到喉咙口 令他十分难受 于是他猛地清了清嗓子 大声嗨吐起来 婢女上前几步 用一块沾了热水的软布 小心翼翼地为他擦拭着胡须 擦着擦着 雷迅发出舒适的叹息声 他的脑袋慢慢地垂下来 似乎有些瞌睡了 那婢女有点不知所措 冲着雷远歉意地笑笑 雷远微微汗手 站立静候 过了一会儿 雷迅突然惊醒 他只起伤半身 怒气冲冲地倒 你的那个亲卫首领 叫王什么的 三天前就回来报信了 随后派出的少奇往来 也用不了几天 你为什么 今日才回来 军情如此紧急的时候 你去了哪里 嗯 如此懈怠 不害怕军阀吗 这又是什么情况 雷远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混蛋 怎么不说话 雷迅嘟囔着 似乎又骂了几句 可雷远根本听不清 他想表达什么 雷远原本努力去想 自己该怎样回答 突然间 灵光一现 意识到 某桩极其可怕的事实 于是 皱眉看看那婢女 立声问道 宗主最近经常如此吗 那婢女脸色惨白 露出将要哭出来的神色 半晌之后才到 这些日子偶 偶尔发作 一时开了平补清神的药剂 扶下后睡一觉 就好了 那你在这里做什么 还不快去叫医师来 去啊 雷远喝道 婢女慌忙 奔向后躺去了 来人 来人 雷远提高了嗓音 大声呼喝 呼声惊动了门外的人 正门忽然被巨大的力量推开 谢幕和凡事兄弟 互相挤撞着 谁也不愿意后退半步 最终猛地冲进室内 随着他们的动作 两块门扇撞击到墙上 发出光当一声大响 凡事兄弟立即位护在雷远身前 看来 在这兄弟俩的心中 雷远与父亲见面时的冲突 简直是应然必然 从无例外 两人用如此鲜明的态度表示 站在自己这一边 与威严的宗主对抗 倒让雷远觉得有些感动 而谢幕先急奔到雷远的踏前 随即回过头来 看着雷远 再看看如临大敌的凡事兄弟 他的脸色瞬间挥败 流露出仓皇而羞愧的神情 而雷远完全无视其他人 他依旧自顾自的喃喃自语 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 雷远叹了口气 上前几步 谢幕犹豫了一下 略微退开半步 任凭雷远扶着雷远的肩膀 让这胡言乱语的老人 慢慢地躺下 这时候 先前的婢女领着几名医师 捧着汤记之类的东西 从后堂匆匆进来 身为人子 这时候 应该寸步不离地侍奉在旁 可雷远觉得自己并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他先是退后些 让出地方工医师们失围 随即从敞开的房门中迈不出去 反手将门妃掩起一扇 谢幕连忙追着雷远出来 此时 又一名亲卫首领 名唤流霖的也赶到这里 眼看雷远立在院中 流霖微微一愣 随即挥手 让几名不下站得远些 作为追随雷远多年的侧镜 流霖与雷远打过不少次的交道 算得熟悉 他甚至是对雷远比较友善的几个人之一 可不知为何 流霖强烈地感觉到 眼前这青年 已与原来见惯的文弱形象 大相径庭 不能有半点轻忽对待 眼前 这人毕竟是宗主的儿子 或许他之前不受宗主的重视 可宗主的心意 究竟如何 谁也不敢确定 今后的事情 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小郎君 流霖不由自主地单膝跪地 色深开口 却不知接下去 该对雷远说什么 在他身旁 谢幕迟疑了一瞬 终于也浮身拜倒 我绝无怪罪两位的意思 只想确认下家父的病情 另外 这事情除了两位 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雷远叹了口气 徐徐问道 待到雷远离开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 王妍在自家院落等候的忧心 亲自带人去迎接 半路上 撞见了折返的雷远 小郎君 他想要问一句 却被雷远有力的手势阻止了 他只能跟在雷远身后 转头去看梵红和梵风 只见 一向有些跳脱的兄弟二人 脸色严肃 王妍靠近过去 尚未开口 梵红便摇了摇头 做了个无嘴的动作 言说 明云一早就收拾行囊 我们要走了 雷远突然道 是 第二十三章 不重 次日凌晨 院落里的人们就忙碌起来 从其们在前院里 收拾着必备的武器 粮食等物 雷远则把一捆捆竹简 或卷布排列在一处 再用绳子扎紧 这些都是他历年来的收藏 竹简是一些书籍 卷布则是他自己绘制的地图 书籍以兵书为主 地图主要描绘的 是江淮间各处显药所在 那是过去多年游山玩水的成果 还有些则源自于另一世的记忆 雷远将他们都细密地写画在图上 免得自己忘了 除此以外 他也没什么特别值得真实的个人物件了 三两下捆在牢固之后 他站到后院正房的门前 看着老仆和婢女进进出出 将母亲遗留的零散物品 一件件搬出来 放在屋檐下 雷远母亲的遗物本来不少 但他在遣散扑壁时 将其中绝大部分都分赠出去了 厨服以后又整理过一次 将贵重物品封还与雷远的裤藏 现在留下的 都是些零碎物品 比如衣裳 首饰之类 未必有什么价值 摆在屋里 也只是个念想 雷远在其中看到几把小刀小剑 那是母亲为幼时的雷远制作的 这些东西 有什么必要非得带着呢 都烧了吧 雷远叹了口气 转身出外 从骑门起得更早 他们收拾出的行李 已在院落中堆了起来 网言禀道 已经让樊红去找几辆车来 雷远点点头 过了半晌 樊红带着两辆牛车回来了 和他同来的 居然还有新兵 新兵除了不能实际领兵作战以外 各项事务无所不管 论身份地位 在整个淮南群豪抱团的体系当中 也只逊色于寥寥数人而已 更重要的是 雷远昨日知晓 雷远的病况 唯有新兵与两名亲卫首领 自始至终都如实掌握 故而此人堪称是心腹中的心腹 雷远不敢轻忽 连忙不出院门迎接 新宫 新兵的脸色清白 顶着两个黑眼圈 近几日 雷远的病情恶化 而他本人又忙于组织撤离 沉重的心理压力 和纷繁杂乱的事物一起 将他折磨得疲惫不堪 这种时候 也顾不上客套 新兵向雷远略行一礼 小郎君 昨日 宗主想来与你交代过 是 我都知道了 雷远略微加重些语气 新兵看了看 神色如常的雷远 低声道 前日起 宗主病情迅速恶化 甚至偶有神智昏沉之状 因为此事干系重大 我等侧镜 不得不将这消息严密隐瞒 小郎君 你该知道 江淮侯又名为联盟 旗下大有暗潮汹涌之处 所以 还请千万不要泄露 只做一切如常 新宫请放心 我知道轻重 雷远肃然答应 好 接着便说正事 新兵汉首道 自从宗主决心带领百姓们翻山撤退 实际负责事务的管事们 虽然竭尽奴顿之力 仍然觉得长有不歹 我和几位同僚商量过了 既然小郎君回来了 正好能帮忙分担些 需要我做什么 宗主所在的本队 今日就将出发 随队带走一批百姓 另外还有几步 也会于今日陆续启程 我想请小郎君出面 负责管理其中一步 新兵道 我闲散多年了 骤然担此重任 雷远想了想 这样安排 不会给新宫带来麻烦吧 小郎君不必担心 新兵笑了起来 昨日邓同吃的苦头 上下人等都看在眼里 因此 这安排想是妥当 雷远一时无语 做父亲的决心 与他的次子兵士前嫌 然后曾经被剥夺的一切 都要还回来了吗 这可真像前世那些 庸俗的小说情节 新兵走进一步 又道 宗主还告诉我 数日之前 小郎君领其队突破千军万马 执抵曹公本镇 闹出了好大的乱子 以至于曹公因此大怒 传令斩杀了负责 斥后的军官 又放缓行军的速度 勒令沿途严密不防 小郎君有这样的才能胆略 哪里还有担负不了的责任 雷远有些吃惊 他真没有想到 雷远还特地将此事通报给了新兵 一时间有些欣慰 又有些不适应 只是鲁莽之举 不值一提 以数十起扰乱数万之众 这是我平生未见的 甚至连想 都不敢想的英雄之举 如果这样的惊人之举 都不值一提 那我也不知道 世上还有什么事 值得提起了 新兵微微摇头 他扶正发官 整理袍袖 向雷远深深做了个一 或许我们所有人以前 都错估了小郎君 但这种时候 希望您不计前嫌 能够为宗族 为数万百姓尽一份礼 不敢当 雷远侧身避过 此时此地 唯有其心协力而 新宫但有所命 雷远无不遵从 甚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新兵招手 从隋缘中换来一人 这是我的部下 南阳人周虎 后继一英事务 都由他来协助小郎君 我另外有事 就不在此耽搁了 新兵匆匆而去 雷远送了几步 便折返回来 雷远忽然觉得有点激动 庸俗的小说情节 居然真的发生了 他终于获得了 期待已久的权柄 哪怕那权柄 小得可怜 哪怕在此时此刻 那一点点权柄 意味着巨大的危险 巨大的责任 新兵的称赞 又让雷远有些惭愧 他不觉得自己 真的做了什么英雄之举 类似像曹军的冲击 在雷远来看 只是一次军事冒险罢了 但这几日里 他先感受到了 护从们因此而对自己的崇敬 随后又连续受到 雷远和新兵的夸赞 这使他忍不住有些愉悦 他强烈地感觉到 过去长时间的韬光养晦 可以结束了 自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 担负起更多的责任 进而有所作为 但他一时之间 又不知道该做什么 正因为他拥有 常人所不具备的见识 所以他更明白 汉末乱世将要进入新的阶段 以天下为棋局的英雄 已经渐渐形成顶足之势 不会再有新棋手施展的余地了 那么 自己可以沉住气 去做一枚棋子吗 即便要做棋子 雷远也希望能做一枚 忠于内心所想的棋子 但他究竟希望在这乱世中 做些什么 实现些什么呢 他还远远没有想明白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茫然 同时却又享受这种茫然 本来前途就充满了未知 一时想不明白 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粉碎一切阻碍 坚持走下去 总会有想明白的时候 雷远用力握了握拳 竭力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 因为被新兵留在这里的部下周虎 已向他微微俯首 周虎是个年约三十许的书生 长脸 细眼 鼻子有点阴沟 他穿着一身皱巴巴的长袍 右肘夹着一叠板毒 没有带官 发际和胡须都乱蓬蓬的 像是很长时间 没有好好休息过了 雷远站在他跟前 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 周虎被雷远看得有些不自在 弯了弯腰 有些讨好的笑笑 周先生 是 周先生 当此时局 我也不与你矫情 星宫既有所命 可有令符凭证于我 有 有 周虎抬手往袖子里去掏 结果肘下 夹着的板毒 劈劈啪啪啪落到地上 他连忙攻身去捡 袖子里的木牌 又掉了下来 雷远也不催促 耐心地等待周虎收拾停荡 将木牌双手奉上 木牌黑沉沉地 上面用金铜之鼠 欠了几个字 这东西 便是所谓令符了 虽不如军中 同志的虎腹看河那般正规 倒也算有模有样 雷远将之持在手里 抛了抛 身为雷须的次子 这竟然是 自己多少年来 第一次接触到令符 此前不受重视的程度 可见一般 这东西 由你收着吧 雷远把令符交给郭靖 继续向周虎发问 交给我的不明 是什么情况 现在何处 周虎垂下头 在一叠板毒中 翻翻捡捡 抽出一张来 小郎君 这一步预计是 紧随在宗主的本队之后行动 按照起初的预计 大约有2500人 其中包括了宗主所属的 布曲 近百人 扑壁奴隶三百人 屠付145户 1000人左右 另外 有两家与我们亲善的豪强 也在其中 分别是 卢江安丰凡氏 汝南不安皇室 凡氏人丁大约600 皇室 人丁约400余 这些合计便是2500人了 然则 这几日里 逃亡到大营投靠的百姓见多 所以 您还需要额外 带上四五百零散百姓 布取100 扑壁奴隶300 屠付1000 豪强所属1000余 零散百姓数百 雷远伸出右拳 抱一下 只起一根手指 可是如此 周虎应道 正是 正是 雷远转向势力的凡氏兄弟道 卢江安丰凡氏 是你们的本家吧 樊红笑道 凡氏家主名唤凡上 乃是我们的堂兄 雷远略汉手 继续向周虎发问 这些人 现在是集中注扎 还是分散各处 集中注扎的话 在哪里 分散各处的话 又各自在哪里 周虎这人 形貌中透着一股畏缩 仿佛是个庸人 但此刻手上翻着版读 口中回报 却又如数家珍 言辞里信心十足 毫不迟疑 不娶就在东面的寨子里待命 顺便看守粮食 帐篷 被俘 旗帜 车马等一英物资 凡我雷氏所属扑壁奴隶 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山下 乔家傲左近 分为六处巨主 只带号令 随时可以点齐人数出发 屠夫宾客们 都提前在南面山口等候 两日前 我们在山口设了转运营地 凡氏和皇室两族 无需我们安排 他们在大营中均有宅院 自行收拢不重 至于零散的百姓 小郎君遣人出外看看 顺眼地随便凑四五百 带走便是 我明白了 雷元想了想 向王言吩咐道 严淑你留下 把我们自家的食物都上装车 其余的人尽快结束停荡 我们先去东面寨子 会合不娶 他转向周虎 客气地说 劳烦周先生与我同去 应该的 应该的 周虎连声道 第24章 不娶 前山大营 是位于群山中 一系列城寨的统称 雷氏宗族所占据的 是位于核心处的若干显故城寨 成为军事堡垒 一无不可 这些堡垒 南一大山 北面有爱口阻隔 爱口左右树里 各设有一座寨子 成鸡角之室 两座寨子 都可以囤住数百人 现在提供给 由各地返回的布局 宾客之流 集中囤住 雷元岭二十余骑奔出爱口 不过片刻就到了东面的寨子 寨子的大门没有关闭 进进出出的人 各色打扮都有 也不好判断是什么来路 办什么事情 只觉得 个个都行色匆匆 门边上有几个管事模样的 带着人维持秩序 登记进出 周虎上前说了几句 几名管事 即便挥手放行 雷元等人 持马而入 依着周虎的指示 找到了一处营地 这营地甚是简陋 四周用粗大的原木 制成围栏 里面是一排排的 低矮藏屋 藏屋有些年头了 墙皮大块大块地破碎剥落 门窗也陈旧漏锋 墙根生满杂草 有些潮湿的角落 居然还长着色彩斑斓的蘑菇 然则天下的军营 通常都是如此 没什么好介意的 周虎又抽出片版毒 向雷元介绍道 预定化归 给小狼军统代的部曲 便住在这里 容我看一看 这些部曲分成两个队 合计93人 两个队的队率 都是临时任命的 分别是邓香和和中 我再找找这两人的情况 嗯 邓香暴躁好斗 和中轻挑无礼 两人的下属 既有四个十掌 二十二个五掌 因为他们 本来都分散在各处田庄 所以只有四个十 倒有二十二个五 小狼军之后 可以自行整编 说到这里 周虎又翻出另一片版毒 另外 他们负责看守的物资 就在寨子的大仓里 其中 粮食既有素三百胡 豆卖三百胡 桑胜杂鼠若干 武器既有 嗯 小狼军要不要去看看 雷远笑了笑 物资什么的 不急 我们先看人 他探头望了望营地里的长屋 问道 你说的九十三人 都在哪里 这一行棋队声势不小 又在营门立马办上 居然没有人出来迎接 一排排掌屋里黑洞洞的 好像没有人在内 恰有秋风吹过 将几片木门吹得滋滋嘎嘎嘎 来回山洞 撞到了墙 发出光光大响 也没有人理会 从骑门面面相去 有人忍不住笑了出来 周虎脸上一红 急忙道 这些人的营地 是我亲自行闻安排的 不会有错 营地的后方 忽然传来一阵巨大的欢呼声 打断了他的话 雷远双腿一加马腹 去看看 绕过几座长屋 便到了营地后方 那里本有的围栏朽烂垮塌了 只留下一排两尺来高的木桩子 营里的人可以轻易出外 垮塌的围栏外 正好是一处山坳 山坳中央 有一个大约两丈建坊 持许高的土垒 土垒上 两条汉子拖的金翅 正在空手搏斗 土垒之侧 近百人正在兴高采烈地观战 粗粗一眼看去 只见到这批人个个都松松垮垮 七歪八倒 有人脱了半边衣服 裸着半边膀子 有人瘫坐在地 仿佛没了骨头 有几人勾肩搭背 高谈阔论 有几人垂胸顿足 替一类交流 再看了一遍 这群人竟然没一个携带武器的 真不知他们来到大营是要作甚 这些人明显分成两批 各自围着首领模样的人 在土垒东西两面聚落 两名首领坦兄俱作 想必便是周虎所说的邓湘 河中两名对帅 两人身前都堆着些铜钱 分明乃是赌资 此刻 台上各自较大的汉子 占了上风 已将对手压在身下 挥拳乱打 于是 西边那批人 得意洋洋的振臂高呼 更有人向对面 做出种种污秽姿态 其壮不堪入目 事才巨大的欢呼鼓躁之声 便是这批人发出的 大敌将至的情形 所有人都已知道 笔辈居然还有赌斗取乐的心思 实在是颠三倒四到了极处 更不消说军中私斗 乃是死罪 军中赌博 也是死罪 显然 这些布曲素日里缺乏约束 肆意忘为惯了 此刻的形状 简直与土匪流寇无异 郭靖立马于雷远之侧 这时候冷笑一声 露出贤雾的表情 周虎甘笑一声 小郎君 咱们这次召集的人手极多 难免 可可 难免泥沙俱下 我早知自家的布曲 大多如此 雷远不禁叹了口气 此辈自受招募以后 就被分散在各处田庄里 平时既无训练 也无教乐 只做些看家护院的杂物 偶尔装出凶恶样子 与邻里争水争地 他们的身份 又与田庄里的奴客不同 因此自高自大 全无约束 时日即久 便沦落成这副侠惠样子了 说到这里 雷远又叹了口气 一直以来 雷远的待人接物的习惯 都与他人有所不同 或许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 缺乏对森严阶级的认识 因而无论是对地位高的人 亦或是地位低的人 他都温和可亲 从无凌人盛起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雷远也很不愿意与人结怨 因此 从不使用激烈手段解决问题 宗族中人由此认为雷远性格文弱 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眼下这时候 套用一句后世常用的话语 所谓时间紧 任务重视野 想要和和气气的办事 只怕缓不济集 所以 少不得要用些强硬的办法 好在 他颇有几个手段强硬的不暇 雷远侧过身子 看看郭靖 这名眼里不掺沙子的军人 还在皱眉 小郎君 带着这般废物 只怕路上无用 突然添乱 郭靖说话的时候 斜眼溺视着周虎 显然是怀疑 这次做过什么手脚 雷远倒不怀疑周虎 他早晨才答应 新兵带领这一部人丁 随即就到这里来接收布重 哪有什么做手脚的余地 何况昨日 邓童的遭遇 这些管师们应当都清楚 这时候出来添乱 怕是存心作死 他笑了笑 到 再怎么样的废物 总算是个班底 至于如何让他们派上用场 老郭 这便要你来想办法了 郭靖眼神一亮 小郎君的意思是 雷远探出手臂 将掌中 鞭烧指着眼前场面 给你十个人 再给你半天时间 我不求别的 只要彼等另行静止 能做到吗 郭靖劈劈劈啪啪地摁着执掌关节 您笑道 能让他们吃点皮肉苦头吗 雷远放低声音 只要不出人命 其他任你失为 如何 遵命 郭靖毫不耽搁 他搓唇做一声呼哨 侧马直冲向前 十名骑兵列成横牌 紧随在他身后 雷远布下的轻卫 本来是他花费数年时间 解衣推食 而纠合起的精锐 他们一同经历了此前突击曹公本镇 出生入死的挑战之后 更如顽铁 酒精魔力 忠诚利刃 气势丰锐无品 图磊四周的部曲们 正在专心作乐 但听得提声如雷 十一骑狂风般卷来 马上乘客 都是披甲带刀的矫健武人 马匹 也都是精选的高头大马 人如虎 马如龙 瞬间撞入人群之中 十一条长鞭 带着尖利的呼啸 劈头盖脸的猛抽 十一把连翘长刀 对着头脸连连痛打 再加上战马往来冲击 场地内兴高采烈的呼吓 瞬间化作鬼哭狼嚎 赌徒们满地乱窜 屁滚尿流 两名队帅之中 东面的那人 身材削瘦 动作颇为敏捷 骑队们奔来的瞬间 他便跳跃起身 随后更连续避过两次冲撞 去个空子便发足往远处狂奔 然则在平地上奔走 任他两条腿 再怎么矫健 怎么跑得过战马 从齐富恩轻斗缰绳 侧马自后赶上 回手一刀鞘正中他的面颊 顿时让他七昏八素地摔倒在地 较至于东面那耸人 西面那名对律倒有些胆略 这人年约三十许 满面求然 身高体壮 脖梗上有条老长的刀疤 看上去就是个凶狠的 他大声叫嚷着 将几名部下聚集在身边 背靠着土垒做顽抗姿态 两名从其催马过去 因为毕竟不是战场 不能全力冲击 竟被几人捡起身边的木栅 意齐发力将马匹推散开了 哈 雷远伸手指点道 这丝颇具永汉 应该就是邓湘了 刚才那跑得快的小子 便是何忠 正是 正是 周虎道 这时邓湘看见了 立马观看的雷远等人 他私声喊道 是哪一位将军在此 小人等不是外人 乃是如将雷尸不娶 有什么得罪之处 都可以好好谈 莫要伤了何切 雷远身后的凡红凡风 两个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邓湘这方话 倒也算得不卑不亢 软硬兼施 看来这邓湘昔日 或许还是侠客出身 很有几分唬人的手段 只可惜 此刻收拾他的 正是如将雷尸的小狼君了 郭靖看了看 邓湘所在的位置 带马绕了个圈子 从侧后方靠近 此前他带人 纵旗突入之时 土壘上两条汉子 正斗得激烈 全没在一道四周情形 带到肥壮大汉 击败了对手 抬眼却只见一片混乱 正茫然不知所措 郭靖催马加速 一盏长鞭 勒住他的咽喉 随即借着马匹的力量 将只飞拽起来 肥壮汉子跌跌撞撞了几步 便从土壘上方直摔下来 狠狠砸中了邓湘 这肉弹重达百数十斤 自上而下跌落的力量 更是非同小可 邓湘只觉筋骨欲裂 惨叫声中 两人如滚地葫芦般倒在一处 又带翻了身边数人 再过几个来回 场中除了郭靖锁步骑士以外 近百人 靖数堂倒在地 身影者有之 贺骂者有之 却再没有一人敢于站起身来 雷远勒马回头 向周虎笑道 周先生 现在我们可以去减点物资了 遵命 遵命 第25章 契城 淮南群豪在本地盘踞多年 根深蒂固 曹军的一举一动很难忙过他们 因而身在前山大营的新兵得知 曹操亲自率领大军来袭的消息 只比雷远晚了两天而已 雷远尚未返回大营 新兵一安排了信使 传递给率军驻扎在陆湾的雷修 雷远忙着整顿自家队伍 开始进入连绵前山深处的时候 雷修收到了这封急信 信是雷远亲笔所写 只有寥寥述数行 内容很简单 只说了一件事 曹操大军汇集 前山大营中的各部已抓紧撤离 断后部队或站 或守 或走 全由雷修决定 雷修是雷氏宗族上下公认的继承人 又统领着淮南群豪 凑出的精锐部队 他有这个资格 也有这个责任 这封信 现在被雷修握成了一团 漫不经意地丢在了地上 玄疾被正在收拾各种往来文件的轻卫捡起 扔到一个火堆里去了 雷修踏步走到城楼以外 只见驻扎在城池北面的曹军兵强马状 铠甲要日 枪毛如鳞 其营帐与阵列 由东至西 无边无际 将其面面高耸 处立其间 向远处眺望 可以看到林木被砍伐 那是正在制作各种工程器械 又有骨脚之声 此起彼伏的灌入耳中 仿佛陆安城盼得滔滔笔水 昼夜连绵不绝 恍惚间 就连脚下这座矗立千载的古城 都为这种声势所动摇 曹军是在五天前进入卢江的 按照雷修的判断 数路人马合计 兵力将近三万 按照初时的计划 雷修立即聚集各家好友的本队旗帜 大张旗鼓地招展于卢江各处成寨 做出自视实力雄强 意图顽抗到底的姿态 这姿态唬住了曹军两日 然而当曹军向各地分遣重兵 逐一拔除 倾向江淮好友们的物宝和庄园时 雷修却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救援 几次接触都不得不率先撤退 于是就此暴露了实力虚弱 毫无顾忌的曹军声势大张 而雷修唯有步步退缩 数日间 他能够掌控的便只剩下区区一个陆安城 弹丸之地 孤城一座兵威将寡 全军上下都敢风雨飘摇 没前两天前就劝他尽快撤离 可他又不甘心 他本以为自己能够战胜敌人 光荣地后撤 现在 他虽已经放弃了这个念头 却还想多坚持几日 至少让这次断后的军事行动不致狼狈 不过 这也已是奢望 这两天里 因为曹军重兵分遣在外 曹军用来威逼陆安的部队稍有削弱 但明天或者后天 曹公本人所领大军就会抵达了 雷修可以确认 此刻便是最后的撤离机会 勺北东面的寨子 现在已经一个都不剩了 最迟明天晚上 寿春的曹军就会大举折返 重新包围我们 雷修的副手 曾经担任他亲卫首领的取长贺松说道 不过 好在曹公亲领的大军上位 他奶奶的 闭嘴 说这些叫人心烦 雷修骂了句 你不晓得 今天早晨 猴斥在阵前抓了个曹军的都博回来 据内斯交代说 前两天 有人亲戚袭击了曹公本队 这才让曹公放缓了行军速度 否则 今天就已经到陆安城下了 竟然有这种事 谁干的 这简直是 贺松吃了一惊 我乃知道 雷修沉着脸 离开城头沿着涌道向下 他自言自语地道 是该走了 再不走 可就走不了了 陆安城并不打 城内的居民 绝大多数都逃散了 留下的一些 口粮都被搜掠一空 只等饿死 此时满城上下 能活动的 都是雷修属下的战士 但他们的数量不多 并不足以在曹军的猛攻下 守住城池 就在刚才 雷修传令所有可战之兵 都在东门内侧待命 只留下重伤员和老弱在城头 举着惊奇 虚张声势 雷修走下城墙 便可以见到 持长刀的夹士们 列成掌长的横队 后排则是数量较多的 持长矛低士族 这些是江淮豪族们 专为断后集合起的精锐 其中 有许多人参与了 劫机张喜的战斗 经历了与曹军的多次对抗后 他们已经剧烈检缘了 能够站在雷修面前的人 绝大多数都假咒破损 刀剑断裂 还带着轻重不一的伤 两百余名骑兵立马于部队之策 其中包括了雷修本人的亲近从骑们 从骑见到雷修走近 牵着马迎上前来 雷修摇了摇头 再等等 太阳渐渐吸斜 他站在城楼的阴影下 一动不动 秋风卷起城内屋顶上的落叶 从寒光闪闪的利刃和甲轴旁飘过 慢慢地打着旋儿落下 战马不安的低声思鸣 将士们偶尔窃窃思语 转过头来 依旧充满信心地 看着他们鹦鹉不凡的小将军 虽然局面越来越不利 然而 雷修的骁勇善战 足以设服他们 使他们坚信 最后必然胜利 脚步声响起 几十名神情彪悍的护卫 簇拥着梅钱 从城墙下面的道路转出 梅钱甲昼齐全 窥元压得很低 遮掩着泛着蜡黄的脸色 他的脚步很稳 但手臂却搭在一名护卫的肩上 雷修看得出来 因为过于用力 手腕上浮起了青筋 等到梅钱来到身边 雷修压低声音 怎么样 能坚持吗 没问题 你这私修想 把老子拉下 梅钱恶狠狠地道 雷修嘴搅动了洞 甘笑两声 算是对梅钱的回应 他一向不喜 梅钱阴沉狡诈的性格 但此时此刻 毕竟 梅钱是亲自领兵支持的 豪族大首领 平日里再如何 这时也得客气些 他叹了口气 可惜叙之不在此地 若他在此 说不定有更好的主意 就无需你这老头去玩命了 在这个时候 他感觉自己强烈地 需要那个多谋善断的兄弟 没钱不达 只是冷笑两声 说话间的功夫 天色渐渐陷入黑暗 士族们 点起的火把 在萨萨寒风中 明灭不定 铠甲渐渐冰凉 雷修却感觉到 手心有冷汗渗出 沾湿了绑在刀柄上的 层层布条 多年来 他都是如江群豪之中 最勇猛的战士 临阵厮杀 从不晓得何为畏惧 但这时候 他的决定 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生死 更关系到数千将士的性命 甚至还紧密关联到整个战局 关联到依附于 江淮豪友们的数万百姓 这时候需要的 不仅仅是勇敢无畏 再怎么坚强的人 在这时候 也难免心神动摇 一名侧耳伏地的小校 抬头禀报 曹营中的声响 渐渐停息了 因是开始埋锅造饭 雷修点点头 看了也没钱 没钱挥了挥手 行军打仗的事 你小子说了算 雷修纵身上马 挥手示意 早已做好准备 低士族 轻手轻脚地推开城门 先打开一条 仅供一人闪身出入的缝隙 几名士族前出去探查了半场 又陆续回来了 向雷修比划了代表安全的手势 于是 守在门边低士族慢慢地 将城门推到敞开 后时木料制作的城门 压在门轴上 发出滋滋嘎嘎嘎的暗哑声音 这声音在黑沉沉的门洞中回荡着 虽然明知远处的曹军 不可能听见这响动 众人仍然屏住了一口气 仿佛屏住呼吸 就能减少被曹军发现的几率 雷修沿着门洞向前 站在城门口 往北面的曹军营的 看了半场 隐约可以见到营地中灯火依旧 往来巡逻走动的身影依旧 唯独人生略微嘈杂些 那是军队中分发范式是难免的 自古以来 军法森严 动辄斩首 只有吃喝的时候 才会允许士族们稍微放松下 跟我来 雷修低声传令 带头出发 走出若干部 转回首 只见洛安城的城头上 直守的 打羹的 巡逻的聚在 每隔数十不点着的灯火 依旧明亮 那些都是身受重伤的袍泽们 假扮的 他们豁出去 性命不要 只为了 瞒过曹军一时 两千许人马 在野地中前行 大部分火把都被熄灭了 反正看不清前方 道路也不要紧 每个人紧跟着前一人 伸一脚 浅一脚地走就是了 所有骑士 都提前用后部 包裹住了马蹄 牵着马不行 小心翼翼地走了大概四五里 绞天之幸 没有遇见敌人 贺松妈拉 把额头的汗 小声说道 运气好得很啊 走了这么远 居然没有遇见曹军少奇 话还没说完 队伍左侧 木然间喊声大作 数十名曹军少奇 也不知怎的 突然间从一道土坡后 撞了出来 顿时发现了前行中的队伍 他们一边吹动号角 一边纵声呼啸 整支队伍猝不及防 阵脚大乱 你住嘴 住嘴 雷修向贺松怒骂两句 策马持枪 向着曹军少奇奔走之处 直冲过去 冲不多远 一阵剑雨 从前方黑暗中袭来 雷修身边竖骑 瞬间中剑 翻滚着落马 雷修大声贺骂着 将长枪玄武的 如风车 野四 劈啪碰撞声中 连续拨打开启之箭时 他将马匹的速度提到最高 再冲数十步 猛地泄入曹军少奇的队列之中 两名骑兵持长矛 从左右两侧向他刺激 一曲前胸 一曲下腹 雷修猛侧身 闪开刺向前胸的长矛 随即吐气开声 将刺向下腹的长矛 拨打到一边 这时 战马相向冲锋的高速 已使双方擦身而过 雷修全力仰天堂倒在马背上 持枪向后猛刺 一名曹军骑兵背后中枪 惨叫一声落马毙命 这时 雷修身后从其大致 彼此白刃相接 各自死伤了十数人 曹军少奇毕竟数量较少 眼看损失过半 慌忙退走 雷修策马人立而起 高举长枪挥了个圆圈 大声道 都不要慌 继续走 继续走 与此同时 曹军的大营中 显然也听到了少奇们的传讯 只听咚咚咚的沉闷战鼓响声传来 无数火把被点起 原本昏暗的大营 瞬间亮如白昼 在火光映照下 一股又一股的步骑从大营中涌出来 就像一只巨大的猙獰猛兽 开始舒展他奇长的手臂 陆安是肯定完了 没钱的伤势 使得他无法承受骑马时的颠簸 于是 部下们用布料在两匹马之间 搭了的布兜 让他躺在当中 他在部下的搀扶下起身 眺望了一会儿 疲惫地躺回布兜里 一旦曹军发现陆安是空城 马上就会出兵追击我们 他奶奶的 你瞎了吧 雷修骂道 追击的骑兵 现在就已经出动了 没钱老眼昏花 他却看得清清楚楚 追击的骑兵们 确实已经出动了 那些骑兵们高举的火把 在夜色中 汇成了洪流 那洪流肆意翻卷着 不断延伸敷展 而其席卷的方向 正是这里 你们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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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修纵声大吼 我来断后 第26章 深山 深秋天气的秋鹤间 近风呼啸 漫山遍野的树木 哗哗作响 发出潮水涌动般的声音 天空中浓云低垂 遮挡了阳光 使得山谷中的环境 愈发阴沉暗淡 幽深的峭壁 在此处陡然弯折 于是 长长的队伍 被切割成了几段 留在雷远视线中的 只有靠近自己的数十人 前面 后面都看不见人影 过了一会儿 突然听到有人呼喊着 当心 当心啊 随即某处有 驼晕物资的马匹尸体 沿着斜坡翻滚着 一直落到侧面 深深谷地中去了 马匹的躯体 与岩石反复碰撞 发出阵阵回声 凄惨的丝鸣 随着谷底的寒气 飘浮上来 令人心惊胆战 小狼君 前方的岩壁凸起处 刘灵手扶着湿漉漉的岩壁 向雷远招呼道 为了避免堵塞道路 他从弯道的辖缝间挤过来 半边身子 都被岩崖间的 匆匆糖水淋湿了 雷远哗啦啦地 踩过遍布碎石的小鹿 扶了他一把 怎么样 前队已经到了 可攻休息的山坳 正在搭建营帐 你这一队人如果快些 也能及时赶到 刘灵匆忙说了几句 又要继续往山道的后方去 这时候 已是淮南群豪们 大举撤入南方山区的第三天 组织大规模的民众翻山越岭 沿途事物之多 之杂 之乱 完全超乎想象 雷迅的亲卫们 显然尤其辛苦 进山才几天的时间 这名相貌威武的汉子 已经瘦了一圈 颧骨明显的高耸出来 他刚迈步 雷远探身过去 一把抓住刘灵的胳膊 我是说 宗主身体如何 他压低嗓音问道 刘灵连忙道 放心 这几日都好 雷远松开手 刘灵匆匆往后奔去 这几日里 一因大小事物 稀绝于新兵 而谢幕 刘灵等人 不仅加强戒备 还要往来督促各队行径 却也耽搁不得 雷远看着刘灵和护从们的身影 消失在另一面的岩壁 漠然许久 虽然他与雷迅之间 殊少亲情可言 但依旧能够体会到 出自血缘深处的忧虑和关切 只是 不知道雷远身边那些医师们 究竟有多少能耐 以雷远本人的判断 恐怕病情很难控制得住 郭靖跟上几步 小郎君 宗主那边 可有什么吩咐 所以我们动作快些 雷远淡淡地道 他终究没有多少时间 用来担心雷远的健康 带领着上千人的队伍 长途跋涉 是非常困难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有太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了 过去的几天里 雷远带着这样一支七拼八凑 男女老又齐全的队伍 每日在深山中跋涉 起初 地形还略平缓些 道路也勉强经过整修 到了后来 地形渐渐崎岖 道路蜿蜒曲折 还时不时需要 分散到各处小道 避开大路拥堵 在小道上 他们每走一段 就要停下来查看四周地形 以免迷失方向 沿途还必须远步岗绍 驱散山中的猛兽凶情 有时候 所选择的道路 年久失修难以通行 又有的时候 他们必须调动人手 在密林中生生 开辟出道路来 纵使如此努力 也难以避免 事先想不到的麻烦 昨日的午时 到晚间 他们与雷远所在的本队 断了联系 别说雷远等人 一度就连精选出的向导 都不知道 自家到了什么地方 待到深夜 当他们终于到达 预定的开阔平地 与本队会合时 所有人又饥又渴又累 几乎濒临崩溃 更不要提长途的 翻山越林本身 就是最艰苦的磨难 仅仅两天的时间里 就有十余名老人 游进灯窟 硬生生累死了 还有些老人主动脱离了队伍 情愿在深山老林中 自生自灭 那便等于是活不成了 这是雷远不愿见到的 这样的场景每次出现 都是对他的折磨 使他感到深深的内疾 但他的内疾并没有实际的作用 只是让所有人都知道 小郎君的心软而已 反倒是队伍中的人们 对此很是坦然 有人甚至提出过 不妨抛弃老弱妇孺之流 轻装前进 这个提议 立刻遭到了雷远的怒斥 他随即给所有配备 马匹的人下达命令 一律将马匹 让给支撑不了的老弱乘坐 而这个命令 又遭到了某些人的抵制 要不是以郭靖 王延为首的亲卫们 十分得力 差点闹出新的乱子来 好在到了此刻 整支队伍已经慢慢地疏离有序 无论是心甘情愿 还是迫于无奈 绝大部分人 都已经服应于雷远的指挥了 雷远吩咐向导 与凡氏兄弟二人加速前进 自己领着几名亲卫 站到路边的一块巨石上 等待着后继人员的到来 巨岩大约两丈多高 位于山道的外侧 下林深谷 平整的顶部 能占十几个人 当雷远攀上顶端时 可以看见深谷对面弯弯曲曲的干河河道 和宛如起伏波涛的连绵山地 某一支与雷远所不平行的队伍 就在这河道与山地间蜿蜒前行 两支队伍齐头并进 已经几个时辰了 因为没有旗号 不知道他们是由谁带领的 粗看过去 那支队伍大概有一千人 携带的资重物资 比雷远所不更多些 这些人和车马 散在不见尽头的山地丘陵之间 只显得渺小 令人油然而生萧索之感 这时候 归属雷远带领的队伍 也从巨岩的下方 从左至右 依序经过 最先通过的 是本来就紧随在雷远身后的 一对精壮汉子 这些人的服色各不相同 但都配着还手刀 提着竹目萧之城的长矛 还有人背着攻势 行动间 他们不仅显示出步履矫健 队列也有点样子 这批人有两个来源 主要便是前几日 被郭靖等人狠狠收拾过的 那批布局 另外 也包括行程中 被吸纳入来的轻壮 雷远见到了 排在队列中央的河中 这次的脸颊还肿着 门牙也崩掉了两个 那便是遭到 傅恩一记重击的后果了 那日之后 河中便被耻夺了 队列的职位 如今赞冲一个五掌 有趣的是 冲他下了狠手的傅恩 在那日里 被任命为了使掌 恰好是 河中的上司 走在他前头 邓湘也在队列中 雷远记得清楚 那日里 邓湘是仅有的敢于 纠和部下赋予顽抗之人 周虎说他暴躁好斗 一点没错 然则此人 又有极其圆滑的一面 郭靖披露雷远的身份后 此人第一个站出来输成 据说还当场诚恳自责 言辞慷慨 以至于潸然泪下 如此妙人 当然可以移用 因而他现在乃是一个使掌 近数十年来 江淮一带兵连祸节 无数势力各举兵力 彼此攻杀敖战 期间免不了各种征钉抓服 邪果入军的操作 这些军队失败溃散后 很多散兵游勇 又被招募成了豪门大家的私家布局 河中 邓湘这批人便是如此 不少人都有过从军的经历 经过郭靖王延等人严厉的整肃 很快就有焕然一新之感 这数日里 无论是逢山开路御水搭桥 还是维持秩序镇压躁动 这对人都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雷远挠了挠河下 数日未曾修剪的短姿 开始考虑对他们稍微加以未免 未免之后 当然会有更严厉的训练 更严格的约束 然后再予以更精良的武器 使他们成为能够战胜强敌的可靠军队 眼下这些人 只是最初的起点罢了 还有很多事 需要一步步地慢慢去做 为了这些部曲们牢牢控制住 雷远将原先地从骑门分成两组 一组配入部曲队中 充任使长之职 另一组依旧为轻卫 郭靖和王岩这两名轻卫队长 则每日轮班 一人在雷远身边 另一人则带领部曲 今日负责带领部曲的是王岩 他走在队伍的侧面 数十步以外 便迎着雷远的视线作一行礼 雷远向他挥挥手道 严书 宿营帝就在前头 快些走 随后来到的一行人数量不少 男女都有 队列中有罗马和独轮车 车上满满地堆积着米粮和各种物资 这些人的面色较其他人红润些 显然平时的小日子过得不错 在这支队列中 分散着不少手持公母的骑马五人 还有几人竟然披着简落的铠甲 生活在乱世之中 百姓持刀剑公使之类防身 那都常见 但公母铠甲之类撑得上重器 不仅价格昂贵 制造也很困难 能够配备得起 那已经是颇有家底的势力了 这一整批人都是一个家族的 大部分男丁都姓凡 还有些是凡氏的殷亲 宾客 布局 卢江凡氏 乃是与雷氏多年守望相助的铁杆盟友 规模虽远不如雷氏 却也堪称根深夜貌的大宗族 如今曹军压境 凡氏放弃几代人经营的故土举足追随 这份情谊更是非同寻常 雷远身边的凡氏凡丰两兄弟 便是这家的嫡系子弟 两兄弟的身份类似于同伴 不同于其他情味 雷远知道 对这一族不能以寻常相待 于是从岩石上跳了下来 快步迎上前去 凡氏队列前方 一名高个子的黑袍人跃身下马 紧走几步 这人大约三十来岁 身材健硕 鼻梁高挺 相貌与凡氏兄弟有几分相似 乃是兄弟俩的堂兄 现任的凡氏族长凡上 第27章 追兵 这位凡氏族长的情况 周虎在他取之不尽的版读中 也有简略记载 此人年岁不长 在族中的辈分也不高 数年前其父过世的时候 族中本来多有蠢蠢欲动之人 异于另立族长的 但凡尚本人颇具勇力 又自幼喜爱结交勇士 盗匪之流 行事的手段十分凶悍 所以在族内的冲突中 很快占据了上风 继承了族长地位 更详细的情况 版读中没有提起 但雷远猜测得到 凡尚的父亲 很可能是为几个顶级大豪族 干黑活的打手头目 他虽然身死 却将私属的武力 交给儿子带领了 如此一来 凡氏族内那些田庄主 怎么会是凡尚的对手 大概是从小习惯了 和来路不明的武人打交道 凡尚的性格豪爽 不爱凡文入节 又因为 凡红凡封两兄弟 是雷远的从齐 天然就多了层亲近的关系 他这几日里 与雷远相处得很是愉快 雷远隔着老远 就满面春风地打招呼 兄长一路辛苦 我们不过是跟着走路 辛苦什么 凡尚哈哈笑着答应 别人如何 我管不了 我家的人有敢叫苦叫累的 先吃一顿打 翻山越岭 确实是辛苦的 但凡氏宗族准备既很充分 组织也比较严密 因此状态都还不错 凡尚更是精神十足的样子 虽然遭强敌驱逐 而背井离乡 神色却丝毫不见半点沮丧 雷远与凡尚寒暄的时候 队列中持有公刀的数十旗闪出来 往雷远这边靠拢 凡氏族人行进的时候 各种车马之类已经将山路全都占据 这些骑士也是胆大 便在山路外侧 及其接近深谷的崎岖岩石坚策马 随着他们的行动 不少细碎石块速速滚进山谷中 沿途携带了更多的土石 最后发出轰然之响 这一来 数十旗的声势 竟然称得上宣赫了 郭靖等人下意识地呼吸一致 雷远却恍如不绝 与樊尚谈笑如故 骑士们来到樊尚身边 骑骑下马向樊尚行礼 樊尚笑道 雷家小郎君在此 你们还不快快见过 领头树人看看雷远 领着骑士们参差不齐地拜道 口中嚷道 拜见小郎君 雷远一边回礼 一边笑着应答道 不必多礼 快起来 都起来 樊尚笑道 续知 前几日路上仓促 未曾向你介绍我部下的壮士 雷远记得 这些人都是凡是宗族恩养的宾客 壮士之流 都具备过人的勇力 在地方上 也颇有威名传播 他很有兴趣地说 贵鼠想来 也都是江淮间的豪杰 我早就想与他们结识了 于是 樊尚一一介绍 这位是钟离人楼中 善于使用长刀 那位是龙书人胡赵 以屡历过人著称 再有一位 这是狼牙俊来的继生 以前在泰山当过强盗 哈哈 樊尚每介绍一人 雷远都加以夸赞 最后笑道 果然都是啾啾猛事 有你们在 我这一路上 不知道多么放心 哈 可惜此地无有酒肉 待翻过山 安定下来 我定要与各位尽情饮宴一场 雷远对樊尚的部下 尚且如此客气 樊尚自然觉得十分地有面子 他本来就是好意轻死的游侠性子 这时候被雷远客客气气地奉承着 只觉得意气风发 仿佛背景离乡之苦 也消退了许多 双方聊了好一会儿 雷远才到 是才得报说 前队已经到了肃营之处 兄长不妨与贵鼠们稍稍加快速度 也好早些休息 好 好 你放心 我这一队人 绝不会给你添乱子 樊尚连连点头 立即遣人分头催促 周虎初时 向雷远介绍过凡氏家族的情况 雷远在过去几日里 也约莫了解了一些 他记得很清楚 不明们出发的时候 凡氏族人大概600余 但此刻看来 他们的队伍只怕不下七八百人 排列成长长的纵队 车马零零地陆续行进 很显然 就在这几日里 凡氏宗族收览了许多同在一部的流民 大大扩充了自身掌握的户口数量 理论上 这些流民既然来到前山大营 就得雷氏宗族必应 凡尚此举未免过分 然而 毕竟在实施艰难的当口 因为这等小事 去指责盟友 那也不合适 因此 雷远并不提起此事 只是与凡尚谈笑 凡尚与雷远闲聊了许久 被雷远夸赞得质得意满 带盗族人们尽数走远 他才带着宾客们告辞离开 眼看着他得身影转过弯角 郭靖突然冷笑 小郎君 你吩咐过 凡有马匹驼处者 尽量让给老弱妇孺 这凡尚却阳奉阴违 前日里故作慷慨 今日又将马匹驼处都收拢回来 居然当着您的面 也不忌讳 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够抛弃家业 追随我们的 已经算得是好朋友 这帮人自恃无勇 跋扈惯了 区区小杰 不必苛求 雷远的脸色也不好看 但他最终摇了摇头 倒是新先生 将凡尚等人放到这一对 名义上由我来统领 实际自行其事 恐怕新先生 对我并不怎么放心吧 他也是够操劳了 郭靖沉声道 小郎君的才能 绝不仅止于此 只不过 新先生 还需要慢慢了解 雷远正要说什么 又有人陆续 从左侧的山奥里 转出来了 这一对人 乃是雷势自身的 屠夫民众 带领他们的是几名里长 其中有两人 乃是雷势宗族靖之 雷远正要叮嘱他们几句 忽听的 巨眼顶上 有人语带金黄的叫嚷 小郎君 快来 快来看 雷远急攀上巨眼 只见李珍在上头伸手指示 神色黄疾 顺着李珍手指的方向去看 对面那只队伍后方树立处 光秃秃的仓皇山林之间 竟突然出现了十余名 一甲鲜明的骑兵 淮南群豪的部下不是没有骑兵 但毕竟都是在历次大战后 收拢散兵 游勇拼凑成的 论及人员的精锐程度 战马的素质 装备的齐全 绝大多数都称不上精锐 为数不多的 几只精锐骑兵 那都是被当作珍宝一般 爱护备制的老底子 此刻 一定是紧随在几位大首领身边 那么 这只骑队究竟是什么来路 雷远知觉呼吸位之一致 不用多想了 那必定是曹君 眼看着这只骑队 沿着蜿蜒山道策马奔走 速度极快 眼看就快赶上前方 缓慢不行的百姓们了 李珍突然大叫起来 小心啊 小心背后 曹君赶上来了 他看着新骄 情不自禁地发声提醒 可是 山谷两侧的人马 虽然视线可及 声音却被山峰锁阻 传不过去的 李珍的喊叫 并未能提醒对面的百姓 反而惊动了自家的行径对联 什么 曹君来了 曹君赶上来了 曹君就在后面 快逃啊 这时经过巨岩下方的 都是寻常百姓 他们听说 曹君赶上来了 顿时惊慌失措 有些人直接就向前 夺路奔逃 山路狭窄 本来就难以容纳 多人并行 但这时 许多人争先恐后的 彼此脊状 顿时将整条路堵的 水泄不通 有人试图从外侧的 陡坡攀爬 顿时显向还生 人群中又有人踩踏 有人跌倒 有人推嗓 有人哭爹叫娘 众多惊呼之声 喝骂之声 儿童啼哭之声 混杂一处 愈发加剧了慌乱的情绪 使混乱向前后两方散播 都不要慌 曹君并不在此 几名里长 声嘶力竭地维持秩序 队列里有几个 衣衫上属鲜明的汉子 看上去就有些桀骜 这几人当场就冷笑着反驳道 你们这几个下历 说来说去 便是要我们留下来堵路 曹君来时 你们都走了 偏使我们羊入虎口 呸 这几人不仅这般说来 还簇拥在一处 猛力推扫着前方的百姓 他们的动作 更加剧了混乱的蔓延 在这种危难时分 没人有胆量停下脚步 判断真相 所有人都只求 比他人快上一步 让他人去垫曹君的刀头 雷远咒没注视着 这几人的胡乱形状 露出嫌恶的表情 他突然转过身 向李真道 以后须得稳重些 莫要胡乱叫嚷 李真毕竟还是个半庄孩子 更是此生第一次远离家人 这几日里 他总是下意识地紧随着雷远 仿佛这样会让他觉得安全 此刻 他自知犯了错 早就吓得脸色惨白 却不料 雷远并没有勃然大怒 言语更显和气 他觉得眼眶一酸 几乎流出泪来 当下连连点头道 是是 雷远转向郭靖 用下巴指了指方向 你带人下去 尽快制住躁动 是 郭靖立即带了几名 轻卫月下巨言 若放在前些时候 郭靖只怕要额外问一句 这般乱的场面 这般少的人手 如何去制止躁动 但这几日里 郭靖感觉自己越来越了解 小郎君的想法 他完全明白该做什么 即接军令 他应声向前 奔了几步加速 随即挟刺李猛 撞入人群中去 他是久在沙场拼杀的汉勇之士 体魄非寻常百姓能及 这一冲撞过去 人群顿时波分浪裂 被他破出一条通路 直向那几名衣衫鲜明的汉子而去 那几名汉子倒也有点眼色 见一批假武士大步而来 连忙收回手脚 做温厚老实之态 为首一人上前几步 笑着招呼 这位将军 我等乃是 郭靖哪有兴趣听他锅噪 抬脚便将他踢倒 正该继续放倒其他庶人 眼前忽然刀光一闪 那倒地之人的咽喉 破开老长的口子 鲜血从骇人的伤处 咕嘟嘟直喷出来 形成了一道红色的喷泉 随着身躯的扭动挣扎 染红了老大一片地面 郭靖眼神微宁 手按刀柄 距离他不远处 樊上的布下 那位膳使长刀的钟离人楼中 不知何时也赶了回来 而他动手的速度 比郭靖更快了半分 眼看郭靖神色不悦 楼中轻描淡写地收刀回撬 郭靖勿怪 这等狂徒 还是直接杀了省事 郭靖看了看楼中 这是小狼军带领的队伍 郭靖不觉得 楼中有资格擅自杀人 但他想到 小狼军的隐忍态度 终究点了点头 确实是杀了省事 他噼噼啪啪地踏着血液 走进上再抽出的躯体 拔出腰刀笔划了一下 随即一手按住胸膛 另一手持刀来回切割 将这人的手脊 慢慢与躯体分离 伴随着他安详而有条不紊的动作 一股一股的鲜血滋滋地 从伤口溅出来 而脖梗处的肌肉 骨骼 筋剑组织与刀锋摩擦着 发出滋滋嘎嘎的声音 这声音把周围的人 全都吓住了 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半步 就连楼中的脸色也变得有些发白 第28章 危急 郭靖想得没错 整顿队伍的秩序 本应该是小狼军下手的职责 楼中如此快速赶到 出于樊上的特别要求 抢先动手杀人也是 惯于做黑活的樊上 毕竟不是淮南豪幼中核心的首领 不知道 为什么这位小狼军 突然得到了新兵的重视 在他想来 双方加深一下了解是很必要的 按照凡事向来粗猛的行事风格 楼中的行为 可以恰到好处地展现凡事家族的强悍 也可以试探雷远的性格和态度 但楼中没有想到 郭靖会是这样的反应 他立即就明白了 这个鸽头的动作 完全是做给自己 以及给自己身后的人看的 这样的动作 只有经历过许多战场的军中勇士 才会掌握 因为只有军队里 才会技手技工 而这样的动作 更只有对人体的结构 熟记而留 才会做到 这郭靖杀过的人 绝对不在少数 他是真正身经百战的战士 楼中只不过是 怒而犯境的刀客罢了 如何与真正的杀场豪杰相比 他瞬间便被 郭靖的凌冽杀气所射 他又情不自禁地想到 能够拥有此等部下的小狼军 难道会是一鱼之辈吗 郭靖相信同为五人 楼中只要眼部瞎 就应该能看出自己的意思 他没有再理会楼中 转而拎着手机后面的发际 将之提了起来 向另几名闹事之人 走了几步 随着他的动作 割下的手机轻轻晃动着 血液从脖梗处 仔细平整地切口 稀稀利利地往下躺 顺着郭靖的行走路线 拖出一条暗红色的血痕 谁能想到小小的撒个眼 竟引来如此凶暴地杀心 居然二话不说 就杀人吗 居然还这么安稳平静的割脑袋吗 那些闹事之人 不过是村赋于忙罢了 何尝见过这种情形 顿时下的呆若目击 眼看着郭靖步步破镜 居然连一个敢抵挡的都没 还有人腿软坐倒在地 瞬间从裤裆里冒出了尿骚气 郭靖终究无意多伤人命 瞪了他们半上 便收刀入鞘 站起来 站好了 他沉声道 那几人乖巧地起身站好 郭靖不紧不慢地挥动刀鞘 砸在这几人呆正的脸上 伴随着一声声闷响 这几人鼻梁粉碎 牙齿崩飞 一个个痛哭滚倒 待到完成所有的动作 郭靖环视深周百姓 大声道 胡言乱语 不听号令之人 必受严惩 所有百姓依序行动 莫要慌乱 再有肆意妄为者 便如此贼 原本纷乱的局面 瞬间安静下来 再无一人敢乱说乱动 连楼中也变得特别老实 与此同时 雷远仍在凝神 眺望山谷对面的动向 曹军骑兵距离队伍的后卫 已经很近了 有人听到了马踢他地的声音 警惕地回身去探看 随即大声叫嚷起来 看得出来 被布置在后卫的 并非普通百姓 而是很有经验的士兵 立即就有个首领模样的年轻人 站出队列 指挥手持长兵的部下们 列队迎敌 其余的士兵则推着几辆资车 形成路障 整支队伍的前部和中部 有坐骑的人也急忙乐将策马 开始向后方贿拢 另外又有些人站出来 号令百姓们让出道路 雷远站在远处看去 只觉得整支流民队伍 仿佛以群 看似纷乱 但实则井然有序 应对得颇具章法 曹军骑兵的数量不多 显然也并不急于短兵相接 他们轮流催马向前 冲到阵列前方击回 如是反复数次 眼看对面的应对严整 便缓缓后退 渐渐没入山道尽头去了 对面那支队伍的指挥者 倒是有些本事的 雷远随口问了句 不知对面那队伍 是何人在指挥 岩石下方传来 哗啦哗啦 翻茧版毒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 听到周虎答道 骑兵小郎军 负责那一队的 乃是丁力取长的下属 名唤丁凤 丁凤 雷远愣了愣 不禁失笑 是我知道的那个丁凤吗 呃 实不知 小郎军知道的是哪一位 周虎局促地答道 当然是血液分短兵那位咯 雷远暗道 他在前世 算不得三国粉 但这种耳熟能详的名字 还记得 只是 这位历史上的东吴名将 竟然是个淮南人吗 雷远完全没有印象了 雷远向周虎挥了挥手 我自胡言乱语 不必介意 他又想到 如果自己统领的民众 遭到曹军骑兵追踪 应该如何应对 恐怕也没有其他的策略 至多只能严阵以待 徐徐后退 待到夜晚与大部队会合 以后再做驱处 问题是 自己甚至没有足够的精干力量为后卫 若是曹军骑兵数量稍多些 局面可就很难控制了 想到这里 雷远指了名护从 你让郭靖带些人 去后队盯着点 以防万一 另外 通道沿途各队 加快行进速度 不得延误 山道曲折难行 有时宽阔 有时极狭窄 队列又呈长蛇之状 排步绵长 这种局面下催促加速 必然又会引发不少麻烦 但应对可能的曹军追兵要紧 顾不到这么多了 雷远隔着山谷 继续眺望 可以看见曹军骑兵虽被逼退 却并未远去 他们退到树里开外的一个山坡 便停下来 好整以侠地下马休息 又拿出食物悠闲享用 这种姿态 不像是作战 倒像是胸有成竹的猎人追踪手类 有时候纵方猎物跑远些 不过是为了消耗猎物的体力而已 那么 这种强烈的自信心 从何而来呢 恐怕不仅源于这些骑兵们 对自身作战水平的骄傲吧 雷远忽然觉得 有些头晕目眩 自己过去数日里 忙于应付组织百姓的繁杂事物 而疏忽了大局 眼下既然曹军 斥候骑兵深入到了这里 曹军的主力还会很远吗 如果曹军主力已经距离不远 那么负责为淮南群豪断后的雷修 显然已经左之右出 甚至是危急了 在这个世界上 与雷远关系最亲密的人 应该就是这位兄长了 雷远不是感情淡漠的人 他有强烈的爱恨 更体会得到血脉相连 在雷远的感受里 无论什么时候 雷修对待自己的态度都没有变过 他始终是那么坦诚 直率而不屑于心机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雷远发自内心的感到轻松和安全 可是 这几日里 自己竟沉浸在虚假的安全之中 忘记了兄长郑领兵在后 苦苦抵御十倍 甚至更多的曹军 强烈的愧疚感和紧张感 就像海潮般汹涌地扑上来 一浪高过一浪 冲击着雷远的内心 他觉得胸口一阵强烈的难受 垂下眼 只见巨岩下方黑洞洞的峡谷 就像是某种庞然巨兽张开的大口 小狼君 你没事吧 李珍伸手扶了雷远一把 小心翼翼地问道 没事 站得久了 腿有些麻 雷远索性反手握住李珍的臂膀 借力站稳 前方的队伍忽然又喧嚷起来 雷远皱眉去看 却见王颜迎着雷须的一名轻卫 急匆匆赶来 那轻卫因为来得及 头上蒸腾起了白色雾气 雷远认得那是谢幕的部下 连忙从岩石上下来 小狼君 宗主请您立刻去前头的营地 有重要的军事会议 雷远举手示意 李珍立即去牵马 他又向那轻卫问道 父亲赵我何事 先前小将军 那边有军情急报 是关于战事发展的 据说陆安已经部首 小将军正且战且退 轻卫迟了一下 眼看雷远的亲卫们 都不在身边 才低声道 另外 今日各不多有受到 曹军少气滋扰 显然 小将军那边 已然都截不住 局面很紧张了 果然 果然 雷远的脑海里 突然冒出前世一句俗语 说曹操 曹操就到 本是一句玩笑话 可用在眼下局面 竟是更外妥贴 他觉得 心脏砰砰直跳 随即想到 局势的恶化程度超乎想象 他担心兄长和前方将士们的安危 进而又担心所有人的安危 他深深地吸气 深深地吐气 保持冷静深沉的姿态点了点头 又问 除了我以外 参加军役的 还有谁 亲卫答道 通报的 有陈兰将军以下各位 新兵管事以下各位 还有带领布局的邓彤 丁丽等各位 宗主说了 无论是谁 赶不到的 都要治罪 听说 宗主有意遣人火急前往支援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堵住曹军 听到这里 雷远叹了口气 我明白了 前次军役上 雷远提出 遣军断后的建议 是出于他本身的意图 然而 雷旭立即就发觉了 负责断后之人 实际带领着 好友们的精锐武力 在对抗曹军追兵的过程中 又足以建立威望 这是雷氏宗族继承人 迈向淮南豪武家族盟主的 大好机会 所以 雷旭直接排除了雷远 选择了自己 鹦鹉过人的长子 担此重任 然而 当曹公亲率大军 进入江淮之时 雷修所面临的压力暴增了 今日直逼到 各部后队的曹军骑兵 已经证明了 雷修不可能与曹公 麾下的百战雄士对抗 什么建立威望之类 这时候都成了多余的想法 能够在曹军的追击中生还 就是万幸 而这场紧急召集的军役 首要目的就是 拯救雷修的性命 久得夏雷修 才谈得上阻截曹军 进而拯救所有人 那么问题来了 谁愿意干冒万死去面 对曹公麾下的虎狼之众 谁又能够保证搬回局面 为了达到目的 卢江雷是愿意付出什么 其余好友们又愿意付出什么 战马前来 雷远翻身骑上 又伸手取来自用的 还手刀和弓石等物 长期以来 他都远离军旅 习惯于做读书人的打扮 披甲 配刀 邪功带剑这些事 都是近几日里才开始的 但他已经开始有意识地 培养自己的武人作风 力求能尽快适应戎马生活了 走吧 雷远呼喝了一声 杨边催马 第二十九章 争执 当雷远到达山澳间的营地时 其他人也已经陆陆续续来了 此刻数万人丁 还散布在广袤的山地 各位首脑人物 能够如此迅速取齐 显然大家都知道 形势又恶化了 一处牛皮营帐里 做了十余人 有点局促 雷远裹着厚厚的一袍 脊背靠在松软的被褥上 大半个身体隐藏在阴影中 陈兰站在他面前 正在说话 这两人左右 分别摆着七八个草垫 大部分草垫上都做了人 大管市新兵 郑金威坐在雷旭身侧 于轩 蔡峰等几名雷远认识的宗族首领 凑在一起 脑袋靠拢着 窃窃私语 邓同和几名取长的位置 在宗族首领的对面 丁力也在其中 他依旧是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时不时露出不耐烦的神情 打个哈欠 看到雷远迈不入仗 新兵站起身来 略攻身行礼 丁力大咧咧地举手摆了摆 远哥来了呀 快坐 其余大多数人并不理会雷远 陈兰继续说着她的话 宗族首领们继续低声谈论 邓同转过脸 装作没有见到 雷远向新兵和丁力汉手示意 选了个空着的草垫子 跪坐下来 因为几处伤势的影响 他小心翼翼地调整着姿势 腰背挺直 而身体略往后倾 稍微倚靠在身后的账目上 新兵抬手示意 一名仆役从后面绕过来 奉上一幅写着潦草字体的卷博 这便是雷修派人传来的军报了 雷远认得出自家兄长 粗硬不羁的笔记 才看了两行 雷远便吃了一惊 都知道曹军主力行进的速度放缓 为什么不及早撤退 非得等到现在全城遭人追击 他忽然又觉得这句话不妥 之所以不及早撤退 只怕和雷修本人 太过强悍勇猛的性子 脱不开关系 这时候提起 恐怕会让人觉得 自己在大庭广众之前 落兄长的面子 他连忙看看左右 好在并没有人在意他的问题 众人继续讨论 如何发兵救援 参与者的情绪都已经有点激动 只听陈兰道 跟着曹公来此的大将 听说有夏侯渊 曹纯 于静 张辽 张和等 嘿嘿 你们别怪我说话直 小将军再如何勇猛 到底太嫩了些 决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想要顶住他们 非得用酒精沙场的老将 再配备重兵才行 淮南群豪中的绝大部分 都是凭借刀客 死士之类 盘踞乡里的土豪 真正有大军作战经验的人棘手 素来 只有雷旭 陈兰与梅钱三人 能称得上酒精沙场的老将 此前 雷修进军陆安 雷旭便指令梅钱为副手 但梅钱与另两人相比 永明颇有不如 而且据说已在作战中受伤折兵 那么 再排除陈科再生的雷旭 陈兰所说的老将 便是他自己了 这本是众人公认的事实 但陈兰此刻说来 隐约是 拿雷修的稚嫩 衬托自己的老练资深 顿时饮得雷氏 下属的曲长们 大为不满 邓同顿时哼了一声 陈将军 你这把年纪摆在这里 说自己酒精沙场 那我没的话讲 但你要说自己领兵打仗 比我家小将军强 我是不信的 你邓某人信不信都没用 丁丽玄机接下话茬 他逆视着陈兰 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陈将军能不能打仗 这得问众家天子才行 丁丽与邓同二人 都是雷旭亲自减拔于航武之中的 得力部下 最是忠诚可靠 两人虽然彼此有些敌武 但眼看陈兰 有借机自重的意思 历时便一起出来阻止 邓同是个粗人 说上几句道也罢了 丁丽是立元出身 讲话可有些厉害 原来陈兰西世为 自称众家天子的伪帝元术 麾下大将 众世政权为曹公所破灭时 陈兰也率领一路大军抵御 结果屡战曹军不利 乃至大溃 丁丽提起此事 便是接了陈兰的老底子 嘲笑他自吹自雷 其实本身也是个败军之将 文听此言 陈兰顿时面色一沉 论资历 论影响 论地位 论实力 陈兰都比丁丽和邓同强出太多 他既然不悦 顿时便有数名与他相熟的首领 如于轩 蔡丰等人与之呼应 这几家宗族的规模虽然不大 却也都根基深厚 首领颇具名望 于轩本人也是凶狠桀骜著称之人 他们一旦参与 与邓同丁丽等人彼此指责 瞬间炒作一团 陈兰不再理会丁丽和邓同 转向新兵道 新宫 你觉得我的提议如何 你应该明白现在的局势 小将军很难独立坚持下去 没有支援是不行的 除了我以外 他转身逆势帐内众人 再回身继续道 也没有谁适合领兵支援了 这提议本身并无问题 本来召开军役 就是为了再度召集人马前去支援 但新兵只甘笑两声 陈将军且恶急躁 这是大事 我们总得仔细商议才好 新兵是协助雷旭处置数物的助手 而非神机妙算的谋士 在军役之前 他本也没想别的 但陈兰太过积极的态度 忽然就让他有些警惕 此刻他嘴上敷衍 脑海中心念电传 陈兰是江淮豪右联盟中 无可争议的二号人物 在各家首领中 他不仅名声与实力拒属翘 也确实最具领兵打仗才能 毕竟此军曾经统领上万人马 随元术东征西逃 光这份经验就绝不是寻常相间土豪能有的 于情于理他都是最适合的人选 但此时此刻 因为他的反复强调 他偏偏又成了最不合适的人选 没错 正是陈兰的要求引起了新兵的警惕 因为陈兰刚才反复强调了 要前去支援雷修 须得配备重兵 江淮豪右们掌控的屠夫 不取总量高达数万 但真正接受过军事训练 能上战场打印仗的 不会超过五千人 其中雷旭所部两千余 以陈兰 没钱为首的各家豪族 合计也是两千余 此前雷修 没钱领兵断后 动用了雷氏布局中的半数 和各家豪族凑出的千余人 如果还要调集重兵 那势必不会少于此前动用的兵力 就得抽空所有能战之士 甚至在临时组织轻壮了 到了那一步 数十年积累的家底 都投入到了陈兰下属 山中便只剩下老弱妇孺 试想 如果陈兰统领所有战兵 坐镇前线 万一 他转而与曹公交涉 以雷氏和族的性命 交换自己的体面投降 那会是何等可怕的场景 没人能够限制得了他 那便是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说到底 眼下这时候 忠诚可靠比什么都重要 雷氏宗族 绝不会容许一个外人 攫取大权 可这理由又万万不能宣之于口 如果陈兰都不被信任 那豪族联盟还有必要存在吗 只怕与会的首领们 顿时就要散伙吧 新兵悲哀地认识到 整个江淮豪族联盟 就像是一头拼凑起来的怪兽 看似四头八脚 十分凶恶 没有大敌威胁的时候 也能够踊跃如狂 隐隐而废 但那都是假象而已 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长久以来 潜藏的不信任和种种怨气 死心都会爆发 能够压制他们的 只有靠首领的个人威望 可是垂垂老矣的雷旭 哪还有威望 就以现在来说 陈兰竟然跳过雷旭 而直接逼问身为雷氏加成的自己 这难道不是一种挑衅吗 新兵望了一眼上手处 奄奄欲睡的雷旭 压抑不住心头的哀痛 差不多了 宗主坚持不了多久 这个军议会做出什么决定 都没有关系 重要的是 不能让陈兰等人知道 宗主的身体状况 已经无法坚持 重要的是 维持住淮南侯佑联盟的局面 不能让这数万人哄堂大散 新军 不是我要急躁 而是军情如火 不能耽搁 眼看新兵言语敷衍 陈兰踏前一步 立声道 我们晚一些决断 断后的将士 便多一些死伤 所有人都多一分危险 我不明白 你们究竟在犹豫什么 他转身朝向雷旭 将军 你何不说句话 雷旭勉力支撑起身体 新兵慌忙过去 搀扶着他 他看看陈兰 想要说什么 却突然撕心裂肺的 嗨吐起来 伴随着嗨吐的 是难以形容的 腐臭气息 还有他胸膛中 呼噜呼噜的可怕声响 仿佛那不是肺脏 而是一具 被浸泡在 沼泽污泥中的 破碎风箱 一名势力 在雷旭身后的女臂 端着铜盆 凑近了伺候 又有人偷偷地 把账目掀开些 透进些许新鲜的空气 陈兰凝视着自己的老搭档 过了半晌 才长叹一声 账目中 高高低低的吵嚷声 突然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没有心思在争执 过去的十余年间 雷旭都是这些好友们 无可争议的盟主 如今 雷旭并重到难以支撑 每个人听着 他惨烈的嗨吐声 心底都有强烈的惶恐不安 而这种惶恐不安 又会迫使人们胡思乱想 将许多不该存在的选择 拿到台面上来 过了半晌 雷旭的呼吸才略微平稳些 可是看他神情昏沉的样子 恐怕意识真的的 无法决断 众人依旧只能面面相去 第三十章 行动 邓同逆视陈兰一眼 突然低声道 再怎么说 你陈兰居心叵测 我姓邓的不服 陈兰连声冷笑 生死存亡的时候了 却还在想这种东西 你这蠢货服不服 很重要 邓同勃然大怒 手掌猛地附上了腰间的刀柄 我想的是什么 你这思想的又是什么 你倒是说出来听听 新兵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 淮南豪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他简直已经感觉到 火山喷发之前的地面震动了 今天在军杖中的冲突 很有可能将会是大崩溃 大决裂的开始 偏偏宗主 又是如此状况 没有人能够站出来阻止 各位 可否听我一言 帐幕中另有一个声音响起 众人一起转头去看 却见雷远不知何时换了一名轻卫进来 在帐幕侧面挂起了一幅巨大的鱼图 怎么 老的不发声 靠小的出来撑场面吗 陈兰怒气冲冲地讥讽了一句 蔡丰与陈兰显然是多年的老搭档了 就连言辞也配合得很及时 随即冷笑道 续之你太唐突了 眼下这场合 可容不得小儿被妄言 雷远这样的家族贤人 往日里甚至没有参加军役的资格 此刻突然发言 以蔡丰身为大姓组长的身份 自然可以说几句 然而 蔡丰说完之后 才尴尬地发现 陈兰并没有继续这话题的意思 他被雷远所示 于图上精细绘制的场景吸引住了 这是 陈兰情不自禁地起身 站到于图之前 这是合肥 这是寿春 这是江夏 这是前山 这是晚线 他越说越快 下意识地抬手指点 只觉得 图上标识与自己脑海中的记忆 一一印证 竟无半点错漏 这是陆安 这是帆山 这是小火山 这是天柱山 嗯 这是河流 这是湖泊 这是峡谷 还有这些细线 是道路吗 丝毫不差 雷远公围了一句 陈将军九力军旅 胸中自有秋鹤 人所不及也 这幅图是好图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比这更好的 陈兰点了点头 这种精密的渔图 通常都是深藏于帝王高官之家 或朝廷有私 堪称重宝 陈兰过去数十载戎马生涯 都是靠着极简略粗糙的渔图 从不曾见过如此标识细密的 看着这样一幅渔图 他甚至感觉自己的头脑也为之一醒 许多本来模糊的印象瞬间清晰了起来 他有些急躁地问 这东西哪来的 是我亲笔所惠 雷远微微攻身 哦 哈哈 想不到 小二辈还真有一手 新兵倾咳一声 站到雷远身边 续之 你想说什么 几句话的功夫 帐中各个首领和曲长 已经纷纷围拢在渔图之前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此 军报上讲 兄长所领的断后兵力在此 计算形成 现在应该到了这里 雷远取了笔墨 在图上依序画了三个墨点 又画了条较粗的黑线 他们的行进路线 便如此前所安排的 是从陆安治翻山 到小霍山 再到天竺山 这条路线足以封死 曹军大队的行进方向 确保本部的安全 以兄长的勇武善战 也绝不会放任曹军突破他的防御 但这不代表曹军之威 完全不能给予我们 雷远持笔点点戳戳 在黑线之旁 又描绘出数条虚线 据我所知 这几条山路 都是可以绕开兄长锁领兵马 直抵我方本部的 虽然这些都是险峻难行的山路 但以曹军的兵多降广 调前少量能够翻山越岭的精锐骑兵 根本不是问题 今日各队已有遭到曹军骑兵滋扰的 之后 这种情况只怕会更多 诸位 这就要求此刻在山中的各路 各队都必须保留足够的兵力以自保 他还事众人 继续道 兄长那边急需接应没错 但如果 为此动用所有的力量 那等于将各家宗族的不取屠夫和百姓们 都直接暴露在曹军骑兵的威胁之下 各位 我实在以为不该如此 面对此等复杂多变的局势 各家宗族 都必须始终保有足够的兵力才行 话音刚落 蔡峰便情不自禁地点头 是啊 是啊 身为蔡氏组长 他比在场的绝大多数人 都要重视自家不取屠夫的安危 毕竟淮南豪幼联盟本身 就是为了各家宗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才纠合起来的团体 一切行动本该以此为首要目的 陈兰提出近起各家宗族兵力的建议 只是为了与卢江雷士争夺联盟中的军事指挥权 蔡峰虽然基于立场而支持 可一旦有人提出更有利于宗族的说法 他便毫不犹豫地横跳了过去 这情形使得陈兰黑黑冷笑了几声 可他不想与蔡峰发生争执 一时便不知说什么好 可 可是 新兵下意识地想要反驳 吐了一两个字 又无奈叹气 此前他一直在敷衍着陈兰的意见 不希望由陈兰带领全部兵力支援雷修 与曹军决战 因为这样的操作 无疑是对如江雷士权威的削弱 可是 当雷远直截了当 否定陈兰的建议 新兵又突然想起 那么身陷危险的小郎君该怎么办 谁能去救他 怎么去救 新兵明白 自己的方寸已然乱了 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军帐里的气氛 因为两边首领的犹豫 而陷入了诡异的沉静中 可是 丁丽叹了口气 小将军那边怎么办 还有没钱的老家伙也在那里 难道看着他们厮杀到死 一个个送命 什么 邓同豁然而立 雷远立即道 断然不可 他提高嗓音 继续道 有兄长与梅将军领兵苦战断后 我们才能够安心撤退 他们稍有闪失 我们就要直面无穷无尽的曹军追兵 那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 救援是必须的 但是 救援是必须的 但是能够动用的兵力不多 小郎君 你是这个意思吗 邓同低声道 他是雷修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纵使此前遭到雷须的惩处 却不会因此改变立场 这时候 听得雷远的言语中 似乎另有深意 他顿时咬紧牙关 瞪着雷远的眼神 十分害人 莫要急躁 我们能动用的兵力不多 但是可做的事情不少 你且听我说完 雷远淡然道 兄长所部 此前所经的翻山 小霍山等地 都算不得雅谷高峻 总有险要之处 也不能以之长期抗击曹军 所以 只能一路且战且退 与敌反复纠缠 必然损伤惨重 但计算路程 他们今日应该已到了天柱山中 所以 关键在这里 雷远提起笔 在代表雷修所部行进路线的 黑线上 重重画了一道横杠 这是天柱山中 极重要的一处爱口 名幻泪骨间 此处山路蜿蜒20余里 全程仅容两三骑并行 辖到中途 唯有一处台地 可以囤聚兵力 两侧都是千尺微崖 绝无遭敌军翻越之鱼 是才所说的 他指了指 紧贴黑线的几道虚线 那几条可容曹军 骑兵穿行的小路 也在肋骨间爱口下经过 他看看深周宁神听说的个人 继续道 这里 便是曹军大队人马 想要追击我等的必经之路 也是我们玩你一封 将他们死死定住的地方 雷远到转笔杆 重重戳在刚画下的横线上 我带着三五百真正的精锐 前往接应兄长锁步 随后不与曹军纠缠 火速后退至此处 用心恶手 凭借地形优势 曹军纵然泪插双翅 也不得过 在那里守五天 甚至十天都有可能 然后 就得看本营各位的动作速度了 曹军追击我们 是为了夺取追随我们的屠妇民众 只要民众们尽快到达安全的地狱 曹军也就失去了目标 不会再与我们纠缠下去 五天 十天 怎么保证能坚守五天 十天 有人问 我没法保证 只能尽力而为 阁下若有其他良法 现在就可以说 雷远摇头 账目中再度陷入寂静 丁丽暗暗感慨 许多人都听说过 这位雷家的小郎君 极少理会数五 酷爱游山玩水的名声 这便是过去数年间 游山玩水的成果了吗 这不是什么 能够克敌制胜的妙计 却是当前局势下 唯一可以被相关各方都接受的 能立即实施的方案 他沉吟片刻 终于下定决心道 这地方我去过 确实险要 可以试一试 三五百人 陈兰想了想 他何尝不看重自己宗族的利益 如果有办法以最小的代价堵住曹军 那是再好不过了 他倒并非真想亲自与曹军对抗 更未必非得在这时 与卢江雷势争个高低 他盯着雷远看了半晌 狭长的眼眶中 淡黄色的瞳孔一转 要真正的精锐吗 我手中能有一百人 不过调集需要点时间 等同冷笑 我也有一百人 现在就能行动 另几名宗族首领也纷纷道 我这里可用的精锐有五十人 我有夹是三十人 兴兵想了想 大声道 如果大家觉得 续之的方法可以一试 那就是一回 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都等等再说 另外 原以派人联络吴侯和刘豫舟 请他们发兵救援 我会急遣信使 催促他们十万火急来住 数人先后发声 才想起尚未请示雷旭 急回头时 却听阴影中的雷旭并无声息 兴兵连忙道 宗主睡了 他嗜才点了头 对对 宗主点头了 我看见了 不少人都表示赞成 那么 我们立即整兵 立即行动 雷远道 第三十一章 苦战 上 当淮南好友们 响应雷远扼手 肋骨兼爱口的提议 各自派遣精锐组成队伍的时候 雷修已经与曹军追兵 激烈搏杀了数日 深秋十分 夜幕降临的早 这一晚上 又浓云遮蔽星月 即使打着火把 也难以辨识前路 再加上雷修和他的部署们 不走大路 直往野地里行径 所以 曹军骑兵追杀了一阵 不得不信心而回 即使如此 击退这一波曹军的追击 也非一事 经历连续几次 你死我活的惨烈厮杀 终于得以喘息以后 雷修环视四周 只见 从骑门散坐在山野树丛之间 周身都是血污 各个疲惫不堪 有人身上中了尖未及拔出 这时候用小刀 一点一点地向外 踢着剑簇 撕裂筋肉的剧痛 使他发出低沉的 如同受累喘息的声音 脏污的血水 随着他的动作 被挤压出来 流淌到脚下的土地中 其他人也大半都带着伤 各自都趁这时候 处理着自己的伤处 但没有人发出 大声的呻吟 或者呼叫 他们都是经历过 许多次战场厮杀的幸存者了 对痛苦的忍受能力 远远超过普通人的想象 这批精锐骑士 本来将近三百人 现在还能行动的 大概只有一百五六十的样子 数十名雷姓的清兵 已然死伤殆尽 曲长刘宇 于剑和臀将曹可 曹猛 雷环等人都战死了 雷修特别得力的骑兵首领侯斥 在战斗中受了重伤 未免落入敌手 主动自认而亡 还有很多重伤者 因为没法同行 都被弃之不顾 此刻 领兵的曲长只剩下了贺松 他正和几名残存的对律 穿行在士族们中间 一个个探看他们的状态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在雷修等人的殊死掩护之下 没钱带着部族们 已经退入了翻山 这磅礴蜿蜿蜒的群山中 处处严雅险峻 可以最大限度地 削弱曹军的兵力优势 明天一早 骑兵们也得进山 然后继续撤退 雷修背靠着一株老树 心里反复盘算着 按照雷远的计划 撤离的路线是从陆安至翻山 到小霍山 再到天柱山 共计一百七十里 雷修本人 也是安熟周边地理形势之人 知道雷远说的没错 这条路线 恰好堵死了曹军大队人马南下的道路 能够为诸多江淮好友所在的本队 提供足够的掩护 也正因此 雷修等人 行径在这条路线上的每时每刻 都会面临着曹军的巨大压力 何况 这次面临的不仅是寿春的曹军 还有汹涌而来的曹公轻率大军 前所未有的苦战 还在后头 他突然想起前山大营军役上的场景 当时 自己担心 陈兰 没钱等老资格的军头 不愿配合行动 因而陷入犹豫 而一向文弱的二弟 竟似有跃跃欲试的意思 雷修不禁笑了笑 有趣得很 曾经内向而谨慎的小孩子 终于渐渐不一样了呀 雷修除了擅长作战厮杀以外 自认是个平凡的普通人 但他觉得 雷远不是 在雷远看似文弱的身躯内 蕴藏着某种普通人不具备的特质 如果雷远在此 前几日里的周旋 应当会更加稳妥些吧 或许这场仗 会有不一样的走向 可是再怎么样 雷远在身为兄长的自己心中 始终还是个小孩子 接下去的战场厮杀 没小孩子什么事 那是刀剑和攻势施展之所 只有依靠战士的勇猛无味 雷修抬眼眺望 在南方 大别山脉从西南方向延伸过来 在这里与广阔的江淮平原 会在一处形成无数起伏的丘陵 这里的地势 比北方的平原要高处不少 所以 视野非常开阔 雷修向北 可以看到陆安城的城墙和城楼 都化作了地平线上黑色的剪影 城中有血色的火光莫名冒起 灰色的浓烟 随着火焰升腾到半空 很快被肃杀的秋风吹散了 秋风从北向南继续吹拂 吹到他混合了血和汗 湿透了的一甲上 带来进入骨髓的寒意 迷迷糊糊地休息了半晚 次日凌晨 雷修便带领骑士们 纵旗进入山地 走了约莫无礼 重新与部族们会合 因为不知道 前山大营的撤离进度如何 他们不敢奔逃 而是结成稳固的阵势 徐徐而退 这样的速度自然比较慢 但却能够堵住通路 尽量不使曹军轻易越过 走了大概半天 曹军的小股骑兵逐渐追来 他们沿着部阵的正面 侧面跑马而过 一会儿又折返回来 往复奔走着 张弓射杀部阵边缘的士族 他们来去迅猛 每次奔过都会有长剑 透过密集举起的枪矛 在部阵中留下几具尸体 但江淮之间的这片土地上 数十年来经历了太多的血腥厮杀 在这个过程中 挣扎出头的军事首领们 都是经历无数次残酷的考验 才崛起于曹莽的 他们依靠清援关系 乡土关系 人身依附关系 和个人的威望 牢固掌握着他们的部曲 令其坚韧程度 远超寻常军队 所以 部族们且战且走 阵型始终没有乱 而雷修带着从骑们 时不时地从部阵中冲出来 驱逐曹军骑兵 甚至几次试图反将之包围歼灭 山间的地势越来越高 道路也越来越险峻复杂 有的天然爱口地形局促 不能展开更多部队 雷修就在这里停留下来 组织坚守 曹军骑兵聚集在爱口前面 彼此拥堵无法前进 反而遭到弓箭的射杀 在山道上留下好些新的尸体以后 曹军不得不稍许退后 而一旦他们退后 雷修就会趁机撤往下一处险峻之处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半天 一天 时间慢慢推延 双方反复纠缠厮杀 脱离 又一次纠缠厮杀 周而复始 在某个间隙 雷修把长枪挟置在岸前 甩了甩因为用力过度 而微微颤抖的手 温热的血液躺过锋刃 沿着枪杆流淌下来 变得粘稠而湿滑 他不得不撕下战袍 一圈一圈地缠绕在枪杆上 他的武艺远远超过众人 虽然历经熬战 什么重伤 只是紧张的时间太久了 身心都感到极度疲惫 他看看左右 只剩下了亲卫护从们 和贺松部下的骑士 没钱已经率先撤离了 带着所有的不足 这个老滑头 他不禁怒骂了一句 曹军的大部队叫来了 我闻得到他们的味道 贺松在他身边 恶狠狠地道 由于反复嘶喊和疲惫的影响 他的嗓音 已经沙哑得不成样子 雷修哈哈一笑 你才闻到吗 我已经快被他们的臭味熏死了 他估计 此前几次里与几方熬战的 已经不全是寿春的曹军 数量越来越多的 适用于野战的曹营中 外诸军精锐 他们的装备 胆勇 韧劲和狠劲 都远远超过 驻守地方的军队 第三十二章 苦战 下 我们再坚持一会儿 再过一会儿 天就黑了 他鼓舞众人几句 又向左右询问 怎么样 还能厮杀吗 能 没问题 左右传来回答声 雷修的亲卫勇士霍庆 举起刀挥舞两下 向雷修示意 霍庆是淮南中离人 惊于枪毛刺激之际 作战非常勇猛 数日一来 他反复冲杀敖战 身受多数刀枪之创 右侧腮帮被枪毛扎透了 下颚的整裂牙齿 也随之崩飞 猙獰的伤口 随着他的每次呼吸 冒出一股股的血墨子 这个样子 说话是费劲了 但是厮杀绝无问题 其余骑士们也陆续上马 向雷修靠拢 与此同时 数十骑曹军的战马 突然跃出坡顶 飞驰而来 这一批来袭的曹军 数量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多 而马上骑士们 身着黑色寿面兜眸 黑色鱼鳞铁甲 绝对都是曹军的精锐 他们以一鸣兜眸上 斜插红色羽毛 骑着黄标马的骑士为首 不成冲锋阵型突击过来 来得好 雷修催马向前 他的从骑们纵声咆哮着 一起催马 两个同样的阵型迅速接近 下个瞬间 就深深歇入到了一处 刹那间 马匹撞击 骑士惨叫 冰刃交错的声音 同时响起 狠狠地灌入耳膜 处在队列最前端的雷修 眼前全部的视野 都被狄奇所充斥 尖锐的破风之声响起 一只铁毛 如毒蛇土性般刺来 雷修略成功 用长枪 隔在铁毛的前端 随即扭腰发力 试图将之推开 不料 那铁毛竟然不为所动 毛尖只稍微一抖 就卸去了雷修所施加的力量 依然向着雷修直刺 马上交锋 从来没有什么花哨套路可言 生死就在电光石火之间 雷修没有想到 竟然会遇见这样的好手 一时间目自尽裂 眼看那静持续的锋刃将要极深 他大吼一声 全力摆动枪杆 向外拨打 这一下 真的爆出了石成力量 总算破得铁毛擦身而过 森寒的锋刃高速掠过 强然大响间切断了雷修胸前 锁甲上的两枚铁环 此时 两马已然错身 雷修不甘罢手 反手持枪向侧面猛刺 这时 双方加马的小腿 几乎要撞在一处 距离极其接近 这一次 几乎是臂中的绝杀 谁知那持长矛的骑士 单手在马背上一按 竟然腾身而起 分明身披重甲 却轻弱红毛般地 避让到了战马的右侧 躲过雷修这一枪后 这人又重新翻身上马 正好迎面撞上 紧随在雷修身后的霍庆 与两名从骑 却见铁毛挥动之间 血光暴现 三人几乎同时惨乎落马 如霍庆这等 久经征战的豪杰 居然不是此人义和之敌 雷修这时才看清 此人都谋上坠着红色的羽毛 骑着黄镖马 正是这对曹军骑兵的首领 此人是谁 这样的身手 真是雷修凭声所警戒 然而 雷修顾不得惊骇了 转回头来 眼前数名曹军骑兵急冲过来 他猛地伏低身体 闪过刀枪 同时持枪正面刺中一人 两码聚合时的冲击力加持之下 顿时朔透了此人胸膛 更将之向后撞飞 雷修也觉得虎口惧痛 几乎拿不住长枪 于是他松手任凭长枪坠地 随即拔出腰间长刀继续砍杀 几个呼吸之后 雷修面前的人影忽然消失 原来已经撞破了曹军骑队 冲上了此前曹军骑队所在的缓坡 他看看左右 骑士们还跟着他的不足一半 个个都负伤累累 许多人连人带马都浸透了鲜血 变成了赤红色 再看与之对撞的曹军骑队 折损也是不小 笔贝却似乎没有熬战的意思 数十人几乎同时勒马脱离了厮杀 两支骑队彼此交换了位置 各自稍作喘息 这时候 只听有人沉声发令 眼前突然一片光亮 数十枚火把 同时被高高举起 在耀眼的光芒映照下 数量数倍余前的曹军 出现在雷修眼前 另一支数百人的曹军部队 不知何时竟已追了上来 他们无声无息地破到近处 在此刻突然出现 瞬间将局势完全改变了 站在雷修视线所及最前方的 是一排排手池 巨大寿命鲁盾的刀盾手 鲁盾用后木板制成 外面照以绷紧的牛皮 高度超过五尺 底部的锐脚 可以扎进地面界里 这样的盾手结阵聚集起来 便是凭空生出的一面城墙 即使重甲骑兵也难以冲破 夹杂在刀盾之间的 是一面面铁制的钩箱 这种形如小盾的武器 既有盾的推挡作用 又能利用两头的弯钩锁拿兵刃 常为精锐步兵锁备 在刀盾 钩箱掩护之下的 是无数高举的枪矛 盾阵只能用以防御 但枪矛夹杂其间 就如同周身带着武器的刺猬 敌人一旦接近 就必被刺成肉串 雷修毫不怀疑 与枪矛手混编的 还会有大量的弓弩手 一旦万箭启发 停泊 停泊 雷修大声传令 曹军的主力既然到达 那形势便大不一样 以陷下这点兵力 继续冲上去 完全就是鸡蛋碰石头 事实上 还未等他发令 部下们就已纷纷乐马 曹军棋队依然在他们身后 排成横列 部队的刀盾手往左右一分 更多骑兵沿着让开的通路 来到阵前 再从雷修等人的两侧都转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弧形包围圈 那名都谋上斜插红色羽毛的骑士 立马于棋队的中央 左手提着缰绳 右手将铁毛轻轻抛给轻卫 沉重的铁毛在他手里 似乎与灯草并无区别 他的举手投足都很随意 简直看不出刚刚经历了惨烈厮杀 却自有一种威严肃然的气感 忽明忽暗的火炬映照之下 在他的窥言深处的一对眼眸 闪动着月动的光 显然 这是一名习惯了 玄命与风敌之间的强悍武人 嘿嘿 一群江淮野人 还真是不太好对付 那人指了指雷修 能在我的长矛之下 逃得性命的绝非凡庸之辈 小子 报上名来吧 雷修不动声色地握紧长刀 口中冷笑道 我乃炉江雷修雷行之事也 你又是什么东西 那人倒不生气 反而哈哈笑了起来 我吗 我是张辽 第三十三章 大义 雷修揽着江绳的手臂猛然一紧 勒得战马仰手思鸣 这人乃是张辽 江淮侯友们绝非闭目色厅之辈 早就对曹公麾下 文武多有了解 以雷修所知 曹公既拥百万之众 横扫中原河北 其麾下 朱将 自然俱飞俗流 得人拥 戴如夏侯敦 所向无前如夏侯渊 坚忍不拔如曹人 严谨厚重如于静 又有曹洪 曹纯 张和 乐静 李典 徐黄等 都是声威震动天下的名将 大将 这些人物各有所长 都有赫赫战绩 但如果说起披肩直锐 身先士卒 他们都远不如荡寇将军张辽 据说 这张辽的家族本姓聂 乃聂一之后 势居边疆 他少年时 便以勇武闻名滨州 被滨州刺史丁元赵维从事 后为非将吕布挥下其都位 吕布败死之后 张辽归降于曹公 转战南北诸州 吕破强敌 曾在辽西白狼山池曹公 挥盖冲阵 一战催破乌桓鱼 踏顿的数万铁骑 降服二十余万众 雷修虽然也常以勇武自精 但稍微有点理性的人 就该明白 称雄于乡里 和扬名于天下 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何况 刚才两人在战阵之上 已经交手一合 闲死还生的经历 足以让雷修感觉出 自己与这位天下 肖将之间的巨大差距 或许干渴 饥饿和疲惫 影响了自己的状态 但雷修很清楚 哪怕是身心俱在巅峰的时候 自己也绝非张辽的对手 但雷修随即咬紧牙关 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成为强大的武人 挫败对手 在战场上建立威名 这是雷修选择的道路 在这个道路上 有再多的艰难 他也要昂首挺胸地走下去 怎能因为遇见强敌而未牵呢 张辽保持着单手控将的轻松姿态 看着雷修从惊讶到镇定 他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雷修 雷行之 我知道你的名声 你是雷修的长子 在群道之中 素以善战著称 本以为 这是无知贼寇自高自大的吹捧 今日一见 倒也颇有几分真本事 然而 如今我大军已至 你没有机会了 立即弃甲投降 我保你性命无忧 否则 便只有战死一途 他的声音并不特别浑厚 简直不像是武人的口吻 而谴词用句 甚至可以说是客气 显然与雷修所不其事的交手 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辽奇人 固然以敢战著称 却并非一意识杀 他同时也是曹营大将之中 少有的文武双全之人 昔日曾亲自渗入东海 以话述说 想巨扣长西 此番 他受曹公所命 领军追击淮南群豪 本以为 以精致之师 催破贼寇 当如泰山鸭卵 却发现曹莽之中 也有英雄豪杰 于是便陡然 生出爱财之念 只听他继续道 你们已经身陷绝境 投降吧 你年纪轻轻 不应该死在这种地方 你的部下们 也都是勇敢的战士 倘若毫无价值地 战死于此 我会感到可惜 张辽说得没错 随着曹军部族大队的到来 雷修面临的局势很危险了 说是身陷绝境 并不为过 双方厮杀之处 是天柱山前的一片峡谷 谷地大致是 东西向延伸 中间地势略高 东西两面 各有一处峡口 南北最宽处 大概半里 山谷的两边 是高低错落的岩崖 抬头看去 那些突兀的谗言 在暗沉的夜空中交错着 仿佛某种巨大而弯曲的立场 在这种狭促的环境中 曹军的部族军阵赫赫铺陈 密布于整个正面 雷修所不其事 毫无巡峡四夕的可能 曹军的骑兵 则包围了侧翼和后方 他们数量既多 又有当时一流的肖将带领 轻易就能够包抄堵截 不使雷修所不撤离 雷修和他的从骑们 偏右与没钱 所在的本队距离太远了 这时候 已没有人能为他们提供掩护 更没有人能够为他们打开退路 张辽不愧为当时名将 其用兵之术已真化尽 只是一个最简单的骑兵冲击 不足眼镜就给雷修制造了天大的麻烦 然而雷修并无巨色 在这时候 他只想着迎接即将到来的恶战 也根本无暇恐惧 听得张辽的言语 雷修笑着看看左右 他让我们投降 王霍 你怎么说 呸 贺松直接吐了口唾沫 数十年来 江淮之间诸侯征战不休 声明死伤惨重 被迫流离四方 雷旭 陈兰 没钱等乡土豪霸 正是依靠着他们 收拢来的流民溃兵之术 力量得以逐渐膨胀 而这些流民溃兵中的许多人 都有着和曹公不死不休的仇恨 当淮南群豪降服的时候 他们不得不隐忍着 然而当战事再起之时 他们是战斗意志最坚定的人 贺松便是这样的人 他凝视着对面的曹军 眼睛里仿佛要喷出火来 贺某少年时 硬目从征 为平息黄金之乱东征西桃 身经百树实战 自以为可以上报国家 下安离数 谁知道归乡之日 却发现 蒙英赫氏合族上下129口 从七巡老父到冲林质子 全都死于曹军的屠刀之下 我与曹贼有不共戴天之仇 是绝不会投降的 今日的局面 无非你死我活 大家在刀枪上见高低便是 又何必假惺惺的作态 雷修没有再问别人 贺松的回答就已经足够 张辽沉默了半声 慢慢地道 我听说大行不顾细景 大礼不辞小让 曹公持甘气以计时 这是大刑 那些零零总总的小结 便顾不得那么多了 如果有人因此不满 却也只有厮杀一场了事 他抬手做事 部下们便拔刀擒枪 这些将士们的动作 如此整齐划一 以至于假骗碰撞的 轻想会在一处 发出沉闷的轰鸣 在轰鸣声中 张辽的话语依旧清晰可变 说到底我们是国家 我们是朝廷 我们有大意在守 你等再怎么成口蛇之猎 也都是自甘堕落的贼 放你娘的丑狗屁 雷修勃然大怒 张辽眼中 立色一闪 他毕竟是天下文明的大将 岂能忍受 乡野贼寇的辱骂 他抬起的右手 慢慢握紧 即将发出 进攻的讯号 就在此时 忽然有话音 在连绵的山谷中 滚滚激荡 引起轰然回响 犹如雷声 从苍穹深处下降 震碎了层层叠叠的密云 张辽将军 你说我们是贼寇 可是 如今这世道 谁能代表朝廷 谁又是贼寇 哪里能说得清楚呢 张辽眼神如电扫过四周 却看不到说话之人 他神色不变 沉声鹤问 什么人 那人不见身形 话语却似电闪雷行 从四面八方的夜空中 直压了下来 你说我们是贼 可是我们在乱世之中 苦苦维持局面 宝静安民 东起狼牙 西至尹川的千里范围内 百姓在我们的收容下 侥幸地活的 何止千人 万人 你说 你们是朝廷 却不知曲律 随灵 夏秋等地的累累尸骨 做如何想 却不知雍秋 夏批 蓬城等地 往死的冤魂如何想 却不知闻 曹军将至 追随刘豫州 弃家逃亡的十余万 荆州百姓如何想 却不知选手 与虎抱骑战马之前的那些 无辜留民如何想 张辽将军 我真不知你说的大义 究竟是什么 或许你们拥戴的 竟是一个 以屠戮百姓为大义的朝廷 混账东西 大胆 张辽身后将校们 鼓噪怒骂 张辽一摆手 骑队便鸦雀无声 他向雅谷的上方扫尸 这位能说会道的来客 何不报上名来 当他抬头的时候 才发现 夜幕已经降临了 山路毕竟崎岖难行 此前追击雷修所部 消耗的时间 比他预想的更长 试财那场战斗也是 如今视线所及 可以看见漆黑如墨的夜空 两侧山崖顶端的 黑色蝉颜高耸 恍然与夜色相连 随着张辽的化身 蝉颜的最高处 木然显出一点星火 随后是两点 四点 八点 更多 那是火炬被一个一个地点起 很快就难以计数 与之呼应的是 对面的炎牙间 也同样有人举起火炬呼应 只见这些火炬不断延展 犹如两条盘踞在峡谷两侧 亘古不动的火龙 终于被人类的战争所惊动 火龙徐徐伸展着奇长的身躯 照亮了陡峭的石壁 也照亮了石壁上方成牌成列 隐隐绰绰的许多战士 他们手中的刀剑反射着火光 锁持的树十面旗帜 列列翻卷 无形中增添了肃杀的气氛 在火炬密集之处 一人微微躬身 江淮山野之人 雷远雷续之 特来迎接我家兄长 一时有感才望言几句 张辽将军 请勿怪罪 此季天色已晚 两家想来都已尽兴 何不各自收兵 明日再战 雷修哈的一声 笑了起来 粗略估算 两侧岩崖上 至少有数百名士族岩阵一带 这些人居高临下 用弓弩也好 用头枪也好 甚至随便捡起石块头掷也好 都足以给谷底密集的曹军 带来惨重的损失 谁也不知道 这支部队 是怎么攀上险峻山崖的 但局面很清楚 雷修固然身在重围之中 张辽所部也有了大麻烦 张辽的面容 被窥言和护警所遮挡 看不出他的表情 不知道他是恼怒 还是戒备 他不言不动 曹军不其便也不言不动 百千人肃立如前 竟无一人 因身处险境而动摇 对这些身经百战的战士来说 纸萧将军有令 便是刀伤火海 也敢闯一闯 何况 眼前这点小场面呢 但张辽终究不是那种 无视袍泽姓名 而追求自家功勋的将领 他很清楚 如果不能速战速决 战斗就很有可能 发展为一场 在夜晚和复杂地形中的 混战和乱战 这太危险了 同时也是没有必要的 冒着这种风险 只求搏杀区区一名 江淮匪扣的首领 并不划算 片刻之后 张辽沉声道 那便明日再战 错落分布在部阵之间的 弓弩手们 率先后退 接着 原被平端着的 密集枪毛 层层收起 重新扛回到 士族们的肩膀上 刀盾手们随即撤步 与枪毛手互相掩护 各队抽敌而退 井然有序地 慢慢反入 山谷东侧的 幽深侠道中去了 部族们远去 随即张辽 带着骑兵们撤离 当张辽接近的时候 雷修很识相地 没有多事 直接与部下们闪到一边 给他们让开道路 张辽并不客气 而是大摇大摆地 沿着道路中央经过 他的部下们 或许有些 剑拔弩张的戒备姿态 张辽却轻摆缰绳 上半身自如地晃动着 姿态轻松得很 甚至都不曾 往从骑手中取回长矛 第34章 会诗 峡谷之中 突然恢复了安静 只留下横七竖八的尸体 扑了一地 山峰从深邃的谷底呼啸而过 发出呜呜的怪响 耳畔还有某种 刷刷的细微声音 那应该是有人 刚受了致命伤 于是 鲜血从伤口 急速喷涌出来 溅到碎石地的缝隙中 雷修凝视着张辽的身影 渐渐远去 随即毫不耽搁地回身 带领残步向 西南面的峡口前进 那里有一处 名叫肋骨间的要爱 没钱说 他会在那里 紧急修建宫事 以作为次日交战的凭借 厮杀整日以后 所有人都已经疲劳到了极限 然而这时候 夜色已然深沉 哪怕在较平坦的古地行军 也渐渐不那么容易 为了避开各种沟壑 一行人不得不勉强 打起精神千马不行 有人走着走着 就一头栽倒在地 同伴们惊呼惧疚 才发现 不是重伤垂死 而是睡着了 贺松定神看看左右 发现队列 比今日早晨又稀疏了很多 侥幸逃生的喜悦 和丧失同伴的哀痛 交织在一处 使他得胸衣中 充满了难以言说的 复杂情绪 他叹了口气 对雷修道 好在小郎军带人来源 否则 今天只怕有大麻烦 屁话 雷修回了句 他身边的战马 突然颠扑着 跳跃起来 连续不断地厮杀 使得熟悉战场的战马也 变得敏感而暴躁 雷修用力勒住缰绳 慢慢安抚下暴跳的马匹 低声道 曹军的数量太多 奸且善战 我们敌不过的 那个张辽张文远 真是名不虚传 我在他手中 只怕走不过十个回合 不怕你笑话 老贺 我刚才很害怕 我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 贺松没有答话 他是追随雷修 酒精沙场的武将 深知这位小将军 素日里 是多么刚勇自精 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 是源于情绪极度紧张 而又骤然放松后的失控 这时候 怎么答话都不合适 甚至听着 也不合适 而雷修并没有指望贺松回答 他闷声千马前行 过了半赏又道 要不是续之来源 我们全都死定了 他们在昏暗的谷底 走了大半个时辰 天色变得全黑 两侧的山崖 渐渐向中间合拢 将星月之光都阻拦在外头 而寒凉的山峰 顺着山谷的走向吹拂 掠过起伏的岩石 仿佛发出悚然乌液 让谷底的温度越来越冷 有几名骑兵从腰间的布袋中取出碎石等物 找了个避风的角落停下来取火 又有人检视了许多枯枝败叶之鼠过来 然而 谷底的湿气太重了 怎么也点不着 在这浓重的黑暗环境中 他们忽然发现 岩壁上有巨大的光影闪动 对侧的山崖上 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还有细碎的石块 顺着斜坡 哗啦啦地滚落 前方的骑士 力声贺问 什么人 是我 是雷远 山崖高处传来喜悦的呼唤 伴随着有数人连声道 小郎君 小心 小心脚下 雷修抬头去看 只见黑沉沉的崖顶上 好几人举着火把照明 火光下方 一人手足并用 不断拉扯着沿途树木枝条界里 顺着崖边一处生有草木的陡坡 亮枪而下 有时经过难以攀原之处时 那人索性就背靠着沿层滑下来 带起更多的碎石 哗哗翻滚 早有骑士举着火把迎上前去 看那人面容 不是雷远是谁 雷修瞬间就把所有的情绪都抛在了脑后 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他的脚步越来越快 最后奔跑着迎上前去 续之 续之 雷远也看见了兄长奔来 他清晰地看见雷修满脸胡须 眼窝深陷 颧骨高耸 脸瘦得脱了形 他看见雷修的铠甲到处破碎 已经变不清原来的样子 他看见 随在雷修身后的将士们 他们用武器支撑着几乎游进灯窟的躯体 几乎个个都已经是血人 兄弟俩分开才几天时间 这几天里 兄长究竟承担了什么 他到底经历了何等惨烈的战斗啊 雷远感觉到 一股强烈的热流在胸中涌动 这热流让他的视线突然模糊 双手也颤抖起来 他对自己说 这是我的兄长 这是带我最亲的家人 他猛地扑上前去 将兄长紧紧地抱住了 哈哈 续之 松手松手 太不像样了 哈哈哈哈 雷修大声笑着 粗鲁地将雷远推开 小子 你刚才不是很威风吗 现在何以如此 雷远微笑道 得见兄长无恙 一时难以自已 无恙个屁 雷修骂了句 要不是你及时赶到 所有人都要大样特样 呜呼哀哉了 不会的 不会的 雷远连连摇头 眼角隐约有些湿润 此前 雷远虽然担心战局 却深信以兄长的骁勇善战 纵使不敌也可全身而退 不至于有性命之忧 他也不曾想到 竟有张辽这样的曹银大将 亲自追击到深山之中 强烈的鱼迹袭击了他 让他喘不过气 让他愈加清楚地认识到 这场战争的残酷 说话间 又有不少人沿着陡坡下来 另一面的崖上 也有火把闪动 人影快不及行 雷远看了看他们 忽然皱眉 续知 你这次带了多少人来 似乎不是很多 确实不多 此刻两边山上 合计两百余人 另外 还有旗帜若干 火把一百具 临时搭乘人形的柴河捆 两百个 雷远坦然道 雷修猛然止步 额头突然冒出冷汗 你是说 啊 是这样的 兄长 这几日里 有不少曹军骑兵 绕行山间小路 追击我方本部 造成的损失不小 本部各队 都要留下足够的兵马 阻止防御 我带来的支援 甚是有限 因此 是才在山崖上 只能做了些假人 虚张声势 好在 势力在旁的贺松 觉得有点头晕 他勉强干笑了一声 原来还有很多假人吗 所有人的性命 竟然因为 雷远近乎而细的伎俩 而保存下来 这让他不知该说什么好 假人怎么了 有人在贺松的身后大声道 贺松反身回去 眼前知觉一黑 他退开半步 才晓得 有个身形 雄壮如山的大汉 站在眼前 把视野挡住了 抬头去看 原来是老熟人 邓童也来了 邓童摊开两只剧长 上面满是被枝条 划出 鲜血淋漓的伤痕 做这些容易吗 不能发出声音 唯恐惊动了曹军 动作还得快 做出来的东西 还得像个人 我许久没有这么惊喜过了 贺松愣了愣 一拳打在邓童的胸口 随即轻声笑了起来 而雷修恼怒地揪着雷远的肩膀 将他摇来摇去 奶奶的 亏你讲起话来 一套一套 口气大的称破天 我还以为你带了近千人 只有这一点人 你也敢在张辽面前躲微风 万一被识破 老子就死了 雷远笑着 去掰兄长的手臂 松手松手 你是我兄长 不是老子 两人此际相逢 竟恍然有格式之感 狠狠地闹了一阵 才安静下来 你从后头来 没钱没有分派些人手给你 雷修忽然问道 雷远摇了摇头 梅笑未说 他忙着在台地搭建防御设施 实在没有多余的力量 兄长若是不敌 便尽快撤退 莫要与曹军纠缠 这老鬼 撕心太重 雷修冷笑一声 你放心 回头 我来收拾他 雷远微笑道 那就多谢兄长了 雷修忽然低声道 须知 该我多谢你才是 兄长不必客气 雷远立即道 雷修瞥了眼正得意洋洋 向人吹嘘的邓童 想了想又问 邓童这丝 没给你惹麻烦吧 怎么会 雷远摇了摇头 显然 雷修并不知道 那日在前山大营里发生的事 雷远也无意多说半个字 雷修点点头 拍了拍雷远的肩膀 你不容易 我明白的 他自己是酒精沙场的战士 深知生死一线时的决断 有多么艰难 适才张辽所不兵马 已成天罗地网之势 雷远纵使带数百人杀进战场 将自己救出的机会 也很渺茫 但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一定只是奋战而已 能够如雷远这般 另辟蹊径的 少之又少 在那种局势下 能够保持冷静的状态去应对 从安排潜伏 组织相关的准备 到选择适当的时机 突然发动 以形成巨大的震慑 最后破得张辽后退 这是极高难度的操作 或许邓桐 贺松等人 想不到那么深 雷修却能够体会得到 当时 雷远承担了多么巨大的压力 又需要压服多少人的反对意见 山崖上的人们 还在一个个攀缘下来 不少人与雷修身边的骑士们认识 他们互相寒暄 彼此鼓励着 山谷中突然热闹了起来 前来志愿的兵力确实狠手 可是 同伴们的到来 让抱定绝死之至的勇士们 发现自己并没有被抛弃 这已经足以鼓舞大家的士气 一个又一个火把被点燃 道路被照亮了 骑士们重新打起了精神 他们向并尖力的兄弟俩挥着手 加快了行进的速度 雷修问道 接下去呢 你还有什么花招吗 雷远苦笑道 这些都只能随机应变 事先哪里想得清楚 接下去就凭借险要恶手吧 坚持到本部那边 到达安全之处 再做打算 第35章 山道 4日凌晨 张辽扶着山道边缘粗糙的横生树木 向天柱山的深处眺望 在那里 黑色的深山绵延成片 与苍茫天色融为一体 仿佛无穷无尽 山道两旁都是悬崖峭壁 猛烈的秋风从深处涌出 吹得陵木刷刷作响 再会成波涛般的轰鸣 夹杂在风中的 隐约还有人声 但是相隔太远了 听不真切 亲尾们请起的火炬 在大风中起伏明灭 映得张辽的面容 也忽明忽暗 昨日 他在大战上风的形势下 遭到贼寇威胁 不得不临阵退兵 次日领兵再来 却发现 贼寇并未在山谷中驻守 而是仓皇退去了 张辽立即挥军追击 因而他所处的位置 较昨日向前推进了树里 已经是峡谷西侧 最后一片较平整的土地 大概能容纳千余人马 再往前去 谷地就收束成 越来越狭窄的山道 方向也折向南方 据向导所说 沿着山道往南 左右都是陡峭的岩壁 地势越来越高 道路也越来越蜿蜒险峻 直到数十里以后 又有名为肋骨间的 险要碍口 张辽的身侧 年约四十许 身材高手的副将 朱盖将一柄大刀 提在手中 跃跃预示道 将军 不必着急 先让清兵们 演上去试探 是 朱盖挥了挥手 身后极有令旗招展 负责传令的兵族 急奔处取 军令祭出 视线所及的山石和陵墓间 许多身影 一起出现 这些是紧着轻甲 配备适合复杂地形作战的武器 以十五为单位 混编的战士 兵法云 临战之法 率无毛己相语为武 视野 他们互相掩护着 沿着山道缓慢前进 许多人背负着装土的布袋 沿途填平崎岖之处 为后继部队清理障碍 山道的上方 随即滚下大块的木石 猛烈撞击到队列之中 还有弓箭手 藏身在两侧岩崖之后 嗖嗖放箭 有一些清兵开弓还射 可他们位置靠下 身边也没有什么遮掩 因而并不能压制对手 短时间内 就有数人中箭 在袍子们的掩护下撤了下来 但其他帝氏族们 并未停止前进的步伐 凭借数量的优势 他们如同黑灰色的浪潮一样 沿着山路倒卷上去 越过了几处临时挖出来的壕沟 又漫过两侧较低矮的几段岩崖 数十名贼寇立即从岩崖后方奔出来 在更高处同伴们的接应下 快速撤离 贼寇的人数比预料得要少啊 张辽难难道 朱盖道 可以让清兵们继续冲一冲 除非贼寇们的抵抗突然加强 否则 我们至少可以冲到第一个平台 最多死伤数十或者百余人 说完 他看看张辽 却见张辽沉思不语 将军 朱盖问道 张辽微微点头 又道 是可以冲一冲 但两百人肯定不够 再上两百人 朱盖立即发令 他身后催促进军的鼓声 随即急促响起 更多的清兵遵照命令 加入到前方作战的行列 会成更加浓重的 灰黑色的潮水 山道越往后 越是陡峭 直着往上三五百步后 就是一个折角 再往上三五百步 又是一个折角 前一段道路和后一段道路之间 直线距离并不远 却隔着陡坡岩崖 难以攀越 曹军清兵们沿着山道急冲 但向上的斜坡 使他们的体力迅速被消耗 不得不每隔一段 都稍许停顿 才奔走到半城 上方的山道边缘 忽然献出上百名公武手 乱箭船舍 冲在最前的清兵 硬闲而倒 发出惨叫 但曹军不愧为多年南征北战 塑造出的强兵 纵然遭到袭击 将士们却丝毫不见慌乱 他们之中 有的一边奔跑 一边张弓向上方乱射 有的将刀斧之类咬在嘴里 腾出双手直接攀原岩壁 然而这些断崖陡坡 十分险峻 就连生活在山里的猎户们 都难以攀爬 他们爬到半城 不得不又陆续回到山道上 更多人大声呼叫着 聚在高举盾牌的袍子身边 加快脚步奔行 就在他们到达折角处的那一刻 一批身着甲骤 手持利刃的武士斜刺里 猛撞入队列 数十把刀锋闪耀着光芒 在密集的人群中大砍大杀 这些人毫无疑问是贼寇中 精选出的豪勇之士 清兵们全神贯注 躲避上方射下来的箭矢 本身又在奔跑之中 难以立即节阵防御 因而几乎是在瞬息间 就被杀得死伤惨重 只见掌刀挥斩之下 一颗颗被斩落的手机 沿着更下方的陡坡滚落 喷洒的鲜血在空中 划出一道道可怖的红色弧线 处在较后方的曹军士族们 连声怒吼 一些手持戈毛等长兵的将士 从后面向前击 却被前方混乱的队伍堵塞住了 这时候上方山到处 又抛出滚木 石块等等将队列进一步打乱 使他们无法斩不起适合的阵型 持刀的夹士们 轻松地粉碎了位于折角处的曹军 进而将与山道宽度相当的接触线 往下方推移 在极狭小的空间内 大量的战士挤挨在一处 数十件武器连绵不断地猛烈对击着 发出骇人的噪音 在起伏的群山间回荡不休 张辽情不自禁地踏前几步 仔细观察着刀枪狂舞 血肉横飞的混乱局面 他看见夹士之中有一名身材特别高大雄壮 仿佛钢铁所致浮屠的汉子 手持特别加长的战刀 因着曹军清兵乱舞的刀锚 奋勇突进 此人双手持刀挥砍 每出一刀 刀下必有死伤 汉子正前方的士兵 立刻就被砍倒了 那汉子趁着机会挺身向前 嵌入到了曹军密集的队列中 之后的情形就无法看清了 张辽只能勉强看到 清兵们的队列渐松散 越来越多低士族站不住脚 不得不向后退 一直退到这段山道的底部 得到第二批上阵的两百人支援 才堪堪为持住阵线 而当清兵们试图反攻的时候 贼寇们并不练战 立即抽身脱离 上方的山道处 适时飞出密集的箭矢 掩护他们后退回山道的折角后 隐漠不见了 这帮贼寇还挺难缠 朱盖冷笑着骂了句 眺望着群山深处 越来越狭窄陡峻的通路 他略微有些焦躁 这样打法 要打到什么时候去 你发现了没有 张辽忽然道 他们的人数很少 朱盖想了想 没错 弓弩手的数量 大概在百余 持刀夹士数十人 就算他们一两队轮番替换 总数也不过百余 不知道他们在之后的山道中 还放了多少人 估计多不到哪里去 嗯 您的意思是 朱盖突然想到了什么 望着张辽露出震惊的表情 张辽汉手道 这帮贼寇 根本就没多少人 昨日晚间 他们装出来数以千计的样子 保护了 当时 如果很下心继续厮杀 嘿嘿 或者今日这仗 就不用再打 朱盖也是战场经验丰富的武人了 既然仔细私存 如何想不出 昨日那名幻雷远之人 拿枪拿掉 尾时大有可疑之处 他在细细回忆昨日的经历 发现那分明是一举 消灭贼寇的重要首领 倾尔粉碎祖籍的绝好机会 他已经明白 贼寇中的肖将 为雷修一人而已 只要杀死此人 则贼寇避溃 倾尔夺回被贼寇掳掠掠的 诸多户口 简直易如反掌 然而 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 胜利如此接近 于是这个机会 就被轻轻放过了 竟然如此狡诈 混蛋 混蛋 朱盖身为副将 总不见得 责怪张辽的疏忽 于是 只能连声怒骂贼寇 或许是因为 眼前战局不利的影响 朱盖越想 昨日被贼寇所欺之事 越觉得 气塞凶意 同时还生出些 紧张不安的情绪 曹成向此次出兵江淮 是为了驱逐孙权 独死将东北上中原的通路 确保江淮之间的稳定 为此 动用的兵力规模十分巨大 不仅有直属于 霸府的中军精锐 也有来自河北等地的 新牧氏族和乌环湖旗 还召来了徐州刺史 威鲁将军脏霸的 清徐地方军队 在此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下 朱夏侯曹氏清族将领 和于静 张辽 乐静 朱灵等大将 难免会有彼此争敬的心思 而与此同时 他们又都面临着 对待下属越来越俊客的曹公 此前 曹淳曹子和都帅虎豹 其为全军先倒 只因为不慎漏过了一次 极小规模的嫡妻滋扰 就导致曹公勃然大怒 当场捕杀了曹淳信任重用的军司马 曹淳乃是清旧肺腑之臣 身份贵重于时 何尝受过如此屈辱 此举使他又修又弃 领兵抵达合肥之后 立刻就告病休养 怎么说 也不愿再参与此后的军事行动 那只坑害了曹子和的骑队 随即纵旗奔逃 曹公命令于静分拨人马都解 于静其人 素来把曹公的命令 看得比天还大 领命之后 兴师动众 调动两万余的兵力 在方圆数十里内架起天罗帝王 结果却硬生生 被那队敌其斩杀多人 突出重围 难得以义众有能著称的于静 也吃了亏 众将正在看他的笑话 谁之余静着思真不讲情面 回来就在曹公面前 指摘大军右翼某步 未能及时响应军令 以至于敌其逃脱 带领那一只兵马的大将 乃是朱灵 他是在元曹联盟时 就投效曹公麾下的大将 在军中名望甚高 步众却自成一体 外人有些水泼不进的意思 这种做派 速来为曹公所不喜 于是顺水推舟地 给了个治军不严 号令不紧的罪名 这罪名不清了 朱灵立即被耻夺兵权 他本人还近乎羞辱地 被任命为于静的部下都 以上两件事情发生以后 军中各部都为之震动 此后 曹军分遣朱将行军作战时 将领们默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以免办事不力 被曹公怪罪 根据曹公的命令 张辽和朱盖主要的任务 是清理以雷旭等人为首 一位与曹孙两家之间的淮南豪霸 由于曹公有意在合肥 以西三十里处 依山川之险另驻新城 淮南豪霸在这片广阔地域中 拥有的数万人丁 都将会成为铸成的奴工 但这个任务执行得并不顺利 淮南豪霸们的行动 初期的井然有序 他们一边收拢依附百姓 退入深山 一边以宜兵前出制陆安 迟滞了寿春曹军的行动 带到张辽和朱盖赶到 他们又以少量精锐断后 硬生生打退了多次追击 昨日张辽亲自领兵出击 眼看着就要擒杀敌方勇将 却被贼寇们虚张声势所获 这样下去 贼寇们所处的位置越来越险峻 越来越难以擒捉 眼看他们就要在朝廷方面 大将的眼皮底下逃往南方了 这样下去 只怕自己的任务就要失败 之后怎么去向丞相交代 而昨天这件事一旦传扬出去 张辽和自己只怕都会成为 同僚的笑柄 作为久力荣基的将领 这里那里吃点小亏本来 并不是大事 然而 此事会不会引起曹公的恼怒 朱盖实在猜不透 也不敢想下去 更令朱盖深深畏惧的是 朱盖本人与朱灵 都是冀州亲和人 两人处于同族 朱灵已经遭到严厉的贬斥 如果自己再遭曹公怪罪 只怕整个宗族都要面临难以承担的后果 朱盖不禁苦笑起来 昨日真不该退兵的 此事若是被丞相知道了 真不知道我们会受怎样的责罚 话一出口 他就觉得后悔 身为副将 不该如此指摘主将的判断 不必太过忧虑 张辽看了看他 摇头道 那是我的判断失误 与他人无关 如果丞相问起来 我会说清楚的 文远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朱盖连忙解释 张辽向他笑了笑 缓步向前 眺望着蜿蜒曲折的山道 昨日没有把他们除掉 实在可惜 现在他们占据山险 也确实难以拿下 不过 我们还有时间 从其他小路 偷越过去的赤后们回报说 贼寇邪国百姓 行军缓慢 至少这两天里 他们是翻不过前山的 只要我们能够杀透此处爱口 贼寇们断然逃不掉 朱盖咬牙道 将军 贼寇们以精锐断后 我们也必须用精锐来对抗 不妨让我的清兵上阵 不 哪怕我亲自上阵都可以 张辽看看朱盖 笑道 你说的没错 山道如此狭窄 我方的兵力优势无从发挥 持续僵持下去 突然折损将士的性命而已 然而恕我直言 纵使你亲自上阵 恐也不足突破敌人的防御 此时唯有真正的奋勇之事 临阵决死 才能一口气压倒对手 他指了指自己 只有靠我才行啊 曹公麾下的将领之中 绝大部分都是乱世中 应目从军的豪杰之类 但张辽与他们不同 他出身边郡 是在成年累月 与异族厮杀中成长起来的 职业军人 他所统领的部下们 则是真正保存着强悍之风的 整建制的正规边军 在过去的中原乱战之中 张辽和他的永汉部下们 曾经随着非将吕布 催破百万黑山军 也曾经与高顺的 宪阵营并肩作战 几度将曹公逼得狼狈不堪 不提率领大军 战胜攻取的本事 单以临阵搏诈论 张辽张文远却确实实地 是曹营诸将中的翘楚 他有足够的底气 过去数年间 举凡有大战 苦战 张辽常常凭借个人的勇武 以小谷精锐猛烈突击 来为全军打开局面 朱盖作为副将 已经习惯这种情形 但朱盖又想到 在这种地形下作战 曹军兵力优势 被最大限度地压制了 而贼寇们 用来威胁几方将士 性命的手段又太多 那些手段 可不是纯靠个人 吴勇能应付的 因为自己的一句 无心之语 而记得全军主将 亲自上阵 如果后继有什么损伤 朱盖无论如何 都不愿接受 我自然远不及将军骁勇 只是这山道上的地形复杂 面临的状况 与大军野战不同 先让我带人去冲杀一场吧 如果我果然无法建功 再请文远出击 朱盖沉声道 文远 你是一军主将 身份不同寻常啊 张辽不再回答 直接张开双臂 示意左右亲卫们为他披甲 亲卫们早有准备 立即肃然围拢 他们先为张辽除去外袍 再贴身穿上 多层的丝棉禁服为内衬 又捧着兜眸 盘领 护臂 于林凯和纪连甲片的 皮涛等物 为张辽一一结束停荡 两名披甲大汉单膝跪地 奉上长刀 铁矛 弓石等张辽惯用的武器 张辽右手持握刀柄 左手将铁矛轻轻一抖 杖许毛感 便如活的一般颤动起来 毛尖锋任割裂空气 发出锐利的响声 与此同时 他的亲卫们 也各自整束甲皱 握紧手中的武器 一道道黑色的身影 漠然无声地立于张辽背后 便自有杀气升腾而起 张辽举步向前 昨天晚上 我与贼寇们约定了明日再战 难道可以失信吗 既然 贼寇们如此期望与我作战 那我就赐给他们战死的荣耀 第三十七章 进退 雷修锁步在此前的战斗中损失惨重 得到雷远的接应以后 他们也不耽搁 一路后撤到山道深处 适才负责在山道前方阻敌的 是邓桐和他的亲信部曲们 邓桐是雷须部下几名 切实领友较强兵力的取偿之一 既然军役决定以少量精锐支援雷修 他便立即在五百名部下中选出百名雄剑善战之辈 再调击铠甲和精良的武器为之配备 这一百余人中 有将近半数出自于他自己的亲族 堪称是在乱世中安身立命的本钱 能把自己的老底子尽数投入在这个战场上 足显邓桐对雷旭 雷修父子的忠诚 曹英的亲步兵发起第一次进攻时 邓桐与数十名勇士身披甲持刀 趴伏在山道的转角处 发起了突然袭击 为了便于登山 这一波曹军士族都未着假 因此邓桐凭借巨大的履历挥动长刀 所经处不是断头就是断肢 一连杀死数人 打破了曹军正面的阵线 连杀数人以后 邓桐的部下们也都跟上来 据称紧密的队形 把曹军士族往山道的下方赶去 一直到第二批低士族填充进曹军队列里 他害怕被纠缠住 才下令撤离 偏偏这时候 他的长刀砍进一名敌人的身躯 被骨骼卡住了 曹军士族 趁机刀枪齐落 好在邓桐穿着精良的铁铠 刀枪都难以伤及他的要害 他立即松手放开长刀 在几名部下的遮户下 踉枪往山道上方倒退过去 一行人狂奔退回转角以后 都觉得体力浩劫 透不过气来 邓桐仰面倒在泥地上 只觉得四肢百还都在刺痛 一时连起身都做不到 勉强抬手摸了摸 发现自己身周多处受创 好在伤势不重 然而 兜谋和护警上 都被长枪刺出了祸口 胸前眨甲的假片 也被砍断了两条 刚才这一场厮杀 虽然占了上风 其实 生死细于一线 他的部下们 也有战死和受伤的 邓桐非常倚重的勇士薛元 在掩护邓桐退回的过程中 被利刃刺透了肺脏 虽然伤口看似没有流很多血 可他渐渐地透不过气来 难受地 双手拼命撕扯着自己的喉咙 面部皮肤变得像恶徒那样 毫无血色 过了一会儿 他两眼翻白 痛苦地死去了 由于退的仓促 邓桐所部原本完整的阵列 出现了混乱 第二批的曹军清兵 趁机逼迫上来 邓桐连连挥手 急躁 作为替换的另一对夹士顶上前沿 带领另一对夹士的 是邓桐的从地邓一 他的勇猛逊色于邓桐 而面对的曹军做足了准备 也不像初次遇袭时那样慌乱 于是两队人接触到一起之后 夹士们并未占到上风 曹军以长枪长矛当先 在以割己之类施加着击 迫得夹士们忙于防御 偶有前排士组死伤倒下 身后的人立即顶上去填补留下的空档 扇到上方的弓弩手们 试图放剑打散曹军的队列 大部分箭矢却被盾牌拦下了 他们又推下原木和石块之类 这些重量巨大的物体 沿着斜坡翻滚下去 有的撞击在曹军的身上 将他们砸进更下方的山谷 有的停留在山道中央 形成阻碍 但曹军不顾阻碍 不顾伤亡 除了少数人站在原地开弓仰射还击 其余人继续向上方冲杀 随着种种武器与甲轴 密集的碰撞砍击 呐喊声嘶吼声接连不断 短暂的僵持之后 夹士们不得不步步后退 邓一的位置在最前方 左右一旦退后 便将他暴露出来 曹军从三面向他进攻 锋刃密如雨点传刺而来 邓一挥动长刀左右格挡 接连砍断了几根枪矛的长杆 但长刀也被绷出了祸口 他顺手丢了长刀 猛力抓住一根捅过来的毛杆猛力回拉 手持长矛的曹军 踉枪着根出来 被他一把拽住挡在身前 敌方的竖根枪矛 毫不留情地继续刺过来 顿时在那曹军身上 开了几个血洞 那曹军大声惨叫 手脚乱动 邓一借着这个时机连连后退 重新回到后面几方的队列中 曹军一鼓作气 将阵线逼近转角处 继续向上进攻 顶在前方的十长矛云口中呼喝着 用夹中的铁毛左右横扫 迫使曹军止步 但铁毛太过长大 挥舞到一个方向后 难以及时收回 曹军后排 随即有伸手矫健的刀遁手 弯腰铺前 挥刀斩他的腿脚 葛云急忙丢弃长矛 撤步后退 却撞到后方的同伴身上 动作慢了半拍 血光暴剑之中 他的整个小腿 几乎被气根砍断 露出了断裂的骨茶 葛云大声惨呼倒地 那刀遁手合身扑上 又挥刀向他的头脸猛砍 第一刀砍在铁刀眸上 把刀眸打歪 第二下就正中他的面部 刀锋深深地 嵌进了葛云的面门 拔刀的时候 浓稠的血液 像是喷泉那样涌出 把森白的碎裂骨骼 和软塌塌的面旁皮肉 都向两边冲开了 曹军士族继续向前冲击 两方的队列 在此交错到了一处 转角处的局面 顿时陷入混乱 将士们急促地进退纠缠 互相冲撞厮杀 就像是沸腾的岩浆 汹涌翻卷着 没有停歇的时候 在两个转角以后 更高处的山道上 双手抱肩 注视着下方舍死忘生的敖战 在他身边 簇拥着雷远 丁力等数十名 全副武装的军人 此前随他血战的骑士 折损甚多 大步在跟后方修整 但以贺松为首的树人 仍然随时在练 在他们身边 还有若干士族来回奔忙着 搬运来 用于投掷的石料和原木 堆在路边 这些东西消耗很快 须得随时补充才行 邓同不够稳健啊 不该给曹军机会 雷修低声自语几句 又道 葛云可惜了 我记得这斯本是 汝南黄金贼手和曼的部下 十二岁就敢上阵杀人 打过许多恶仗 是个好手 本来打算今年里 提拔他做个囤长 雷远点点头 他此前极少接触军务 因此不熟悉雷是不取字帝 但这个葛云 他倒是见过 前几日里 邓同在前山大营的 一室厅外拦截自己 跟在邓同身后 威吓的便有此人 不曾想时隔数日再见 便是亲眼看着他命丧沙场了 雷远不禁生出几分侧影 却见深周数人均无悲戚之色 他顿时有些感慨 论及心智地坚韧顽强 只怕自己终究不如此等被乱世锤炼到心如铁石的武人 如葛云这样的勇猛之势 邓同手底下没几个能相比的 死一个便少一分战力 接下去只怕会更艰难 丁丽沉吟道 张辽所部阵列森严 进退有度 果然都是精兵 不好对付 雷远问道 邓同只怕坚持不了多久 要不要让他们退后一段 不能退 丁丽道 他顿了顿 向雷远解释说 正因为敌人势头很猛 这时候绝不能退 我们一退 他们必定尾随追击 到那时敌我果在一处 只怕直到你我跟前都扎不住阵脚 他转向雷修 询问道 小将军 不如让我派人去顶一顶吧 试试看能不能把曹兵打下去 先扼住这股势头 之后再想办法 雷修逆视他一眼 他知道 丁丽本人 着实不以无勇见长 倒是部下 有个叫丁凤的年轻对帅 极具勇力 凡是冲锋陷阵的事 丁丽往往推给这个部下 但眼下的局面 雷修想了想 决然道 老邓既然吃不住 你的部下们 也管不了什么用啊 还得我上 不可 丁丽 贺松等人 先是一气发寒 随即脸色都沉了下来 退手扇到之后 双方的攻防 变成了纯粹武力 与勇气的比拼 生死绝于虚余之间 没有半点腾膜余地 雷修的骁勇 远远超过在场珠人 他是应对这种局面 最适合的人选 但这对于雷氏宗族 事实上的继承人来说 太危险了 这位年轻的武将 已经为所有人的安危 熬战了几个日夜 没有人希望他再去承担 这样可怕的风险 雷远举手示意 有些啰嗦地道 我们可以试试看 调动更多的攻守 另外 在这里的战斗 到最后 只是消耗人命罢了 对我们疏为不利 用箭矢破退敌军 然后我们还是尽快 退到肋骨尖台地去吧 到了台地以后 曹军的兵马调动 后继补给 都会出现问题 没用的 雷修摇头 刻意无视了 雷远的后面 许多句话 被雷远救援一次就够了 他并不觉得自己 需要匍匐在右地的 羽翼中作战 如果正面投入的 力量不足 只靠放箭 没法破退他们 何况 后面向上仰射的 那些曹冰攻守 使用的布攻都是精品 射数也十分出众 这上头 我们占不了便宜 雷远还想说几句 雷修断然道 不必再讨论了 在这个时候 他的斗志 仿佛永不熄灭的火火山那样 熊熊燃烧 让众人几乎不敢直视 他召集众人 伸手指示这一处 只有从上方 才能分辨的隐蔽斜坡 看见这里吗 我带二十人 从这里滑下去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然后 你们往后面 投掷柴河火把 组住后方曹军支援 等我把邓童等人接应回来 大家再逐次抵抗 众人一起攻身道 遵命 老赫 你跟着我 雷修捶了贺松一拳 贺松咧嘴笑了起来 是 包括贺松在内的二十名家士 在最快时间内准备完毕 他们跟着雷修 往斜向的山道下方走去 从他们所在的位置 往下两三百步 就是个弯道 通过弯道后 在下数百步 便是邓童锁步 与曹军拼死纠缠着的折角 山道的下方 隔着陡坡 便是密集的曹军 时不时有一阵箭矢 带着嗖嗖的风声 从下方抛射而来 原本蹲在陡坡上沿的 数十名弓箭手 连忙退后到另一侧的 崖底树丛中躲避 雷修威然不动 只抬手护住面门 一只箭矢 打在他的金铁护壁上 发出呛然的声响 弹开了 他扶下身 半蹲着来到 事先看好的那处斜坡边 向其余夹士们挥手示意 随即背靠斜坡 慢慢滑下 斜坡蜿蜒向下 两侧有灵循的岩石和灌木遮蔽身形 雷修用双肘支撑身体 渐渐向下滑落 斜坡的角度越来越陡 他下滑的速度越来越快 而下方砍杀的声音 冰刃撞击的声音越来越响 就像洪流灌入他的耳里 几乎是在瞬息之间 他便携带着被甲骤刮下的碎裂土块 冲进了曹军的队列中 一名曹军攻守的脚脖子 正好被雷修踹中了 他站立不稳 跌倒在地 雷修拉住他的腿 一把脱镜 短刀一抹咽喉 轻描淡写地取了他的性命 其余弓手们哗然大惊 雷修挺身而起 短刀致出 正中另一人的咽喉 弓手们纷纷丢弃长弓 取妖刀杀来 雷修翻手拔出斜叉 被在身后的两把铁戟 劈头盖脸的轮番砍去 他身高必长 屡历也远过常人 这一轮劈砍 每一下都用足了全身之力 铁击补形的头部 劈劈啪啪啪地砸碎了刀身 带起大棚的血光 有个武艺金属的刀盾手 混在弓手之中 趁着雷修不备 从侧面杀来 举刀探臂来刺 雷修听风变音 急侧身避开刀锋 右手短脊磕开盾牌 左手短脊反撩上去 在对手的小腹至前胸 开了个又深又长的血口 细长年华的肠子和乌血 混作一团球状物 随着他的短脊飞舞 被甩出老高 那刀盾手惨呼而道 雷修飞起一脚 将他踢飞树杖 撞翻了稍远处的 另一排曹军兵族 山道狭窄 宽度大概只容五六人并行 雷修一通厮杀之后 曹军队列便被隔断 其余夹士们 趁机从陡坡一一划下 排列成坚固的阵型 小将军 你往上冲 下面的人交给我 贺松大声喊道 与此同时 雷元等人将着火的树枝 木柴等物大量抛下 虽是深秋时节 但山间多余湿润 并不干燥 那些木柴燃烧时 散发出浓密的烟雾 和呛人的气息 瞬间弥散在整条山道中 更后方的曹军 一时不敢向前 而雷修大声呼吓着 趁机领人 往山道上方冲击 于是烟雾之中 沙声轰然而起 第三十八章 破镜 山道中浓烟弥漫 虽是有山风呼啸而来 闲闲将之吹散 但上方的雷元等人 不断地投下 更多臂包燃烧着的柴盒 尽量维持着烟雾翻卷 蒸腾的局面 烟雾的弥散 又带来刺激性的气味 叫人呼吸为奸 许多曹军士兵 用枪杆挑开成捆的柴盒 心急的人 甚至直接蹲下身 捡取柴盒 转身往山谷中扔 这便更加搅乱了 原本的阵列 一时间 就连往上方山道 仰射的箭矢 都吸收了许多 反倒是上方的箭矢 一发猛烈 引起生生惨呼 雷远浮在一处 岩石底部的嘎拉 从上方往下看 丁力背靠着岩石 以为遮蔽 扭头问道 怎么样 曹军的队伍已经乱了 兄长甩开了他们 开始往上方进攻 你的部下们 继续扔树枝柴盒 一刻也不要停 郭靖 雷远扬声喝道 在 郭靖假咒铿枪 来到眼前 半攻身行礼 你带人下去 尽快歼灭弯道处的曹军 接应兄长和邓驱 偿他们撤离 是 先前曹军与邓童所不纠缠 正面白刃相交的人数虽少 后面用来地补的部队 却源源不断 因而纵使增援过去 也难免会被拖进消耗战的节奏中 但此刻后继的曹军队伍被组织 便可以行动了 郭靖也之时机稍纵即逝 立即如猛虎般沿着山道扑下去 跟随他的是雷远部下的亲卫富恩 宋景等人和雷远 从本部部曲中精选出的壮士若干 山道的折角处 双方士族们仍在抵近厮杀 或一人对一人 或数人对数人 彼此的队列完全不复存在 距离这群人 还有十余步的时候 郭靖在奔跑中张弓搭箭 箭矢擦着邓一的鼻尖掠过 一个正与邓一撕扯的曹军士族 硬衔而倒 他收起弯弓 拔刀继续向前 瞬间越过邓一 又和另一名曹军斗在一处 山道折角处有个小小的缓坡 恰好提供了厮杀的空间 这二三十名武艺金属 而又骁勇的生力军 一旦加入 立刻将局面扭转 丁力伸长脖子 看看折角处的战局 又看看雷远 有些感慨地道 远哥 欧布 小狼军属下这些人 都是罕见的虎狼之士 能得到这些猛士笑死 恐怕不是一席之功啊 这话可就带着几分言外之意 像是试探 雷远估计 自己这些日子的表现 终于影响到了某些人 如丁力这样的人 说出这样的话 只是时间问题 只是 眼下并非能够分心的场合 于是 雷远摇了摇头 都是一起相投的伙伴而已 下方山道传来的 厮杀喊叫之声 猛然增强 雷远扑回到岩石底部探看 喜道 兄长杀上去了 雷修大踏步向前 迅速脱离了烟雾笼罩的区域 看到了前方的曹军 数十个士族往山道拐角处 闷头急行 他们全神贯注于前方 即将投入的厮杀 竟不知身后杀星已到 雷修更不犹豫 柔身扑入曹军的队列之中 左右两把短脊一分 大砍大杀起来 在这种狭窄的道路上作战 敌人又是如此密集 他简直不用分辨 但凡封刃所向之处 必定有鲜血飞剑 瞬间砍倒砍伤多人 随着他的大步破镜 强烈的杀气和斗志仿佛化成实质 压迫得对面的曹军士族 几乎喘不过气来 其余 曹军惊恐大呼着 有人往山道上方去躲避 却挤到密集的人堆里 反而无处退让 也有人回身反击 与雷修杀在一处 雷修仗着铠甲精良 顶着敌人继续冲杀 只偶尔闪过几处 危急性命的重击 而其余的刀枪落在 他甲皱的弧形表面 发出连续不断的坑然之响 绝大多数锋刃都划开了 只有几杆枪锚砸在他身上 让他的身形晃动 雷修的脖梗上 额头上青筋站起 他咬牙低吼着 推散开几根在面前晃动的枪杆 同时成功一撞 将侧面的一名曹冰 撞得立不住脚 长生惨呼着 往山道边的峡谷中滚落下去 雷修所带领的夹势 也跟随着他猛烈向前厮杀 双方激烈格斗 密集交错着的锋刃和瓷器笔幅飘射的鲜血 很快汇聚成了铁和血的漩涡 漩涡不断扩大 将越来越多的人命吞噬了 雷修身前的这部分曹军中 除了往前方去投入战斗的 还有从前方替换回来休息的 包括一些不能继续作战的伤员 伤员们很多都躺在山道边上 等着战事告一段落后 往后方转运 这时候 他们被许多人践踏着 开始还发出痛呼 后来便渐渐没有了声息 雷修踏着被鲜血浸没的沙土 再向上几步 便看到了聚集在拐角处的曹军 以及和曹军猛烈厮杀的邓童锁步 他纵声大喝 加速向前奔走 两名曹兵被他的吼声惊动 翻身来迎 雷修双臂探前 用短脊左右格挡劈来的长刀 足不停步继续向前 瞬间切入到右侧曹兵的身前 用右手短脊的尾端猛砸下去 这一下用力极大 短脊的尾端喀啦啦砸碎骨骼 整个没入胸腔 那曹军连呼叫的机会都没有 立即弃绝 雷修来不及拔出短脊 直接松手 任凭短脊和连在一起的尸体 软倒在地 随即转身 双手握持左手几刺激 左侧的曹军正 双手举刀将要下劈 身前破绽大路 被雷修一击正中下腹 灯石两眼暴突 怪叫着倒地 雷修胯步赶上 在一起割断咽喉 眨眼功夫 他连杀两人 从后方泄入到弯道中的人群里 遭到前后夹击 又被打散队列以后 不劈甲咒的曹军清兵 完全无法对抗 全副武装的贾士 很快就被砍杀殆尽 战斗迅速接近尾声 邓童骂骂咧咧地 将嵌入曹冰骨骼的 还手刀拔出来 邓一用短枪之地 一瘸一拐地跳着 笑得倒是很欢 雷修眼力 又在贾士们之中 发现了郭靖的身影 他对这名勇敢的战士 印象很深 立刻想到 这是雷远担忧 自己的兵力不足 难以迅速消灭 转角处的曹军 所以派出了轻卫相助 他摇了摇头 笑了一声 多事的小子 正在他稍微轻松些的时候 忽然听到山道的上方 同伴们慌乱地 大声鼓噪起来 他们在喊什么 雷修皱眉 抬眼看去 只见山道上方 原本努力投掷 树枝柴河等萤火之物 低势族们 不知何时 已被突然密集地 抛射箭矢 压得抬不起头来 雷远和丁丽等几人 借着岩石的阻隔 稍稍安全些 雷远冒着危险 探头出去查看 随即向自己 疯狂地挥着手 指着下方山道 大喊大叫 雷修挤扭头 向来处的山道看去 烟雾终究 不敌山峰的吹拂 渐渐散去 雷修一路杀来 所经过的山道 尸横遍地 烟雾笼罩下 原本各种身影声 金黄的嘶叫声 此起彼伏 但这时候 这些声音都听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短促有力的号令声 和无数甲片彼此撞击 最后会成的 连绵金铁之声 还有整齐华裔的 金属摩擦之声 那是强弩的金属弩机 被搬动了 雷修感觉到一股颤悚 不可遏制地流动在全身 那种感觉 即使面对强敌 跃跃欲试的兴奋 也是畏惧 雷修用尽全力 大声喊道 啪下 啪下 下个瞬间 强弩发射的 崩弦之声 贯穿耳膜 上百道阴线撕裂了空间 覆盖了整片 拐角处的缓坡 雷修动作极快 在倒地的同时 顺手抓起一具尸体 挡在身前 刹那间尸体连连颤动 已被几只弩箭射中了 转头回看 只见 他和邓童的部下们 虽有假咒护身 也在剑语中 死伤惨重 邓童倒在地上 抬起的小腿 被一剑掠过 让他又痛 又怒得喝骂个不停 邓一身上中了几箭 满身是血 他看看雷修 却没有说话 显然已经不治了 没来得及遵照雷修 命令辅导的夹式 大概有半数 这半数之中 又有半数重箭死伤 这些淮南群豪 轻力挑选出的精锐 几乎立即失去了 继续作战的能力和意志 雷修知道 能够集中使用如此大量的强弩的 不会是此前的清兵 曹军中真正用以攻坚克难的主力部队 已经上来了 他们竟然来得这么快 邓童 带上受伤的 赶紧走 雷修喊道 我来断后 适才雷修辛苦熬战 是为了破退敌人 为邓童等人 争取撤退的机会 可惜 曹军主力既制 他全部的努力 便都白费了 这使得雷修非常失望 甚至有些沮丧 但他立即打起精神 他提醒自己 战斗还在继续 这时候 如果所有人一起撤退 必然遭到贤尾追击 以至于覆灭 必须留下善战之势 依靠个人勇力阻敌 这个人 舍我欺谁呢 努基尚嫌不便 临阵不过一步而已 接下去 必然是敌军大举攻杀 雷修用力 将压在自己身上的尸体 掀翻 摸摸四周 发现事材慌乱之下 短脊 不知抛哪里去了 于是 捡了一把还手刀 一把短枪 然后猫着腰 快步避到折脚 靠山崖的那一侧 贺松居然没有受伤 他带着十余名夹士 跟在雷修身侧 小将军 我们留下 还有我等 郭靖肩膀中了一剑 但是剑簇被肩甲 卸去了力道 没有伤着骨骼 行动并无大碍 他的部下 也在弩剑下折了五六人 这都是雷元 好不容易攒起的家底 惨重的损失 显然让他恼怒之极 以致脸色变得铁青 雷修痴笑一声 老郭 你还是先回去 你们几个都是续枝的宝贝 若再有损失 续枝怕不得吐血 郭靖想要争辩 雷修却连连挥手 快走 这是军令 郭靖略迟疑 终于向雷修攻身行礼 随即带人往上方退去 论打硬仗 还得署我们 贺松笑道 今日说不定 能砍一个曹营大将的脑袋呢 雷修骂道 屁话 先保住我们的脑袋吧 砍什么曹营大将的脑袋 你想太多了 他们的讨论很快终止了 下方的山道处 踏步声由远而近 点燃的木柴被迅速清理 弥漫的烟雾 也在山峰吹拂下 完全散去 露出了曹军步步破镜的密集身影 他们都头戴铁盔 身着铁甲 许多人在甲咒之外 还裹着皮袍 大部分人手持长枪长矛 腰带上悬着还手刀或铁斧 铁锤之类近战武器 也有持沟箱和短兵的混杂期间 虽然一身装备沉重 但他们脚步坚定而清洁 数百人的步履 会呈独特的韵律 仿佛没有任何力量 能让他们停止 由于山中湿冷 他们喝出的白气 会成了一排排不断飘散的白雾 却无一人随意言语 显示出这些士族 各个都是酒精沙场的 战斗经验丰富的杀戮武器 在曹军夹市 最前方大步向前的 是一名身披黑色鱼鳞铁甲 头戴黑色寿面都眸的武人 他的都眸上 斜插着一根红色的羽毛 在起伏的黑色海洋中 显得格外醒目 张辽来了 第三十九章 不敌 兵战之场 立尸之地 必死则生 信生则死 雷修经常用这句话来 激励身边的人 而现在 他开始喃喃自语 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了 身边的人 都以为他天生好勇 从来不知道何为畏惧 但他自己清楚 这只是因为自己无勇过人 没有遇见过值得畏惧的对手 而眼下 值得畏惧的对手已经出现了 那个张辽 就在自己面前步步紧逼 可雷修自己的状态 却远远不在最佳 过去几日的厮杀 给雷修带来了轻重不一的多处伤势 他的右臂有一处刀伤 本来不算严重 但因为他持续发力 伤处反复战裂 现在已经影响到了手臂的挥动 右侧腰处则是刚才被枪毛凿击 整片甲叶被巨大的力量击打地嵌入肌体 极有可能挫伤了肋骨 其他多处皮肉伤势就不提了 零零碎碎的不下十几处 只说失血就不是少量 再加上过去几日里 他从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一觉 也从没有踏踏实实地吃过一顿饭 他的体力越来越衰弱 就在适才的那一场战斗中 他已经感觉自己的精力有衰竭之感了 他甚至有些后悔 或许适才应该及时抽身 留下贺松等人断后就行 不够的话 再加上郭靖 这两人都是好手 应该足够组一组敌人 不 不够的 眼前的敌人可是张辽 贺松和郭靖这样的人再来十个 也未必是对手 所以 还得靠我坚持啊 好在 只需要组一组就够了 只要组他一组 希望雷远不要浪费我争取来的时间 督促众人 尽快安排好后面的防御措施 雷修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弟弟雷远 雷修很喜欢这个弟弟 当知道雷远领人来源的时候 他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 虽然 这小子 不太像是雷修见惯的那些五人 但他却有种独特的 与众不同的地方 雷修 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他真切地相信 雷远不会辜负他的努力 在山道的高处 雷远将局势的变化 巨都看在眼里 对于如何扼守这二十里险峻山道 雷远在心中反复推算 模拟了各种情形 但眼下这种是他所预料到最坏 也是最危险的情形之一 几方首领和对方的大将 都是敢于冲锋陷阵的勇士 结果 他们在战斗开始不久 就要正面对上了 他感觉自己的心脏 不受控制的疯狂跳动 以至于血液在血管里奔腾着 几乎发出哗哗的声响 他竭力稳住情绪 可是手脚却隐约有些发抖 雷远非常清楚 自己兄长的勇猛飘悍 过去数年间 雷修是如将雷势 赖以压服淮南群豪的一柄利刃 无论攻 手 旗战 步战 都未逢对手 这位小将军已经习惯了 靠个人的凶猛作战 来扭转战局 但雷远更了解张辽 甚至比同时代的所有人都更了解 就算他记不清张辽南征北战的 许多具体战绩 还记不得孙十万的名头和逍遥金吗 毋庸置疑 张辽乃是纵横天下的勇将 萧将 绝非一语之辈 雷远深深吸气 深深呼气 他把脖子往后仰 直到后脑碰到潮湿而寒冷的岩壁 仿佛这样能让自己的头脑变得清醒 丁烈 让你的人往下放剑 把曹军压住 他突然用手掌拍打着地面 大声道 全都到这里来 靠近了放剑 赶后退折斩 好 丁烈看了雷远一眼 翻身从岩石的侧面闪了出去 自去组织人手 樊红 雷远又换 樊红顶着一面轻盾 窜到雷远身边 就在这几步的距离 盾面上独独定上了两支箭矢 雷远指了指山道对面 那里有一道紧贴山道的沟壑 此前丁烈召唤的弓箭手门 便是在那里躲避曹军的箭矢 沟壑之外的地形陡然升高 有片林地仅靠在山崖间隙的狭窄区域 林中都是些数十数百年生出的森然老树 此前原有一批将士在那边砍伐原木 然后将之顺着陡坡滚下去碾压曹军 随着曹军破镜 他们都撤退了 留下十几颗底部被砍断大半截的巨树 很凄惨的样子 雷远喝道 你去后面领些人 带着刀斧过来 继续砍树 砍树 樊红张望了下 没错 多叫些人砍那些快刀的 快 越快越好 罚刀差不多了 就整颗推往山道中阻敌 是 樊红转身将去 雷远又一把拽住他 还有 看见那小子吗 樊红顺着他的指示去看 看到了远处 已在一株老树旁 探头探脑的李真 这小子 什么时候跟过来的 雷远恼怒地道 这里是小孩子能来的地方吗 让他快滚 樊红领命而去 片刻之后 丁力大声嗤喝着 开始催促部下们 从陵墓和岩石的掩护中起身 开始与下方的曹军 弓弩手激烈对射 后方山道处 较早来到肋骨间驻守的士族们 跟着樊红奔下来数十人 各自手持刀斧 彼此帮扶着 往牙间的老树方向攀圆上去 雷远环视身边 只剩下王岩带着若干夹士待命 夹士们中间 大部分都是熟面孔 只有几个稍微衍生的 一名瘦削汉子 与雷远的眼神相对 连忙点头示意 露出谄媚的笑容 那是前日里 被争调入救援队伍的河中 十数不外 邓同气喘吁吁地撤离至此 在他身边 疲惫的同伴们七歪八倒躺了一地 而邓同转头死盯着前方战局 露出明显的焦急神色 雷远沉吟半晌 但要说什么 只听王岩大声吼道 小狼军你看 他们杀到一处了 雷远屏住了呼吸 猛地起身 向山道折角处探看 此前 曹军精锐以强弩施射 令折角缓破处的夹士们 猝不及防 好在雷修立即收缩队伍 退回到更上层的山道中 可战之士的数量 虽然减少 阵型却因为收缩 而不嫌散乱 待曹军登上缓坡 双方立即就剧烈厮杀起来 这场战斗 从一开始 就进入了最残酷的阶段 双方低士族 都是汉不畏死的精锐 即使面对锋刃极深 也不会后退半步 于是他们跳过了 试探和威吓的阶段 直接彼此破镜 开始凶猛地格斗 在这么接近的距离上 士族们来不及 分辨对方的来世 只能用自己习惯的方式 机械地挥动刀枪 凭借身体的 本能反应来作战 他们也来不及判断 刀枪探出后的战果 反正刀枪与盾牌 甲咒或人的躯体 密集地撞击着 或者落空 或者被格挡 或者命中 没有其他的可能 他们所要做的 只是迅速收回武器 用足力气再次挥动 他们的耳中 被灌满了连绵不断的 清脆和沉闷 凭杂的轰鸣声 已经听不清号令了 那也没什么 如果不能杀死眼前的敌人 任何号令都没有意义 厮杀持续不断 曹军步步向前 而雷修等人半主动 半被动的往后方山道中 不断退去 两支队伍接触的战线 就像是水面变换不定的波纹 有时候出现 有时候又消失 有时候被拉长成弯曲的弧度 有时候又被结成几段 那是因为 士族们一边厮杀 一边判断身边同伴的位置 竭力与同伴们协同作战 这种判断经常会失准 于是 或者某人过于向前 脱离了同伴的掩护 被两面 三面的敌人迅速杀死 又或者某人退避得太快了 将同伴暴露到敌人的邪击之下 在这个过程中 武艺特别出众的战士 就成为战线的支点 他的进退 可以引领或掩护同伴的进退 继而维持着整条战线的稳定 堪为支点的 在曹军这边是张辽 与之对应的 则是雷修 战线固然变幻不定 这两人却如怒海狂涛中 对峙的两座礁石 保持着自身的稳定 虽在密集的军阵之中 张辽手中的铁矛 依旧使得大开大合 或者戳刺 或者横扫 或者迎头拍打 看似来来回回 就这几个简单的动作 若仔细分辨其攻击的力度和距离 却能发现有一种掌控自如的节奏 隐含其中 雷修且战且退 初时尚能勉强与之对抗 但数次兵刃交击之后 他的额头冷汗层层冒出 渐渐难以应付 他能够感觉到 不仅是自己体力不足的原因 包括力量 技巧 反应 判断 经验在内的各方面 张辽对自己形成了全面的压制 这种压制 几乎预示着这场战斗的结局 进风呼啸中 铁矛又一次轰然下落 雷修双手分持刀枪 全力格挡 光的一声大响 雷修虽然隔住了铁矛 整个人却向后 亮枪退了两步 在他身后是空的 并没有等待地补的战士 与他并肩作战的同伴越来越少 整个阵列越来越单薄了 巨大的冲击力 使他右臂的伤处彻底蹦裂 陷血狂涌而出 瞬间透过戎符 染红了半片铠甲 剧烈的失血 让雷修感到晕眩 视线也变得模糊起来 而张辽毫不停歇 下落的铁矛 在他强大万力的波动下 犹如怪蟒翻身般改变方向 追着雷修直刺 攻势凌力至极 雷修的斗志还旺盛如熊熊烈火 体力却已耗劫了 他没有再闪避 知大鹤一声 将左手的还手刀投掷过去 双方的距离如此之近 这已是追求两败俱伤的狠手 谁知张辽的应对快急 他一手拖开铁矛 在空中猛然挥打 便将雷修投出的长刀拍飞出去 另一手单臂提着铁矛 继续直刺 眼看雷修难以避过这一击 张辽身边忽然有人纵声狂吼 那是雷修部下的 一名夹氏护主心切 直接放弃了眼前的敌人 转身从侧面撞了过来 张辽迫不得已收回铁矛 只轻描淡写的一击 便将那夹氏格倒在地 与夹氏对敌的曹冰 立即跟上 挥刀取了他的性命 在回头时 却见雷修竟然并不逃跑 而是双手持着短枪 摆出了死战的架势 甚至就连簇拥在他身旁 敌士族们 也没有一人逃跑 好 张辽情不自禁地赞叹了一句 对手的颓势已经非常明显 在这战局危待的时刻 最是考验任劲 固然稍有经验的战士就知道 在逆境中逃跑 只会把后背暴露在敌人的刀下 可绝大多数人仍然会选择逃跑 他们的意志会瓦解 队列会崩散 曾经奋勇作战的人 瞬间会变成疯狂逃窜的胆小鬼 这种场景 张辽见过太多次了 然而 眼前的贼寇们居然还能坚持 张辽接触过的绝大多数敌人 都无法与之相比 可惜了 这些都是优秀的战士 可惜 今天都要战死在这里 张辽单手持矛平举 即将发起决定胜利的攻击 就在这个瞬间 他忽然觉得眼前一黑 哗啦啦的巨大响声中 山道一侧的陡坡上 十数棵巨树轰然倒塌 这些高达树杖 粗如腰深的大树 连带着形如散盖般 密不透风的茂密之夜 连带着附着骑骑上的 囚结枯藤向下倾倒 仿佛一排成天的巨人 同时挥动着猙獰巨手 重重地拍击在山道 要将密集排列在山道上的 曹军将士们 覆压成肉泥 第四十章 安静 此前 防红兽雷远的命令 带了许多人狂奔到山道的 侧面伐木 而他所做的 远比雷远预期的更好 他没有一颗颗陆续地 砍倒树木 而是精确地掌控着进度 当雷修退后到一定范围的时候 他力声赤鹤指挥着将士们 几乎在同一时间里 将十余棵大树同时放倒了 山道如此狭窄 简直无处驱退闪避 张辽只能下意识地 侧身扑地 插那之后 无数枝叶噼啪啪地打在他的身上 有几根柔韧的枝条 扫过没有甲皱保护的肢体 就像皮鞭抽打那样 立即带出一道道血痕 一根粗如而臂的横枝 斜向拍击到他的兜眸 擦着脸掠过 将铁制甲片连绰成的盾像打得粉碎 吃痛之下 张辽一个挺身半蹲而起 与此同时 半截折断的枯枝和整棵树干 狠狠地砸在他的身侧 地面仿佛都为之震动 让他站不住脚 再度跌倒在地 山道中传来此起彼伏的哭喊声 张辽发现 他自己赫然也在惊慕地呐喊着 那喊声太过陌生 简直不像是从他嘴里发出的 他用手掌猛拍几下面颊 摇了摇头 告诉自己 住嘴 镇定 他发现 惯用的铁毛就在边上 伸手去取 却没能拿起来 原来被一道粗大的树枝 整个压住了 树枝的对面 还有人细弱地呻吟着 滚烫的鲜血 从树枝下方流淌出来 把黑色的毛杆染作了红色 他骂了一声 抽出腰间的短刀 奋力站起 倒伏下的树木枝叶交错着 仍有一人多高 树木撞击地面的震动 激起了漫天的尘土 遮挡着视线 张辽挥刀砍断树根细枝 隐约看到后方的几方 将士们一片狼藉 陷入了完全的混乱之中 他喝了几嗓子 竟没有人顾得上响应 他皱了皱眉 不再理会金黄的下属们 而是转过身 跨过世材杂落的树干 沿途拨开枝叶向前进 走了没几步 便看见了雷修等人 往雷修和他的同伴们 所在之处 倒伏的树木似乎少些 想来这些树木的倒伏 是受人控制的 但没人能够精确操控 树木的倒伏方位 所以他们也同样遭到了 树木枝干的痛击 张辽看见 有一人被压在树压下 大口吐着血 几名夹士正努力 将他的身躯拖拉出来 而雷修持刀在手 灰头土脸 地立在一旁警戒 张辽慢慢地攻下身子 将身躯潜藏到 枝干的遮蔽之下 他慢慢地调整自己的呼吸 让力量重新回到身体里 从军数十年 再怎么样艰难的环境 都经历过 但他一往无前的作战风格 从来不曾改变 屈膝 沉间 举短刀起轴 他就像是即将铺石的豹子 有条不紊地 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兄长 兄长 就在这时 山道上方 传来一个焦急的呼喊声 与这喊声 几乎同时 数十名夹士 横冲直撞地排开枯枝乱叶 簇拥到雷修身边 夹士们虎视眈眈地 排出了一个小而紧密的圆阵 将雷修等人护在该心 那伤员也被迅速扶起 七手八脚地抬到后方去了 一名身着浅灰色绒服 外照披甲的青年 快步来到雷修身前 两人交谈了几句 也不知道青年说了什么 雷修笑了起来 旋即挺身直立 视线横扫 张辽悄无声息地退后半步 将身形更深地隐藏进巨树的阴影中 他是勇猛绝伦不假 但如果自以为 身处狭小的空间内 还可孤身与数十夹士格斗 那便不是勇猛 而是愚蠢了 莫要耽搁 走 走 青年人挥手示意 张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们 直到他们的身影 消失在枝叶掩映之下 他才转过身往后 沉重的甲咒 到底对行动有些影响 他有些艰难地跨过 横逛过山路的一道道枝干 尽量快速地折返回弯道处的缓坡 沿途所见 巨目造成本方氏族的死伤数量 着实不在少数 许多伤者都遭粗大树干砸中身体 以致肉眼可见明显的凹陷 这种情况就算当场不死 只怕也坚持不了许久了 这样惨烈的情形 让张辽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聚坐在缓坡边缘的一块岩石上 不言不语地明目休息 他的几名亲卫首领 陆续从树木之干间撤了出来 互相递着眼色 却无人敢打扰 好在没过多久 张辽就睁开双眼 一名亲卫盲问 将军 是否返回山下 稍作休息 张辽逆视他一眼 神情凶狠地 仿佛将要是人 那亲卫悚然退后 不敢再言 张辽立声道 传令 让朱盖急掉绳索 府京 立即带人上来 拖走这些拦路之物 遵令 一名传令兵 攻身接令急走 他想了想 又道 传令 再掉两百 把全部的公务手 掉过来 往山道以上放箭 掩护将士们 清理山道 不要令西箭矢 我不喊停 箭矢便不能停 遵令 另一名传令兵 奔行而出 张辽环视身周 越来越多的亲卫贾士 从上方退下来 有人带伤 有人假咒碎裂 更多的人并无大碍 却流露出 惊魂未定的神情 这些人 都是随他南征 北战多年的勇士 素日里风 任即身而目不顺的 但这会儿 显然需要有人 给他们鼓鼓尽了 有几名贾士 注意到了张辽的目光 不禁垂下头 为自己的狼狈 羞愧无敌 张辽抬手 扯下碎裂的顿像 将自己整张脸露出来 随即大声笑道 贼人也只能 摆弄些小伎俩了 合足为惧 大家安心休息片刻 待到山道清理完毕 我们继续前进便是 一名贾士 单膝跪地 咬牙道 将军放心 我们必定斩杀贼手 陷于接前 当然 张辽拉着他的臂驳 让他站起来 我们必定会胜利 我知道 他抬头跳往山道的高处 眼神锐利如刀 而在山道较高处 雷修与雷远等人 聚拢在 适才雷远藏身的谗言之下 躲避着曹军 毫不停歇的 箭矢袭击 雷修轻轻推开 搀扶着他的雷远 双手支撑着膝盖 大口喘息 他感觉到 全身各处像是 被针扎一样的刺痛 眼前阵阵发黑 五脏六腑也说不出的难受 他张开嘴 和和两声却没有吐出什么东西来 倒是脑袋愈发晕眩了 那种感觉 就像是头颅众有千军 而锦伯无法支撑的样子 兄长 雷远看出他的状态很差 不安地唤了他一声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需得尽快后撤 雷修没抬头 他猜测自己的脸色 一定很可怕 下意识地不希望被别人看到 奶奶的 刚才差点就死了 这个张辽真是 真是 世上竟有如此善战之人 如张辽这样的雄虎之将 曹军百万之重力 也找不出几个 兄长能与他斗得平分秋色 足可夸耀了 雷远应声说道 又来搀扶雷修 雷远并没有告诉兄长 当他和张辽接战不利的时候 自己有多么担忧紧张 他知道 雷修现在需要的 只是鼓励和信任 这一次雷修没有推开他 在一众家事的簇拥下 两人向山道上方走去 邓童怎么样 还有贺松他们呢 雷修问道 两位都无大碍 就在兄长身后呢 雷修回身看看 只见两人面如土色的亮窍形 邓童有点瘸 贺松搀扶着他 他点了点头 又问 上头那段山道 安排了何人守卫 还是丁丽吗 丁曲常侍才与率部 与曹军公务守对射 部署损失不小 他自己的肩膀 也中了一箭 我已令他带人直接撤退 那么 雷元坦然道 兄长 曹军以虎将为先锋 永锐着实难当 我们不宜在此地与之硬汉 大家都退回台地去 借助天险而守 应该会更好些 雷修停下脚步 看了看雷元 肋骨间的二十余里山道中 只有一处台地可以安置兵力 而台地前后 都是陡直的高牙 众人早就预料 将以台地为支撑 抵御曹军 只是在原本推算中 曹军功到台地 至少也要耗费两三天 却不曾想 才过了半日 就支撑不住了 雷修有些恼怒 又有几分沮丧 他犹豫了会儿 决定相信自己兄弟的判断力 也好 他自嘲地笑了起来 我怕是得好好些些 才能缓过劲 只靠你们 本来也抵挡不住 却如兄长所言 除了兄长 谁能是张辽的对手 雷元叹了口气 搀扶雷修的手臂加了把劲 曹军只怕不会给我们多少时间 须得再快些 谈言下方 大对曹军调动的号令声 清晰可闻 沉重的脚步声 在山间回响着 隆隆不断 显示出一批又一批曹军 正在不断补充入蜿蜒山道 更远处 在暗沉山峡间的曹军本营所在 背负任期的传令兵往来奔驰 细如已聚的敌人 随之调动起来 没人指望 那几颗倒伏的树木能将他们拦阻多久 在张辽这样永汉的主将率领之下 新的一波攻势随时可能展开 那就走吧 雷修加快脚步 接着的是 你且担待 让将士们都抓紧了 兄长放心 雷远轻说了一口气 既然兄长不再执拗于此 那么仗还有得好打 他立刻开始盘算后继的安排 在听到雷修同意后撤的时候 甚至有好几名将士 都露出了轻松的表情 那批突然倒伏的树木 暂时阻断了曹军的攻势 但掩盖不了一个明显的事实 以张辽为首的曹军本对精锐不可以力敌 与曹军再叫开阔地形硬扛 也不可能持续下去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每个人都暂时沉浸在了苦战余生的喜悦里 然而 无数箭矢划破空气的力笑声忽然响起 曹军不知何时 在山道下方 聚起了极大规模的攻守队伍 开始猛烈地放箭 小心小心快闪开 在山道上 勉力蹒跚行走的将士们惊恐呼叫着 扑向道路两旁躲避 雷远有点发震 于是被雷修猛拖了一把 亮亮呛呛地避到一处凸起的岩石旁 雷修探出头张望了一下 而后继的剑雨 仍在噼噼啪啪地落下来 大部分都漫无目的地 扎在地面上 或者打在岩石上弹开了 雷修晃了谎雷远 力声道 续知 曹军这么做 是为了阻断我们的滋扰 他们马上就会清理山道 然后继续追击 我们不能耽搁 就在这个瞬间 有一只来世晋级的箭矢 恰好越过了蝉颜 以极大的弧度下落 雷修在最后一刻 感觉到了上方空气 被破开时的震动 但他毕竟太过疲惫 也太过虚弱了 虽然有了警觉 却未能如往常那样 及时躲避 于是 那只箭矢从他的盔甲 缝隙里刺入 锐利的剑簇 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后颈 雷修并没感觉到痛 他只觉得 有股透彻心扉的寒气 突然涌入体内 使他身体的每个部分 都渐渐凝固 太冷了 太冷了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双脚 斜斜地坐倒在地上 然后 整个身体扑向了地面 雷远惊恐地喊叫 在耳边响起 然后还有邓童的声音 贺松的声音 还有其他的人 都在叫嚷着 有些吵 他想 他想起雷远小时候 即便受了再多的委屈 也总是很安静 不像其他孩子 那样闹腾 怎么长大了 以后会那么闹腾啊 邓童又在闹什么呢 这次最近擅作主张 插手兄弟监视 惹得父亲不满 当我不知道吗 真是嘞 我要休息一下 他有些烦躁 于是努力偏了偏头 把脸深深地埋在 潮湿的泥土里 黑暗占据了 他全部的视野 接着 一切都远去了 一切都安静了 他死了 第41章 未来 雷远看着雷修 倒在自己的面前 雷远大叫着 连滚带爬地扑上前去 翻过雷修的身体 将之倚靠在 自己的双臂之间 这位勇猛强悍的 战士面容 一如生前 身体还带着热度 但一根 又尖又长的箭头 从后颈灌入 切断了气管和血管 几乎透出前侧的皮肉 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他死了 他死了 在这一瞬间 雷远只觉得荒唐 觉得这根本不现实 像雷修这样 英勇豪迈的战士 就算死 也该死得轰轰烈烈 怎么可能死于一只 莫名其妙的刘剑 死得这样憋屈 死得这样毫无价值 可是这就是真的 这是事实 他弯下腰 发出了不知所措的哀鸣 雷远用尽全力 把雷修的身躯 抱在怀里 伸手去摸他后颈处的箭矢 可随着他的动作 大鼓大鼓的鲜血 从细小的伤口处 喷射出来 染红了雷远的手 染红了大片的地面 雷远狂乱地收回自己的手 可是 手已被鲜血染红了 又该放在哪里 雷远的手抖得厉害 他害怕那些血 无法形容的悲痛 像是汹涌的海潮那样 狂涌而来 淹没了雷远 让他透不过气 在这一刻 过去多年的所经所见 就像一幅画卷 一幕幕地在眼前展开 雷远从来都不受 父亲雷远的喜爱 而雷修作为兄长 却时时刻刻地维护他 他记得 兄长带自己 学习骑马的场景 他记得 兄长与自己 对炼刀建工房的场景 他记得 兄长不知 从哪里搞来 几本残缺的兵书 与自己分享的场景 他记得 当自己试着招募部署时 兄长在父亲面前 为自己担保的场景 在这个世道 雷修是为数极少的 让他感受到 安全和温暖的人 在这样一个可怕的乱世 雷远不是 没有见过尸骨遍野的情形 他深深了解 每个人都随时面临 最残酷的死亡 并且也发自内心的畏惧死亡 但他好像从没有 真正担心过 因为他习惯了雷修的存在 仿佛鹦鹉绝伦的兄长 会永远挡在前方 为他批拨斩浪 排除所有的危难险阻 现在 雷修死了 当死亡发生在 自己亲近的人身上 雷远感觉有 千万把刀在 自己的胸膛里搅动 把自己的心 一块块地割碎 又有千万只手 把心脏的碎片 越钻越紧 直到钻得血肉成泥 恍惚间 有人架着他的双臂 把他往后拖动 他双腿蹬踏着地面 想要止住 却离得渐渐远了 他看见邓同像 是一条受伤的熊 哀嚎着 在地上打着滚 用脑袋咚咚地撞着 起伏不平的岩壁 直到满脸是血 他看见 沉默无语的贺松 一手紧紧地抱着 雷修的尸体 另一手握着拳 反复锤打着 自己的胸膛 直到厚重的甲片 慢慢凹陷下去 他的泪水 不受控制地狂涌而出 模糊了他的视线 甚至也模糊了 他的神志 好像只过了瞬间 又好像过了许久 忽然听到 有人在他的耳边大喊 小郎君 你这样不行啊 小郎君 你要冷静点啊 雷俊茫然抬眼 看到郭靖焦急的面容 他突然暴怒起来 猛地甩开拉拽 对着郭靖纵声大吼 我让你去接应的 我让你去接应的 对不对 你为什么先回来了 你说啊 你为什么先回来了 郭靖如受重击地倒退两步 脸色变得惨白 小郎君你说什么呢 是小将军下令 让老郭回来的 后来的事和老郭没有干系啊 王妍抱着雷俊另一只胳膊 大声喊着 他又对郭靖立声喝道 你愣着做什么 小郎君说胡话呢 你不知道吗 快过来 带他走啊 于是郭靖再次扑了上来 雷俊竭力挣扎 他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挣扎 只是下意识地 狂乱地扭动着 仿佛这样才能把胸中的毒火 释放出来 否则就会烧死自己 烧毁身边的一切 而部署们死死地抱着他 一个人不够 就两个 三个 四个 他们连拖带拽地 将雷远带离这个危险的地方 尽量远离随时可能追击上来的曹君 当他们退到在上一层山道的时候 同时也把混乱和惊吓 带到了应当聚守在那里的士族们中间 雷修的死讯 给所有人带来了极大的震动 使他们失魂落魄 于是 大规模的动摇就不可避免了 还没有等到命令 几乎所有人就开始撤退 有组织的撤退 很快又变成了无序的奔投 这时候 没有人想到 该怎么应对后继的战士 他们都丧失了作战的信念 只是下意识地狂奔而已 一口气奔走了树里 越过了一道山梁 直到山体遮蔽了他们的视线 完全看不见曹君将士身影的时候 这些人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太阳不知什么时候跃出了浓云 然而阳光并不让人感觉温暖 反而蒸腾起地面的湿气 引起憋满心悸之感 这一段路所近的山势略为平缓 道路也好走些 可是从清晨到现在 他们先是战斗 然后又不停歇地 在险峻山路上攀爬奔走 加之悲痛的情绪 也消耗了他们太多的精力 每个人都觉得力竭了 脚步越来越沉重 行径的速度越来越缓 放我下来 雷远突然说话 郭靖和王妍试探地看看 他布满血丝的双眼 雷远侧过脸 重复道 放我下来吧 阳光太刺眼了 是 是 部署们将雷远扶到路边 让他背靠着一株老树 慢慢坐稳 其他人围着雷远所在的位置 也陆陆续续地摊坐下来 老树上几只野鸟 被人群锁惊 拍打着翅膀 发出粗嘎的叫声 飞远了 郭靖习惯性地 为雷远整理翻卷起的皮甲 手伸到一半 又有些犹豫 老郭 刚才我是昏了头 雷远握住他的手 叹了口气 那些胡言乱语 哎 你千万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郭靖红了眼眶 他单膝跪地道 小郎君 我都明白 王妍取了盛水的阁囊过来 递给雷远 雷远一手接过 咕咚咕咚地灌下半口袋 他感觉到 冰冷的水漫过 干裂起皱的嘴唇 透进枯胶的五脏六腑 顺着每一个撕裂的伤口流淌 将那团沸腾的火焰慢慢地压了下去 他深深地吐了口气 看看深周众人 即使经过了这场心慌意乱的奔逃 数十名家士依然紧跟着 他们适才只有半数 随郭靖参与作战 死伤若干 总体损失并不大 熟悉的亲卫里 少了宋景 他应当是在曹军第一波强弩射击时 就死了 其余俱在 再看看周边环境和自己所处的位置 依然是在山道上 距离没钱占据的台地 大概还有十里 或许 他目光散乱四处关桥的样子 太过不堪 王妍忍不住拍打了一下他的面颊 啪的一声 很痛 小郎君 王妍叹气道 这样下去 会有大麻烦 你得做点什么 雷元点了点头 邓童呢 贺松呢 还有 我兄长呢 应该就在后面不远 隔着山坡 他们再走几步 我们就看见了 小将军 被他们好好挟着呢 郭靖答道 雷远顺着郭靖指示的方向去看 只见到沿着地势蜿蜒的山路 还有密布道路两旁的 半人高的七七荒草 还得稍等片刻 郭靖连忙解释 嗯 雷远稍许沉吟 又问 丁力和他的手下们 到了哪里 丁区常待人者返回去了 陪着邓童他们一起 郭靖道 怎么回事 雷远皱起了眉 郭靖进前一步 小心翼翼地低声道 丁力临去前交代我说 前途多喘 只盼 小郎君能够应付得当 为防别有用心之人 刻意爱难 他先出面看住 看住小将军的遗体 丁力真是个聪明人 雷修已经战死 除了雷远以外 雷旭虽然另有二子 却都没有成年 而雷旭的身体状况 恐怕也很难坚持到幼子成年了 如果卢江雷氏的宗族不散 雷远几乎是必然的继承人 但问题在于 雷旭年迈 雷氏家族用于设服淮南群豪的威望 本已摇摇欲坠 如今 雷修战死 他们又失去了与曹军抗衡的凭借 雷远此次带人救援 最首要的目的就是救援雷修 然而 战局崩溃了 雷修战死了 雷远的任务也失败了 如果向前追溯的话 正是雷远出兵陆安的建议 使得雷修置身险境 于是这些失败 可以说 从头至尾都和雷远脱不了干系 所以 当务之急是控制住雷修的遗体 从而尽量减少这一话题 对雷远的影响 这件事情 丁丽已经去办了 但还有更多的难题需要一一解决 对雷远本人而言 这场惨痛的失败 会毁掉雷修对他的信任 毁掉过去这段时间里 他努力赢得的一切 对大局来说 这场失败会毁掉 如将雷势勉力维持的局面 进而使得前山中的数万民众 濒临绝境 这是毫无疑问的 毁灭性的打击 雷远感觉寒冷刺骨 好像自己被埋进了冰层 而且还会有重重的冰山 会倾泻在自己的头上 最后把自己淹没 碾碎 几乎可以确认 无论对内对外 惨烈的未来 都才刚刚开始 今后数日里 雷远所面临的将不仅是曹军 还有因为畏惧而动摇的软弱者 和不顾一切攫取自身利益的野心家 旧的敌人 依旧是敌人 而原先的战友 伙伴 随时可能变成新的敌人 所有这些 都会像是人的猛兽 张牙舞爪地扑向这位年轻的 缺乏准备的雷家小狼君 争先恐后地将他摧毁 这时候 雷远稍有应对失当 就必然迎来粉身碎骨的结局 怎么应付 雷远还没有想清楚 能够挺过去吗 雷远没有把握 但丁丽却像是很有把握的样子 他比其他人更早地做出了选择 成为了雷远获得的第一个有力支持者 或许 雷远应该为此感到高兴 但他无论如何都高兴不起来 雷远从来都厌恶水面下的争斗 在过去的数年中 他甚至有意识地规避这些 却不曾想到 最终竟然是自己兄长的身亡 迫使这些东西浮到了水面以上 前途多传啊 雷远漠然片刻 终于长长地叹了口气 伴随着吐出这口浊气 他把悲痛 动摇和黄祸也驱逐了出去 他握紧双拳 一点一点地挺直身躯 挺起胸膛 兄长已经死了 从今以后 没有人再能够成为雷远的依靠 他只能靠自己的力量 在这个世人的乱世中 挣扎着活下去 进而还要带着身边的人活下去 带着愿意相信自己 支持自己的人 一起活下去 这样的未来 必然充斥着千难万险 但他忽然间不再觉得畏惧 反倒是充满了迫切 他迫切地希望面对所有困难 并且将他们一一粉碎 丁丽 邓桐 贺松他们 都在后头 那么 还有任何人在我们前头吗 他又问 郭靖等人尴尬地对视一眼 没有了 我们是行动最快的 王延道 很好 也就是逃跑得最快的 雷远点点头 王延问道 肋骨间台地 是没钱带人在助手 他们还不知道现在的情况 是否要派个人 先去通知他们 不必 雷远注视着王延等人 家仲宇气道 我们不要派人 如果有其他人 试图越过 我们通知没钱 也一律拦下来 第四十二章 再站 上 王延带要说什么 胡听的山道后面 脚步蹬蹬 郭靖起身向前几步 手按刀柄 却见来的是 丁丽手下 一个叫郑高的使掌 郑高带着一溜烟尘 狂奔到雷远身前 想要张口说话 却呼吱呼吱地猛烈喘息着 半天挤不出一个字 身体也摇摇晃晃 像是要倒下来 郭靖见他脸色都快发紫 连忙上前扶着 郑高缓过一口气 才勉强道 小郎君 曹君已经打通道路了 他们 他们很快就会追上来 这么快 郭靖吃了一惊 小郎君 我们快走 雷远面无表情地低声道 不要急 可是 郭靖还想再说 他并不畏惧敌人 只是担心雷远的安危 然而 雷远立声赤道 听我的 不要急 雷远的声音并不洪亮 可是伴随着这句鹤令 他抱睁双眼 仿佛锐利的光芒 随之战事而出 令人生畏 郭靖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几步 恍惚间 他似乎回到了那个 紧随在雷远身后 冲向曹君万众之中的夜晚 再次感觉到了 在雷远的话语中蕴含的强大意志 而那种意志 瞬间就赋予了他 继续坚持的勇气 他对自己说 相信小郎君 只要相信 小郎君 就可以了 雷远取过一个水囊 递给郑高 喝几口水 慢慢说 郑高强也似的接过水囊 咕咚咕咚 灌了半袋紫水下渡 骑兵小郎君 丁曲常在撤退时 留了人员地观察动向 一旦曹君越过阻碍 就燃起狼烟示警 你看 顺着他指点的方向 果然见到之前 聚首山崖的方向 一缕细弱的烟尘鸟鸟生起 旋即被山风吹散了 雷远又问 这道狼烟 生起有多久了 怕是有一刻左右 一刻左右 若是在平坦的道路上 这一刻时间 便足够曹君杀到跟前 但此刻 山道险阻 曹君实际行军速度 必定有大幅的减缓 雷远笑了笑 道 告诉所有人 尽快收拾假咒武器 王炎皱起了眉 上前一步低声道 小郎君 只要我们动作快些 足够在曹君赶上之前 到达平台 何必 郭靖一把拉住他的手臂 小郎君自有分寸 确实有些想法 雷远向王炎微微焊手 不过 你们不必急躁 先等后队赶上来 再做商议 我只要你们做好准备 郭靖王炎齐声应道 遵命 他们转身冲向其他人 都听到了没有 起来 起来 拿起你们的刀枪 将士们立即起身 有些人互相帮忙 竖紧铠甲 有人包扎伤口 也有人顶着他人鄙视的眼光 拿心到手的刀枪挥舞一下 事事轻重 刚才短暂的逃亡过程中 这几人丢弃了手上的武器 不得不向携带副手武器的同伴求助 好在多余的兵器还足够分配 倒也没人赤手空拳 雷远目光扫过 便知道自己最信任的亲卫们 虽有折损 此刻尚于十数人在列 这十数人没有辜负 自己一直以来付出的心血 明显比其他人更加镇定 甚至有人迎着雷远的目光 露出了跃跃欲试的笑容 当邓桐满头大汉 气喘吁吁地从山坡后面都转过来之时 看到的已是一支整齐有序的军队 他们沿着山道的外侧一字排开 虽然规模甚小 可气势威严肃然 并不能看出刚刚遭受过失败的样子 这情形使得邓桐错愕了一刹那 但他遭到悲痛折磨的头脑来不及细想 嘴皮子动得却很快 小狼军跑得真够快啊 可曹军也不慢 估计很快又会赶上来了 你打算怎么办 说话的时候 他密布血丝的怪眼往上翻着 充满轻蔑和挑衅的意味 这匹夫安敢如此无礼 郭靖王妍等人顿时色变 数十人同时踏前一步 身上的甲咒与武器强然作响 雷远立即抬手示意 郭靖等人又一起退回 雷远不在乎邓桐此时的无礼 他能够理解 因为雷修的死 邓桐现在显然处在缺乏理智的状态 他更知道 自己与雷修的血缘关系 并不能保证 自己理所当然地获得雷修部下们的拥戴 尤其是在这危急时刻 选择一个错误的首领 就等于选择了死路 这些经验丰富的战士们 有他们自己的判断标准 谁也不会把性命随意托付给别人 邓区长和兄弟们 先歇一歇吧 雷远淡淡地道 曹军总归还没到 你们可别先累倒了 带丁曲长他们跟上来 大家再定个章程 歇一歇 胡扯什么呢 邓桐吃惊的邓大双眼 郑高那四没有告诉你 曹军快要追来了吗 雷远道 他说了 我知道 邓桐一蹶一拐的脚步 丝毫不停 从雷远的身前粗鲁挤过 那还不快走 先去平台那里和没钱会合 别在这里摆什么架子 雷远并不恼怒 他甚至配合地退后半步 给邓桐让出前进的空间来 直到邓桐走出树步以后 他才轻声问道 邓桐 你这么怕死吗 这轻轻一句 随着呜呜作响的山峰 恰好飘入邓桐耳中 混账 你 你说什么 邓桐暴怒转身 他的囚然根根竖起 使得原本巨树的身躯 仿佛大了一圈 整个人就像一条 人力而起的灰熊那样 气势害人的破镜雷远 不可遏制的怒火 使他双拳握紧 微微颤抖着 雷远甚至还能听到 他紧咬牙关发出的咯咯声 我说 雷远徐徐道 你这么急着逃命 是因为怕死吗 我没有逃 我也不怕死 邓桐大喝 雷远感觉自己 被喷了一脸的唾沫星子 他用戎服的袖子擦了擦脸 仰面向邓桐说道 邓桐 你是我兄长最仰仗的得力部下 近几年来 你披肩直锐 无意不从 我兄长也是你为左膀右臂 然而现在 我兄长方才战死 你就丧失斗志 带着败兵 带着我兄长的遗体亡命而逃吗 平台那里 还有大约两千人聚首 你是希望这两千人 都看到你为切懦弱的姿态吗 如果我是那两千人中的任何一人 当场就会问你 小将军战死的时候 你在何处 你为什么 没有奋战到底 你怎么有脸活着回来 我没有逃 我只是 只是 邓桐只觉得 熊熊怒火冲头 几乎要把自己的脑浆都煮沸 把自己烧成灰 他大嚷着想要为自己分辨 可他本就不是头脑灵活的人 这时气急怒急 竟然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你只是什么 说呀 雷远问道 此时 丁力一行人扇到后面赶来 队伍中有几人抬着一副 用枪锚捆扎成的卧具 雷远知道 自己的兄长就在那里 于是他平静地指了指那个方向 你有什么辩解 如果不愿意对我说 那么 或许可以 对我的兄长说说 邓桐瞬间大痛不止 雷修的死 早已使邓桐的内心充满自责 在邓桐想来 若不是因为自己作战不利 小将军原本无需亲自上阵 若不是为了掩护自己撤离 雷修也不必与张辽艰苦熬战 若不是因为 战斗消耗了雷修太多的精力 他又怎么会避不开一支抛射的箭矢 当雷修战死以后 邓桐觉得 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 轰然坍塌了 所以他崩溃了 他只想离开这里 于是 丧魂落魄地奔逃 当雷远尖锐地指出这一点时 强烈的羞耻感 冲刷着邓桐 使他不由自主地扪心自问 我真的不是逃跑吗 真的不是胆怯吗 真的能够面对其他人吗 真的对得起小将军吗 这些问题太难回答 又再度引起他的哀痛 胡乱喊了几声之后 邓桐贪坐在地 他的眼泪滑地流淌下来 与脸上的血污和灰土 混作了一团 第43章 再战 下 小郎君 邓屈长并没有要逃亡 贺松排开几名士卒 站到邓桐的身边 他拍了拍 贪坐在地的邓桐 又向雷远攻身行礼 可可 这里并无贪生怕死之人 也没有任何人想要逃亡 我们只是以为 曹君来是凶猛 须得会和没钱等人 才能与之抗衡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小郎君 这本也是你的想法 你亲口对小将军说过的 只不过 隔着奔走树立山道的时间 贺松已经憔悴得不像样子了 这名相貌威严的军人 好像突然受了一圈 胡须也乱糟糟的 不负平日里严整的姿态 雷远对贺松保持着足够的尊重 他略策过深 已是不敢受贺松的败理 也不再纠结于对邓桐的责问 贺取长 如果兄长尚在 我们应尽快退至平台 占据险要 但现在兄长离世 那么直接退至平台这个举动 对你 对我 对我们所有人 都太危险了 丁力也匆匆从后面赶上 他的肩膀重见之处 被胡乱裹着 于是 只能摆着另一只手走路 看起来摇摇晃晃 此前 他正指挥着士族们 将雷修的尸身抬过来 安置在一个较稳妥的山崖凹处 这时正听到雷远言语 他连忙问道 小郎君 您的意思是 雷远刻意让自己 不去关注雷修的尸身 而是集中精力 在眼前的谈话 他苦笑道 两位怎么会不明白呢 这些日子 兄长率军断后 纵使战局不利 也从未有性命之忧 然而我们几个待人来源 才一天的功夫 兄长救命运疆场 这算是什么事 两位有没有想过 你我等被怎么去向他人解释 你我等被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当这消息传到加富尔中 他的雷霆之怒 会落到谁的身上 谁能承受得住 雷远踏前半步 看看脸色惨白的贺松 再看看 起初较轻松 渐渐越来越严肃的盯力 他略微压低嗓音 平台那边 现在有来自各部的混编士族 将近两千人 人多口杂 如果他们促然见到我们 溃退而还 再听到兄长战死的消息 必定群情汹涌 甚至有可能哄堂大散 这对之后的战事 有什么影响 暂且不提 问题 是那两千张嘴 他们奔回大营去以后 会怎么传这件事 谁知道宗主那边 会听到什么样的风声 到那时候 你们指望会有在宗主面前 身边的机会吗 虽在萧瑟山峰吹拂之下 丁丽和贺松二人 却都额头冒汗 近了半晌 贺松忽然反应了过来 不对 他挺起胸膛 双手抱肩 站直了身体 小狼军莫要欺我 雷远面色不变 贺曲长 我并无此意 贺松连连冷笑 他机翘的眼神盯着雷远 像是要把雷远撕扯成碎片 小狼军当时曹军压境 宗主有意带领民众转移 向宗主提出 以少量兵力前居陆安 即此威吓曹军 拖延时日的 是谁 是我 贺松又问 此前数日 小将军抵抗曹军大众 且战且退的时候 宗主再次召集军役 陈兰提出 必须聚集重兵持援 唯独有人反对说 重兵无用 只需要精锐若干 足够救援 这个人是谁 也是我 贺松忽然暴怒 那么 害了小将军的人 不正是你吗 你有什么资格威胁我 就算宗主降罪 也该先要你的脑袋 雷远深深叹气 贺屈长 你说的那些 我当你是气急胡言 局势如此 我们每个人都竭尽 所能去应对了 至于最终的成败结果 谁能腻读呢 何况 你说的这些有什么用 你便是挠我到了天界 我终究是宗主的骨肉血脉之轻 宗主 就算要追究我的责任 也掀砍你们几个人的狗头 为兄长陪葬 有麻烦的是你们 不是我 你 贺松目自尽炼 丁力慌忙将他抱住 老贺 莫要如此 萧萧气萧萧气 且听小郎君说完 他们都知道 雷远说的没错 宗主身为江淮间诸多豪帅的首领 靠的可不是宽厚仁慈 过去那么多年头里 因为种种原因 犯在宗主手里 最后死无葬身之地的人 绝不在少数 如今 小将军雷羞战死 这是天塌下来也是的罪责 宗主绝不可能宽容 甚至祸及家人意味可知 当日宗主调遣兵力断后的时候 令我和刘宇为副手 现在 小将军和刘宇都战死了 只有我活着 本来也没脸再见宗主 贺松忽然泄了气 他拔刀出鞘 把刀尖往下 深深扎进地里 惨声孝道 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们快撤吧 我留在此处断后 将来宗主若是降罪 你们就说我护主不利 羞愤战死 我不介意的 放你娘的狗屁 这种沮丧的姿态 使雷远突然恼怒起来 他一把揪祝贺松的衣巾 用力如此之大 以至于这条顶盔冠甲的汉子 几乎站不住脚 你是五人 五人要有五人的样子 不要满脑子死 你死了 对局势有半点好处吗 你给我听好了 我有办法 我有办法 你听我的 我们打赢曹军 行不行 一向文质彬彬的雷远 突然展现出 极其爆裂凶悍的一面 这使得贺松猛地震住了 他恍惚觉得 小将军并没有死 依旧还像从前那样 粗鲁地喝骂着 却能让身边的将士们安心 雷远冷静了一点 手上的力气稍微减弱 要么做个罪人 回去死在宗主的刀下 要么做个蠢货 毫无价值地死在曹军的刀下 要么提起精神 和我一起打退曹军 为所有人找出条生路来 曹军将至 我没有时间和你纠缠下去 这三种选择 你选哪一种 现在就告诉我 竟然还有可能打退曹军吗 打退曹军之后 就有生路 看他言之凿凿的样子 近似是真的 贺松下意识地回答 那就打退曹军 雷远松开手 任凭贺松 亮枪后退几步 差点滑落到山谷中去 他环顾四周 大声道 兄长在战死之前 亲口将后继战士的指挥权 移交给我 那么现在 就由我来发号失令 我会代替兄长来阻击曹军 赢得胜利 愿意听从我的 就按我说的去做 我带你们打退敌人 像个英雄一样 昂首挺胸地回去见 你们的家人 不愿意听从我的 现在可以滚蛋 我倒要看看 日后在九泉之下 小将军愿不愿意见 你们这群懦夫 周围一片寂静 过了一会儿 叮力道 既然如此 小郎君便请发令 贺松魂不守舍地点了点头 请小郎君号令 雷远凝视着 颓然坐在一旁的邓童 你呢 邓童单手称帝 慢慢地站起身 总之 我不会再逃了 小郎君 你不妨说说 要我怎么做 第四十四章 反击 上 雷远站在原处 环视四周 将士们零零散散地 或坐或站 散开在广大的区域里 雷远知道自己 算不得什么演说家 适才的威吓或鼓励 其实并没有打动太多人 还有一些人虽然听到了 却依然神情疲惫地 待在原地 没有什么呼应的意思 这些将士 都是从淮南豪又各部中 挑选出的精锐 都是酒精沙场 经验丰富的战士 在他们中 大多数人的视野范围内 不存在太多精密的判断 也不存在对未来的理想 只知道跟随着首领 这就是淮南豪 又眼中的精锐了 其实此事的军队 大多都是如此 基层的每一个将士 都只是杀人机器上的零件 不需要思考 不需要犹豫 也就不会被影响 不会被动摇 这就是最好的 然而真的如此吗 雷远在心中轻叹 这样的军队 将士们的凝聚力和毅力 都紧紧维系于 自上而下的严苛军法 和首领解一推食之类的手段 包括雷远本人的护从也是一样 这样的军队 归根到底仍然只是乌合之重罢了 但这也有好处 这样的军队 自上而下的每个层级 都是牵线木偶 只要抓住眼前几个人 就能够层层向下 稳住数百人 而眼前这几人 他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在原先付出忠诚的首领战死之后 他们需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利益 除此以外 什么都不用谈 雷远非常清楚 该怎么抓住眼前这些人 刚才 雷远表达得很明白了 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维系在两个前提之下 其一约打退曹军 其二约遵奉雷远的指挥权 不需要什么拐弯抹角的暗示 也不需要怀柔的手段 这些人都是聪明人 哪怕邓童这个粗猛之人 在考虑到自己的时候 也一样会展现出脚快之处 眼下的局面就很好 这些人愿意携手维持局面 也愿意再和曹军打一打 雷远看着站在自己身边的丁丽 邓童 贺松等首领 在最短时间内 确定了将要实行的计划 他换来凡红 凡风两兄弟 你们俩 去选几名清洁善走的弟兄 现在就折返回去 我要你们在曹军追兵 做出种种狼狈奔逃之状 让他们误以为 我们就在触手可及的前方 又引他们毫不停歇的全速追赶 凡事兄弟躬身领命 雷远一挥手 去吧 越快越好 邓童看了看贺松 贺松眼神一闪 并未阻止 凡事兄弟去后 雷远随手折下根金条 在地面上画出了一根 蜿蜒绵长的曲线 这便是我们所处的整段山道 曹军自北向南追赶 我们在这里 没钱领人聚首的台地 在肋骨间之后 就是这个点 雷远以金条点点滑滑 继续道 我的计划很简单 接下去 我们正常速度行军 直到此处稍作休整 等待曹军追来 曹军的前队必定还是清兵 数量不会很多 越靠近肋骨间 山道越险峻难行 所以他们狂奔至此 体力会降到低谷 山道的狭窄起伏 又阻止了他们列队而战 这时候 我们以一代劳 将之一举击败 我们先拿一场胜利 然后退回台地去 依托肋骨间的险要聚首 丁力露出沉思的表情 嗯 无论如何 先赢一场吗 此前的作战中 邓同所部 在与曹军前队清兵对抗时 并没有吃太大的亏 最终作战失礼 只因兵力薄弱而已 丁力迅速估算了一下 雷远的计划 重重地点头 如果我们全力以赴 吃掉一股曹军清兵 可以做到 其余几名取长队势一眼 他们知道 如果能获取一场胜利 哪怕是再小的胜利 都会让他们几人 面临的责难减少许多 尤其是在小将军战死的情况下 部署们经过 互有胜负的苦战撤退 听起来 可比一窝蜂的溃败要强不少 这其中的区别 落在宗主的眼中 或许就能差一条命 先赢一场 然后再去应付梅前 雷远轻声提示了一句 我们一步步来 梅前是雷旭指派 给小将军雷修的副手 只是这位副手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 脱离了前线 带领大队人马 退到了山道中 最险峻的爱口以后 其动向 怎么看都觉得不正常 如果让梅前知道 小将军战死 他会如何行动 谁也想不透 考虑到梅前 乃是淮南豪右中地位 与雷旭 陈兰接近的三位大豪强之一 雷远觉得 自己也没必要说得太戏 对对 还要应付梅前 邓童点了点头 他想到了 梅前纳斯 是个真正的老狐猎 淮南豪右中 稍有实力者 都知道 此人擅长 巧取豪夺的算计 如果自己等人 溃不成军地回去 一定会被梅前纳老儿 包皮拆骨 所以 在退回肋骨间之前 一定要重整队伍 抓牢每一个将士 若那张辽追来 谁能敌他 贺松突然问道 昨夜和金晨 他两次见到了 张辽临阵突击的 威猛强悍 既然还要和曹军打下去 那么这个问题 现在已是他关注的 唯一要点 邓童瞥了他一眼 觉得贺松胆怯 但他想到张辽的勇猛 又不禁微微沮丧 沙场上的高下 做不得假 小将军以外 绝没有任何人 能够抵挡张辽 这是事实 雷远徐徐道 张辽是曹银大将 非义勇之夫 我非常确信 他纵使急于求胜 也不会反复鲁莽倒险 所以最早追来的 一定是曹军的清兵 我们此战 只需击溃曹军的 前队清兵 就立即退后 占据险要 贺取长 我向你保证 除非站稳脚跟 否则 我们绝对不与张辽 正面对抗 贺松微微点头 雷远丢弃金条 环视身周树人 无论如何 我们总需要一场胜利 给自己 也给别人看看 时间紧张 差不多就行了 我们走吧 丁丽第一个脉步 众人歇息过片刻 大都已经缓过气来 便陆续出发 随着他们 渐渐深入山区 地势越来越高 放眼四望 所见陵目见少 深秋的消枢 荒芜之景见多 较远处 高耸的棋风抖牙 连绵成片 渐渐地形成 恍如城墙的 巨大绝壁 顺着绝壁向上看 青黑牙顶 与暗沉的天空相连 仿佛即将倒卷回来 负押到所有人的身上 叫人头晕目眩 大约走了小半个时辰 就到了雷远预定 迎击莱迪的地点 这里是一处 紧贴悬崖的险峻所在 山道由木制的栈道 和依托悬崖内侧 凹陷开凿的实境组成 宽窄不一 绕行于悬崖 与悬崖之间 在崖间 有些隐蔽的窄小山坳 先到达的将士们 便簇拥在山坳之中 简单吃些东西 再略微休息片刻 后面的队伍 还在陆陆续续赶至 千百年来 此地都人计罕至 唯有极少数的药农和行商 才会经过这条道路 穿行于深山之中 由于道路年久失修 许多地方 已经坍塌的不成样子 常有碎石绊脚 行于其上 往往得左右闪避 有时 路边还会有巨岩突出 迫使行人侧身闪过 雷修的尸身 安放在用枪杆边节的 简易木架上 有两名士族前后抬着 前行便渐渐艰难 落脚处的碎石 偶尔滚入道旁 弥漫雾气的身崖中 立即就看不见了 也听不到回声 雷远一手攀着山道旁的枯树 一手拖着木架 让抬着木架低势足 稍许轻松些 使木架尽量平稳地越过窄道 木架从眼前经过时 雷修栩栩如生的面容 就在雷远眼前 使得雷远眼中一酸 几乎又要掉下泪来 但他并没有时间沉浸在痛苦之中 在队列后方 呼有人叫起来 小郎君 你看 樊家兄弟过来了 雷远扭过头 便看见了他们 樊氏兄弟正从大家的来处狂奔而来 这时 双方隔着一道深谷 绕行距离还很远 但能看得清楚 他们的人数比出发时少了几个 剩下的也都很狼狈 就听他们大声叫嚷着 快跑 快跑啊 曹君追来了 即使明知是他们坐汰 那嘶哑的声音随风回荡着 也叫人心声凛然 木架紫猛地大抖一下 几乎导致雷羞的遗体 往山谷倾倒 两名士族惊呼一声 看看雷远 吓得脸色惨白 不要慌 雷远用力把斜出的木架推回去 继续走 往前二十步 给你们留了隐蔽的地方 他转身回去 借着枯树地掩护 凝视后方的山道 右手比了一个手势 在他身边的王岩 从腰间拔出一杆红色小旗左右挥舞 这是早就约定的信号 所有的将士们 立即往山崖间的阴影 退缩进去 隐藏起了身形 而预计将要投入作战的夹士们 开始做最后的准备 果如凡是兄弟所说 过了没多久 曹军就出现在了雷远的视野中 先是隐隐绰绰的队伍 然后逐渐清晰 这只曹军排成了极长的队列 沿着狭窄山道行径 粗略估计 大约有两百人 他们全数 都是不找甲州的清兵 因而奔行时 步履清洁 几乎没有扬起尘土 但雷远看得出 他们的步伐散乱不齐 缺乏军队行进所 特有的节奏感 人与人的间隔也或长或短 他们已经非常疲惫了 这是必然的 曹军需要排除 恒兰在山道上的巨木 所以 出发的时间 比雷远等人要晚许多 能够这么快地赶到这里 证明他们根本没有休息 完全是凭着对胜利的渴望 背道挤持 或许在曹军看来 贼寇们既然主动撤退 那就必以丧胆 而凡是兄弟的诱敌 也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很好 当敌人最后在狂奔梁里山道 来到眼前的时候 就是将之击溃的最佳时机 沿途的两处隐蔽所在 各已布置了数十名身披重甲的战士 他们将会把曹军切成三段 令之首尾难顾 进退两难 然后与反身杀回的本队配合 用最凶猛的白刃格斗 与曹军已沉重的杀伤 雷远深深吸气 手掌附上了刀柄 慢慢握紧 然而曹军的脚步忽然停止 就在距离雷远等人 不到异理的地方 他们停止了前进 雷远缩回枯树之后 满头的热汗忽然流淌下来 他的心脏狂跳不已 像是快要承担不了 骤然增加的忧虑 为什么 为什么曹军会停止前进 他们发现我们的部署了吗 不可能 不可能 雷远向前 向后张望 绵延的山道 一如平常般寂静 所有的将士 都隐蔽得非常好 没有任何纰漏 往高处看 甚至还有山间的鸟类盘旋着 将要慢慢降落下来 显然 寂静的山道 已经使得鸟类消除了戒心 准备回潮了 可是 可是 连鸟都不担心 人为什么突然如此谨慎 雷远在心中大骂 从只干的缝隙间向后方望去 他甚至看到 曹军的军官伸手挥舞着 将原本散乱的队列慢慢收拢 他突然想到 如果曹军不上当 那该怎么办 全队继续潜藏是不成的 曹军还会有大队人马跟进 自己这几百人留在原地 无异于等死 那现在撤退吗 撤退 然后在曹军的追击下 退进台地 以败兵的身份 脱避于后方的那些 居心叵测的战友 雷远突然发觉 自己的计划 甚至尚未展开 就要胎死腹中了 而面临的局势 将会更加恶劣 究竟是哪里出了纰漏 他思前想后 却怎么都不得其解 由于太过紧张 他甚至能感觉到 自己额角的血管 猛烈地搏动起来 发出咚咚的声响 这声响 几乎压过了山峰的呼啸 就像古典那样 响个不停 王妍忽然急问左右 凡红凡风他们几个呢 身边人都是一愣 没注意 估计是在哪里 找了个鸡脚嘎啦 躲起来了 混蛋 雷远也明白了过来 他低声骂道 一直逃亡在前方 不远处的杂兵 突然消失无踪了 整条山道上 鸦雀无声 换作你是敌方的将校 难道不会怀疑吗 这两个混蛋 做戏不做全套 做事不动脑子 他看看身边 这时候 王妍是重要的参谋 不能动的 好在傅恩等人聚在 于是他压低了 嗓音换道 傅恩 在 你去通知丁丽 让他立即带几个人 往山道后方挤走 务必要吸引曹军注意 若曹军追击 则小心折回出发之处 去吧 是 傅恩接令便走 片刻之后 后方山道中 一阵嘈杂之声大作 数十人惊呼乱喊着 疯狂奔走亡命 甚至沿途丢盔弃甲 丑态百出 雷远甚至看到 丁丽也在其中蹦跳 还把一柄还手刀 扔到山谷中去了 再细看几眼 发现他就连惊恐失措的表情 都学了个十足史 这也太像了 丁曲长实在是 王妍忍不住扶着额头 苦笑起来 实在是个罕见的聪明人 雷远站了锯 回身再往曹军方向眺望 只见曹军士族 立刻就发现了 前方逃窜的人们 他们中有人指画着方向 大声叫嚷着 也更多人立即起步 再次追逐向前 原本静止的队列 就像是闻到血腥气的狼群那样 猛然躁动起来 瞬间就恢复了 全速追击的状态 山谷中的风 刮得越来越猛了 吹动雷远的鹅角并发 就像冰冷的刀锋贴面过 生出圣人的良意 雷远常常输了一口气 再度握紧了刀饼 所有人寄予厚望的这场伏击 几乎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而失败 今后 这会成为雷远长久牢记的教训 所幸 这个疏忽得到了及时弥补 眼前这只曹军 终究难逃败亡的命运 这只曹军有长途奔袭的体魄 有切而不舍的认禁 还有谨慎小心的观察力 无疑是真正的精锐 这很好 今日就取他们的脑袋 来为兄长陪葬 第四十五章 反击 下 曹军宛如一条饥渴的长蛇 沿着山道迅速迫近 或许是因为将士们的体力有高下 这条长蛇拉得越来越长 蛇头直臂雷远所在 蛇尾却还甩得很远 两里地转瞬极致 由于山道角度变化 处在最前方的几名曹兵 看见了倚靠在老树之侧 从容凝望着的雷远 大概长时间的奔走 使这些士族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 他们竟然大喜过望 喘着粗气彼此说 看 那人显然就是贼手 我们斩棄手机 可获偷弓 眼前这个贼手竟然不逃 看来已经吓傻了 这个功劳 似乎很容易拿到的样子 曹兵们原本因为力竭 而沉重的步伐 因为这个发现 而猛地加快了 一名面上戴着刀疤 身材异常壮硕的曹兵 十掌手持长刀 冲在最前方 将其他人至少甩开仗序 此人显然是曹军中战斗经验 极其丰富的中间 所谓百战结余之事也 哪怕急速奔行时 他的脚步和上身动作 仍然保持着便于攻守的特定架子 而双肩的肌肉 更是明显奔起 毫无疑问 当他奔走到雷远身前的时候 必将发出威力巨大的斩击 王妍肩膀一动 想要潜出几步拦截 却被雷远毫不犹豫地制止 不必 我来 站在雷远身后的李珍 本已搭剑上弦 听得雷远吩咐 便也退后半步 雷远站直身体 取出背负的长弓 搭上长剑 运足力气拉成满月形状 瞄准那敌人的胸膛 一剑射了过去 剑矢破风 发出锐利的笑叫 剑簇的一点寒芒 瞬息越过数十步的距离 可那曹军使掌反应快急 稍侧身就闪过了一剑 脚步甚至不曾稍有停歇 这分明是打算在最短时间内接近 不给雷远仔细瞄准的时间 当他的视线和雷远的视线交汇时 那两眼中放射出的凶狠光芒 令雷远忽然生出在野外 被猛受注射的感觉 雷远探手又取出一支剑 神情平淡地再次瞄准 而曹军使掌快步逼近 两人间的距离迅速缩短 从六十步到五十步到四十步 剑矢破风的力笑在起 距离如此之近 常人几乎已经无法做出反应 但那曹军使掌的身手之高强 竟然与某些横行沙场的大将都相距不远 他的战斗经验和决断 更是敏锐到超乎想象 就在雷远手指 将离魏离弓弦的那一刹那 他已经本能判断出了这一剑的指向 下个刹那 他双足奋力踏地前扑 雷远射出的长剑射穿了他的发迹 灌入他身后另一名曹兵的小副 小副重剑的曹兵大声惨呼 跪倒在地 其余曹兵们毫不犹豫地越过他 甚至踏过他 躺鞋倒铺的躯体 继续向前冲刺 而那曹军使长顺着 前扑的势头在山道上翻滚一圈 当他再度起身的时候 距离雷远已经不足二十步 这种距离 对于五级金属的战士来说 已经是触手可及 足以白刃相搏的距离 更不消说 两人之间全无阻碍 曹军时常连续跨步向前 他咧开嘴 深深吸气 双手握持刀柄 将之高举过头 过去数十场 甚至更多的沙场绝死 给他带来了绝对的信心 他在心中大吼着 这一刀 就要把眼前的小贼 砍成两段 雷远身边的亲卫们 意气惊呼 而雷远站在原地 半步不退 全神贯注的他 甚至没有多眨一下眼 不知何时 他已经再度搭建上弦 瞄准了越来越近的庞大躯体 下个刹那 弓弦从弯曲到崩直 发出清脆的弹响 一抹耀眼的银线 随之划破空间 深深地灌入 曹军使掌的咽喉 谢尔尖锐的剑簇刺 刺透肌肉 撕裂血管 击碎骨骼 夺走生命 曹军时常瞬间死亡 他的动作在空中变形 姿态变得僵硬 随着躯体重重撞击地面 大股怒血喷溅 四处挥洒 雷远低下头 看着浓稠的血液蔓液 在碎石和沙粒之间流淌着 几乎要触及他的靴子 往日里 雷远很不喜欢这种鲜血横流的场景 但此时此刻 他心里竟有些微微的兴奋 他强然拔出长刀 踏着血 迈不向前 王眼紧随在雷远的身边 对于这位征战半生的老兵来说 厮杀和死亡 早已经司空见惯了 但雷远的表现 仍然深深地震撼了他 并不是说雷远的剑术多么高明 百步穿扬的神射手 王眼也不是没有见过 雷远与比较相比 差得很远很远 可他极少见到在战场上 如此从容不迫的人 更极少见到这种坚信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 淡然的态度 这种态度 通常都是那些真正吃透了 兵法精髓的名将 经过无数次胜利 才锤炼出来的 王眼感觉到了 某件事 某些事的发生 打开了雷远身上 被长久封印着的阀门 释放出了 某种身材而强大的东西 王眼打过无数的仗 仔细算来 其中败仗居多 许多次的失败 都是因为 某位善战的首领身亡 然后 部署们就哄堂大溃 无论官兵 贼寇 地方豪霸的部曲 都是这个德行 先有例外 他本以为 雷修战死以后 雷势部曲们也会崩溃 就像他过去 无数次见过的那样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因为小狼军 出乎意料的表现 局面没有往 那个方向发展 原本身陷 败局中的部曲们 甚至还能发动 一场伏击 来争取胜利 真不愧是我的主军 不愧是宗主的儿子 虽然敌人的锋刃 就在眼前 王妍却感觉到 骄傲由衷而发 充斥在自己的凶意之中 下个瞬间 这名年老的五人 拔刀出鞘 厉声喊道 跟随小狼军 杀 随着他的呼号 整条狭窄的山道上 杀声大作 埋伏在各处的将士们 蜂拥而出 与曹冰猛烈碰撞到了一起 天柱山崎绝险峻 山道斗折蛇行 二十余里路途中 虽然较开阔的台地 唯有一处 其他裂系 洞穴 深鹤 小谷之类 却数量极多 足以隐藏少量兵力 郭靖和邓同 便各领数十名勇士 潜伏于某处 战斗一旦开始 这两队就涌上山道 将形似长舌的曹军队 猎猛地结作三段 战场太过狭小 所有人密密麻麻地 几座一团 直接进入到激烈的 近身格斗阶段 双方都没法结阵或者退避 唯有第一时间 把身边的对手杀死 在骇人的喊杀声中 无数刀枪戳刺着 挥砍着 有时命中目标 有时落空 有时剧烈碰撞 甚至折断 握持武器的人们 也顾不上施展什么特别的技巧 每个人身边都是密集的枪铃和刀影 都是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和金铁交鸣 这时候能够依靠的 只有更有力的斩杀 更快的斩杀 郭靖双手挥一刀横劈 斩断一根枪杆 在身前曹冰的胸前 划出到可见白骨的惨烈伤口 那曹冰痛呼着亮枪后退 没注意他在山道的边缘 于是脚下打滑 猛地到栽进深谷去了 这凶狠的一刀 立刻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郭靖还没有收回长刀 另一名曹冰柔身直径 手持长枪向郭靖直刺 还有一人从侧边掩来 用盾牌遮护着身形 武刀威胁郭靖的下盘 郭靖冷笑一声 后退半步 随即左手扶着刀脊 用力向外拨打 刀枪碰撞 巨兜一震 郭靖再次后退半步 而那长枪被震得高高甩起 几乎直立 持枪的曹冰双手高举 空门大陆 郭靖的一名部下 趁机冲了过来 一刀朔进了他的小腹 刀尖从背后直透出来 在郭靖退后的时候 恰逢持刀的曹冰贴地挥斩 这一刀来得猛烈 锐利的锋刃 沿着郭靖的大腿前侧划过 割破了他的甲衣下摆 带出一溜血珠 郭靖只觉得当下发凉 不禁惊怒交加地低吼一声 往那持刀曹冰猛扑过去 那曹冰挥刀来迎 双方的两把还手刀攻手变换 叮叮当当地快速碰撞了好几下 蹦出连串火星 高强度的剧烈对抗后 双方都感觉气喘不过来 于是在下一次刀刃撞击的时候 两人不约而同的用力往外推挤 借着力量撤开了一段距离 两人恶狠狠地互相瞪视着 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平分秋色的结果 但他们的战场经验 让他们知道 身边还有各种各样的厮杀 悬起悬灭 这个环境不可能让他们 专心致志地对抗下去 下个瞬间 郭靖便卷入到 与另一名曹军士族的战斗 而那持刀曹冰的身影闪了闪 也消失在密集的人群众望 郭靖 邓童等人 几乎个个都披着铁甲或皮甲 本身也是淮南群豪 数万部曲徒附中 精选出的好手 但具体到每一个普通的战士 他们的战斗经验和战斗意志 还是略微逊色于对面的曹军 这是地方豪霸与曹公的差距决定的 横行江淮的所谓勇士 终究不能与征战天下的雄狮近律相比 好在郭靖和邓童的部下们 以意待劳 突然袭击 最大程度地限制了曹军 在个人武力方面的优势 战斗稍微延续 曹军士族们就感觉到 长途奔走引起的疲惫 而战斗越紧张 这种疲惫 就越是影响他们的表现 山道上下 到处可以听到 曹军们此起彼伏的粗众喘息声 他们在发力动作时的吼声 也渐渐带上了力竭的意味 然而 在这样的狭小战场里 没办法游走拖延 他们只能继续坚持着 面对面的搏战 如果有人站在山道外侧的空中 观看这场战斗 便可以发现 曹军所控制的山道 一点点地被压缩 他们被截作三段的队列中 后队虽然拼命向前 却怎么也无法突破 郭靖所部的阻击 前 中两段仍然在顽强抵抗 但已经聚拢成团状 腾诺的空间越来越小了 到了这时候 双方的将士 开始频繁地倒地 战斗越来越激烈 第四十六章 得失 这场 我们胜了 贺松握紧双拳 难难道 雷远微微点头 恩了一声 与王岩一起冲锋没几步 雷远就被亲卫们 簇拥到了较后方 他本人也知道 自己绝非那种 斩将千奇的勇将 论白刃格斗的技能 只怕未必急得上 身边这几名亲卫们 贸然深入到最前线 那和送死没啥区别 于是当亲卫们 拥上来的时候 他呐喊了几声冲杀口号 便顺水推舟地 避往某个山道边的 炎牙凹陷处 当王岩等人 与曹军血腥搏杀的时候 他已经退回初始 已靠着的老树之侧 看着前方山道上 密密麻麻的人群 挤在一起 像野兽般咆哮着 撕咬着 用爪牙粉碎敌人的身体 挥洒鲜血 雷远目不转睛地 看着这个场景 在他过去的人生中 原本少有这样的经历 但这些日子 却已经几次身处战场了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他今后的生活 也将会与鲜血 和杀戮密不可分 这也不错 雷远觉得自己 越来越适应战场的环境了 这种紧张的气氛 甚至让他承受着 强大压力的内心深处 隐约生出一丝愉悦来 在这种愉悦心情的鼓励下 雷远慢慢地盘算着之后 将要开展的行动 或许反复的权衡和猜测 消耗了太多的精力 使他渐渐有些头疼 他额脚的血管微微跳动 额头有些发烫 心脏剧烈跳动着 以至于耳膜边 竟然能听到咚咚的声响 这并非紧张 也不是慌乱 他将影响局势发展的每个细节 拿出来一件件 一桩桩地揣摩 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困难 但这反而更加 令他跃跃欲试 他非常清楚 眼前这场战斗 会是一系列冒险的开始 从现在开始 每一步都不能踏错 这时候 负责在前方迎敌的是邓桐 郭靖和王岩三人 邓桐依旧带着他自己的部下 他原本带来前线支援的 百余名精锐 在此前的苦战中 折损了将近半数 如邓一 薛元 葛云等以为臂膀的部下 尽数战死 换作寻常的部队 可说是伤了元气 无法再坚持了 但邓桐很快就从悲痛中 挣扎了出来 还激励部下们 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 这样的表现 使雷远非常满意 邓桐出书刚报的性格 固然是短处 却易于驱使 至少 比起贺松 要容易应付多了 相比于邓桐 郭靖和王岩 带领的人手多了不少 那是因为 雷远在安排伏击之前 毫不犹豫地 将另几支 由较小宗族派出的 人数各约三五十的部队 拆分与郭靖和王岩管理 这个举动 当然会引起有些人的不满 但雷远随即又令 这两人带队承担最危险的任务 于是 任谁也说不出半句话来 三人既然率部与曹军熬战 丁丽和贺松所部 便成为预备队 这时候 丁丽和贺松 两人站在雷远的身边 同样注视着战场形势 他们是 真正的老航武了 对于战局优劣的判断 比雷远更加敏感 贺松重复道 这一场 我们已经胜了 雷远依旧只是微微点头 贺松等了半赏 忍不住道 小郎君 曹军已然败了 不妨令邓同和郭 往两位稍退 让曹军向山道后方溃败 以免困兽犹斗 雷远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继续看着战场 贺驱长不必着急 这一场 当要尽数歼灭曹军 便是将士们有些辛苦 也顾不得了 贺松皱起了眉头 扭头看看丁丽 来此的路上 丁丽一直就走在雷远身边 但这时 他在稍远处 双手抱尖利 露出势不关己的神情 贺松不明白 雷远为何要这样 他看得非常清楚 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 并不次于此前的几场恶战 就在这短短片刻间 几方将士的死伤 就已经超过了30人 如果战斗延续下去 到曹军被歼灭的时候 这个数字几乎将会翻倍 甚至可能更多 在这个时代 30名 或是60名将士的死亡 不能算什么大事 但这些将士 可不是普通部曲 他们是江淮豪帅们 尤其是雷氏宗族 掏空了家底 聚集起的真正精锐 这样的精锐 眼下还能作战的 在此处山道里 统共300人出头 眼前这位小郎军 在他主持的第一场战斗中 就打算让这些老底子 毫无必要地去战死吗 这个认知使贺松焦躁起来 小郎军 曹军非常坚韧 不这么容易歼灭的 我明白的 贺曲长 雷远终于把注意力转了回来 眼下的优势并不是很明朗 迫使其败退会比较容易 想歼灭他们的话 就要经历苦战才行 我都明白 但这场战斗 必须是一场彻底的全胜 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 也要斩断张辽伸出的手臂 不 不 雷远想了想 200名清兵 可算不上张辽的手臂 这么说吧 这一战 要让张辽感觉到痛 唯有如此 才能让张辽稍许产生多一点的戒备 让我们能有多一点的时间 贺松两次目睹小将军与张辽对战不敌 心中隐约对张辽有些畏惧 而雷远的态度 却似乎将张辽视为可以被操纵于掌中的对象 于是他的态度落在贺松眼里 就分明过于轻挑了 贺松脸色一沉 低声道 小郎军 我记得你说过 只要赢一场 就退回肋骨间台地与煤钱会合 现在既然已经赢了 何必还要继续 继续下去 只会产生待难以承受的损失 这些都是人命 都是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他的话声并不响亮 压不过 回荡在山间的厮杀搏斗之声 但语气却有些激烈 丁力被惊动了 向他们两人靠近了几步 雷远凝视着持续进行的惨烈战斗 他还不是那种心智坚如钢铁的武人 几方将士的死伤 会让他感觉到强烈的痛惜 但他控制住自己 转身看了看贺松 贺屈长 我绝不会虚致将士们的性命 但有些付出是难以避免的 你 贺松勉强控制住情绪 小郎军 你什么意思 雷远倒是很平静地访问道 贺屈长 你有没有考虑过 曹军如此执拗地追击我们 为的是什么 贺松一时愕然 对于见识局限于战场的武人来说 这未免超出了他的考虑范围 雷远不带他回答 又道 江淮之间的广阔地域 向来是曹公的力量薄弱之处 纵然掌握寿春 合肥 晚成等所跃重地 然无民众依附 则如无缘之水 无本之木 曹公要完整地掌控此地 就要屯田 要征兵 要修筑城池 要输郡河道 要做任何事 都需百姓之称 唯有得人拥戴 曹公的军政官员 才能真正扎根在此 既然如此 我们收拢数万部举屠夫 意图退往南方的举动 也就为曹公所不容了 因为曹公也需要这些民众 就在雷远背后不远处 两方将士 还在舍死忘生地搏杀 可他守抚老术 侃侃而谈 似乎完全不将战斗放在眼里 问题是 淮南树郡 数十万百姓居焉 我们所领的 终究只是个小数目 大部分的百姓人盯上在 那么为了收取我们这数万人 曹公愿意承担多少损失 如张辽这样的前线将帅 又愿意承担多少损失 张辽所部 都是曹军中外诸军的翘楚之士 其中有跟着张辽 南征北战的宾州边郡汉族 也有作为曹军主体的 中原世家子弟 为了夺取额外的百姓户口 而使这些政权的支柱力量 承受巨大损失 值得吗 在一旁听着的丁丽 若有所思 而贺松瞠目结舌 雷远瞥了眼战场 继续道 我觉得不值得 相信张辽也是这样认为 所以 昨日他才会中了我的虚张声势之计 因为他 一开始就不愿意承受损失 他伸手指画着眼前的重重威严峭壁 张辽是当世名将 当之兵法 而兵法有云 何于力而动 不何于力而止 如果张辽发现 我们的力量足够给他造成重大损失 这损失甚至根本无法用战斗所获来弥补 他们会怎么样 退兵 丁丽不禁有几分雀跃 那倒也不至于 毕竟他是奉曹公将领来辞 雷远摇头道 但我想 他应该会犹豫迟疑吧 张辽如果陷入犹疑 我们就会有喘息的机会 还可以为宗主与吴侯 或者刘玉舟的谈判 争取到更多时间 出于这个考虑 我觉得 眼前这场恶战是必须的 唯有如此 才能够显示我们的力量 迫使张辽有所顾忌 贺松仔细想了想 不得不承认 雷远的判断有其道理 这反而使他有些尴尬 他迟疑了片刻 想要说几句转环的话语 却听雷远徐徐道 另外 贺取长 我也很明白你的想法 毕竟宗主病重 我的兄长也战死了 炉将雷势的未来颇有可疑 这时候 你希望保住宗族 所能掌控的基本力量 不愿将之折损在必败的消耗战中 这是你对炉将雷势的忠诚 我完全明白 我更明白 你是曾与我兄长 一同出生入死的勇士 绝不会因为畏惧强敌而退缩 你只是还不信任我 雷远抬手 止住了想要辩解的贺松 他苦笑起来 但眼下这一仗 我有足够的理由 对吗 雷远的直言不讳 使贺松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许久之后 他才叹了口气 慢慢地道 小郎君 我绝非有意与你为难 小将军 无数次在战场上救过我的性命 我也对他竭尽忠诚 毫无保留地遵从他的号令 只要小将军一声令下 刀山火海 我都愿意去闯 但是现在 小将军死了 我实在是 实在是乱了方寸 是啊 我的兄长 他死了 雷远深深叹息 这个残酷的事实 让两个人都失去了谈话的意愿 丁力摇摇晃晃地走近 一把拦住了贺松的肩膀 好了好了 我们听小郎君的便是 多杀几个曹兵 难道不好吗 贺松毫不客气地振开丁力 丁力的表现符合人们对他的一贯看法 这丝虽然是个领兵的武人 却像文人穷酸那样圆滑 贺松并不蠢 能够感觉到丁力和雷远之间 显然早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 这两人一定还有某些其他的盘算 这种被排斥在外的感觉 让贺松突然有些恼怒 就在三人谈论的时候 山道中的厮杀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